末世裁决者 第四十四集 文言 春战点了点头 说道 咱们的主战场在学校那边 你休息好身体 到时候还会让你出手的 文言 黑子这才兴兴然然的说道 战哥 你说话算话 放心吧 春战点了点头 随即将目光一转 望向了前方 惨烈的叫声响起 显然 紫衣女紫衣家已经开始了杀戮 村民们刚刚走出家门 便是看到迎面射过来一条星红色的舌头 一些离得近的人 甚至没有反应过来 便是被舌头卷了起来 当村民们看到几个人类模样的怪物 竟然胸膛大开 然后活生生地将自己的邻居吞入其中 紧接着 鼓鼓的肚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就别下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便是彻底的恢复原状 显然 他们的邻居已经彻底的被消化了 怪物呀 这些朴实的村民哪里见过这么恐怖的情景 纷纷大惊失色 恐怖的气氛瞬间弥漫整个高营村 不少人甚至吓得尿了裤子 跌跌撞撞地想要远离此一女子一家 杀戮盛宴开启 战哥 这七只十人族不是一伙的吗 为什么他们还分开行动 看着道路上在疯狂捕杀村民的子一女子一家 残忍的杀人手法让见惯了生死的崔林衡 也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闻言 沉沾眉头一挑 面露恍然地说道 恐怕的确如此 他早就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子一女子一家 在小女孩受到伤害的时候 竟然没有直接追过来 而是随后出现了另一伙十人族 即便是他们杀了其中一只十人族 仍然没有看到子一女子一家 有任何的过激反应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解释不通 而崔林衡的一句话 却是提醒了陈战 他们这几只十人族并不是一伙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咱们大可以分而积之 崔林衡沉声说道 点了点头 陈战也是这般想的 说道 没错 这是咱们的机会 战哥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一旁的黑子看着村民们一个个倒下 道路上眨眼间便是被染成了鲜红色 吃饭 休息 陈战说吧 直接坐在了地上 黑子一边从背包里 掏出吃的递给陈战和崔林衡 一边皱着眉头问道 战哥 这些村民咱们就不管了吗 自己的命自然要自己管 陈战指了指道路上那五只十人族 说道 他们的猎杀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村民们现在死伤的数量 已经足够他们进食 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关系吗 这些该死的十人族 即便是吃饱了 也不会放过这里的村民 黑子不解地问道 这一次 陈战尚未开口 一旁的崔林衡 却是听出了陈战话语中的意思 瞳孔骤然一缩 开口解释道 战哥的意思是 这些村民 要趁着这几只十人族进食完毕之前 想办法自救 他们能想出什么办法 黑子可不认为 这群平日里连血都没见过的老师庄家汉 能够想出什么办法 对付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十人族 黑子 你可别忘了 这次神秘事件 结束的时间 崔林衡说道 不是早上六点吗 黑子一时间还没有明白 崔林衡的意思 不过话音落下 他就忍不住眉头一条 面露喜色地说道 只要他们能够支撑到六点 这些十人族就会离开 崔林衡看了一眼 正在专心对付食物的陈湛 眼角微微出动 就是因为明白了陈湛的打算 此时的他才有些心计 不过很快 他的眼中划过一抹狠辣 说道 没错 温言 黑子目光一转 看向陈湛 说道 张哥 阿能将这些消息 告诉村民们吗 耸了耸肩 陈湛说道 神秘事件已经爆发 这些信息 已经没有了可利用的价值 你可以随便告诉他们 谢谢你 张哥 黑子竟是很认真的 向陈湛 鞠了一躬 摆了摆手 陈湛说道 要是想继续猎杀这些十人族 就赶紧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能 好嘞 黑子的心情 显然很不错 而崔林衡 确实没有再说话 目光忌惮的 瞥了一眼陈湛 也是赶忙 开始吃起了手中的食物 陈湛说的没错 道路在猎杀村民的那一家五口食人族 很快停下了杀戮 开始疯狂的进食 张哥 他们真的停了 黑子满脸佩服的 看着陈湛说道 陈湛面无表情的 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这些食人族的确是停止了杀戮 但是村民们在死亡的威胁下 有勇气去反抗吧 即便黑子将这些消息 告诉了这群村民 他们能否拼死坚持到六点 也未尝可知 与此同时 村民们显然也察觉到了 停止杀戮的那群怪物 惊慌当中的他们 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在死亡的威胁下 到处乱窜 乡亲们 咱们去王树几家 想想办法 这样下去 咱们都会死的 突然 一道苍老的身影 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李大爷 陈湛双眼微微眯起 他对这个人有些印象 高营村的前任村长 颇有些能力 人缘不错 微信很高 对 咱们听李大爷的 先去书记家 想想办法 人群中很快便是有人响应 然后 众人为了活命 朝着书记家涌去 展哥 他们朝咱们这边来了 点了点头 陈湛说道 我知道 因为这里 就是王书记家 啊 黑子文言一愣 崔林衡却是瞳孔一缩 显然 陈湛早就有了计划 王书记 王书记 在李大爷的带领下 一众村民 很快来到了王书记家 想要找王书记 想想办法 大壮 令两人把王书记找出来 李大爷此时也顾不得其他 为了活命 他直接命令村里最强壮的庄家汉 大壮 也就是最听他话的汉子 去把王书记强行请出来 好的 大壮当即领着两个人 闯入了房间里 不一会儿 便是将王书记架了出来 然而 此时的王书记 早已经下得面色苍白 整个人都是在不断地颤抖 畏畏缩缩 哪里还有平日里 那般嚣张跋扈的模样 王书记 现在那群怪物 不知道为何 暂时停止了进攻 咱们必须趁着现在 赶紧想出来应对的法子 要不然 咱们谁都活不下去 李大爷率先开口说道 想什么法子 老李 你把我推到前面 是什么意思 你想害死我吗 那群怪物 咱们是打不过的 我不管 要管 你来管 说着 王书记 直接趁着大壮不注意 挣脱了大壮等人 仓皇地 逃出了屋子 碰 最后 将房门重重锁上 王书记 你 你怎么能不管我们 胆小鬼 我当初 真是瞎了眼 选你当书记 这傻逼 这一刻 所有的村民 都是大骂不已 丝毫没有对 王书记 平时的敬畏 李大爷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要帮大家 渡过难关啊 大壮 骂骂咧咧之后 看向李大爷 第一个 开口说道 对 对 李大爷 你要想办法 救我们啊 村民们 此时都看向了李大爷 李大爷平时的 微信很高 甚至连王书记 都笔之不过 所以此刻 众人都是将 活下去的希望 寄托在了 李大爷身上 李大爷知道 此时的他们 团结起来 才能活下去 所以 也没有推辞 当即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矫情了 暂时由我来 带领大家 时间紧迫 李大爷 直截了当地问道 大家伙 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文言 人群当中一阵骚动 却迟迟没有人回应 显然 在面对 食人族 这种怪物的时候 他们感到 深深的无力 以及恐惧 哪里有什么办法 要不然 咱们分开跑吧 那些怪物 总共才五个 不可能追上 咱们所有人的 乱哄哄的人群当中 终于有人 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啊 那群怪物 总不能将咱们 全部追上吧 那岂不是 谁跑得慢 谁死得快吗 现在谁还管得了 那些 活命要解 这个建议一说 村民们不少人 都是表示支持 现在 为了自己活命 他们已经顾不上 那么多了 甚至有人 已经转身 准备离开了 健壮 李大爷 也是沉吟了起来 甚至从他的眼中 能够看出 异动的神色 没用的 整个高营村 都是背一种 奇怪的白雾笼罩 你们根本出不去 正在此时 一道粗犷的声音 从上方传来 众人疏然一惊 随即抬头望去 看见一道魁梧的身影 站在三楼栏杆旁 而在他的身旁 则是有着两道 同样陌生的身影坐着 这是谁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不知道啊 人群中再次 想起了一阵议论 李大爷抬起手 往下压了压 示意中人安静 皱着眉头 看下了这位魁梧大汉 知学告诉他 这三个人 不简单 很可能知道一些东西 甚至能够 有办法救下他们 这位小兄弟 你是 李大爷问道 叫我黑子就行 这道魁梧的身影 拍了拍凶堂 说道 黑子小兄弟 你刚刚说 我们村 被一种奇怪的 白雾笼招了 李大爷问道 黑子点了点头 说道 没错 不仅你们人出不去 现在 连电话都打不出去 你们已经 彻底的和外界 断绝了联系 什么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在这里 等那群怪物来吗 葫芦没有 人群当中 再次陷入了恐慌 想到 刚刚那群 怪物的凶残和恐怖 不少人都是吓得 浑身打颤 双腿发软 李大爷同样心中一记 而正在此时 人群当中的一道尖锐的声音传出 陈湛 他是陈湛 黑子文言一愣 随即目光望去 看到刚刚说话之人 是一名妇女 随即眉头一皱 目光转向旁边 恍若未闻的陈湛 张了张嘴 最后 还是看向了 刚刚说话的那名妇女 问道 你是谁 怎么认识战哥 战哥 就他 还被称为战哥 呸 这名妇女不屑地说道 我是他舅妈 你既然跟他在一起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少在这里糊弄人 就凭你们 能有什么办法 翠莲 怎么回事 李大爷显然也没想到 村里竟然有认识 这三个人的 当即 扭头看向 陈湛的舅妈 问道 李说 你不知道 那个坐在左边的 年轻人 是我外甥 舅妈冷笑着说道 李大爷目光一转 看向了高和平 问道 和平 真的吗 点了点头 高和平的面色 也不是太好看 望向陈湛 冷冷地说道 陈湛 你在这里 吓唬到什么 知不知道 会害死很多人 安得什么心 舅妈看向李大爷 继续说道 李说 这小子 从小就不是 什么好东西 先黑着呢 咱们不能听他的 要不然 村民们都会死 末世裁决者 第四十五集 这不是缺德吗 什么人啊 这个时候 还敢跟我们开玩笑 别管他 孩子欠教育 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村民们听到陈湛 舅舅和舅妈的话 顿时 态度大反转 纷纷大骂不已 文言 即便是陈湛的好脾气 此时 都忍不住 皱起了眉头 你们 展哥 我 黑子显然没想到 自己一腔热情的 想要帮助这些村民 竟然被他们说得 这般不堪 还连累了展哥 顿时 有些愧疚的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摆了摆手 陈湛面色冷漠的 望了一眼 下方 义愤填膺的村民 最后 望向了舅舅和舅妈一家 眼神深处 划过了一抹冷酷的杀意 不过 很快 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黑子 说道 黑子 这可不是咱们不救他们 是他们自己不相信 我们怎么办 黑子问道 哼 能怎么办 你听听他们 都是怎么骂展哥的 既然他们自己 选择一条死路 那可就怪不得咱们了 崔灵衡冷 哼一声 说道 展哥 黑子苦着脸叫道 尽管其变吧 陈战没有再搭理黑子 下方 李大爷却仍然有些犹豫 因为他刚刚 无意间 看到了黑子腰间 憋着的一把 黑油油的手枪 想起刚刚的 那两声枪响 李大爷隐隐觉得 这三个人 恐怕没有说谎 但是 黑子等人 没有再多说什么 身边的村民 也是怨气极大 所以 李大爷最终 决定 让大家伙分散而逃 如果真的遇到 白雾封锁 立刻赶往他家会合 大家再一起想办法 文言 村民们显然不相信 什么 白雾封村的鬼话 他们甚至觉得 多待在这里一秒 离死亡 就近了一秒 纷纷挤出 王书记家的大门 朝着四面八方 逃窜而去 甚至连王书记 这个胆小怕事的人 都是打开了房门 朝着一个方向 亡命狂奔 看着人流 朝着高营村 四面八方逃窜 陈湛 仍然一脸平淡 看不出他心中的 任何想法 自作孽 不可活 崔林衡也是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 只有黑子 一脸担忧 他好不容易 说服了陈湛 愿意帮助这些村民 只要撑过六点钟 就有机会活下来 但是 这群人 竟然听那个 叫做翠莲的女人的话 简直就是愚不可及 希望能够 多活一些人吧 黑子心中 暗自祈祷 躲起来 不要露头 那些食人族 要发动第二波攻势了 某一刻 陈湛突然开口说道 与此同时 身体瞬间浮在地上 目光警惕地望向前方 门言 崔林衡和黑子两人 也是瞬间趴在地上 只见 紫衣女子一家五口 已然将猎杀的那三十几人 全部 吞进了胸腔 纷纷将目光 投向了 朝着四面八方 逃窜的村民 这五只食人族 瞬间 分成了两波 紫衣女子 带着小女孩 以及高个子男孩 朝着一个方向 追了过去 雄性食人族 则是带着他的小儿子 朝着另一个方向 狂奔而去 杀戮 再次开启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惨叫声在远处停止 陈战知道 第二阶段的杀戮 已然告一段落 接下来 是这群食人族 享用食物的时候了 郑哥 这群食人族 为什么杀了一些人 就开始进食啊 崔林恒不解的问道 刚开始 我也很奇怪 不过 等到我知道 现在高营村里 有两股食人族 势力的时候 这个问题 就很明显了 陈战说道 他们是怕 另外一方 抢夺他们猎杀的食物 崔林恒瞬间 便是明白了过来 除了这个解释 我想不到 更好的理由 陈战耸了耸肩 说道 现在不是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吧 管他们 为什么这么做 继续这么下去 恐怕 没有等到五点 这群村民 就要全部 被猎杀干净了 黑子插嘴道 黑子 少安勿躁 刚刚展哥就说了 他们想要活命 唯有自救 咱们强行插手 你也看见了 反而被骂了个 狗血喷头 崔林恒开口说道 可是 黑子还想说什么 却是被陈战 开口打断了 阿衡 你说之前 追杀咱们的那只 雌性食人族 怎么一直没有出现 陈战不由得 皱起了眉头 他总有种 不妙的感觉 咱们杀了他的哥哥 他竟然没有跟过来 这件事 本就充满了诡异 崔林恒也是意识到 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皱着眉头 想要想出来 其中的原因 他不会将目标 放在了小北 他们身上吧 崔林恒突然想起了什么 忍不住 面色一变 陈战也是瞳孔一缩 不过很快摇里摇头 道 不可能 那么多人 而且每个人手里 都有枪和冷兵器 如果发生战斗 一定会有动静传出来的 但是 我们不可不防啊 崔林恒赞同地点了点头 但还是 仍然有些担忧地说道 想到接下来 可能还要靠这些人 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陈战也是点了点头 道 你和黑子 立刻回学校 不要有任何动静 等我回去 什么 崔林恒文言一愣 安慰 嘴角微微一条 陈战说道 你大可放心 我虽然没有绝对的把握 杀死他 但是 在他手中保住性命 还是能够做到的 听到陈战这般说 崔林恒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起身准备离开 而正在此时 黑子突然惊喜地 指着下方 说道 战哥 那个老头来了 文言 陈战不用看都知道 黑子口中的 那个老头是谁 定然是 李大爷无疑 不过 当陈战望过去的时候 双目微微一宁 因为 李大爷 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身边 还有两个人 他的舅舅 和舅妈 战哥 你舅妈和舅舅 也来了 黑子随后提醒道 文言 崔林恒瞥了一眼 陈战阴冷的面孔 嘴角微微一条 说道 刚刚这对夫妻 骂得最厉害 这次 一定要给他们 一点苦头吃 很快 李大爷三人 便是来到了 陈战三人 所在的楼房上 六人再次见面 你们不是不相信我们吧 怎么 又回来了 崔林恒看着 眼前的这三个人 嘴角掀起一抹 冷酷 而又残忍的糊涂 嘲讽道 崔林恒本就是 混迹于黑道的人 平时 手上没少沾血 死在他手上的人命 更是 不知何己 他不说话 都给人一种 彪悍难惹的感觉 此时得到陈战的默许 崔林恒更是毫无顾忌 凶悍的气息 展露无遗 瞬间 将李大爷三人 吓得浑身发颤 尤其是舅妈 刚刚 属他叫嚷得最厉害 此时 已经吓得面无人色 呃 三位小兄弟 刚刚都是误会 我们情急之下 也是为了活命吧 李大爷心惊胆战这语 眼中却是浮现了一抹兴奋 因为 他看到了 眼前这三个人 都配着手枪 而且 手里都握着 三棱军刺 这种杀伤力十足的 冷兵器 雕悍的气息 更是 舍人心魄 这样的人 才有可能 带领他们 活着走出去 此时的他 恨不得骂自己一句蠢货 都怪翠莲他们夫妇 要不是他们夫妻俩 他们也用不着 死那么多人 舅舅和舅妈两人 此时更是恨不得 扇自己一巴掌 他们哪里会想到 陈湛这个没人要的东西 竟然真的说对了 看到陈湛若无其事的 把玩着手中的三棱军刺 以及 腰间佩戴着的 黑油油的手枪 他们两人吓得 已经双腿发软 差点瘫在地上 这是 混黑社会了 舅舅和舅妈 两人瞬间猜到了 这种可能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你说误会就误会了 刚刚这个女人 骂我们骂得挺欢嘛 崔林衡手中摸着手枪 目光很利地 盯上了舅妈 舅妈双腿一软 直接瘫在了地上 吓得双手合十 一个劲地 冲着崔林衡道歉道 对不起 这位大兄弟 我刚刚 有眼不识泰山 嘴贱都怪我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不要和我计较了 我和你计较个什么劲儿 崔林衡痴笑一声 随起不懈地说道 原谅不原谅你 要看战哥的意思 闻言 舅妈当即看下了陈战 此时的她 哪里还有刚刚的嚣张跋扈 脸上硬生生地 挤出一抹笑容 喊道 陈战 叫战哥 你刚刚 叫我大兄弟吧 我喊陈战战哥 你是不是 也应该喊战哥 崔林衡 按照她霸道的逻辑问道 你 我 舅妈当即面色一变 不过 看到陈战仿若未闻 继继把玩着手中的三棱军刺 仿佛 那是她最感兴趣的东西一般 她当即明白 陈战 这是默认了 舅妈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要知道 陈战可是叫她舅妈的 现在 自己叫陈战战哥 算怎么一回事啊 只能将目光 投向了自己的丈夫 陈战 你就这么纵容你的手下 欺辱你的舅妈 一旁的舅舅 看到自己老婆 投来的求助目光 心中 瞬间生起了一阵怒火 当即站出来呵斥道 崔林衡却是吃笑一声 说道 你的脾气也不小嘛 李大爷 这就是你带来求助的 我们不欠你们什么吧 闻言 李大爷瞬间 面色一变 赶忙推了高和平一下 说道 和平 不要意气用事 你爸妈和乡亲们的性命 都握在你的手中 赶紧给战哥道歉 我 高和平面色一沉 下意识地想要反驳 但是想到自己年迈的父母 以及邻居们 还有那些食人族恐怖的杀人手段 他硬生生地将话 憋了回去 但是让他向陈湛认错 叫陈湛战哥 还是有些难以开口 而正在此时 大壮突然闯了进来 面带娇气地喊道 李硕 你们好了吗 那些食人族 已经快要进食完毕 即将发动下一轮的进攻了 和平 你快点啊 李大爷急忙催促道 面色几度变幻 高和平已经过了意气用事的年龄 为了自己以及亲人的生命 他最后还是映着头皮 勉强挤出了笑脸 毕恭毕敬地朝着陈湛道歉道 对不起 战哥 不同于舅舅 舅妈顺势朝着陈湛鞠了一躬 说道 战哥 你就原谅我们吧 这些年 都是我们不对 我们的事儿另说 对付食人族的事情 我倒是可以 给你们出个主意 但是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要不然 你们全都要死 陈湛瞥了一眼舅舅和舅妈 从他们眼中 他看出了不服 以及怨恨 显然 这两个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地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觉得 向自己低头 是一种羞辱 他们已经对自己 恨之入骨了吧 眼中划过一抹凶狠的杀意 陈湛掩饰得很好 并没有搭理这两人 而是将目光 投向了李大爷 他知道 时间已经不多了 自己的计划 高于一切 所以 他看似很满意 舅舅和舅妈的道歉 愿意帮助这些村民 末世裁局者 第四十六集 听到诗人族这三个字 李大爷当即心中一动 显然 陈湛这群人知道 这些怪物的来历 看他们全副武装的样子 一定知道 对付这些怪物的方法 他们没有赌错 陈兄弟 还请你不计前嫌 帮我们高营村 度过这次的危机 等到这次事件过后 我们一定 好好报答你们 李大爷倒是很会说话 而且 说着说着 李大爷 竟是眼中泛起了泪花 面部表情 也是表达得很到位 继续说道 这些村民 都是淳朴之人 他们只知道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只知道 和一家人 幸福地 在一起生活 谁曾想 天降大难 来了这么一群怪物 还好有你们在 你们忍心看着 这么多鲜活的生命 一条条 被这些怪物吃掉吗 说完之后 李大爷的眼泪 已经落下 这么大一个老人 在你面前哭泣 而且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很难让人拒绝 即便是崔林衡 此时的心中 都忍不住 泛起了侧隐之心 更别说一旁的黑子 当即 看下了陈寨 虽然仍旧没有说话 但是 脸上的表情 却是表达了一切 他希望陈寨 答应下来 然而 将李大爷的表演 看完 陈寨面色 仍旧没有任何的波动 说到 忍心 闻言 李大爷为之一愣 显然没想到 自己这般卖力的表演 陈寨竟然 丝毫没有感情波动 这家伙 是个冷血动物嘛 陈寨 你就救救我们吧 舅妈听到陈寨 说出这两个字 瞬间 面色煞白 想起那些 食人族的恐怖 直接就被吓得 大哭了起来 滚一边 过去 陈寨冷 喝一声 我 舅妈瞬间不敢说话了 阿和 你来具体说说 目前的情况吧 陈寨懒得和舅妈磨叽 直接吩咐崔林衡 点了点头 崔林衡也知道 现在情况危急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开口道 食人族这次 一共来了七只 被我们干掉一只 真的 舅舅和舅妈 显然还是不相信 陈寨等人 有这么大的能力 随时听到 崔林衡这般说 一脸的惊诧 李大爷也是一惊 不过 随即 面露欣喜 说道 之前的那两道枪声 是不是 你们杀死食人族的时候 开的枪 点了点头 崔林衡倒也颇为自豪 因为 食人族的强悍战斗力 他可是亲身体验过 能够杀死一只 的确 有骄傲的资本 现在的这六只 分为两派 追杀你们的 那五只神族 就是一派的 崔林衡说道 你的意思是 暗地里没有出手的 还有一只 李大爷瞪大了眼睛 脸上浮现一抹恐惧 你们才注意到这一点啊 崔林衡翻了翻白眼 接着说道 他们的战斗力 我就不废话了 你们单打独斗 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有团结一致才行 只要坚持到早上六点 这些食人族 就会消失不见 封锁高营村的神秘白雾 也将消失 到时候 你们自然就获救了 什么 坚持到早上六点 就可以了 原本面色紧张惧怕的 舅舅和舅妈 文言眼前一亮 崔林衡的这句话 无疑给了他们 极强的求生欲 李大爷听到之后 也是面色一喜 不过 很快便意识到 崔林衡话语中的 潜在意思 问道 等等 这位小兄弟 你刚刚的意思是 你们没办法 消灭这些食人族 嘴角微微一挑 崔林衡显然没想到 李大爷的反应这么快 说道 可以这么理解 毕竟 对方的数量太多 而且实力太强 我们即便装备精良 也没有把握 将他们全部消灭 所以 你们想要活下去 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可是 李大爷还想说些什么 陈战直接皱起了眉头 打断道 那些食人族 即将进食完毕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安排 活下来的人 捂到食人一会儿 躲在一守难攻的 农户家中 我们会择机 出手相助 记住 这些食人族的 致命之处 在嘴巴 文言 李大爷神色一紧 他知道 陈战说的话 是无法改变的 接下来 正面迎战食人族的 还是他们这些村民 陈战等人 最多 从暗中 提供活力支持 深吸一口气 李大爷不再迟疑 直接告辞离去 战哥 我们真的不出手 黑子看到 李大爷等人离去 赶忙问道 偏了一眼 黑子 陈战说道 我可没说不出手 可是 黑子当然知道 陈战的意思 但是 让这些村民 正面和食人族对抗 这不是 让他们送死吗 摆了摆手 陈战不再去看黑子 目光望向前方 那些食人族 已经开始 又一轮的屠杀了 战哥只是不想 让咱们的人 白白死去 崔玲衡倒是理解陈战 他和黑子不同 虽然心里同样 对陈战的这种 冷血做法 有些排斥 但是 却能很快调整 自己的心态 接受这一切 自从认识陈战之后 他发现 自己以前所谓的 恒辣和陈战 想必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自己所谓的 恒辣是针对敌人 但是 陈战 是针对所有人 为达目的 他可以对任何人 下狠手 黑子现在被陈战看中 所以 才会被一次次容忍 如果他继续这般下去 恐怕 陈战早晚会将 自己的狠浪 涌在他身上 所以 在看到黑子的面色 仍然难看时 崔凌恒再次开口说道 那些使人族的战斗力 你也知道 咱们三个一起出手 才勉强 将其杀死一个落单的 你还受了不轻的伤 如果直面这五只使人族 咱们 陈战眉头一皱 冷声说道 别解释了 你们两个 立刻回学校 文言 崔凌恒 当即便是闭上了嘴 然后 拉着仍然有些 想不开的黑子 迅速下楼 前往了学校 扫了一眼两人 陈战随即便是 收回了目光 将注意力 全部放在了 已经在寻找村民的 五只使人族身上 接下来的战斗力 根本用不到 崔凌恒两人 使人族在明 自己在暗 有村民作为诱饵 这将是一场 活生生的猎杀行动 猎人和猎物之间 关系将得到反转 李大爷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陈战不知道 他和活下来的村民 说了什么 随后 便是看到 一群群村民 开始奔赴 一个个农户家中 拿着一切 可以战斗的武器 每个人脸上 都是一副 不要命的架势 还有眼中 那掩饰不住的 求生欲望 屠杀 伴随着 一道惨叫声 响起 而再次爆发 陈战并没有 着急动手 而是静静地等待 直到某一刻 双眼之中 瞬间 蹦出一抹精芒 嗖 陈战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他 要动手了 与此同时 紫衣女子 带着两个孩子 盯上了 陈战舅妈家 由于陈战舅妈家里 比较有钱 所以 家里也是盖起了 三层楼房 至于样式 以及构造 和王书记家 一模一样 他们村里 只要最近 新盖的房子 而且 是三层的楼房 都是跟风 王书记家的楼房 舅妈一家 并没有和村民们 一起结伙 对付那群 食人族 因为他们怕死 没有勇气 和那些恐怖的 食人族战斗 所以 他们选择 躲在自己家中 希望那些食人族 不要注意到他们 然而 他们的想法 显然是 自欺欺人 因为这些食人族 能够通过嗅觉 闻到人味 和平 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真战的舅妈 战战兢兢的 躲在二楼的主卧室里 目光死死的 盯着卧室门 颤声问道 能怎么办 你不是要躲起来吗 那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祈祷那些食人族 不会找到咱们 要不然 咱们都要死 舅舅显然也很害怕 只不过 将自己的畏惧 发泄到了 舅妈身上 换句话来说 此时的她 已经有些后悔了 后悔 不该听 自己老婆的话 然而 舅妈听到 舅舅的话之后 也是炸了毛 整张脸 都是扭曲了起来 说道 你还有脸说我 你不也是胆子小吗 要不然 你以为我会主张躲起来 你有本事 对那些食人族 凶券 跟我一个娘们厉害 算什么本事 舅妈情绪激动 声音也是不自觉的 提升了数十分贝 翠莲 你小点声 一旁的姥姥 赶忙推了一下舅妈 面色紧张地 提醒道 与此同时 楼下响起了一道 兴奋的吼声 显然 舅妈的声音太大 已经吸引了 十人族的注意 听到这熟悉 而又恐怖的吼声 舅妈一家 顿时吓得 缩在一起 挤在角落里 四双眼睛 都是死死盯着 卧室的房门 舅舅手中的菜刀 更是不断地颤抖 显然 她也是畏惧到了极点 妈妈 你和哥哥 从正门进去 食人族家庭的小女孩 嘴角 泛起一抹细虐的呼度 对着紫衣女子说道 那你呢 紫衣女子问道 从这边 说着 小女孩的双腿 猛得一弯 然后 骤然发力 身体 竟是轻飘飘的 来到了 二楼的平房上 紫衣女子 瞬间明白了 女儿的打算 摇了摇头 也没有说什么 她太了解 自己的女儿了 玩性大 而且 手段很辣 想到丈夫的嘱咐 她知道 暗地里 有一群对他们的生命 有威胁的人类 潜伏着 所以 她也不太放心 让女儿 一个人 冲着自己的大儿子 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 跟着自己的妹妹 高个子男孩 点了点头 也没有迟疑 双腿发力 也是落在了平房之上 紧跟自己的妹妹身后 小女孩见状 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来到了 二楼主卧室的窗户外 看着旧妈一家 正背对着窗户 紧张地 盯着卧室门 小女孩嘴角的笑意更盛 突然趴在了窗户旁 然后 伸出手 敲了敲窗户 这突如其来的动静 瞬间 让旧妈一家 吓了一大跳 一时间 她还以为是 卧室门那边 传来的敲门声 不过 随后意识到 声音是来自 后方的窗户 顿时 身体一僵 缓缓转过头去 下一刻 他们看到一个 长相可爱的小女孩 正趴在窗户上 对着她们笑 旧妈一家 瞬间 吓得歇斯底里的 叫了起来 是她 是那个怪物 旧妈更是一眼 认出了这个小女孩的身份 面色苍白的可怕 身体一软 直接瘫在了地上 下面一热 竟是瞬间被吓尿了 不仅是她 舅舅 姥姥 以及老爷三人 也是齐齐被吓尿了 浓郁的尿骚味 瞬间 弥漫开来 不过 此时 也没有人去在意 这些细节 他们可是见识过 这个小女孩 杀人的 残忍手法 知道 她那看起来 可爱迷人的笑容 后面 隐藏着锋利的 獠牙 这一刻 舅妈一家都不敢动弹 舅舅直接将手中的菜刀 扔在了地上 生怕惹怒了这个小女孩 哈哈 大哥 你看 他们都怕我呢 小女孩高兴地拍了拍小手 然后和身旁的哥哥炫耀道 不过 随后 他的眉头一皱 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可是 这样不好玩 我想看到他们反抗的 哥哥 你说 该怎么办 高个子男孩显然 也很不适应 自己的妹妹 这种特殊癖好 直接双手往前一地 然后 掰开防荡窗 右手猛地会出 咔嚓 清脆的玻璃碎裂声响起 啊 救命啊 末世裁局者 第四十七集 舅妈一家 眼看着窗户 被轻而易举的破开 哪里还敢迟疑 尖叫着 直接冲出了卧室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眨眼间 已经窜出了卧室 看着离去的众人 高个子男孩 目光 投向自己的妹妹 说道 他们这群人 根本不可能反抗的 不过 这么强的求生欲望 应该足够满足你的 捕杀欲望了吧 小女孩 黑黑一笑 说道 还是大哥了解我 砰 说完 小女孩 直接撞立了防盗门 然后 身形一闪 静止追了上去 看着精神 极为亢奋的妹妹 高个子男孩 摇了摇头 随后 脚步一动 也是准备追上去 然而 正在此时 她的肩膀 却被拉住 猛的一扭头 高个子男孩的 虹恐瞬间放大 充满 狂暴力量的拳头 猛的挥出 静止朝着这个 突然出现在 自己身后的人类杂趣 然而 下一刻 一把尖锐的三棱君刺 直接从其口中刺入 速度更快 由于高个子的男孩 是闭着嘴巴的 所以 三棱君刺 先是破开了 她的嘴唇 然后 锋利的君刺 直接崩掉了 她的獠牙 最后 长驱直入 整个君刺 都是没入其中 高个子男孩 如瘦重创 浑身一颤 生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其身上消逝 最终 高个子的男孩 还是将拳头 砸在了这个 偷袭她的人类身上 只不过 力道 却是如同一个 刚刚出生的婴儿 重重的砸地声响起 高个子男孩 化作了一具尸体 猛地拔出三棱君刺 沉战面色淡漠 扫了一眼 已经消失在 楼道口的小女孩 眼中划过一抹冷力 低声南南道 算你走运 说吧 沉战没有任何犹豫 身形一闪 已然消失在了原地 仿佛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而此时 小女孩并不知道 自己的哥哥 已经因她而死 她此时 正沉浸在自己变态的快感当中 看着自己倒嘴的食物 表现出强大的求生欲 她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 女人的速度本就慢于男人 所以姥姥和姥爷 落在了舅舅和舅妈身后 而且姥姥有泪风湿 腿痛得厉害 跑起来更慢 自然就落在了最后 成为了小女孩的第一个目标 姥姥似乎也意识到 死亡离自己最近 布满周文的脸上 浮现惊恐之色 喊道 她爷爷 救救我呀 话音未落 姥姥不知道办了什么东西 脚下一空 直接摔倒在楼梯上 然后滚下了楼 听到身后的动静 姥爷扭过头 看到后面的姥姥 正滚着下楼 脸上浮现一抹愧疚 不过很快 就是被浓郁的求生欲望所取代 一发痕 直接转过头 继续狂奔下楼 随后 身后便是传来一道 仿佛杀猪般的惨叫声 极为难听 而又充满了绝望与怨恨 不用说 姥姥被小女孩杀死了 但是 让她心中更凉的是 她的丈夫和儿子 没有一个试图救自己的 她死了 双眼却是怒争 充满了怨毒 听着从后面传来的清脆咀嚼声 舅妈三人浑身忍不住 一阵颤抖 不用说 她们也知道 姥姥已经死了 而且 下一个 很有可能 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人 想到这儿 三人更加拼命地奔跑 然而 她们的速度再快 也绝对快不过十人足 小女孩看着眼前的人类 为了活命 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 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 胸膛 猛地张开 胸红色的舌头 猛地射出 静止穿透了 落在最后的老爷身上 救我 和平 淬礼 下一刻 老爷那绝望而又无力地求救声响起 然而 他的儿子和儿媳 没有一个回头的 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了妻子刚刚的心情 也终于明白 自己只不过 是比自己的妻子多活了几秒钟而已 死亡 最终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 但是 强大的求生欲 却是让他很不甘 他想活下来 然而 下一刻 舅妈 却是彻底断绝了 他活下去的可能 舅妈直接将楼梯口的房门给关上了 看着隔断外面光明的木门 老爷满脸的绝望 这扇门 隔断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翠莲 你个狠毒的女人 你不得好死 啊 老爷的惨叫声 从门后传来 然而 舅舅和舅妈两人 却是恍若未闻 强烈的求生欲 让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着 两人已经跑出了一楼堂屋大厅 只要离开院子 就能跑出去 争取一线生机 然而 紫衣女子的身影 却是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这一刻 无论是舅舅 还是舅妈 都是心中一凉 恍若坠入冰窖一般 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敢再有丝毫的动作 生怕惹恼了紫衣女子 他们只希望 能够多活 哪怕一秒钟 紫衣女子 可没有小女孩那种变态心理 看到两人之后 胸膛猛地打开 星红色的舌头 陡然射出 竟是直奔舅妈而去 紫衣女子的速度很快 等到两人反应过来后 星红色的舌头 已然飙射到舅妈身前 几乎没有任何质疑 舅妈眼中 划过一抹狠辣和慌乱 似乎是下意识地 一把拽住了 正准备躲闪到一旁的舅舅 你干什么 舅舅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瞳孔骤然放大 惊呼道 然而 舅妈手上的速度更快 在紫衣女子 星红色的舌头 即将刺入自己身体时 将舅舅拉到了自己的身前 熟悉的入肉声响起 只见紫衣女子 星红色的舌头 在舅舅身体内 猛地倒钩 然后 疏的一声 便是将舅舅的身体 拉向他那 布满獠牙的胸膛 残叫声响起 舅舅显然是知道 自己活不成了 也没有任何的挣扎 而是使出全身的力气 对着舅妈大骂道 你个死婊子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啊 惨叫声再次响起 只不过这一次 声音只是存在一刹那 便是戛然而止 他的整个身体 都是从脊椎处 直接折断 四肢和头颅 折叠在一起 露在外面 而紫衣女子 那带有锋利獠牙的胸膛 猛地一合 瞬间 咬断了他的 脖梗和手脚 显然 现在的食人族 已经很挑食了 舅舅的头颅 滚在地上 双眼怒睁 恰巧 看向舅妈 仿佛有着 无限的怨念一般 舅妈 莫名地浑身一抖 两条腿 并没有在 关键的时候 软下去 反而是充满了力量 朝着大门处 狂奔而去 此一女子 并没有追赶 她正在享用 胸膛里的美食 在她看来 舅妈 已然是腹中之物 逃不掉的 小女孩此时 也是破开了 楼梯口的木门 出现在了 紫衣女子身前 你哥哥呢 紫衣女子 看着小女孩 脸上变态的兴奋 眉头忍不住 皱了皱 这次回去 必须要整治一下 自己的这个女儿 这样下去 早晚会出事的 哥哥 小女孩 显然也是一愣 正准备 追向舅妈的脚步 为之一顿 说道 哥哥 在我后边吧 说完 她也是神色一愣 哥哥的实力 还要强于她 她追杀进食的过程 哥哥早就应该 跟上来了吧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与此同时 紫衣女子心头 也是瞬间 生起一股不妙的感觉 两位食人族对视一眼 都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担心 然后身形一闪 静止朝着平房窜去 哥哥 下一刻 他们看到了 躺在血泊当中的 高个的男孩 嘴巴微微张开 紫红色的血液 缓缓流淌而出 双眼怒睁 眼神当中 充满了不甘和恐惧 是人类 紫衣女子 鼻子猛的一抽 看了看 高个子男孩 嘴里的伤口 脸色瞬间 阴沉无比 当即便是判断出了 凶手来自于人类 是那群人 小女孩显然也想到了什么 好看的俏脸 顿时猙獰起来 声音更是沙哑了起来 我要杀光这里的人类 小女孩突然仰天怒吼 而已经躲藏起来的陈湛 听到这道声音之后 嘴角微微掀起 说道 在此之前 你一定会被我杀死 陈湛并不是冷血之人 他只是理智战胜了情绪 在看到小女孩 残忍杀害那个婴儿之后 陈湛心中 也已经将这小女孩 列入了自己的必杀名单当中 而且还在名单首位 只是很可惜的是 刚刚自己本来打算偷袭他的 结果没想到 那个高个子男孩也上来了 并且落在了小女孩身后 没办法 他只能先解决这个高个子男孩 与此同时 正在屠杀着另一伙人类的雄性神族 以及他身边的小男孩 同样面色一变 爸爸 妈妈那边怎么了 小男孩一变 胸膛一张一合的 拒绝着比他要高半个身子的成年人 一变 面色紧张地问道 估计是你大哥出事了 雄性神族脸色阴沉得可怕 一拳猛地汇出 将最后一个反抗的人类的头颅 轰成七碎 雄性神族紧皱着眉头 他发现这些人类的行为很怪异 刚刚还彻底溃散的人群 竟然眨眼间聚集成了无数个小团体 而且反抗的力度大大增加 即便是被杀 他们也拼命挥舞着自己手中的武器 临死前再次攻击了一下 不管你们发生了什么变故 敢杀我儿子 你们都要死 雄性神族最后低吼一声 然后身形闪动 静止奔向了下一个目标 杀戮再继续 尤其是陷入狂怒当中的神族 威力更是奇大 他们不再躲闪 而是静止迎着砸过来的各种利器 选择最直接的屠杀方式 不断地消灭着 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人类 在接下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内 他们没有再遇到任何偷袭 仿佛之前 杀害高个子男孩的那个人类 根本就不存在一般 再没了任何动静 李说 咱们被骗了 陈展他们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动静 他们是为了 让我们用血肉之躯 来拖延时间而已 大壮气愤地说道 这群卑鄙无耻之拖 不管他们打得什么心思 难道我们就束手戴毙吗 最起码 他们给了我们想要的信息 也给我们出了一个 目前来说 能够坚持最久的办法 李大爷眉头紧重 眼中涌动着复杂的神色 这群人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手 他们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看了一眼前方 那些亮着灯的农户 都是藏有村民的地方 而且 那些食人族 似乎是故意为之 每每杀光一处躲藏的村民 就会将这家的灯筐砸灭 所以没有一处农户的灯光灭掉 就预示着那里的村民 全部被杀 看着前方 包括他们这里 仅存的三处灯光 李大爷的脸色更加难看 这预示着到目前为止 他们一共还有三伙人存活 其他村民 都已经被食人族猎杀 当他们前方的那户人家的灯光灭掉 李大爷瞳孔骤然一色 接下来 就要轮到他们了 大壮 现在几点了 李大爷强装镇定 但是 声音之中 已经有了些许的颤音 末世裁决者 第四十八集 大壮的胆子倒是不小 而且 一身强壮的肌肉 莫名的 让人感觉到一种安全 所以 这里的人 都是靠着大壮站立 听到李大爷的询问 大壮直接拍了拍 身前的胆子 一位年轻小伙 问道 几点了 小伙颤抖着 掏出口袋里的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回答道 大壮 大壮哥 怕个毛险 这种怪物 你越怕他 他越猖狂 况且 现在他已经杀了这么多人 剧烈运动了那么久 还剩多少力气 大壮一把夺过小伙手中的手机 一边去看时间 一边接着说道 只要咱们团结一致 老子还就不信 杀不死他们 说完 大壮看向了李大爷 回答道 李硕 现在是凌晨 三点五十七 还不到四点 李大爷的眉头 皱得更紧了 按照陈湛所说 这些怪物 要等到早上六点 才会离开 凭借着他们 这些仅存的人手 能够撑到早上六点 忽然 李大爷脑海当中 浮现陈湛三人 凶悍的模样 以及停靠在学校门口的 那两辆面包车 他们三人 不可能 独自来到这里吧 那两辆面包车 至少能够装得下十个人 而且 他们既然知道 关于十人族 这么详细的信息 一定提前做了相关调查 怎么可能没有其他准备 也就是说 投靠他们 绝对能够活下来 嗖 正在此时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随即 一道满身是血 形如人类的十人族 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跟我上 大庄献士一惊 随即 猛的一挥 手中的长虎 竟是主动攻了上去 其他人一咬牙 知道 这个时候不拼命 恐怕会死得更快 纷纷紧随大庄身后 也是勇敢地 冲了上去 他们此时 在一个平房之上 侧方有着一个楼梯 可供上下楼使用 而且 这个楼梯很是窄小 根本容不得 两个人并排而行 所以 这些狼人 不管来多少 都只能一个个地攻上来 不得不说 他们选取的地点 很利于防守 然而 李大爷绝对没有想到 那只雄性的狼人 竟然直接 凭借着惊人的弹跳力 从楼下 跳了上来 打了他们一个 措手不及 也成功吸引了 他们这群人的 主要战斗力 不过 李大爷的反应很快 看到 只有雄性食人族 出现的时候 瞬间便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们一共 七个人 大壮带着另外四个 主要战力 冲了上去 只有他和他的老伴 现在还没有参加战斗 但是 李大爷 管不了那么多了 赶忙招呼自己的老伴 喊道 老伴 还有一只小的没出现 肯定是想从楼梯那边攻上来 拦住他 说着 李大爷 已经一马当心的 来到了楼梯口 果不其然 小男孩此时 已经来到了楼梯中间 去你妈的 别上来 李大爷疯狂地 挥舞着手中的铁锹 锋利的一头 对准了小狼人的嘴巴处 不断地戳着 他的这种拼命的架势 一时间 竟是让小狼人 不敢乱动 正所谓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不要命的 小狼人本就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了伤 嘴巴也是被力气捅得稀赖 此时 看到李大爷 以一种不要命的架势 居高临下地 对准自己的嘴巴乱捅 他顿时不敢太过莽撞 贸然冲上来 毕竟 自己的性命重要 而且 他大可以等到 父亲那边 解决掉楼上的这些人 然后再攻上去 根本没必要拼命 进宫之前 父亲告诉他 人类这个卑贱物种的性命 绝对没办法 和自己这种高贵种族的性命相比 为了杀死这些卑贱的人类 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根本不知道 当然 如果只是李大爷一个人 早晚会露出破绽 更何况 小狼人还有另外一种攻击手段 青红色的舌头 老婆子 从上面捅他 李大爷似乎也害怕 这位食人族突然胸膛打开 将自己杀死 所以 对着已经来到自己身边的老伴吼道 他的老伴 倒也没有拖后腿 很快 按照李大爷的吩咐 拿着手中的铁叉子 朝着下方的小男孩 疯狂地乱戳 放在平时 他最疼爱这些小孩子了 但是今天 他却没有丝毫的怜悯 出手狠辣 每一次 都是直奔小男孩的脖梗 以及头颅 因为他知道 眼前这个小男孩并不是人类 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食人族 由于这对老夫妻之间的默契配合 再加上小男孩不敢拼命 所以 一时间 场面陷入了僵持 与此同时 大壮这边的五个人 正在和这位雄性成年食人族 拼命战斗 在大壮的带领下 这些年轻人 都是拼了命的攻击 而且 目标几乎都是锁定了 这只雄性成年食人族的嘴部 这只食人族虽然反应迅速 而且 有着双臂的防护 一时间 嘴部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攻击 但是 却已经落入了下风 毕竟 他也不想死 于是乎 场面也一时间陷入了僵持 这只雄性成年食人族 虽然落入了下风 但是 凭借着变态的防御 以及反应力 还是能够勉强撑住 不被击败 不过 这只雄性成年食人族并不着急 因为 他很清楚 这些目前看起来很勇猛的人类 很快 就会因为他们这种疯狂的攻击方式 而力竭 而他们食人族 最不缺的 就是力气 这是他们的长处 持久力很强 这只雄性成年食人族的策略 很正确 能够看清眼前的局势 所以 他虽然处于下风 但是却游刃有余 并没有任何危险 但是 正在和李大爷对抗的小男孩 却没有这么好的耐心 从平房上的动静 小男孩判断出 父亲一时间无法拿下那些人类 而且好像还落了下风 所以 他的脸色不由得浮现一抹急躁 而且 被一对老人压得 他头都抬不起来 寸步难行 这让他觉得羞脑不已 与此同时 由于李大爷和他的老伴 都已经步入了老年 身子骨 早就没了年轻时的强壮 所以 手上的力道 渐渐小了起来 手中的铁锹和铁叉子 挥舞的速度 也是慢了下来 李大爷的铁锹 再次朝着小男孩的嘴巴戳去 背起灵活地躲开 但是 由于李大爷的老伴 体力渐渐不支的缘故 本应该配合默契的铁叉子 却没有及时地刺向小男孩 让小男孩有了喘息之机 腾出了手 眼前一亮 小男孩瞬间抓住了这个时机 一只手 瞬间抓住了 来迟了的铁叉子 然后猛地向下一拽 强大的力道 瞬间通过铁叉子 传到了李大爷老伴的双手 啊 李大爷的老伴 本就年老力摔 反应迟钝 猝不及防的 根本来不及松海手中的铁叉子 至于拼力气 更不是小男孩的对手 所以 直接尖叫一声 头朝下 栽了下去 老伴 李大爷面色骤变 大喊出声 咔 然而 他的喊声并不能救回自己的老伴 重重的落地声响起 李大爷的老伴 直接 头朝下 灌在地上 瞬间 没了声息 小男孩胸膛瞬间打开 胸红色的舌头 猛地射出 将已经摔得血肉模糊的 李大爷的老伴 卷起 然后 静止拉到胸膛之中 不 李大爷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老伴被小男孩卷进胸膛 面色瞬间煞白 他很清楚 进入小男孩胸膛之后 是什么结果 下一个 该你了 老不死的 小男孩的腹部 很快便是别了下去 眉头一皱 说道 你们这群老人的血肉 真的很难吃 而且 还有酸臭味 李大爷此时听着小男孩 谈论着 他妻死血肉的味道 心中的感觉可想而知 除了愤怒之外 还有浓浓的恐惧 本来还有着拼命三郎架势的他 此时 早已经被吓破了胆子 静止 直接将自己手中的铁锹 投掷了出去 哈哈 死去吧 小男孩轻而易举地 躲过 奔向自己面部的铁锹 然后 嘴角掀起一抹狠辣 细虐的糊涂 一步步 走向李大爷 此时的李大爷 竟然直接被吓得 瘫在了地上 看着 越来越近的小男孩 他猛地一转头 对着正在和成年 雄性十人族 拼命战斗的大壮 喊道 大壮 救救我 你个怪物 不要过来 李大爷的身体 在地上 在地上疯狂地爬动 想要远离 朝着他走来的小男孩 闻言 大壮扭头看了过去 然后 面色一变 想都没想 再次狂攻一击 然后猛地抽身 准备营救李大爷 然而 他的离去 瞬间 让成年男性 十人族抓住了机会 要知道 大壮给他的压力 顶得上两个人 而且大壮是 这群人的定心丸 他一走 瞬间让这群人 没了拼命的念想 尤其是看到 这位成年雄性十人族 瞬间摆脱了下风 这群人 更是越打越没有信心 这位成年雄性十人族 作战经验很丰富 敏锐地把握住了 众人的心态 硬生生地 挨了一剂锄头 锋利的锄头 瞬间 破开了他的肩膀 紫红色的血液 随之喷溅而出 然而 换来的 却是他攻击的机会 青红色的舌头 瞬间射出 精准地穿透了 其中一个年轻人的喉咙 然后 迅捷无比地抽回 甚至连惨叫声 都没有发出 这位被攻击的年轻人 丢掉手中的铁锹 双手捂着脖子 摔倒在地 脖梗处 疯狂地喷溅着鲜血 从他的指缝中 鼓鼓流淌 树膝之间 此人便是没了动静 阿远 怒吼声响起 看到已经死去的同伴 一位年轻人 仿佛疯了一般 挥舞着手中的菜刀 显然 两人之间的关系匪浅 然而 即便他再怎么拼命 也无法改变 落入下风的局面 很快 这位疯狂进攻的年轻人 成功地将菜刀 砍中了成年雄性 十人族的那条 星红色舌头 但是 自己的脖梗 也被一只血红色的 手掌抓住 死吧 这只成年雄性十人族 显然是极其愤怒 舌头 是他脆弱的部位 此时受到攻击 强烈的疼痛感 让他瞬间陷入了暴怒状态 右手猛地用力 然后 一道清脆可闻的 咔嚓声响起 下一刻 惨叫声发出 成年雄性十人族 直接将这位年轻人的 脖梗握断 更是凶残地 将猴管 拔出一截 由于过度用力 猴管断掉 鲜血 顺着猴管 喷涌而出 仿佛一个 小型的喷泉 疯狂地 朝着上方 喷涌着血液 又是一道 尖叫声响起 另外一位年轻人 直接被吓破了胆 哪里还敢继续攻击 直接丢下了手中的铁棍 把腿就跑 然而 他的这个选择 无疑是最为愚蠢的 成年雄性神族的嘴角微微一条 胸红色舌头再次射出 直奔此人的后心 而战场的另一边 大壮终于及时赶到 在小男孩尚未扑到李大爷身上时 直接一脚 将小男孩踹得倒飞而出 由于楼梯并没有护栏 所以 小男孩直接摔下了平房 咔 重重地砸地声响起 末世裁决者 第四十九集 大壮知道 小男孩不可能被摔死 所以 赶紧握紧了手中的铁锹 准备继续和爬上来的小男孩搏斗 然而 下方却迟迟没了动静 怎么回事 大壮眉头一皱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难道 小男孩 恰巧后脑勺砸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 只管他的嘴巴 倒霉地摔死了 大壮和李大爷互望一眼 然后 一起快步走向楼梯口 下一刻 他们的瞳孔 骤然放大 陈战 李大爷觉得 自己的脑袋有些不好使 陈战等人 不是一直没有出手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而且 还帮他们杀了一个十人族 嘴角掀起一抹笑意 陈战猛地 拔出捅入小狼人嘴里的三棱君寺 然后猛地加速 身形灵活地 来到墙头之上 在跳下去的时候 突然转头 对着李大爷和大壮说道 如果你们能够活下来 立刻撤往学校 说完 陈战静止朝着学校的方向 狂奔而去 没有丝毫的留恋和迟疑 走 李大爷当即立断 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朝着楼下冲去 他没有陈战的伸手 只能老老实实下楼 不 建国他们还在拼命 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大壮却是没有踏前一步 你 李大爷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话 而是静止逃下了楼 大壮口中的建国 就是此刻 正在和成年雄性十人族 激战的最后一个年轻小伙 他们俩是发小 从小光着屁屁 一起玩泥巴长大的 感情很铁 如果没有这次的神秘事件爆发 建国就要结婚了 大壮还伙同几个儿时的玩伴 准备大闹建国的洞房 谁曾想 神秘事件突然爆发 那些该死的十人族 将他们的亲人全部杀害 瞬间 破灭了他们安静幸福的生活 甚至连他们都根本无法继续活下去 所以大壮是不会抛弃建国 独自离开的 然而 当大壮扭头准备和建国并肩战斗 共战这只成年雄性神族的时候 却发现十人族的新红色舌头 戳进了建国的嘴巴里 建国随后发出了痛苦的叫声 然而 这只成年雄性十人族 显然没有停手的打算 新红色的舌头猛的一动 竟是破开了建国的头发 夹杂着鲜红色的液体 以及白亮的胶质状物体 从其后脑勺处钻了出来 随后折返 再次戳入建国的脑袋 然后 从其右眼当中钻出 再之后 从其左眼当中钻入 短短数息之间 建国的脑袋 瞬间 被破了数个血洞 不啊 大壮面色俱变 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全身的肌肉怂起 脖梗处的血管暴突 眼中充满了疯狂之色 几乎在下一刻 便是赤手空拳的 冲向了那只成年雄性十足 显然 他已经彻底的被愤怒 侵蚀了理智 愤怒可以化身为力量 可以使人变得强大 但是 十里之间的巨大差距 却早已注定了结果 一拳换一拳 大壮头颅被打爆 整个面部 都是深深的 凹进去一大块 而那只成年雄性十足的右眼 同样被大壮 一拳打中 瞬间肿了起来 大壮的身体 重重砸落在地 生计全无 这只成年雄性十足 来不及享用自己的食物 因为他刚刚隐约看见 自己的小儿子 摔落下去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动静 他是不相信小儿子会被活活摔死 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 却是浮信心头 人类 我要杀光你们 成年雄性十足 看到地上躺着的小儿子 看着他口中 不断流出的紫红色鲜血 灰白色的眼球 早已经生机全无 胸中的怒火 瞬间生腾而起 侵蚀了他的理智 没有任何迟疑 这只成年雄性十足 直接抱走 死死盯着李大爷 静止朝着学校所在的方向 狂奔而去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也是窜出两道深夜 正是紫衣女子和小女孩 他们两个紧跟在 这只成年雄性十足身后 同样充满了滔天怒气 他们本来是无口之家 无意之中 进入异味面通道之中 本以为今晚将是一个猎杀的盛宴 一个丰盛的宵夜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这些卑贱的人类竟然敢反抗 而且还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家人 这让他们如何忍受得了 他们要让这里的人类全都陪葬 成长的速度很快 当他来到教学楼三楼时 李大爷放财堪堪入校园 而他的身后 则是跟着三位年轻的庄稼汉 显然 在战斗的过程中 这些人为了活命 选择了逃离 选择了抛弃同伴 陈湛小兄弟 救救我 李大爷即便没有回头 也能够感受到 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 当他看到陈湛 崔林衡 以及黑子三人 正站在教学楼三楼栏杆旁 顿时燃起了求生的欲望 当即大喊出声 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过来 陈湛之前的计策 不过是为了 让他们尽可能的拖延时间罢了 凭借着他们的身手以及装备 怎么可能打得过那群凶恶残忍的神族 在这些怪物面前 他们的力量太渺小 根本就是在医卵击时 别说坚持到早上六点钟 即便是坚持到五点都做不到 不 别说是五点了 恐怕现在还不到四点半的吧 幸亏他跑得快 要不然 现在已经是那些 该死的食人族的腹中之物了 而这一切都是陈湛给他们出的主意 然而 看着眼前神色凝重的陈湛 李大爷却生不出一丝恨意 因为他亲眼目睹了 陈湛杀死食人族时的情景 那些对他们来说 仿若恶魔一般的怪物 被陈湛轻而易举地刺透了嘴巴 此时 他对陈湛只有敬服 尤其是看到眼前的教学楼上 露出来的树杆黑油油的手枪 已接近十位身材魁梧的凶悍黑衣人 他更是不敢对陈湛 有哪怕一丝的愤怒和不满 显然 陈湛就是用他们这些村民的血肉 来拖延时间 而他自己则早有准备 在这里布置了防御 等待着和那些食人族最后的决战 现在 只有抱紧陈湛的大腿 他方能活下来 即便已经气喘吁吁 额头汗水流淌 身上的衣服更是湿透 李大爷 也是迈着还算硬朗的双腿 拼了老命的朝着教学楼奔跑 他知道 只有撇开身后的那三位村民 他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战哥 那些食人族追上来了 黑子面露焦急 因为那些食人族 不单单是追上来那么简单 他们已经 离后面的那三位庄家汉 不足三丈远 对于食人族来说 那不过是眨眼间的距离而已 开枪 陈湛自然明白 黑子话语中的意思 即便黑子不说 他也必须要下令开枪了 然而 崔玲衡带来的那些手下 却是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握着手枪的双手 也在不断颤抖 这些人 自从来到高营村之后 便是一直躲在这里 本来以为陈湛的话 就是放屁 吓人的 但是 过了十二点之后 学校外面 不断传来的惨叫声 以及绝望的呼救声 却是让他们 心中发毛 但是 他们并没有亲眼见到食人族 黑色的夜幕下 他们也更是没有看到 食人族 吃人的情景 所以 当食人族出现在眼前时 他们根本 认不出来 下不去守 这不是人类吗 胸膛没有打开的食人族 和人类没有任何区别 尤其是离着这么远的距离 这些黑衣人 根本辨别不出 这些食人族的不同 开枪 老子让你们开枪啊 黑子看到发愣的手下 当即 一脚踹翻身旁的一位黑衣人 然后 爆吼出声 打后面那三位 他们是食人族 崔林恒眉头一皱 他知道 这些手下一定是觉得 这些都是人类 贸然开枪 岂不是滥杀无辜 所以 急忙开口解释道 碰 耽误的这点时间 却让那些庄家汉 离死亡又近了一步 陈战眉头 深深皱起 不过 却没有多说一句话 而是直接抬手 然后开枪 所有的黑衣人 都是浑身一抖 随后 他们看到 陈战的这一枪 打在了那名 小女孩的额头 一个森然的蓄动出现 但是 这名小女孩 却只是浑身一颤 随后 仿佛没事人一般 继续狂奔 这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过 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 不对劲 妈的 开枪啊 黑子也是 抬枪开始射击 随后 校园内瞬间 响起了连绵不绝的枪声 教学楼前面 是一大片空地 这里 原先是学校的操场 此时 却成了李大爷四人 和身后的三只十人族 进行生死竞速的地方 昏暗的灯光下 人类惊恐的面色 以及十人族 愤怒猙獰的面孔 形成鲜明的对比 子弹在空中高速旋转 一颗颗落在 早已经被愤怒 侵蚀理智的 十人族身上 钻进他们的身体 却无法再寸进 嵌在他们的身体内 尤其是 成年雄性十人族 和他的妻子 紫衣女子 两人都是成年十人族 身体的防御力 强度很高 即便是子弹 也无法对他们造成太大的伤害 所以 子弹对他们 并不能造成多大的阻扰 如果非要说有 那就是 勉强拖慢了 这两只十人族的脚步 为李大爷四人 争取了逃命的时间 然而 双方之间的速度差距太大 即便是 子弹能够拖慢一些 这两只十人族的脚步 落后的 那三位庄家汉 仍然逃不掉 尤其是随着 这两只十人族 和三位庄家汉的 距离不断拉近 崔林衡 以及他的手下 都是不敢 再贸然开枪射击 他们害怕 伤着这些村民 落在最后的 那名庄家汉 只听到耳边 响起一阵破空声 随其 后心一痛 下一刻 他发现 自己的前胸 竟然伸出了一只 血红色的手掌 而他的心脏 正在这只手掌心中 砰砰地跳着 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这名庄家汉 眼前一黑 彻底倒在地上 没了声息 打后面那个小女孩 陈战瞬间转移了目标 抬手就是瞄准 小女孩进行疯狂射击 而此时 那些黑衣人 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 却没有一个人 质疑陈战的话 分别转移目标 对准小女孩的嘴巴 进行疯狂射击 崔林衡和黑子 已经告诉过 他们十人族的弱点 然而小女孩也知道 自己的弱点在哪 所以 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 速度虽然慢了些许 但是生命 却极为安全 陈战眉头一皱 这样下去 他们根本杀不死 哪怕是一只神族 甚至 是对他们造成伤害 都做不到 这和他的预想 很不一样 下一刻 陈战再次转换目标 直接攻击 小女孩的右眼 既然打不死你 那就打残你 末世裁局者 第五十集 为了最大程度的 对这些死人族造成伤害 陈战迅速转移攻击的目标 选择了防御力较弱的小女孩 而且目标锁定了她的双眼 这个无论是人体 还是其他动物 都相对脆弱的部位 小女孩顿时惨叫一声 速度瞬间下落 双手捂着右眼 紫红色的鲜血 从其指尖鼓鼓流出 这些普通子弹 虽然无法对食人族造成击杀 但是 却能够给予他们一定的伤害 尤其是小女孩 身体尚未发育完全 防御力 也没有其父母的强悍 子弹倾泻在她的身上 纷纷射入血肉之中 虽然无法穿入太深 但是 也足以让小女孩感受到强烈的痛感 一下一下的 仿佛被针扎一般 眼镜 打她的眼镜 崔灵恒看到 沉战一枪 直接打爆了小女孩的眼球 当即兴奋地大吼一声 然后 疯狂地射击着 小女孩的双眼 与此同时 对着身旁的手下 面临到 实际上 即便崔灵恒不说 众人也看到了这一幕 食人族的强悍防御力 他们这些人 经过刚刚短暂的射击 已然是深有体会 用变态两个字来形容 都不为过 要知道 即便那些特种兵 在子弹强大的穿透力下 也绝对会被轻而易举地 破开皮肤与血肉 这么变态的生物 即便是拥有枪械 这种杀伤力极大的热武器 众人也突然没了之前的自信 心头反而生起了一股 畏惧的情绪 然而 陈湛却是当着众人的命 给予了 其中一个神族重创 此刻 众人很是默契地 将目标 放在了小女孩的双眼之上 心中对陈湛更加的敬服 小女孩被那么多枪弹射击 受到的伤害 瞬间放大了数倍 全身疼痛难忍 再也支撑不住 不敢再前进一步 竟是在地上惨好着 打起了滚 不过 她倒是知道 自己的眼睛脆弱 双手死死捂住双眼 不敢再露出半分 成年雄性神族和紫衣女子 听着女儿的惨叫声 脸上的愤怒更甚 速度再次暴涨一分 紫衣女子 看着前方不足两米远的人类 双腿猛地一曲 骤然发力 身体仿佛炮弹一般 瞬间离开了地面 静止朝着前方狂掠而去 破空声再次响起 同样没有任何的惨叫声 紫衣女子 直接一口咬在了 这名庄稼汉的脖梗处 喉管瞬间破裂 生机急剧消失 与此同时 那名成年雄性神族 也是胸膛打开 胸红色的舌头 撤穿了前方不远处 仍在拼命狂奔的 庄稼汉的身体 这还没有完 这名成年雄性神族 极其暴力 在听到自己女儿的 惨叫声时 她已经彻底的 被怒火侵蚀了李智 暴吼一声 身形一闪动 骤然间 已然来到这名 被射穿身体的 庄稼汉身后 双手搭在此人的双肩之上 然后骤然发力 凄厉的惨叫声随之响起 因为过度用力 而变了声 显得极其慎人 这名庄稼汉的惨叫声 瞬间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然后 所有人的脸上 都是布满了震撼和恐惧 因为这名庄稼汉的双臂 竟是被这名雄性成年 食人族 硬生生地拽掉 鲜血 仿佛喷水龙头一般 朝着两侧 疯狂地喷溅着 伴随着一道 低沉有力的撞击声响起 这名庄稼汉的头颅 受到重创 雄性成年食人族 因为用力过度 硕大的拳头 直接轰进了他的炉枪之内 彻底断绝了他的生机 他们上来了 突然有人惊呼出声 紧接着是一片混乱的情形 学校的操场范围本就不大 两名成年食人族的速度很快 击杀三名庄稼汉之后 已然来到了教学楼的楼梯前 身形再次一闪 更是直接窜入了教学楼内 而在他们之前进入教学楼的 是李大义 只有他活着逃了上来 这老家伙 一点不像年老体衰的样子 速度很快 而且直奔三楼 陈站所在处 陈站知道 接下来就是更加惨烈的进身站 披了一眼 已经趁此机会 躲藏在一棵大树后面的小女孩 陈站直接将手中已经打完子弹的手枪放到了后腰处 然后顺势掏出了三棱军刺 所有人注意 准备进行进身不斗 陈站这边的话音刚刚落下 二楼处 二楼处突然传来了枪声 枪声混乱而又短暂 很快便是有一道惨叫声响起 众人心头一领 不用想 他们也知道 他们的人已经死了一个 而此时 更加紧张和恐惧的 是二楼的另外两个人 他们两个亲眼看见自己的同伴 被紫衣女子那诡异而又腥红的舌头刺穿了喉咙 然后顺势一卷 直接缠绕在他们同伴的脖梗处 拖到了紫衣女子张开的胸膛内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诡异而吓人 这两个人被吓得心胆剧烈 其中一个看着越来越近的食人族 忍受不住内心的恐惧 直接扔掉了手中的枪械 然后静止从二楼跳了下去 巨大的撞击声响起 这个人的运气还不错 只是摔伤了左腿 赶忙爬起来 准备朝着学校外面跑去 然而他刚刚站起身 拖着受伤的左腿准备离去的时候 突然身体一颤 然后疏的一声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他已经成了一名食人族的腹中之物 身形一闪 这位食人族已然消失不见 陈湛及时发现一楼的动静 但是 等他的目光看过去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结束 他只捕捉到了那名食人族的背影 是他 陈湛双眼瞬间眯起 一抹寒光乍现 郡民食人族正是之前袭击陈湛 翠林恒 以及黑子的那对兄妹当中的妹妹 他的哥哥被陈湛所杀 他却消失不见 到目前为止 陈湛还要面对四只食人族 虽然其中一个右眼被爆 战斗力下降 但是 另外三个 可都是强悍的 成年神族 战斗力 防御力 都极其恐怖 深吸一口气 陈湛握着三棱君子的右手 不由得紧了紧 而此时 二楼还只剩下了一个黑衣人 他显然也处于极度的恐惧当中 不过 他并没有像刚刚的同伴那样 直接选择了跳楼 而是缩在一处角落里 手里死死地握着一颗手榴弹 随时准备引爆 不要过来 你们 你们这两只怪物 不要 不要过来 要不然 要不然我和你们 同归于界 他的行为和言语都很勇敢 但是他的语气 却暴露了 他此时的内心极为恐惧 看到眼前这位人类手中 突然多了一个 黑漆漆的圆形物体 成年雄性十人族 和紫衣女子互望一眼 都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浓浓的忌惮之色 一时间 竟是真的不敢前进半步 看到眼前的这两个十人族 真的被自己吓住了 这名黑衣人简直喜极而起 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他狂喜不已 然而 下一刻 他的太阳穴 突然被冻穿 不 这名黑衣人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于光看到 从栏杆处爬上来的 独眼小女孩 眼中瞬间涌现出疯狂之色 手上想要发力 引爆手榴弹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的太阳穴被冻穿 身上的力气迅速被抽空 手上的动作也是慢了许多 还没来得及拉开引线 便是被 已经注意到 他动作的紫衣女子 用星红色的舌头 提前将其中的手榴弹卷走 紫衣女子将舌头卷住的手榴弹 猛地朝三楼一甩 三楼的众人 一直将注意力 放在了二楼上三楼的楼梯口处 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 背后竟然扔过来了一颗手榴弹 还好 陈战的反应快 在精神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他第一时间 便是发现了 仍然在空中 尚未落地的手榴弹 身形一闪 陈战直接将这颗手榴弹接住 没拉引线 一旁的崔林衡 随后也是注意到了陈战的动静 扭头恰巧看到 陈战借住手榴弹的那一幕 神色一惊 随其 看清了 已经落入陈战手心的手榴弹 并没有拉开引线 点了点头 陈战说道 没错 你的那三个手下 应该已经死了 二楼的那三位黑衣人 肯定不会再 扔出手榴弹之前 忘记拉开引线的 更不会将手榴弹 朝着他们扔过来 所以 将手榴弹扔过来的 必然是十人族 文银 依然处于恐慌状态的众人 更是忍不住浑身一颤 有的 甚至连握着手枪的双手 都开始不听使唤地颤抖起来 他们的兄弟 面对十人族 竟然连手榴弹的引线 都来不及拉开 双方之间的差距 是有多大 陈战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这些人的反应 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接下来的战斗 只希望他们 不拖后腿就行 主要战斗力 还是要靠陈战自己 以及崔灵衡和黑子两人 怎么还没有发动攻击 十数秒之后 原本以为 十人族会立刻 对三楼展开攻击的众人 却仍然没有看见 十人族的踪影 陈战也是意识到了 事情的不对 十秒钟看起来不长 但是 对于拥有绝对速度的 十人族来说 十秒钟 能够干很多事了 下一刻 陈战想到了什么 面色突然一变 老王 阿东 小心神作 陈战的反应很快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便是大吼出声 然而 一切都已经晚了 天台上 响起一道枪声 紧接着 是一道惊恐的惨叫声 随后 便是没有了任何动静 不少人都是 吓得紧贴在墙壁上 头皮发麻 手中的枪械 更是不知道 该往哪里去瞄准 目光惊慌的 扫视着四周 浑身颤抖 深吸一口气 陈战对于这方面的战斗 还是有着一定经验的 如果继续停留在走廊里 恐怕 他们这些人 会死得更快 这绝对不是 他想看到的 所以 他当机立断地说道 全都跟我来 进入教室 说着 陈战已经抬枪 将旁边教室的后门锁 给强行破开 然后 身形一闪 率先钻了进去 堵住所有入口 看着鱼冠而入的众人 陈战冷声 命令道 这些黑衣人 虽然怕死 但是也知道 一旦让那群 使人足进来 他们更是 毫无幸免之力 所以 赶忙行动 将教室内的那些桌椅 全都堆在窗户 以及前后门处 而陈战扫了一眼 教室后方的墙壁上挂着的表 此时的时间 已经来到了 四点五十二分 离这次神秘事件结束 还有一个小时 零八分钟 在此期间 紫血身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为了夺得紫血身 陈战必须尽可能地 解决掉这些死人足 末世裁决者 第五十一集 没错 陈战从始至终 都不是单纯地 为了拖延时间 而是最大程度地利用 一切可利用的机会 消灭十人足 为争夺紫血身时的战斗 减轻压力 使得他更有把握 将紫血身弄到手 第一次神秘事件当中的 一文空灵果 能够短时间 提升服用者的精神力 可谓是珍贵之极 这次神秘事件当中 将会出现的紫血身 同样颇为罕见 因为它有炼血之效 服用紫血身后 血液经过锻造 能够增加人体 适应天地灵气的契合度 陈战上一世 并没有遇见 自己的妹妹 以及姑姑一家 所以并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在 末世爆发之际 成为异变者 为了完全避免 这种可能 他必须得到紫血身 当然 紫血身还有其他功效 因为断血的缘故 所以 人体的修复能力 会得到增强 一些外伤 能够轻而易举的自愈 还能一定程度地 提升服用者的身体素质 尤其是对现在的人类来说 紫血身提升的修复能力 以及身体素质 颇为明显 能够大大的增加 人类在末世当中 存活的几率 紫血身 我必须得到 陈战眼中 划过一抹冷丽的光芒 想到即将发动攻击的 那三名识人族 陈战心中的杀意更浓 握着三棱君次的右手 不由得紧了紧 突然 一道陈本的撞击声响起 一扇窗户崩碎 用来固定的钢筋 更是狠狠地弯了起来 正在搬着桌椅 去堵这些门窗的黑衣人 纷纷吓得丢掉了手中的桌椅 然后退到了教室的最后方 紧贴着墙壁 深色紧张地 看着眼前的窗户 被硬生生地撞开 砰 一道魁梧的身影飞了进来 砰砰 枪声乍响 活下来的三名黑衣人 疯狂地 倾泻着枪械中的子弹 别打了 那是老汪的尸体 崔林横眼见 老汪的尸体刚刚落地 他便是看了出来 当即立刻一声 擦 这些畜生 竟然拿老汪的尸体 来浪费咱们的子弹 黑子当即骂骂咧咧地吼道 有本事出来逗 躲在暗处 算什么本事 好 如你所愿 出奇的是 竟然有人回答黑子的话 随后 一道身影 直接从刚刚被破开的窗户里窜了进来 速度很快 枪声再次响起 不过 随后众人发现 被反锁的后门 竟然也是被撞开 一道身影 直扑他们而来 众人赶忙转移枪口 对准这个 扑向他们的身影 开启了枪 是阿东的尸体 而这道扑向他们的身影 是阿东的尸体 众人纷纷停止了射击 面色惊恐之余 还有被戏耍的愤怒 妈的 老子打死你 黑子气急 猛地抬起枪 对准正前方站立的 那名成年雄性十人族 扣动扳机 那这 没子弹了 其他人见状 纷纷面色一变 赶忙检查自己的子弹 然后 面如死灰色 他们 也都没了子弹 虽然子弹不足以 击杀这些十人族 但是 却对他们 造成不小的伤害 还有威胁 此时 他们连子弹都没了 内心的恐惧 瞬间弥漫开来 即便很快 拿出了短刃 对准这些十人族 但是仍然得不到 任何的安全感 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尤其是李大爷 他与十人族 进行过近身战 知晓他们的恐怖 那种令人窒息的死亡感 他不想再体验 锁在所有人的身后 甚至都不敢去看那些十人族 在没有子弹的威胁下 三只十人族全部出现 成品自行朝着众人逼来 伴随着这三只十人族的一步步靠近 众人的防险也是一缩再缩 到最后 更是全部贴在了墙壁上 恨不得身体都是融入其中 妈的 都给老子站好 越害怕死 死得越快 黑子看到不断后退的众人 怒吼出声 谁敢退缩 回去 老子第一个剁了他 翠玲恒更狠 冷冽的目光 扫了众人一眼 吓得那三名黑衣人 不敢继续后退 当初这次神秘事件爆发之前 陈战可是询问过他 这些手下如何 当时的翠玲恒并不知道 会遇到这么狠辣血腥的怪物 对自己的这些手下 可是信心十足 结果 他们现在的表现 还不如高营村的那些村民 这让他感觉毫无面子 陈战没有说话 他早就料到了这些人的反应 即便这些黑衣人 勉强在翠玲恒的威胁下出手 也没有太大的用处了 一个被吓破胆的人 你还指望 他能够发挥多大的战斗力 接下来 对付这三只神族 只能靠他 翠玲恒 黑子 以及对面办公楼天台上的 小北四人 双眼微微眯起 他必须创造机会 让小北有机会开枪 要不然 凭借着他们三个人 根本就不是这些石人族的对手 而想让小北开枪 就必须来到 对着办公楼的那两扇窗户 和前后门前 是你杀了我的两个孩子 这三位石人族停下脚步 最前方那位成年雄性石人族 目光死死地盯着陈湛 冷声问道 陈湛毫不畏惧地 指示着这只石人族 然后 在众人的注视下 点了点头 说道 猎人和猎物之间 本就没有明显的界限 既然他们是弱者 那么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 侦战的语气平淡 虽然在阐述一个事实 但是却成功地惹恼了 本就愤怒不已的石人族 子依女子以及小女孩 怒吼出声 小女孩更是冷冷地开口说道 你们人类 是最卑贱的物种 当我们的食物 是你们的荣幸 你竟然敢反抗 还杀了我的两个亲人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为他们报仇 我想你做不到 因为你的实力不够 陈湛冷笑一声 不屑地说道 你他娘的连毛都没长全 猖狂什么 一旁的黑子怒吼一声 接着说道 就凭你们三个和我们七个人打 你们就一定能赢 七个人 小女孩看了一眼 黑子身后的四个人 而这四个人看到小女孩望过来 纷纷后退一步 失笑一声 小女孩将目光 再次投下了黑子 说道 不见得吧 我觉得 咱们最多 是三对三 你信不信 放屁 你压得会不会算数 这明明站着七个人 黑子说道 闻言 小女孩并没有和黑子争论 而是再次看向了 其身后的李大爷 以及另外三名黑衣人 说道 我们只杀这三个人 你们不想死的 都扔掉手中的武器 然后蹲下 听到小女孩的话后 陈湛忍不住眉头一条 这个小女孩不简单的 竟然能够精准地把握人性 这只神族必须死 这是陈湛下一刻脑海中浮现的想法 而与此同时 三位黑衣人和李大爷 纷纷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然后后退了一步 你们 黑子显然没想到 自己的兄弟竟然这般怕死 吼道 你们一群傻逼 难道看不出 他是故意这般说的 不团结起来 咱们都要死 然而 黑子的话 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在他们看来 虽然陈湛 黑子 以及崔林衡三人很强 但是 面对十人族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胜算 即便他们 也拼死相搏 也不过是送死罢了 而此时选择后退 却能够晚死一会儿 早死晚死的问题 很多人 还是会选择晚死 哪怕知道 自己还是要死 此时的崔林衡 没有说话 而是冷冷地 扫了一眼 自己的三位手下 便是将注意力 放到了身前的 三位十人族身上 这三个人 在他眼中 已经是死人了 至于陈湛 根本没有回头 因为对于这三个黑衣人 从来没有抱过什么希望 哈哈 健壮 小女孩大笑出声 说道 这就是你说的 七个人 一群怕死的可怜虫而已 小女孩话音落下 目光从愤怒 却说不出话来的 黑子身上收回 看向陈湛 再次开口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 是你打下了我的右眼吧 任谁都能看出 小女孩此时的愤怒 眼神之中 透着冷芒 仿佛责人儿似的野兽一般 陈湛再次点了点头 说道 看来你左眼的视力不错 竟然还能够看到 是我出的手 你是我见过最不一样的人类 小女孩出奇的 没有继续这刚刚的愤怒 反而很是赞赏的 看着陈湛说道 笑了笑 陈湛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为十人族夸奖 我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比如 你想怎么死 小女孩听到陈湛的话 心中的怒火再次压制不住 生疼而起 甚至整个面部都是猙瘾了起来 尤其是她的右眼瞎掉 看起来更是恐怖 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一般 我想活着 你应该不允许吧 陈湛不屑地笑了笑 你在浪费我的耐心 小女孩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哈哈 陈湛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然后死死地盯着小女孩 说道 你不觉得自己的废话很多吗 陈湛大可以继续和小女孩耗下去 说一些其他话来拖延时间 但是她没有 因为她知道 子血身应该很快就要降临 到了那时 恐怕这些食人族会将目标 转移到子血身上吧 到时候 自己想要夺得大多数子血身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 所以 她必须尽快干掉这些食人族 而不是在这里和她废话 果不其然 小女孩的耐心终于被陈湛 彻底耗尽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说着 小女孩身形一闪 竟是朝着陈湛 静止扑了过去 与此同时 成年雄性食人族 以及子依女子 担心自己的孩子受伤 也是随之而动 这边的黑子和崔林衡两人 同样担心陈湛的安危 毕竟 陈湛要是战死了 他们这些人 更加活不成 尤其是黑子 他身为陈湛的金牌打手 自然不能让陈湛受伤 更何况 他早就想要 亲手杀死这些食人族 为那些死去的高营村村民报仇 狂热的战役 让他忘记了 几根肋骨已经断裂的事情 疼痛更是无法阻挡 他进攻的脚步 汉不畏死的 前踏一步 黑子手握狼牙棒 直奔成年雄性神族 战斗瞬间爆发 黑子很强 但是他这次迎战的 是成年雄性神族 即便有着狼牙棒相助 他仍然落了下风 无论是力量 还是速度上 都是被完全压制 一脚踹开 扑上来的小女孩 陈战瞥了一眼战局 当即喊道 阿亨 去帮黑子 拖住那个成年雄性神族 我来对付另外两只神族 闻言 崔凌恒不知道 陈战想打什么算盘 但是仍然第一时间 按照陈战所说的去做 逼退了紫衣女子 便是静止来到了 黑子身旁 共同迎战 成年雄性神族 末世才学者 第五十二集 与此同时 小女孩再次扑了上来 显然 女人都很记仇 无论老少 即便知道陈战的身手很好 小女孩仍然不要命地 发动攻击 健壮 陈战的嘴角 掀起了一抹狠辣的呼度 身形一闪 已经来到了小女孩的侧面 堪堪 堪堪避过了 她的攻击 与此同时 一脚踹出 正中小女孩的膝盖处 轻微的断裂声响起 小女孩痛呼一声 身体重重地 砸落在地 陈战眼中金光一闪 他知道 自己这一脚 根本不可能 踹断小女孩的膝盖 但是 足以对她的行动 造成很大的影响 趁她病 咬她命 陈战一向奉承这种观点 所以 没有丝毫迟疑 身形一闪 静止冲向了那小女孩 嗖 见状 小女孩眼中 划过一抹狠辣 没有任何慌乱 仿佛早就撂到 陈战的动作一般 猛的胸膛 打开 胸红色的舌头 速度极快的 奔向了陈战的拨梗 显然 小女孩是故意摔倒在地 又是陈战出手的 然而 就在小女孩 那胸红色的舌头 离陈战猴杰 不足一拳的距离时 陈战前冲的身形 竟然很诡异地 向一侧闪去 速度甚快 而且 出其不意 小女孩一时间 根本反应不过来 两人此时的距离 本就很近 陈战身体一侧 已然离小女孩 不足一米 手中的三棱君刺 静止刺向 小女孩的嘴巴 小女孩瞬间意识到了 自己陷入了眼前 这个人类的算计 瞳孔骤然放大 恐惧瞬间浮现 在死亡的面前 她脑海中的一切的愤怒 都不值得一提了 眼看着锋利的三棱君刺 即将捅入小女孩的嘴巴 鞋底里突然再次射来一条 星红色的舌头 而且目标直奔陈战的后心 眉头一皱 陈战看了一眼 近在咫尺的小女孩 瞬间做出了判断 如果自己杀了小女孩 后心也必然会被穿透 所以 她第一时间收回了攻击 身形猛的一侧 鞋底里 袭来的那条星红色的舌头 堪堪 擦着陈战的前胸 射了过去 眼中闪过一抹凶力 既然没办法杀死一名食人族 那就让你们留下点代价 锋利的三棱君刺 猛地向下扎去 轻而易举地 刺穿了这条星红色的舌头 舌头被刺穿 那种痛楚 显然而至 此一女子 瞬间 惨叫出声 然而 陈战并没有就此罢休 而是右手猛地发力 锋利的三棱君刺 瞬间潜移 将此一女子 那星红色的舌头 硬生生地 割裂成了两半 此红色的鲜血 随之喷溅而出 而且 越流越多 这就是三棱君刺的恐怖之处 能够最大程度的放血 即便是食人族 鲜血流尽 也会死罢 虽然他们有着恐怖的修复能力 但是 三棱君刺造成的伤口 恐怕一时半会儿 他们还真的无法修复 即便最终无法让这位 紫衣女子 流血至死 但是 也能够大大的 消耗其战斗力 不过 下一刻 陈战却被躺在地上的小女孩 一脚踹中 即便陈战及时避开了 要害位置 仍然被一脚踹飞 陈战急速后撤 想要卸掉小女孩脚上传来的力道 但是 由于小女孩的力道太大 所以 重重地撞在身后的窗户上方 才止住后退的身形 而此时 紫衣女子 强忍着疼痛 终于将新红色的舌头 收回胸腔之中 目光怨毒地 盯着陈战 身形一闪 紫衣女子 看到陈战 撞在窗户上 静止扑了过去 而陈战此时 仿佛被撞得有些晕了 竟是迟迟没有动作 一个劲地晃动着脑袋 战哥 小心 正在和成年雄性神族交战的黑子 瞥见陈战有危险 当即 大吼出声 提醒陈战 黑子 然而 黑子只顾着提醒陈战 本来就有伤在身的他 手伤的动作慢了些许 结果 被成年雄性神族抓住机会 一拳砸在了身上 不同于陈战 成年雄性神族 这一拳的力道 要远比小女孩大 这一拳 直接将黑子打得倒飞而出 最后重重地撞在墙壁上 以黑子的强大防御力 撞在墙壁上之后 魁梧的身躯动了动 最后 竟然没有站起来 直接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 陈战也是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因为紫衣女子锋利的爪子 直奔他的猴急而去 然而 陈战仿佛还没有缓过神来 不停地在晃着脑袋 就在紫衣女子锋利的爪子 即将刺入陈战的喉管时 一道枪声响起 紫衣女子的身形骤然一顿 因为疼痛 双手猛地捂住右眼 没错 她的右眼被子弹打爆了 惨叫声随之响起 死 而原本尚未缓过神来的陈战 此时 却突然眼神一宁 目光瞬间变得狠辣 看着近在咫尺的紫衣女子 几乎想都没想 手中的三棱君次 猛地朝前递出 这一切 都仿佛练习过无数次般 极为迅捷自然 紫衣女子刚刚张开嘴 发出惨叫声 锋利的三棱君次 便是从其口中刺入 紫衣女子的身体狠狠一抖 没有受伤的左眼 瞪得滚圆 右眼更是布满了紫红色的鲜血 眼球被打爆 从中流淌着什么东西 不 成年雄性神族 看着自己的妻子 直挺挺地倒下 脸色巨变 直接一拳击退 崔林恒 谁行闪动 直接冲向了陈战 他的速度很快 尤其是在暴怒的状态下 更是惊人 眨眼间 便是冲到了陈战面前 陈战很清楚 自己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是这只成年雄性神族的对手 所以他并没有逞强地选择与其相战 而是猛地将手中的三棱君次制出 成年雄性神族身体一侧 轻而易举地将飞制而来的三棱君次躲开 然后继续扑向陈战 然而 等他来到陈战面前 准备杀死这个杀了他三位亲人的人类时 突然发现一个黑油油的枪口对准了自己 成年雄性神族并没有在意 只要护住自己的嘴巴 子弹根本杀不死他 至于受伤 成年雄性神族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仇恨完全蒙蔽了他的双眼 最快的速度杀死陈战 才是他的首要目标 这只成年雄性神族 怎么也不会想到 陈战手中的这个大一号的手枪 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威力 即便是他 都是身形后退了两步 方才卸掉了子弹的冲击力 而且 整个脸部 都是被这只手枪 轰出了一个大洞 身体抽搐了两下 这只成年雄性神族 不甘地倒在地上 被轰成大半的下半个脸部 不断地溢出紫红色的血液 双眼更是迅速地化为死灰色 死了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快到要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只足以击杀他们所有人的成年雄性神族 竟然被陈战 眨眼间 干掉了 崔灵恒看到 陈战掏出那把熟悉的手枪时 瞳孔便是骤然一缩 那个时候 他便知道了 这只成年雄性神族的结局 只有死亡意图 因为陈战拿出来的那把手枪 是沙漠之鹰 那可是号称袖针手炮的存在 即便那只成年雄性神族的防御力变态 但是沙漠之鹰的威力更加变态 更何况陈战瞄准的是成年雄性神族的要害位置 嘴巴 但是崔灵恒想的不只是这些 看着已经躺在了地上 没了任何声息的成年雄性神族 崔灵恒的双眼微微眯起 看向陈战的眼神 也是充满了忌惮之色 他之前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当中 倒是忘了陈战手中 还握有一把沙漠之鹰 但是陈战既然有沙漠之鹰这种大杀器 为何等到这个时候拿出来 如果陈战早一点拿出来 他们根本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陈战是刚刚想起自己携带有沙漠之鹰 以陈战缜密的心思 不太可能吧 那就是只有一个解释 陈战是故意等到这个时候 才将沙漠之鹰掏出来的 崔灵恒的城府很深 很快便是明白陈战此许的用意 借刀杀人 借这些凶残无比的食人族之手 杀死那些高营村村民 还有他带来的这些手下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刻 崔灵恒的思绪转动得极快 但是 眨眼间的功夫 仍然不明白 陈战此举的目的为何 正在此时 一旁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 死于陈战之手的小女孩 终于知道 自己惹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此时 哪里还敢有半点迟疑 直接朝着门口 仓皇而逃 然而 一切都已经晚了 陈战早就料到了 小女孩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在她身形闪动之际 陈战的枪口便是直接抬起 美丽的枪口印 伴随着巨大的枪声 响起而浮现 直接破开了小女孩的后脑勺 子弹从其嘴巴处射出 轻而易举的 带走了小女孩的生机 看到最后一只十人族 在眼前死去 李大爷 等人 仍然有些不可置信 这一切来的 都太快了 正当众人以为尘埃落地之际 教室外 突然传来一道惨叫声 陈战和崔灵衡两人 瞬间眉头一皱 神形闪动 下一刻 已然出现在了门外 小北 崔灵衡看着 办公楼天台上 被一只雌性十人族提起的小北 低吼一声 小北可是他的得力干将 而且忠心耿耿 汗不畏死 这样的手下 他崔灵衡最为看重 着力培养的 此时被十人族抓住 恐怕 凶多吉少了 战哥 是他 崔灵衡虽然心中愤怒 但是 也第一时间 发现了 抓住小北的那个十人族 正是之前 追杀他们的 那对兄妹当中的妹妹 点了点头 陈战双眼微微眯起 开口问道 你想怎么样 那位雌性十人族冷笑一声 看着众人说道 我想怎么样 在你们杀死我哥哥的时候 就应该 有被我杀掉的绝物 你们 都要死 说着 雌性十人族 将小北头朝下倒提着 然后 以此一句地说道 他是第一个 也是你们 所有人死亡的开始 此时的小北 头朝下 整个身子 都是在楼外 眼神深处 涌现出浓郁的坚定之色 他脸上 更是浮现 汉不畏死的神色 喊道 杭哥 战哥 你们不要管我 开枪杀死他 末世裁决者 第五十三集 你要敢杀了他 老子一定弄死你 崔林横怒吼道 然而 这名雌性十人族 却是 恍若未闻 嘴角反而挑起 更加疯狂的笑意 然后 在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松开了 抓住 小北脚踝的右手 小北 小北再次惨叫一声 小北 想办法 调换一下方向 不要投朝下 崔林横第一时间 喊道 三层楼 虽然不低 但是 只要不投朝下 还是有很大的 活命机会的 而且 小北 还是个练家子 身体 很是精壮 但是 小北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头朝下 直直的 摔在了地上 小北的脖梗直接摔断 整个脑袋 都是喷溅出大量 鲜红色的血液 眨眼间 便是将地面染红了一大片 崔林横面色巨变 身形一闪 狂奔下楼 朝着小北的尸体处 飙射而去 陈战看着那只 雄性神族离开 并没有选择开枪 普通的手枪 根本对他 造不成太大的伤害 沙漠之鹰 在这么远的距离内 准头太低 即便是他 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击中这只 身形灵活的 雌性神族 而且 还要击中 其嘴巴 方能将其击杀 更别说 这只雌性神族 已然对陈战手中的 沙漠之鹰 警惕性十足 小北 崔林恒很快便是 来到了小北的尸体间 咬牙切齿地 低吼道 陈战背负着黑子 缓缓来到 崔林恒身旁 说道 他的手脚 都已经被那只 神族咬断 根本使不上力 所以 并没有听你的 在空中找机会 调换身体下落的方向 文言 崔林恒目光看向了 小北的手脚处 果然看到了 牙齿 啃尸的伤口 我要杀了他 崔林恒的胸膛 急剧起伏 牙床 咬紧 一字一句地说道 张了张嘴 陈战想要说什么 但是 下一刻 却是眉头一条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吼道 走 崔林恒显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但是 看到陈战的突然凝重 许多的脸色 看了一眼小北 也是不敢再有迟疑 紧随其后 眨眼间 便是离开了学校 而李大义四人 自然也不敢有任何犹豫 他们这些战斗力 几乎为零的人 离开陈战等人 就是一个死字 刚刚那只雌性神族的话 到现在 他们还记得 所以 他们四人 撒开腿 追上了陈战 陈战一把拉开第一辆 面包车的后门 将黑子扔了进去 然后 窜了进去 看也没看崔林恒 直接喊道 上车 朝着村南头开 崔林恒的动作 同样不慢 陈战这边 刚刚落座 他已经来到了驾驶座上 启动车子 直接朝着村南头 狂飙而去 与此同时 李大义四人 看到陈战三人 启动面包车 朝着村南头驶去 也是手忙脚乱的 爬到了第二辆面包车 其中一个有钥匙的黑衣人 赶忙启动车子 准备去追陈战 带上我 突然 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 迅捷无比的 在车门关上之前 窜上了车 翠莲 李大爷看到上车的 竟然是陈战的旧妈 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 看着陈战的旧妈 本以为 他已经死于 十人族手上 没想到 竟然再次碰见了他 李大爷自然 大吃一惊 心中感叹 这女人的生存能力 就是强 发什么了 开车 跟上陈战他们 要不然 咱们都要死 舅妈看见众人 竟然在瞅着他看 当即大叫了起来 闻言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启动车子 紧跟在陈战所在的 面包车后面 开快点 随着距离 不断地缩短 陈战越来越能感受到 那股奇异的力量波动 他愈发地肯定 那是子血身 必须赶到 那只雌性神族之前 拿到子血身 崔林恒猛地一踩油门 面包车再次提速 碾过路上无数的尸体 和新鲜的血液 朝着村南头 全速驶去 两分钟后 伴随着一道刺耳的 刹车声响起 陈战一把拉开车门 然后目光便是赶紧投向了 那股能量波动最强的地方 狠狠地吐了一口气 看着前方那片 埋藏着子血身的地方 并没有那只雌性神族出现 更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称战不由地 放下心来 他坚持到现在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子血身 如果被内知 雌性神族杰族先登 他估计死的心都有了 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陈战在子血身没有到手之前 仍然不敢大意 快步来到子血身出现的地方 直接掏出 早已经准备好的铁铲 进行挖掘 果然是子血身 陈战看着手中的第一颗 被挖出来的子血身 眼中掩饰不住地 浮现浓浓的欣喜之色 子血身 形状大致和人身相差无几 区别在于 它通体呈现诡异的紫红色 仔细看去 就会发现 它的皮是紫色 里面却逗着血红色 完全成熟了 看到子血身内部的血红色液体液 竟然像极了人类的血液 在子血身内部 流动 沉沾脸上的血色更浓 因为 只有完全成熟的子血身 方能够彻底发挥药效 就是它 在上一世 不知道引起了多少进化者 舍命抢夺 想到这儿 陈战不再迟疑 继续开始挖掘剩下的子血身 崔灵恒第一个发现 陈战手中的子血身不平凡 而且 他竟然在陈战脸上 看到了欣喜之色 自从第二次神秘事件爆发后 陈战的面色都是极为凝重的 哪里看到过欣喜之色 这更加印证了 崔灵恒的猜测 这紫红色人参模样的东西 绝对不是凡品 战哥 我可以挖吗 崔灵恒跳下了车 不过并没有着急去挖 而是率先征求陈战的意见 他可是看到 陈战右手拿着铁铲 左手望着枪 显然 对这东西极为重视 自己贸然上前挖掘 恐怕会惹得陈战不满 看都没有看崔灵恒 陈战只是点了点头 说道 你只能挖一颗 随后 陈战继续专心挖掘着第二颗紫血身 对于紫血身的分配 他早有复安 崔灵恒为了第二次神秘事件 做了很多的准备 是必须要给一颗的 而且这也是陈战 拉拢他的一种手段 对待崔灵恒这种 心思缜密 重复极深的手下 除了武力上 给予绝对的震慑 还要给他一定的好处 让他觉得 跟随自己会变强 能够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谢了战哥 崔灵恒眼中金光一闪 不过随后想到了什么 出言感谢道 对了 你一会儿再挖一颗 然后尽快让黑子服用 陈战说道 这是紫血身 能够治愈黑子的伤势 并且提升他的身体素质 陈战并没有完全将 紫血身的功效 告知崔灵恒 因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人是很容易 堵歪心思的 甚至有可能 不择手段 为了以防万一 陈战自然不能坦诚以待 好 文言 崔灵恒眼中 再次闪过一抹精芒 能够提升体质 还能够治愈黑子的伤势 这一瞬间 崔灵恒便知道 这个叫紫血身的东西 绝对是千载难遇的好东西 提升多少体质 他不知道 但是黑子的伤势 他大致还是了解的 肋骨断裂几根 那都是小事 真正的严重的是 黑子身体内部的伤势 即便这次痊愈 也绝对会留下 很严重的隐患 这样的好东西 陈战愿意分给他 和黑子一人一科 已然是极大的照顾 而正在此时 李大爷他们 也是终于驱车赶到 看到陈战和崔灵恒 在挖着什么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 紫血身那奇异的形态 纷纷露出惊奇之色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东西的不平凡 而且 他们看到崔灵恒也在挖 陈战却没有阻止 纷纷心动 下车也准备挖掘 再上前一步 死 看见这群人 没有辞职之名 竟然望途来分子血身 陈战眉头一皱 毫不客气地冷喝一声 闻言 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 尤其是看到陈战手中的 阴白色沙漠之鹰 想起 刚刚陈战连杀 三只十人族的情景 他们心头充满畏惧 不敢踏前一步 然而 人是贪婪的 尤其是这么多人 站在身旁 更能壮胆 陈战 这些东西又不是你的 我们也拼死拼活 为什么不能分给我们 一位身材魁梧的黑衣人 虽然忌惮陈战得很辣 但是看着第三颗子血身 被陈战挖出来 放到背包里 眼中的欲望 更甚 扫了一眼四周的同伴 他还是壮了壮胆子 开口说道 但是 他的脚步 却是不敢踏前一步 显然 还是很忌惮陈战 一旁的崔林衡 很快便是挖出了第二颗子血身 然后 起身冷冷地扫了一眼 刚刚说话的魁梧汉子 说道 钢子 你们还有脸要着东西 和十人族拼命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崔林衡眼中的冷芒乍性 说道 咱们的这笔账 还没算清楚呢 如果说 他带来的其他黑衣人 还算差强人意的话 那么眼前这三个 简直就是丢人丢到家了 让他在称战面前 甚至有些 抬不起头来 不仅没有帮到什么忙 此时竟然还要来添麻烦 简直就是嫌死得太慢 文言 这位叫钢子的家伙 面色骤变 他可是知道 崔林衡手段的 这次出去 恐怕没有什么好下场 不过 最后 他的眼中 滑过一抹 豁出去的神色 心中也横 既然崔林衡 不会放过自己 那么 自己为什么 还要听他的 而且 他的身手也不弱 钢子自问 不是崔林衡的对手 但是 如果和身旁的 两个兄弟联手呢 崔林衡也不是那么可怕 哼 崔林衡 你吓唬谁呢 出去之后 我们既然还是要死 那么现在 还有必要怕你 我们三个一起上 你也不是我们对手 说着 钢子指示着崔林衡 毫无退让 他身旁的另外两个黑衣人 互望一眼 随即 也是面色一发狠 看向了崔林衡 说道 横哥 我们只是想要 每人分一坑的东西 不过分吧 双眼微微眯起 崔林衡瞬间 爆发出惊人的杀意 如果自己连手下都无法驾驭 估计 在陈战眼中 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 想到这 崔林衡右手 不由得摸向腰间的短刃 既然你们找死 那就去死吧 与此同时 一旁的舅妈 看着陈战 已经在挖第四颗子血身 面色一急 说道 刚刚 那东西快要被挖完了 他刚刚亲眼看到了 陈战 挖的那东西里面 竟然有液体流动 这让他瞬间意识到 这东西 恐怕很不简单 价值很大 眼中的欲望更少 甚至遮蔽了他的理智 目光一转 看下李大爷 问道 李叔 这里是咱们村 这里的东西 应该属于咱们村里的人吧 凭什么让一个外人 挖走咱们的东西 你说是不是 默示裁决者 第五十四集 李大爷冷冷的 瞥了一眼他 心中骂道 这死女人 真是个傻逼 自己想死 干嘛要拉上我 他自然也看出了 陈战正在挖掘的那东西 极为不凡 先不说 这东西那奇怪的外形 但论陈战 自从出现在他面前之后 就一直有条不紊的 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 到了现在 已经成功杀掉了 六只狮人族 而且就在刚刚 陈战可是突然朝着这边赶来 然后直接挖出了 这奇怪的东西 平日里 他们高营村的村民 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久 都没有发现这东西 而陈战刚刚的反应 又不假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东西 刚刚出现 而陈战又通过特殊的手段 感应到了 拖延时间 突然之间 李大爷脑海中 浮现陈战说过的一句话 瞬间明白了什么 他此时甚至怀疑 陈战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拼命和这些神族战斗 恐怕就是奔着这个 长相 行似人身的东西 也因此 李大爷更加清楚 这东西对陈战的重要性 想要从陈战这个 心狠手辣的人手中 抢走他看中的东西 这和找死 有什么区别 李大爷并没有失去理智 看着陈战手中的 沙漠之鹰 他的瞳孔骤然一缩 再次想通了什么 手握沙漠之鹰 竟然眼睁睁的 看着这么多 无辜性命被杀 甚至对自己手下 和兄弟的性命 都是不管不顾 这样的人 心有多狠 看着陈战仍然 从容不迫的样子 李大爷更加觉得 事情不对劲 但是很明智的 没有搭理陈战的舅妈 这样的人 还是不招惹的好 李大爷现在 只想好好地活下去 其他的都可以舍弃 更何况 身旁的这几个人 都是一帮软蛋 根本靠不住 李大爷可不会相信他们 和他们站在一起 坐山观虎斗 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看着李大爷不搭理自己 舅妈面色一级 再次看下了钢子 叫道 钢哥 随便衡 大家各退一步怎么样 还有一只食人族 在四周窥死 随时准备杀死咱们 于此网破 最后得力的 那只会是那只食人族 钢子急忙说道 他显然也看到了 陈战已经将 第四颗人身模样的东西 放到了背包里 开始挖第五颗了 哼 各退一步 现在已经晚了 你们必须死 崔林衡已是怒急 随时准备动手 文言 钢子先是面色一变 随即也是面露疯狂之色 踏前一步 说道 那就一起死 然而 下一刻 突然想起一道枪声 刚才魁梧的身躯 直挺挺地 倒在地上 脑门上 依然开了一个大洞 再没了声息 啊 杀人了 舅妈瞬间 吓得尿了裤子 尖叫着 闭嘴 陈战冷喝一声 收回了沙漠之鹰 舅妈仿佛被掐住脖子的野鸡一般 瞬间不敢出声 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嘴巴 面色畏惧地看着陈战 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不仅是他 其他人同样被彻底吓住了 哪里还有刚刚的气势 我说过 再往前一步 就要死 陈战目光扫了一眼众人 随后继续开始细心挖掘子血身 不再说话 陈战再次显示了他的狠辣无情 李大爷 显然也被吓了一大跳 但是 他看着陈战开枪时 那淡漠的神情 心中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究竟 本打算出手的崔林衡 看到被战哥一枪撂倒的缸子 瞳孔骤然一缩 忌惮地望了陈战一眼 然后 一句话不说 静止回到了车内 将紫血身 喂给了重伤昏迷的黑子 正好六颗 不多不少 陈战将第六颗紫血身 挖出来的时候 便静止起身 嘴角微微一条 到目前为止 他才彻底放下心来 战哥 你快来看 黑子怎么了 正在此时 面包车内 突然响起了崔林衡急切的声音 闻言 陈战当即脸色一沉 身形闪动 猛地将车门拉开 看到黑子 因为痛苦 已经扭曲的脸庞 以及浑身颤抖的样子 陈战随之 眉头一挑 战哥 黑子的伤势不能脱 所以 我一上车 就让黑子服用了 紫血身 但是 之后就出现了 现在的情形 这是怎么回事 黑子没事吧 崔林衡看到 陈战出现之后 立马开口问道 放心吧 这是紫血身 在发挥药效 毕竟 练血并不是开玩笑 更何况 还有提升 你身体素质的功效 期间服用者 必然要承受极大的痛苦 恐怕一会儿 黑子直接会被痛醒 到时候 你告诉黑子 不要强忍着 直接昏过去就可以 陈战点了点头 没有任何的担心 显然 对这个情况早有预料 原来如此 文言 崔林衡方才放下心来 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紫血身 眼中的欲望 掩饰不住地流露而出 扫了一眼 此时的崔林衡 陈战便是明白了 他的打算 直接开口道 哈哈 等到这次神秘事件结束 找个安全的地方 你再幸福用 呃 好 崔林衡想到 隐藏在暗处的 那只雌性神族 点了点头 强行压制住 内心的欲望和躁动 将紫血身 贴身放好 正在此时 身后不远处 突然传来一道 凄厉的惨叫声 这个 有神族 舅妈连滚带爬的 朝着陈战所在的地方 狂奔而来 面色惨白 哪里还顾得上 争抢陈战手中的 紫血身 李大爷和另外一个 黑衣人 同样仓皇地 朝着陈战这边跑来 猛然回头 陈战恰巧 那只雌性神族 将一名黑衣人 完全吞入胸膛之中 双眼微微眯起 哈哈 这是第二个 说完 这名雌性神族 直接身形一闪 再次消失在事业当中 阴魂不散啊 崔凌恒同样看到了这一幕 阴沉着脸说道 战哥 这样下去 恐怕不是办法 现在的时间 这只雌性神族 才来到早上 五点十二分 离六点 还有四十八分钟 这只雌性神族 必然会一直寻找机会出手 咱们在明 他在暗 九首必尸啊 是要战哥 你想想办法 一旁的舅妈 听到崔凌恒的话之后 吓得面色更加惨白 如果这只雌性神族 真的刺激出手的话 他和李大爷 以及另外一名黑衣人 必然是首要目标 战哥 恒哥 我错了 你们救救我吧 另一位黑衣人 早已经没了刚刚的强横 伴连恐惧 就差跪在陈战和崔凌恒面前了 闭嘴 崔凌恒冷喝一声 随即说道 这不是你们抢夺子血身的时候了 而陈战直接双眼一闭 什么都没说 这样的杀戮 显然还会继续 那只雌性神族极为记仇 不把他们全部杀死 根本不可能善罢甘休 但是 陈战何尝不希望 其他人全部被杀 第二次神秘事件 越少人知道越好 知道的人 也只有死人 不会将消息传递出去 自从第一次神秘事件之后 陈战就知道 政府的调查会牵涉到他 所以他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以其能够摆脱嫌疑 本来以为万无一事 但是陈战却发现 政府的人竟然仍在调查他 换句话来说 他并没有摆脱嫌疑 政府内有能人 陈战瞬间通过了这个判断 随即 也是通过崔林衡百般打听 方才得知 他的对手 竟然是陈玉 这个来自军方的旗女子 末世前 也许很多体制外的人 对他并不熟悉 但是末世后 整个ZB市 只要是幸存者 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名字 如雷贯耳 第七军军区司令 陈霄 就是他的父亲 那可是在末世当中 统领一方基地的大佬 手握数万精兵 装备精粮 是整个ZB市 最强大的武装势力 末世爆发初期 陈霄反应极为迅速 第一时间 将军营内那些 异变者清除干净 然后迅速稳住军方内部 随起便是开始扩张 强掠实物 收纳幸存者 稳扎稳打 很快便是成就气候 在末世当中 站稳脚跟 其中 他的女儿 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 死在他手中的异变者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他的实力 同样在历练中 以最快的速度提升 曾经为了救出 被围困的战友 孤身一人 在异变者大军中 杀了个三进三出 最后虽然重伤 但是也成功地 救出了他的战友 自此 陈玉的名声大振 成为了陈霄麾下 第一高手 不过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陈玉其他方面的能力 也是极强的 被陈霄为一重任 当然 陈展也是略有耳闻 并没有接触过此女 不过 盛名之下 无虚实 陈玉的能力 毋庸置疑 由他来调查神秘事件 即便自己 将尾巴 清理得再干净 被察觉到有什么 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 陈玉两个月 并没有采取太大的行动 显然 没有将目标锁定 更没有找到 抓捕自己的证据 陈展现在 可不希望政府插手 他要将末世前的 这四次神秘事件当中 出现的机缘 全部掠夺 如果被陈玉盯上 恐怕麻烦不断 甚至影响他的计划 所以 陈展必须尽可能地 消除一切能够将矛头 指向自己的线索 而李大爷这些活着的人 都看到过自己 是目前暴露自己的最大线索 所以 他必须死 只不过 陈展并不想亲自动手 所以 他想要借助十人族之手 将他们全部干掉 而此时 李大爷三人 还不知道陈展的打算 他们还将自己的性命 全部寄托在陈展身上 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伙 坚持到早上六点 这些 十人族离开 中人都知道 在陈展的身边最为安全 所以 都想要上 陈展所在的面包车 滚一边去 崔灵衡直接不客气地 掏出了短刃 冷冷地呵斥道 你 舅妈面色一变 随即将目光看向了陈展 眼中 充满了祈求 然而 陈展却仿若未闻一般 依旧假妹 闭眼休息 见状 舅妈等人 知道陈展这是默认了 无奈之下 只好退回了另一辆面包车上 崔灵衡看了一眼陈展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坐在黑子旁 警惕地扫尸着四周 他很聪明 在陈展开枪 毫不犹豫杀死 刚子的时候 他就知道 陈展根本不可能 让这些人活着离开的 他也终于想明白了一点 陈展自始至终 都是想借刀杀人 要不然 那些在外人看来 可怕的诗人族 早就被陈展 用沙漠之鹰 全部杀死了 也就不会死那么多 无辜的村民了 包括那只 雌性诗人族 他之所以现在还活着 就是为了杀死 李大爷等人吧 想通了这一点 崔灵衡方才 将李大爷三人 全部赶到了 另一辆面包车上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那只雌性诗人族 似乎忘记了众人一般 一直没有动静 众人紧绷的心 也是渐渐开始松弛 不过 仍然没有人敢 随意走出车门 诗人族残忍的杀人手法 仍然让他们心有余悸 发自内心的畏惧 不过 闸门打开 那种舒适的感觉 仿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享受 让他情不自禁的叫了一声 然后 微微闭上了双眼 末世才学者 第五十五集 等到水库里的水全部放完 黑衣人睁开眼睛 准备赶紧回到车上时 一到身影 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他下方的小沟里 神族 黑衣人瞬间吓得双手一抖 也顾不得有没有水甩到衣服上 甚至连提裤子都不敢去提 直接转身就欲跑回面包车内 然而 下一刻 他突然感觉到 自己下面被人一把抓住 那是一只滑腻娇嫩的小手 但是 这名黑衣人 却没有任何享受的欲望 而是面色骤变 救命啊 巨大的恐惧 弥漫他的整个身体 让他瞬间双腿一软 甚至连反抗的欲望 都生不出一点 腰间就别着一把匕首 但是 他却没有勇气去拔出来 嗯 一道奇怪的声音响起 随起 黑衣人瞳孔 骤然放大 仿佛 要把眼珠子 瞪出来一般 世界上最痛苦的两件事 第一 生孩子 第二 是淡碎 此时 黑衣人感觉 整个下面 都是被硬生生的拔掉 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惨叫声随之响起 不过 他并没有疼死过去 只是摔倒在地 浑身不断抽搐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下 他的意识 反而极为清醒 使出全身力道 朝着面包车所在的地方爬去 下方的血液 滋滋的喷溅着 仿佛水龙头一般 瞬间 便是将其裤子染得通红 其身下的地面 也是被血液 浸湿染红 看起来 颇为恐怖 叫 救救我 黑衣人因为刚刚的惨叫声 过度用力 嗓子 都是沙哑了许多 看着黑衣人的惨状 舅妈和李大爷两人 直接吓傻了 不过 李大爷的反应很快 迅速回过神来 然后 直接毫不迟疑地 拉开了车门 然后 朝着陈湛所在的面包车 狂奔而去 你疯了吗 看着李大爷竟然跑出了面包车 舅妈面色一变 大吼道 随后 黑衣人再次发出一声 不向人类的惨叫声 舅妈吓得浑身一激励 然后看到 黑衣人 被随后从小沟里 爬出来的雌性神族 活生生地 吞进了张开的胸膛内 慎人的咀嚼声响起 吓得舅妈 直接尿了裤子 显然 舅妈的洁癖是针对别人 而不是他自己 当看到这只雌性神族 那世人的目光 投向自己时 舅妈心头莫名的一技 然后猛地将车门关上 从里面锁住 嘴角滑出一抹 诡异的笑容 这只雌性神族 这只雌性神族 瞥了一眼 正在不断拍打着 巨大的撞击声 伴随着车窗破裂的声音 响起 舅妈的惨叫声 也是随之响起 只见 他疯狂地 拍打着 另一边的车窗 想要逃出去 在这名雌性神族 那只 沾满鲜红色液体的血手 伸入车内时 舅妈终于 打开了 另一边的车门 然后 极其狼狈地 朝着 陈湛所在的 面包车奔去 然而 这只雌性神族 怎么可能放过他 星红色的舌头 再次射出 精准地 刺穿了舅妈的身体 展哥 求求我 你让舅妈 干什么都行 舅妈嘴中 一边说着求救的话 一边喷着血沫 双手不断地 向前扒着 让人看着极为可怜 然而 此时 却没有任何人 去可怜他 陈湛瞥了一眼 舅妈 并没有出手 反而 饶有兴趣地说道 赐作孽不可活 你欺负我们兄妹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今天吧 展哥 我错了 我再也不会 欺负你们兄妹了 舅妈拼命呼喊着 承诺着 然而 一切都已经晚了 陈湛 陈湛直接转过头 看都懒得再看一眼 舅妈 这样的人 死有余辜 陈湛 你不能好死 你 惨叫声再次响起 也预示着 舅妈的生命 到此为止 陈湛 只要你救我 我就把 我全部的积蓄 都给你 李大爷此时 哪里还有一往的精明 完全被吓破了胆 此时的他 也已经无路可走了 只能趁着 慈性神族 再次出手之前 期望陈湛 能够出手救他 好 你有多少积蓄 陈湛饶有兴趣地问道 八十七万 我全给你 李大爷几乎想都没想地 脱口而出道 八十多万 你一个村长 竟然有这么多钱 陈湛嘴角微微一挑 说道 你贪了不少吧 搜刮民纸民高 政府也不会放过你的呀 你说 我该不该救你呢 问错了 李大爷直接扇了自己一大嘴巴 然后认错道 湛哥 你就救救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 扫了一眼 已经将舅妈的身体 彻底消化完毕的 慈性神族 陈湛双眼 隐晦地 闪过一抹金光 然后说道 看在你知错就改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说着 陈湛指着 前方的一家大门敞开的农户 然后说道 从这儿到那里 一共不到二十米 只要你能够 在这只慈性神族 扑倒你之前 跑进去 我就可以救你一命 什么 李大爷文言一愣 随即 慌乱地摇着头说道 不可能的 不可能 你有的选择吗 再不行动 你连这次活命的机会都没有 陈湛晃了晃手中的沙漠之音 说道 放心 只要你能够 在他扑到你之前 进入那家大门 我的枪 绝对要比他的动作要快 你死不掉的 不 战哥 能不能不如这样啊 我 李大爷继续摇头说道 滚 陈湛突然伸出手 然后一把推开了李大爷 吼道 再不去 老子一枪崩了你 李大爷吓得浑身一哆嗦 看了一眼 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他身上的 雌性神族 哪里还敢吃意 撒鸭子 朝着前方狂奔而去 雌性神族也动了 以更快的速度 扑向了李大爷 果然还是忍不住啊 陈湛看着雌性神族的背影 嘴角微微一挑 缓缓抬起了双手中的沙漠之音 此时的时间 已经来到了早上五点五十二分 离第二次神秘事件结束 还有八分钟 这只雌性神族 显然已经感受到了空间的不稳定 知道很快就会离开 报仇将会更加遥遥无期 所以这才迫不及待起来 即便知道这是陈湛的陷阱 最后一个十人族 让我来杀吧 就在陈湛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 崔凌恒突然开口道 贴了一眼崔凌恒 陈湛点了点头 说道 可以 崔凌恒逃出手枪 却是瞄准了李大爷的身体 巨大的爆炸声 在雌性神族扑到李大爷身上的那一颗响起 手榴弹 李大爷临死前脑海中浮现一个词 自己身上不知不觉见 被陈湛放上了手榴弹 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杀死自己吧 瞳孔骤然一说 李大爷终于明白了一点 陈湛从始至终都没打算放过他 这里的人都要死 手榴弹的威力极强 即便磁性神族的防御力变态 但是离这么近 也是被瞬间炸成了重伤 整个胸膛都是炸开了一个大洞 焦黑一片 然而 他仍然没有死 在地上不断抽搐着身体 生机不断流逝 显然 死神已经在他身边了 面包车再次启动 经过这只神族的时候 陈湛掏出沙漠之鹰 对准他的嘴巴 再开了一枪 陈湛不喜欢留后患 他必须亲眼看到敌人死去 方才安心 这就是陈湛 一个不给敌人留任何机会的人 身体一阵抖动 这只磁性神族彻底断绝了生机 临死前 双眼死死盯着陈湛 不甘之色 极为浓郁 然而 他已经没有报仇的机会了 面包车扬长而去 静止驶出高营村 弥漫在高营村附近的神秘白雾 也是彻底消散 第二次神秘事件 已经结束 崔灵恒看了一眼深厚的高营村 双眼之中 闪烁着奇怪的光芒 随后 缓缓转过头 眼中 重新恢复了平静 警车 刚刚来到镇中心 群站大老远 就听到了警笛声 眉头一条 然后 降车停靠在一旁的停车位上 靠在车座上 假妹起来 崔灵恒也是将车窗摇了下来 然后 身体 缩在座位上 一动不动 很快 十多辆警车 便是从他们面包车旁边驶过 突然之间 乘站感觉到 自己被一股凌厉的目光锁定 眉头一皱 猛地睁开双眼 他看到 一辆警车的 副驾驶位上 一位穿着便服的女人 正在盯着他看 心头一惊 但是 陈站的神色不变 双眼微微眯起 和这名女子 对视了一眼 车辆行驶的速度很快 两人的目光 也只是接触了一刹那 便是分开 看着这些警车 直奔高营村而去 陈站赶忙发动面包车 朝着相反的方向 狂奔离去 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 刚刚那个女子 很可能就是陈玉 那凌厉的眼神 以及绝美的面容 都给陈站很深的印象 让她在那一刻 有种危险的感觉 警局之内 除了陈玉之外 其他人不可能 对她的生命产生危险 这个女人 果然不好对付 陈站不敢有丝毫大意 趁着陈玉 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赶忙驱车离去 第一次神秘事件 和第二次神秘事件 间隔 足足 有两个月的时间 很多人都认为 第二次神秘事件 不会爆发 所以 渐渐地放松了警惕 但是陈玉没有 她的闲 一直紧绷 但是 第二次神秘事件 爆发在深夜十二点 很多人都已经陷入沉睡 第一时间 根本没有人发现白雾 更没有发现 高营村 已经和外界断绝了联系 而且 爆发的地点 还是高营村 这种 人流密度极小的地方 被发现的几率更小 所以 警方接到报案的时候 已经是 第二次神秘事件 即将结束的时候 而那些警察 更是万万没想到 会有第二次神秘事件爆发 所以 反应慢了半拍 耽误了一些时间 这一切的原因 导致了 陈玉和陈战的 擦肩而过 SL大学北门旁边 一辆面包车 静静地停靠在路边 阿恒 你们青龙帮 那么大的帮派 内部应该有私人医生吧 车内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细眼望去 此人正是陈战 文言 崔林恒点了点头 道 有的 黑子的伤势 很快就会痊愈 不会有大问题 让你们的私人医生来处理就好 陈战吩咐道 战哥 你是怕黑子被警方发现 崔林恒瞬间猜到了陈战的心思 毕竟他在黑道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 和警方接触很多 对他们的手段也是极为清楚 点了点 点了点头 陈战解释道 上一次神秘事件当中 我们虽然及时撤离现场 事后 我也没有留下任何尾巴 让警方抓住 但是 他们当中出了个能人 陈玉 依旧顺藤摸瓜 注意到了我 并且 派人暗中 将我的行踪调查了一遍 换句话来说 我的名字和照片 已经被警方见过一次了 末世裁局者 第五十六集 这一次 知道我没有在校的人很多 我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杀掉 所以 我恐怕会再次被警方注意 陈玉死女 甚至可能直接将我拘捕 配合调查 所以 陈战盯着崔林衡 说道 这次神秘事件之后 我们尽量少联系 你更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会主动和你通电话 闻言 崔林衡先是眉头一挑 因为他能够从陈战眼中 看出这个陈玉很强 即便是以陈战的自信和狂傲 都不得不慎重一待 心中 暗暗记下了这个名字 张哥 那我万一有什么紧急事情 怎么告诉你 当听到陈战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崔林衡眉头紧重 他同样明白陈战的顾忌 眼下 末世尚未来临 甚至整个华夏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末世即将来临 这还是个法治社会 政府和军方才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人 但是青龙帮现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随时有可能被灭 期间还要担心警方在高营村 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随时有可能 查到他和黑子的头上 到时候 因为他这边出了问题 影响了陈战的计划 那就不好了 经过这次神秘事件之后 崔林衡对陈战是相当的敬服 深信末世即将来临 所以 他现在丝毫不敢招惹陈战生气 因为 他对未来一无所知 跟着陈战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这次神秘事件当中 他带来的那些手下 大多数都表现得差强人意 甚至有几个更是毫无用处 反而在拖后腿 这让崔林衡很没有面子 他也知道 陈战恐怕已经心有不满了 只不过 这次神秘事件成功度过 陈战没有继续追求 所以 崔林衡现在不敢因为自己这边出了问题 而坏了陈战的计划 而听到崔林衡的询问 陈战瞬间便知道了他的担心 眉头微重 随即 双眼死死地盯着崔林衡 说道 阿恒 我现在能相信你吗 文言 崔林衡心中一颤 赶忙说道 战哥放心 经过这次十人族事件之后 我已经对你的话深信不疑 而且如果末世降临 跟着你才会有更好的出路吧 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怀疑战哥的话 以后我敢保证 绝对不会 看着崔林衡信实淡淡地说着 陈战不置可否 真正的忠心 还是要看以后的行动 任何人 他都不会彻底相信 当然 陈战并没有说 而是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简单地说一下 第三次神秘事件的事情 文言 崔林衡赶忙 支起了耳朵 面色认真 十五天后 第三次神秘事件将会爆发 出现的一族更难对付 陈战说到这儿 顿了一下 随后接着说道 至于爆发的地点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好的战哥 崔林衡自然知道 陈战对他是不太放心 所以 不会将第三次神秘世界的事情 完全告知他 他也没有太过在意 问道 战哥 那我 只需要熬过这十五天就可以了 点了点头 陈战接着说道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咱们每个星期联系一次 就在步行街的 两岸咖啡厅里 到时候 我会派人和你主动联系 闻言 崔林衡 点头同意 这个方法对于目前来说 是避开警方注意的最好办法 战哥 还有其他吩咐吗 我需要为第三次神秘事件 做什么准备吗 崔林衡主动门道 和先前相比 崔林衡 此时的态度 虽然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 陈战却能够敏锐地察觉到 崔林衡内心已然沉浮 当然陈战也知道 崔林衡这种人 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 将其压制 没有绝对的利益 让其心动 他以后 仍然不会老老实实 效忠自己 不过 他陈战却是有这种自信 一直让其臣服 效忠 这次神秘事件之前 你没有准备好的粮食 武器 都要全力去收集 我不想在末世来临之后 地下基地当中 什么都没有 提到崔林衡之前 做出的准备 陈战不由得 皱了皱眉头 说道 离末世爆发 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我再次提醒你 不要再敷衍我 要不然 看到目光阴沉下来的陈战 崔林衡赶忙保证道 战哥放心 我之前有所怀疑 所以办事不力 但是这次 我一定全力准备 即便是变卖青龙帮麾下的 所有财产 也不会耽误 筹集这些东西 陈战说道 最好是这样 即便是借高利贷 去银行贷款 也要准备齐全 这关乎着 咱们在末世当中 能否活下来 等到末世爆发 你们看中的钱 不过是一张张废纸 即便是擦定 都先个得慌 是 是 崔林衡慌惶 点头英雅 除此之外 你们在咱们ZB室内 找一个叫 邵小静的 女高中生 她现在大概 在16岁左右 唯一的特点 就是长得很漂亮 至于其他信息 我同样给不了 记住 找到之后 不要惊动她 暗中将其保护起来 这段时间 社会上 会动荡起来 我不想听到 她受伤的消息 提到邵小静的时候 陈战的双眼 不由的 微微眯起 认真嘱咐道 崔林衡 不知道邵小静是谁 对陈战有什么 特殊意义 她也没兴趣知道 但是她知道 按照陈战所说的 去做 就可以了 尤其是看到 陈战的认真的表情 崔林衡知道 这个女人 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战哥放心 一旦发现此女 我一定 派帮内 最精锐的弟子 保护她 崔林衡保证道 点了点头 陈战接着说道 至于最后一点 继续像上次那样 秘密训练 十个手下 只不过 我希望这次的选人 你不会让我失望 文言 崔林衡莫名的 心头一颤 赶忙答应下来 派着胸膛保证 陈战摆了摆手 无暇去听 崔林衡保证什么 而是看了一眼 后座躺着的黑子 看她已经不再疼痛 想必 药力 已经在其体内 完全发挥 嘴角微微一条 她很期待 黑子醒来后的实力 我先回笑了 有什么事 你自己看情况处理 说吧 陈战重新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拉开车门 静止离去 伴随着一道轰鸣声 崔林衡也是驾驶着面包车离去 与此同时 陈玉等人 已然从高盈村当中 走了出来 即便是已经吐了几回 胃里没有任何东西的张盈盈 再看到身旁这位庄家汉的无头尸体 以及已经被开膛破肚的凄惨模样 仍然再次跑到一旁 狂吐不止 要知道 张盈盈可是见惯凶杀案现场的警察 但是 她仍然无法接受高盈村 这修罗地狱一般的场景 入眼之处 哪里还有身体完整之人 有的 只有死尸 各种各样 被残忍杀害的死尸 鲜红色 充斥着整个高盈村 血腥味更是极为浓郁 迟迟不愿散去 陈队 全村一共 一百二十一人 全部身死 另外 发现七只奇怪的 人形生物 一位警员 面色沉重的上前报告 陈玉的脸色同样极为难看 听到汇报之后 更是瞳孔骤然一锁 一百多人的 特大刑事案件 而且 作案之人 手段极为残忍 这绝对是震惊全国 乃至世界的案件 深吸一口气 陈玉很快恢复了镇定 目光投向了一旁的 一具男性尸体 说道 奇怪的人形生物 就是 他们这样的吧 这是个小男孩 看起来 也就是几岁模样 如果单单看其面部 你会愤怒 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杀 凶手是多么 丧心病狂 但是视线下移的话 看着微微张开的胸膛 还有呢 构造奇怪的内服 以及腥红色的舌头 陈玉皱着眉头 心中想到 这是一种变异生物 很可能和上次 神秘事件当中 出现的那种凶手 来自同一世界 中央调查组 通过这两个月的研究 已经排除了很多可能 做出了一个 惊人的结论 这些奇异生物 很可能来自一个 未知世界 陈队 你怎么看 一旁面色凝重的蔡菊 终于忍不住 开口问道 立刻去查李央 陈宗旭 陈湛 这些人 不都是上次 神秘事件当中 被重点调查的对象吗 蔡菊 眉头一皱 问道 点了点头 陈宇说道 没错 种种迹象表明 这次的神秘事件 显然有人提前得知消息 并且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而上次的神秘事件 看似一切都属于巧合 但是 如果那一次 也是有人 早就料到呢 想到这儿 陈宇的瞳孔 微微一缩 能够料到一次神秘事件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自然也能够料到第二次 所以 这两次神秘事件当中 存活的那个人 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与此同时 一旁的张盈盈 也是终于缓过身来 有其无力的样子 让人看起来心生怜惜 而张盈盈听到 陈宇提到这些人 面色煞白的俏脸上 浮现沉思的神色 随即 秀眉一条 说道 陈队 你的意思是 这几个人当中 有人出现在 第二次神秘事件当中 点了点头 陈宇对张盈盈 能够看出这一点 丝毫不奇怪 通过这两个月的时间相处 她发现 张盈盈的能力很不错 即便是放在军中 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很多事情 她也许第一时间 没能看出来 但是 只要自己稍加点拨 她便能够 立刻反应过来 而一向高傲如小天鹅的张盈盈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同样对陈宇极为佩服 一个人能够负重五十斤 比她这个警校低女警花 还要多跑一圈 这根本就不是人好嘛 而且 陈宇也不过是 微微气喘而已 她张盈盈 却是累得瘫倒在地上 半天站不起来 这其中的差距 可想而知 况且 陈宇不仅仅体质上面 能够碾压她 办案能力 同样惊人 更可惜的是 这种女人 竟然还是个大美女 大大的美女 无论是身材 样貌 亦或者是气质 张盈盈都悲哀地发现 自己竟然都差上几分 这世上 竟然有这样的女人 陈妮玛就是个变态 好吧 最后 一向好强的张盈盈 不得不承认 自己被陈宇完败 怎么可能 这群人 不过是一群学生而已 蔡菊同样听懂了 陈宇和张盈盈话中的意思 但是 她仍然有些不可置信 学生怎么了 陈宇嘴角微微一挑 在她看来 即便是几岁的孩童 亦或者是 黏过花甲的老人 同样能够杀人 高盈村显然是再次 被神秘白雾笼罩之后 完全和外界断绝了联系 而这些变异生物 更是通过白雾 进入高盈村 然后猎杀人类 虽然暂时不知道 这次神秘事件 发生了多久 但是 看现场的战斗痕迹 时间显然不会短 这些变异生物 有足够的时间 杀死这里的所有的人 蔡菊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可能 会有人活下来 怎么不可能 上一次神秘事件当中 一样有人活了下来吧 陈宇反问道 但是 默示裁决者 第57集 蔡菊说道 现场这些 不属于高盈村的黑衣人 不仅配有枪支 甚至连手榴弹都有 背后的势力显然很大 高中生的话 是不是有些 蔡菊没有说话 但是 意思很明显 高中生的可能性很小 文言 陈宇神色一动 说道 案件当中出现的一切可能 都要算计进去 陈队 蔡菊 不管这群人当中 有没有人活下来 只要找到这些人背后的组织 本案一定会有巨大的突破 而此时的张盈盈 也是开口说道 点了点头 陈宇说道 没错 这些枪械 都是黑市当中贩卫的武器 这个势力 能够大规模购买枪械 甚至连手榴弹都能够搞到 恐怕 实力不弱 会是谁呢 蔡菊皱眉 脑海中不断裂过 本市有这个实力的势力 一定是本市本土的黑帮 张盈盈迅速做出判断 文言 蔡菊眼前一亮 当即转头 对身旁的警察 命令道 立刻去查本市的黑帮组织 着重调查 近期进行大规模 武器交易的帮派 是 很快 一位警员 转身离去 看着这名警员 离去的背影 陈宇那美丽而又深邃的 瞅然一缩 脑海当中 随之浮现一张面孔来 随起 他突然开口说道 立刻将高营村的 所有监控调出来 陈湛进入学校之后 第一节课 已经下课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 先去洗澡堂 将身上的血腥味洗去 而等他再次出来的时候 第二节课 也已经下课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来到了 十点十分 他清楚地记得 今天上午的课 好像已经结束 换句话来说 他现在根本就不用 再去上课了 顺着人流 陈湛回到自己的宿舍 而此时 宿舍当中 张一帆已经回来了 而且已经撸上了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 喜欢玩英雄联盟的人 对这款游戏的热爱程度 而且 他已经买了电车吧 想到张一帆已经买了电车 回来的速度肯定很快 陈湛心中了然 正想和张一帆打声招呼 结果张一帆却率先咆哮出声 妈的 这傻逼亚索 人家玩的好的叫东营剑客 你压的不会玩 还学人家耍酷 你妈 就是个托儿所 开局才五分钟 送了对面两个人头了 骂了个把子 显然 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游戏中的张一帆 并没有注意到 陈湛已经回来 见状 陈湛嘴角微微一条 并没有傻到 去打扰一个专心玩游戏的人 要不然 很有可能被骂个狗血淋头 剑豪啊 扫了一眼屏幕 看到这个熟悉的英雄 陈湛微微一笑 上一试 他同样对这个英雄极为熟悉 即便自己没有使用过 原因很简单 这个英雄的出场率极高 即便起方不选 对面也绝对会选 而且 剑豪玩的好的 叫敌方亚索 玩的不好的 叫启方亚索 这是常识 恐怕很多不玩英雄联盟的 都听过这句话 摇了摇头 陈湛没有在想这些 他现在 每天抓紧时间锻炼 修炼精神力 为末世的道来做准备 为一次又一次的神秘事件做准备 哪里有时间 去想其他 陈湛躺在床上 双眼微闭 已是睡去 一来 他真的很累 毕竟今天凌晨到现在 他都绷紧了精神 而且 和十人族之间的战斗 同样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 二来 陈湛在末世三年 早已经培养出了 躺下就睡的习惯 然而 就在陈湛刚刚入睡的时候 宿舍门再次打开 赵哥 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马林看着一夜未归的陈湛 出声问道 赶回来没多久 怎么了 今天上课的时候 没什么事吧 陈湛门道 说到上课 我不得不说 赵哥 你的运气是真的差呀 马林摇了摇头 看到 不是吧 我只是两节课没去 就被逮着了 是英语老师吧 想到上一世给他上课的那些老师 陈湛眉头一条 隐隐猜到了什么 没错 马林说道 英语老师点名啊 也是一决 将全班人数一数 然后对照名单人数 轻而易举的 查到去了一个人 然后 马林随后看向了杨帅的睡铺 脸上浮现愤怒的神色 怒哼一声 然后 老师让杨帅统计谁没到 结果 没想到杨帅竟然这么不讲义气 连一句帮你辩解的话都没有 很果断的 把你卖了 而且 而且什么 陈湛双眼微眯 虽然 他并不在意 在学校惹事 但是被一个人恶心到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英语老师很气愤 他说 第一次上课就不来 成何体统 然后 他就把这事 捅到了辅导员那里 然后 辅导员让我告诉你 你一回来 立刻去找他 马林很是无奈 说道 估计 是想要把你当成典型 傻意警百 撞到枪口上来 陈湛苦笑一声 然后起身 辅导员他还是不能太过得罪 毕竟 自己还要在这里 待半个月的时间呢 况且 辅导员可是有他姑姑的电话 如果这事 捅到了他姑姑那里 让姑姑担心 这可不是陈湛想要看到的 站哥 你这就去啊 看到陈湛起床 马林问道 对啊 早去 还能被处罚得轻点 陈湛耸了耸肩 然后打开宿舍门 准备离去 站哥 祝你好运 马林也是束手无策 放心吧 陈湛摆了摆手 静止离去 教学楼和老师的办公楼 离得不算太远 所以 陈湛很快 便是来到老师的办公楼前 不过 陈湛没有想到 竟然在这里 遇到了一个熟人 高林 陈湛 这是干什么去啊 看见陈湛之后 高林嘴角一挑 露出一抹细虐的忽度 问道 陈湛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直接从其身旁走过 哟哼 还挺拽 你这是去找辅导员吧 第一天上课都敢旷课 果然是没人管没人要的孩子 性子就是也 高林 高林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细虐地说着 看来 高林这家伙 还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 爷爷奶奶 已经死了吧 陈湛看着 在自己面前幸灾乐祸的高林 心中想到 随即 摇了摇头 说了四个字 可怜之人 你说什么 你他娘的再说一遍 陈湛这四个字 深深刺激了高林 当即奋斗起来 看到奋斗的高林 陈湛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说道 你算老几啊 你让我说我就说啊 那都没面子 不过 你们高家 还真是吃屎专业户啊 一个比一个嘴臭 我扯你们 高林张口就要开骂 结果看到 陈湛猛地扭过头 看上自己 那凌厉的眼神 让他心中一灵 倒嘴的脏话 硬生生地 咽了下去 随即意识到 自己这种表现太怂 当即冷笑出声 我看 你一会儿见了辅导员 还能不能这么狂妄 你这是要看我笑话 说着 陈湛嘴角微微一条 惊笑出声 道 那你可不能走 哼 放心 你不出来 我是不会走的 高林冷哼一声 说道 对了 上一次 你那个女朋友 叫什么来着 她还瞎着眼 和你在一起 陈湛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眉头一条 然后 饶有兴趣地问道 想到本来已经到手 快要骗上床的女朋友 被陈湛和孟诗兰两人气走 让她竹篮打水一场空 高林就心中烦门无比 双眼急于喷火地看着陈湛 而陈湛会怕高林 仿佛没有看到已经处于暴走边缘的高林 陈湛接着说道 看你这表情 想必那个女孩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陈湛 你不要太过分 高林双手紧握成拳 整张脸都气成了猪肝色 但是却迟迟不敢动手 看着高林那怂惑的样子 陈湛突然觉得很无趣 异性阑珊地摆了摆手 道 没那本事就别冲大一巴狼 搞笑 说完 陈湛头也不回地就静止离去 我 高林浑身发抖 双眼死死地盯着陈湛 等到陈湛走得远了 方才恶狠狠地说道 小张个屁 老子要是打得过你 一天非要撸你八面不可 陈湛不知道高林此时的想法 当他推开辅导员办公室的门时 整个办公室所有的目光 刷的一声 落在陈湛身上 然后 原本热闹的办公室 瞬间一静 感受着办公室的气氛 陈湛密之淡定 不是 迷之淡定 目光一扫 并没有看到蔡老师那狗壁 陈湛心中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并不害怕蔡老师 但是 却不想听到蔡老师 在旁边 避避个没完 林老师 你又漂亮了呢 陈湛吸皮笑脸的主动说道 你 林老师本来一脸寒霜 续豪气势 准备好好斥责陈湛一番 毕竟 第一天上课 竟然都敢逃课 这是要上天呢 以后还能管得了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陈湛竟然跟自己嬉皮笑脸 根本没有半点畏惧的样子 这让他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学生见了老师 不都应该战战兢兢吗 尤其是你还犯错了 如果是别人 也许会有所畏惧 毕竟 你还要在这个学校常年学习 在意你的档案 做出妥协和让步 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是 当一个人无所顾忌的时候呢 那他就几乎无所畏惧 陈湛此时显然就是这个状态 末世都要来了 什么学籍啊 学位证啊 声誉什么的 都不算事 你 你还有脸 跟我这嬉皮笑脸的 站好了 林老师再次摆出一副 严师的姿态 声音也是颇为严厉 知道不知道 自己发了什么错 林老师板着脸问道 点了点头 陈湛说道 林老师 恐怕现在整个学院的人 都知道我逃课的事了 我这个当事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什么意思 林老师秀眉一皱 显然听出了 陈湛 话中有话 林老师 你进入学校论坛里看看 现在最热的帖子 绝对是关于我逃课的 陈湛说道 林老师 这显然是有人 故意再给我难看 文言 林老师下意识地 想要打开学校论坛 看看究竟 但是随即想到了什么 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再次盯着陈湛 说道 你不要和我转移话题 即便有人想要让你难看 那也是你咎由自取 你要不犯错 别人会抓住你的小辫子 是是 林老师说的没错 我以后 绝对不会再旷课了 陈湛赶忙点头应试 摆出一副受教的模样 态度极稳诚恳 但是 林老师分明从陈湛眼神中 看出了淡定和不在意 见状 林老师下意识地 想要怒斥陈湛 但是随后 被陈湛那深邃 仿佛不可见底的眼神 所吸引 虽然很快收回心神 但是 却发现 怎么也生不起气来了 林老师 您就放心吧 我以后 绝对不会通宵打游戏了 耽误上课 耽误学习 耽误自己的青春 最关键的是 还让林老师为我的事 操劳生气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逃课 林老师 您别生气了 生气会让人 加速变老的 陈湛认真地说道 言语中 更是透露出 浓浓的关心 末世才学者 第五十八集 林老师文言一愣 自己什么都没说 陈湛巴唧巴唧 说了一大通 关键是 最后一句话 什么鬼啊 关心老师 林老师发现 自己竟然拿陈湛 没有招了 即便现在想要 再次汲举怒气 也是不可能 既然你知道错了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 英语老师很气愤 要求我严惩你 而且 如果像你所说 学校论坛 在讨论这事 那肯定 全校的师生 都在看着 如果不惩罚你 恐怕说不过去啊 林老师略做陈吟 随即 再次说道 这周 把你家长叫过来吧 请家长 陈湛文言 眉头猛的一皱 这绝不是 他愿意看到的事情 眼珠子一转 陈湛当即有了主意 看向林老师 说道 林老师 我这刚开学 就要请家长 传出去多不好 我倒是有个办法 堵住那些人的嘴 哦 你能有什么办法 林老师也不是 非要让陈湛请家长 毕竟 陶克 在大学司空见惯 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刚刚说那话 也是想让陈湛 长点记性 林老师 咱们学校下周 要举行运动会吧 陈湛问道 没错 怎么了 你的办法 不会和运动会 扯上关系吧 说着 林老师本来平放的双腿 交叉蹭在了一起 陈湛可是极为敏感的一个人 精神力强大的他 别人哪怕一个 不起眼的小动作 他都能够 看得清楚 所以 他瞬间便是注意到了 林老师的两条大长腿 陈湛很不争气的 咽了口唾沫 实在是因为 林老师的两条大长腿 笔直圆润 煞是诱人 尤其是 今天还套了黑丝 更嫌诱惑 不过还好 陈湛的反应很快 在林老师发现之前 瞬间移开了目光 然后 一本正经地说道 当然能够扯上关系 林老师 在运动会上 得到好的名次 是不是学校的荣誉 陈湛问道 点了点头 林老师隐约间猜到 陈湛想要说什么了 所以 如果我能够在运动会上 拿上几个运动项目的第一 咱们学院 就会得到相应的荣誉 林老师 也会备有面子不是 到时候 那些人的嘴 不就堵上了 陈湛说道 呃 林老师张了张小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林老师 您觉得 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陈湛看着林老师那 粉红娇嫩的小嘴 不由的 瞳孔一缩 为了转移注意力 连忙开口问道 主意不错 关键是 你有把握拿下第一吗 据我所知 咱们学校的学生 有不少 在运动方面 极为出色的运动员的 林老师回答道 林老师 如果我没有得到第一 您到时候 再惩罚我 也不迟啊 陈湛轻笑一声 一群大学生而已 难道 还能对他造成威胁 笑话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那就再相信你一次 林老师最后 犹豫了一下 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先走了 林老师再见 陈湛随后说道 他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因为那个傻逼蔡老师 随时有可能回来 啊 再见 林老师点了点头 说道 而等到陈湛消失在门口时 林老师方才反应过来 自己本来打算 好好训斥一番陈湛的 结果 怎么会是这样 他突然发现 自己和陈湛的谈话当中 好像主动权都在陈湛那边 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林老师发现 自己这个学生 还真有些不同呢 陈湛并不知道 林老师此时在想什么 他刚刚走出办公室 便是碰到了 急匆匆赶来的蔡老师 哼 这不是蔡老师吗 这是赶着投胎 不是 这么着急 干啥去啊 陈湛知道 这位蔡老师肯定是听到了 自己来办公室的风声了 着急忙慌地赶来 显然是想再次教训自己一次 你 蔡老师听到陈湛说错话 当即面色一怒 陈湛显然是故意的 哼 第一天上课就旷课 你还真是 蔡老师很快调整好了情绪 冷哼一声 用手指着陈湛的鼻子准备开骂 结果陈湛打了个哈 然后静止转身离去 还不忘冲着蔡老师 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 说道 昨天通宵 困得不行 我先去睡会儿 蔡老师 咱们回头见 你 此时的蔡老师 面色瞬间阴沉无比 仿佛坠入冰窖一般 看着陈湛离去的背影 气得浑身发抖 最后恶狠狠地骂道 废物 陈湛刚刚走出办公楼 便是看到 站在一旁的高林 显然 这家伙 等着看自己笑话呢 轻笑一声 陈湛不懈地 瞥了一眼高林 说道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并没有受到 任何的处罚 对了 蔡老师也是你通知的吧 可惜啊 她没来得及赶上 不可能 英语老师都直接 搞到林老师那里了 怎么可能不处罚你 高林一脸地不相信 信不信有你 陈湛耸了耸肩 然后静止离去 你 高林怒火中烧 他可是在这里 等了那么久 为的就是 看一看 陈湛狼狈的模样 顺便 讽刺挖苦一番 结果呢 尼玛 自己却憋了一肚子气 与此同时 警局中 陈玉已经将注意力 完全放到了 陈湛的照片上 陈队 这个叫陈湛的家伙 是个大一新生 但是在今天开学的时候 却并不在学校 根据调查 他昨天晚上 就已经不在学校了 而且 第二次神秘事件 刚刚结束两个多小时 他便重新出现在了学校 一位警员 将关于陈湛的调查资料 递了过来 一旁的张盈盈 秀眉一簇 接过这份 关于陈湛的资料 看向陈玉 说道 陈队 从SL大学到高营村 差不多 也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此人很有嫌疑 张盈盈眼神当中 隐隐透着兴奋 继续说道 因让我们调查的 另外几个人 都没有可疑之处 只有这个陈湛 说着 张盈盈对陈玉 愈发地敬佩起来 要知道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是陈玉提出 调查陈湛等人 结果 真的让他们 发现了其中的 可疑之人 陈玉面色不变 仿佛一切都在 意料之中一样 从张盈盈手中 接过关于陈湛的资料 一目十行 迅速 将陈湛的资料 再次看了一遍 然后 扔到一旁的桌子上 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 我亲眼在风阵 看见过此人 你怎么想 什么 张盈盈瞳孔骤然放大 随即眼前一亮 翘脸激动地说道 陈对 那这个陈湛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啊 凶手 陈玉摇了摇头 说道 这种事情 还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不能盖棺定论 说她是凶手 就算是不能称之为凶手 那也和她脱不了干系 陈队 我认为 应该立刻将其拘捕 张盈盈随即面色一正 说道 只有将她拘捕 咱们才能得到想要的信息 是吗 陈宇眉头微皱 随即摇了摇头 说道 我看未必 什么意思 张盈盈显然没想到 陈玉会不同意 拘捕陈战 急忙问道 此人能够隐藏这么深 心性必然极为坚韧 寻常的手段 根本无法逼问出 咱们想要的信息 摇了摇头 陈玉简单解释道 那咱们怎么办 继续等 张盈盈显然不明白 陈宇想要干什么 面色一急 问道 如果还有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神秘事件 岂不是 要死上更多的人 就是因为很可能 存在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神秘事件 我们才不能贸然将它抓捕 陈宇看向张盈盈 说道 为什么 张盈盈先是不解 随即眉头一挑 想明白了陈宇的打算 问道 陈队 你是担心 咱们贸然将它抓捕 不仅得不到想要的消息 还很有可能 打草惊蛇 点了点头 陈宇说道 没错 通过这两次神秘事件 可以看出 此人并不想让咱们 政府察觉到它的存在 既然如此 咱们就不要打草惊蛇 暗中跟踪它 即便它不告诉咱们 第三次神秘事件 爆发的时间和地点 咱们也能知道 只不过 可能要晚些知道 告诉警局所有人 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不准再出现上次那种 拓拓拉拉的局面 要不然 直接搁置 是 张盈盈点头应试 不过 他显然还是不打算放过陈队 说道 这个陈队 为什么不愿意 和咱们政府合作 他既然知道 神秘事件爆发的 时间和地点 为何不让那些 无辜民众提前离开 难道他眼睁睁的 看着那些 无辜的民众被杀 心里没有一点愧疚吗 要我说 这种人 杀了都不为过 张盈盈越说越气 政府的力量 岂不是比他找的 那些黑帮更强大 张盈盈紧默成全 恶狠狠地说道 这家伙 我早晚都不会放过他 而陈寓却是再次摇了摇头 说道 你想的太简单了 这两次的神秘事件 本就充满了诡异 陈湛这么做 显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他能有什么打算 张盈盈显然很生气 说道 我看 他就是个变态 冷血动物 即便他是变态 冷血动物 咱们依旧不能冒险去动它 陈寓接着说道 盈盈 神秘事件 可不仅仅发生在咱们ZB市 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 都在发生 如果这个陈湛 真的能够知道 下次神秘事件 爆发的地点和时间 那它的价值之大 可想而知 全国多少人的性命 被他掌握 陈寓说道 正是由于这件事 牵涉甚广 所以 咱们必须将此人 摆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去谈判 而不是行刑逼供 张盈盈同样知晓 全国各地 都在发生神秘事件 但是 让他像一个嫌疑犯低头 他还是有些别扭 心中不情愿 他明白陈寓的担心 一旦陈湛和他们 鱼死网破 打死不说出 下次神秘事件 爆发的时间和地点 那么损失可想而知 但是 身为警察 他第一次遇到 这种憋屈的情况 他很不爽 相比较与张盈盈 陈宇倒是 面色平静许多 看着张盈盈 满脸的不甘之色 他再次出言 彻底打碎了 张盈盈的侥幸 别以为你的那些 逼供手段 能够让所有人屈服 我都有把握 熬过 比你们警局 更变态的逼供手段 所以 咱们只能暗中跟踪 即便很不甘 但是张盈盈 不愧是一名优秀的警察 压住着内心的愤怒 说道 陈队说得对 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我这就去 安排跟踪的事情 摆了摆手 陈宇目光一转 望向 SL大学所在的方向 说道 咱们两个亲自去 文言 张盈盈神色一愣 张了张嘴 最后什么也没说 陈湛回到宿舍之后 便是重新回归到了正常生活 每天早上锻炼 上课 修炼虚空诀 有条不紊 享受着属于末世前 最后的安静祥和的时光 不过 陈湛目光微微瞥了一眼身后 嘴角一挑 说道 跟踪技术倒是不错 如果不是我经历过三年末世生涯 警觉性极高 恐怕还真的察觉不到 你们的跟踪 摇了摇头 陈湛 并没有去揪出身后的两个人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不动声色地 继续跑步 不过 精神力 却是从其眉心处 悄然涌出 末世才学者 第五十九集 陈湛从被跟踪的第一天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是 一直没有事使用精神力 探测身后跟踪自己的人 不过 今天 他打算这般做 因为他的精神力 已经修炼到了 虚空觉的小城之境 这也就预示着 他的精神力 能够外放 探测方圆十丈以内的 任何东西 包括人 虚空之中 有着奇异的波动产生 陈湛的精神力 以一种奇异的方式 将方圆十丈以内的 任何东西笼罩起来 甚至连昆虫爬动的姿势 都能够看清 陈欲 当脑海中 出现一个高挑干练的女生时 陈湛忍不住嘴角一挑 说道 看来 他已经猜到了什么 不愧是上一世 ZB是第一强者 陈湛上一世 在末世前期 默默无闻 但是陈欲不是 他是一个 在末世爆发之后 就开始展露头角 名养整个ZB市的大人物 陈湛有幸 见过此女一面 对她颇有印象 你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第三次的神秘事件 就爆发在SL大学吧 陈湛略做思索 便是猜出了陈欲的目的 不过 他这次 不准备出校 而且 陈湛知晓 他们在跟踪自己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已经暴露 这就给了陈湛 甩掉他们的机会 当然 这个机会 陈湛并不准备 现在使用 看来 我要尽快找个 何时人选 来和村林恒 进行联系了 陈湛不慌不忙 他早已经料到 现在这个局面 会出现 所以 提前和崔林恒说好 断绝了一切 警方可以监听 监视到的联系方式 当然 他现在要尽快 确定下来 前往两岸咖啡厅 和崔林恒 定期联系的人 脑海中浮现 一个人的身影 沉沾目光一凝 随即说道 马林 只能是你了 马林是他的兄弟 而且 现在离末世爆发 已经不足一个月了 也是时候 告诉马林 关于末世的事情了 也让马林 有所准备 当然 想让一个生活在 和平年代的人 相信 末世不久 即将爆发 还是很有难度的 所以 陈湛还要想一想 怎么才能让 马林相信自己 并且 帮他传递消息 随后 陈湛又是按照 往常的习惯 绕着操场 跑了三十圈 然后进行肌肉锻炼 最后 方才离开 为了节省时间 陈湛上课的时候 也在修炼 虚空诀 对他来说 何处都可修炼 唯有心境即可 况且 现在又不是修炼的 关键时刻 倒也不怕别人打扰 一天的时间 眨眼急过 晚饭的时候 宿舍的人 都在食堂就餐 一直找机会 和马林单聊的陈湛 当即 眼前一亮 拉着马林 将饭带到了宿舍内 马林这家伙 也看出了 陈湛有事要说 但是 想到自己今天和社友 约好一起打牌位 便赶紧说道 湛哥 怎么了 我这边 还约了一番他们 打游戏呢 文言 陈湛眼中闪过一抹精猛 不过 陈湛并没有直接去欠 马林解路 因为 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让马林相信 末世即将降临 到时候 即便陈湛不说 马林这家伙 也绝对会 自觉解路 林子 你知道 为什么我当初 非要参加 宋雨山的聚会吗 还有 前几天 我为何夜不归宿 甚至错过了 第一天上午的音乐课吗 陈湛盯着马林 面色凝重地问道 文言 马林皱起了眉头 略做思索 问道 难道 还有什么情况不成 点了点头 陈湛解释道 因为 末世就要来了 陈湛说完之后 便做好被马林 变做好被马林 吃笑的准备 然而 马林非但没有 对他的话嗤之以鼻 反而瞪大了眼睛 面色激动地反问道 这个 你也认为 末世就要来临了 嗯 文言 陈湛反倒愣了愣 显然没想到 马林竟然会有 如此疑问 当即说道 我的确认为 末世就要来临了 但是你这话的意思 难道有人 给你说过 类似的事情 随后 马林在陈湛 惊诧的目光中 点了点头 见状 陈湛突然脑海中 浮现一个人 当即眼前一亮 说道 难道是 马浩翔 文言 马林赶忙点了点头 说道 没错 就是他 战哥 也是他给你说的 这件事 摇了摇头 陈湛说道 不是 陈湛上一世 也只是和宿舍的人 相处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彼此之间不是特别熟悉 他只知道 马浩翔这个人 是死宅 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 没想到 马浩翔此人 竟然相信末世 而且 看样子 还即将说服马林 林子 马浩翔是怎么跟你说的 陈湛饶有兴趣的询问道 随即 马林便是将 马浩翔这段时间 和自己说的 关于末世相关的话 复述给了陈湛 片刻后 陈湛眼中精芒闪烁 没想到 马浩翔竟然是从网上得知的神秘事件 然后 经过自己的推理分析 最后得出末世即将到来的论调 这个 前几天 马浩翔跟我说 高营村 发生了神秘事件 死了一百多人 这事 是真还是假 马林问道 陈湛点了点头 道 这事 这事是真的 这事是真的 因为当时 我就在现场 什么 马林瞪大了眼睛 仿佛第一次认识陈湛一般 高营村的这次神秘事件 一共发生了六个小时 死了一百多人 政府及时封锁了消息 马浩翔是怎么知道的 陈湛现在倒是对这个马浩翔 颇为感兴趣 马浩翔这家伙 这些天啊 跟疯了似的 一直盯着手机和电脑 不停地刷着相关信息 这些帖子 出现在网站上几分钟的时间 便会被删除 但是 他仍然将这些信息截屏下来 马林说着 要不然 我只是先说一说 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哦 看来马浩翔 的确知道不少东西 陈湛点了点头 面露了然之色 张哥 你 马林突然变得结结巴巴起来 林子 我跟你说这事 就是把你当哥们 你有什么 尽管问 陈湛显然是看出了 马林的顾虑 当起摆了摆手 说道 文言 马林方才小心地问道 张哥 你参与了高营村发生的神秘事件 点了点头 真战随后将高营村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向马林说了一遍 张哥 你和青龙帮这种黑帮有关联 马林这家伙的关注点竟然是这个 不过 随即想到 马林这家伙是习武之人 而且 平日里就喜欢那种打打杀杀的场面 对那种生活颇为向往 陈湛点了点头 说道 青龙帮的老大 现在和我是兄弟 你嘛 真假 马林问道 就是 那个横哥吗 点了点头 陈湛说道 自从第一次神秘事件当中 青龙帮的帮主被杀 这位被我救下的横哥 就成了青龙帮现任帮主 接着 陈湛又将第一次神秘事件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那岂不是说 环英老师他们 都死了 马林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 不可置信 点了点头 陈湛说道 除了我和阿衡 无一幸免 包括高营村事件 只有我 阿衡 以及黑子三人 其他人 也全部被杀 马林半赏 方才缓过身来 因为陈湛说的轻松 但是话语中 却是有近两百人死去 这可都是鲜活的生命啊 即便胆大如他 此时 也心头发颤 拍了拍马林的肩膀 陈湛鼓励道 林子 这只是 末世爆发的前兆而已 等到末世爆发之后 死的人将会更多 畏惧 只会让人死得更快 畏惧 谁说我害怕了 马林当即摆了摆手 说道 放心吧 詹哥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 你说的那些 但是 也能够想象 说完 马林脸上 竟是涌现兴奋之色 主动问道 赵哥 你是怎么知道 末世即将到来的 还有啊 末世爆发后 是不是丧尸的天下 呃 陈湛青小医生 说道 林子 你压得是不是 末世文看多了呀 最近的确是在看 末世争雄 你还别说 里面描写的 很黄很暴力 各种背叛 看得我 想亲身经历一下 末世世界了 马林说道 末世当中 不一定就是丧尸的天下 你要是想看小说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本 末世裁决者 这本书 很贴近即将到来的 末世世界 陈湛摆了摆手 随即接着说道 至于我怎么知道 末世即将来临 说起来 你可能不太相信 自从保质院的前一天开始 我只要一睡觉 满脑子都是关于各种画面 刚开始啊 我还不信 但是 当第一次神秘事件发生之后 我便彻底信了 也因此 我参加了第二次神秘事件 相信末世即将来临 陈湛摆并没有说实话 事实上 他重生而来的秘密 不准备告诉任何人 马林这家伙 对陈湛的话 深信不疑 即便陈湛这个理由 听起来 有些糙蛋 他仍然信了 湛哥 刚刚听你说 找人去步行街的两岸咖啡厅 联系横哥 马林倒也聪明 瞬间猜到了 陈湛 今日找他的目的 问道 是不是要让我去 没错 陈湛点头说道 好的 没问题 马林直接毫不犹豫的 答应了下来 对他来说 陈湛能够告诉他这些事情 已经是极大的信任 如今 更是让自己传递消息 显然 是真的 把自己当成了兄弟 陈湛早就料到了 马林会答应此事 马林是那种 只要你把他当兄弟 他绝对不会背叛的人 后天 就是陈湛和崔灵衡 约定见面的日子 陈湛将自己被监视的事情 告诉了马林 嘱咐他 行动一定要小心 马林点头答应 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爸妈 陈湛嘱咐道 点了点头 马林明白陈湛的意思 毫不犹豫的 答应了下来 而且 如果让他父母 知道他接触黑帮 恐怕直接杀过来 把他拎回家了 两人商量完毕 然后开始吃饭 随后 马浩翔等人 纷纷回到了宿舍 陈湛自己 都没想到 能够如此顺利的 将马林说服 不过 想到马林的性格 陈湛 但倒是没有怀疑什么 第二天 看到陈湛起床 马林也是醒来 然后迅速穿衣 马林这家伙 自从来到大学之后 每天都通宵玩游戏 早上根本起不来 更别说 陈湛跑步了 但是 自从昨天听到 陈湛所说的 末世论之后 便停止了玩游戏 今天一大早 也起床 陈湛开始跑步了 因为陈湛说了 末世当中 实力为尊 这不正是 马林向往的世界吗 只不过 他现在的实力 实在不强 所以 必须抓紧时间训练才行 然而 让马林没想到的是 他好不容易 起床一次 陈湛一起跑步 结果 却在操场上 看到了一个人 确切地说 是一位美女 孟世兰 马林面色佩服地 看着陈湛 说道 湛哥 肯定是找你的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先撤了 末世财学者 第六十集 说完 马林直接朝着 四体所在的方向跑去 陈湛点了点头 随后 快步来到了 孟世兰的身旁 轻笑着说道 孟女神 你也在跑步 真的好巧啊 一起跑 不得不说 孟世兰很漂亮 大早上 看见这么个 娇滴滴的美人 尊尊感觉 自己的心情 也是美丽许多 哼 谁和你一起跑 孟世兰显然很气愤 看着面带笑容的陈湛 心头更是生气 说道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不容易 我是不是 应该感觉到荣幸啊 看到家人气愤 陈湛黑黑一笑 说道 孟女神 小生巴不得 和你天天在一起呢 怎么会忘了你呢 这样吧 为了不让我的女神生气 小生今天 就交给孟女神处置了 如何 说着 陈湛目光 掠过焦师兰 那娇嫩的身躯上 眼神深处 闪过一抹精芒 孟世兰显然没有注意到 陈湛眼底 闪烁着色欲的光芒 她并不是真的生气 只是 想要引起陈湛的注意而已 看看自己在陈湛心中 分量如何 哦 你说的是真的 此时听到陈湛的话 当即 眉头一条 眉眸眨了眨 问道 我已经惹了孟女神 怎么还敢骗你啊 陈湛保证道 放心吧 我说一不二 好 那上午上完课之后 陪我去买条哈士奇吧 孟世兰也没有废话 当即开口说道 哈士奇 据我所知 宿舍内 是不让养宠物的吧 陈湛眉头一条 显然没有想到 孟世兰 竟然会提出这个要求 放心吧 我已经搬出宿舍了 孟世兰摆了摆手 说道 现在在北郊的一座别墅居住 别墅 即便是一陈湛的新星 听到这两个字 仍然不由得嘴角一条 虽然 她在末世当中 见惯了富豪 也同样享受过 那个世界最顶级的待遇 但是 现实生活中 她仍然是个屌丝 是个穷人 此时 听到孟世兰 竟然住进了别墅 不由得 心中有些亚然 虽然她对孟世兰的家世 有所了解 得知 孟世兰的父亲 是在整个S省 数一数二的巨商 即便是在整个华夏 都排得上名号 但是 在大一的时候 家里便是给她 配了一套别墅 这等手笔 实在是让人震撼 我爸爸 非要让我住别墅 还特意从家里 给我调派过来了 两个保姆 和四个保镖 孟世兰随口解释道 仿佛 在她眼中 这些事情 都是司空见惯 甚至有些排斥 如果陈战 只是个普通大学生 听到这句话 肯定会羞愧不已 心里受到一万点的伤害 甚至连继续接触 孟世兰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 陈战是谁 上一世 她也曾纵横滑下 什么没见过 世兰 你每个月的零花钱 多少 陈战绕有兴趣地问道 他的确想知道 富家子女 每个月的零花钱 到底有多少 二十万 怎么了 孟世兰这女人 显然没有什么心眼 更没有注意到 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 明面上 只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自然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话 有没有伤到她的自尊心 或者说 在孟世兰心中 陈战已经被她摆在了 同一个位置上 二十万 陈战这次直接嘴角一抽 你嘛 她和妹妹 以及姑姑一家 五年的总收入 也就二十万吧 结果 只是孟世兰 一个月的零花钱而已 即便是一座别墅 也不过是 几个月的零花钱 就能买得起了吧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 收复崔林衡 费尽心机 方才让她信服自己 老老实实地 为自己准备 漠视需要的物资和武器 再想一想 孟家那恐怖的财力 陈战就觉得 自己弱得一逼 哭笑一声 自己还真是没事找刺激 深吸一口气 陈战赶紧转移话题 道 世兰 你是想在别墅养宠物 孟世兰点了点头 说道 对啊 别墅那么大 只有那么几个人 实在是无趣的很 文言 陈战双眼 微微眯起 漠视爆发时 最危险的 其实并不是那些 易变者 而是那些 变异兽 也许 他们在漠视爆发前 都是家养的宠物 很是乖巧 但是 漠视爆发后 这些原本温顺的小动物 眼里只有食物和猎食 人类 不仅血肉鲜美 力量也是极为薄弱 绝对是这些 变异兽 猎杀的最佳对象 而且 动物变为变异兽的概率 高达90% 比只人类 变成易变质的概率 还要高出 百分之四十 这是何等恐怖的概率 想到这儿 陈湛眉头皱得更紧了 而一旁的孟诗兰 看到陈湛眉头皱起 以为陈湛反悔了 当即问道 怎么了 陈湛 你不会是 不想陪我去买哈石茄了吧 闻一言 陈湛知道 孟诗兰是误会了 当即摆了摆手 解释道 放心吧 能够陪孟女神逛街 不知道 有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我怎么会不同意 哼 知道就好 我就不耽误你锻炼了 一会儿 锻炼完 一起吃早餐 然后 上完课 再一起去逛街 孟诗兰显然是早有计划 恩呐 陈湛点头应是 随后 抓紧跑步去了 锻炼贵在坚持 他不喜欢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相比较于一个好的体质 美女什么的都可以暂且放到一边 因为末世当中 实力为尊 美貌只会带来无穷的祸患 而远处的马林 看着陈湛和孟诗兰 有说有笑的画面 不由得一脸苦涩 摇头感叹道 老子怎么这么帅 说好的 上大学一起泡妞 结果呢 湛哥已经有女神倒追了 我他娘的 竟然还沉迷于打游戏 连女生的小手都没牵过 马林满脸苦逼的 转身离开 继续看下去 他害怕 自己找棵树撞死 很快 陈湛便是锻炼完毕 刚开始啊 孟诗兰看着陈湛 枯燥的跑圈 身色有些不耐 不过 随后 他就震惊地捂着小嘴 说不出话来 因为 陈湛的体力实在是惊人 不仅绕着操场跑了三十圈 而且 还做了那么多 引体向上一类的锻炼 即便是家里的那些保镖 运动量也达不到这么大吧 更关键的是 陈湛停止锻炼之后 也只是微微喘气 额头冒出一些细密的汗珠而已 孟诗兰没有询问陈湛 关于体力的事情 只是感觉到陈湛这个人 愈发的神秘了 既然孟诗兰没有问 陈湛也就懒得解释了 随后 陪着孟女神一起共进早餐 由于八点要上课 所以 很多人 七点多 就已经起床来餐厅 吃早餐了 林扬 一个纯屌丝 平时还很懒 今天好不容易早起一回 准备吃个早饭 结果却看到 自己做梦都会梦到的女神 再陪一个男生 有说有笑的 吃着早饭 你妈 这男的是谁啊 竟然俘获了我女神的芳心 林扬很是气愤 哀好了一句 随起掏出手机 拍了照片 随后 发到了贴吧和论坛里 这不是 那个之前和孟女神 传出绯闻的男生吧 我来个惨 我的娘呢还以为 孟女神早就把她给甩了呢 谁能告诉我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吧 旧情复燃 我现在就想知道 这男的是谁 这么牛逼 老子要取经 看见取经 老子想歪了 还以为碰到了个gay 原谅纯洁的我 楼上老司机啊 开车了 尼玛 楼歪了 贴吧里 林扬发的这个帖子 瞬间火了 或者说 陈战和孟诗兰两人 再次火了 感受着来自四周 奇怪的目光 还有不停的议论声 陈战很快 从马林那里得知 他又在贴吧火了一把 轻笑一声 魂不在意 上完课 他便到了和孟诗兰约好的地方 然后一起去买哈士奇去了 说句实话 陈战不太喜欢哈士奇 这种狗很怂 甚至连个猫都害怕 当然 如果主人在一旁 他还是会苟障人士的 而且 哈士奇很能吃 有吃的 就是娘 就能跟你走 二哈的名头 不是白叫的 不过 谁让咱们的孟女神喜欢呢 陪孟诗兰买完哈士奇 两人便是 前往了孟诗兰所在的别墅 别墅不大 但是 盛在精致 小巧 进入其中 更是感觉 兴晃神怡 布置得很别致 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陈战摇了摇头 心中感叹 就是比自己家 那瓦房 要舒服得多 陈战 我家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布置的 可以吗 看得出来 孟诗兰很喜欢这个地方 陈战没想到 这里的设计 竟然是出自于孟诗兰之手 不得不说 很漂亮 没想到 孟女神不仅长得好看 园林设计功底 也这么强 陈战这句话很诚恳 发自内心的赞誉孟诗兰 那是 我可是孟诗兰 孟诗兰很是傲娇的说道 很快 孟诗兰便领着陈战 将别墅的外围 全部看了一遍 然后 方才走进别墅里面 如果说 别墅外的设计 别去一格 很是精巧 那么 别墅里 则是给人一种 家的温暖 伴随着孟诗兰的介绍 陈战也是对这栋别墅 有了大致的了解 这是我的卧室 很快 陈战和孟诗兰两人 便是来到了二楼 来到了孟诗兰的闺房前 哦 文言 陈战嘴角微微一条 说道 孟女神 不带我去 参观参观 陈战幻想着 能够看到孟诗兰 私密的一些物品 比如说 粉红色的 蕾丝编的 当然 还可以 有一些情绪的 陈战对于视觉享受 还是很看重的 不挑 然而 听到陈战的要求 孟诗兰俏脸羞红一片 随起 摇头拒绝了陈战的请求 而与此同时 在孟诗兰怀里 待着的哈士奇 仿佛是炫耀一般 爪子 竟是放在了 孟诗兰的胸前 狗脸 更是朝着陈战 你妈 陈战瞪大了眼睛 骂道 死狗 看着这条哈士奇 那丝眯眯的样子 陈战心中 郁闷 而且气愤 你妈 自己竟然被一只狗 给气着了 不过 正当陈战准备 眼不见为敬 不理这只哈士奇的时候 却突然 眉头一条 这条狗的智商 这么高 末世爆发后 会出现很多变异兽 其中一些智商很高的狗 就能够克服自己的杀心 继续听从于原来主人的命令 要想出现这种听话的变异兽 必须满足三个要求 第一 智商很高 这点 哈士奇倒是满足条件 第二 和主人的关系很好 看到哈士奇 继续往孟诗兰的怀里钻 陈战咬了咬牙 压住心中的郁闷 看着一人一狗这般亲密 也勉强算得上 关系不错 第三 意志力坚强 对于第三点 这条哈士奇 能够满足吗 陈战咬了摇头 要知道 哈士奇 可是狗界的三傻之一 谁给东西就跟谁走 典型的有奶便是娘 这样的狗 意志力显然极弱 摇了摇头 真正想着 一定要在末世爆发的时候 想办法 让孟诗兰离开这群狗 要不然 太危险了 末世财学者 第六十一集 陈战 陈战 陪我去三楼吧 那里 有我给他准备的小窝 孟诗兰显然不知道 陈战在想什么 疼爱的摸了摸 哈士奇的头 然后静止走向三楼 闻言 陈战自然无有不可 紧跟其后 只不过 陈战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再次大饱了眼福 孟诗兰的身材很好 标准的黄金比例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 尤其是 现在是夏天 天气炎热 孟诗兰衣着单薄 更能够完美地呈现出 孟诗兰的身材 当然 这一切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在陈战前方 不断晃动着的 挺翘无始 不同于那些后面 特别大的女人 孟诗兰后面 看起来极为协调 尤其是现在 孟诗兰在爬楼 让后面跟着的陈战 从斜下方 完美地看到了那里 晃动着 陈战不争气地 咽了口唾沫 然后不自觉地 催动了精神力 包裹着那里的衣服 由于质量很好 所以很自然地 和孟诗兰那里 不停地摩擦着 振战催动着精神力的情况下 视线仿佛变得锐利起来 甚至连听力 都变得极为恐怖 他能清晰地 看到孟诗兰在爬楼时 后面在晃动 震颤着 那种颤动的高频率 以及细微的颤动幅度 无不显示着 孟诗兰那里的滑腻 和弹性十足 陈战的腹中不由得 升起一鼓鼓邪火 还好 两人很快便是来到了三楼 要不然 陈战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压制 自己小腹处 那处想要造反的浴火 突然 三楼的一间房队 响起了狗吠声 随之响起一大片狗吠声 甚至于 孟诗兰怀中的大王 都是不停地叫着 这是 臣战眉头一皱 甚至连注意力 都是被这么多狗叫声吸引 孟诗兰没有解释 而是缓缓打开了房门 这么多狗狗 陈战瞳孔骤然一缩 显然没有想到 整个别墅的三楼 竟然完全是狗狗的天堂 入眼之处 是各个品种的狗狗 如果这些狗狗 全部变成变异兽 恐怕 自己在这里 也绝对 要死无葬身之地吧 陈战心中再次告诫自己一句 一定要在末世爆发的时候 让孟诗兰离开这群狗狗 这群狗狗都是我养的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我很有爱心 孟诗兰看到陈战惊讶的表情 不由得感觉很自豪 陈战心中苦笑一声 如果你知道末世中 那些变异兽的恐怖 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吧 很快 这群狗狗便围了上来 显然 对自己的妈妈 很是亲密 看着已经和这群狗狗 玩耍在一起的孟诗兰 陈战则使目光 扫视着每一只狗狗 希望能够 找到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狗狗 结果他很是失望地发现 没有一只狗狗 能够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也就是说 没有一只狗狗 能够成为 听从人类命令的变异兽 当两人离开狗舍的时候 陈战开口问道 世兰 整个别墅的三楼 都是用来养狗狗的 点了点头 孟诗兰说道 没错啊 要不然 让他们在别墅里跑 不太好 家里会很乱的 就这样 我还需要 两个保姆姐姐 帮我照顾这群狗狗呢 要不然 我自己能累死 将一座别墅的三楼 全部作为狗舍 而且 还有两个专人 为他们服务 世兰啊 你可真够奢侈的 陈战砸了砸舌 说道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孟诗兰问道 哪句话 陈战问道 有钱人任性 有钱的女人 更加任性 孟诗兰很是骄傲地说道 呃 你赢了 陈战一时无语 不知道该说什么 谁让别人有钱呢 世兰 你给狗狗 起好名字没有 陈战转移话题 看着 继续窝在 孟诗兰怀里的 哈士奇 问道 名字 没有呢 要不 你来起一个 孟诗兰颇为期待地 看着陈战 我来起 陈战略作思索 随即说道 这只哈士奇 长得还挺威武霸气 那就 叫大王吧 大王吧 孟诗兰文言一愣 听到孟诗兰 重复了一遍名字 陈战瞬间知道 他误会了 失笑一声 说道 大王 如果给他起个 大王八的名字 这只狗 估计见我一次 咬我一次 哈哈 孟诗兰轻笑出声 随即 抚摸着哈士奇 说道 大王 这个名字 你喜欢吗 汪汪 这只哈士奇 兴奋地叫了两声 看来 是喜欢了 孟诗兰高兴地叫道 大王 随后 两人带着大王 在孟诗兰的家里 吃了中午饭 然后 下午一起去上课 看到两人一起上课 在别人眼中 两人的关系 愈发地暧昧了 贴吧里已经传风了 陈湛此人 也成了彻彻底底的名人 学校里 只要玩贴吧的人 基本上 没有不认识陈湛的 因此 陈湛上课的时候 总会有很多人 盯着他看 然后 小声议论 等到回宿舍的时候 马浩翔 张大鹏等人 纷纷开口寻闷道 张哥 你压得 真的吊上了 昏学逆神 孟诗兰 宿舍当中 杨帅文言 顿时 面色一沉 也是神色紧张地 望向陈湛 他显然也是喜欢 孟诗兰的 毕竟是白富美 而且性格也好 这样的女神 简直就是 完美的恋人 杨帅显然是 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所以 孟诗兰 也是经常出现在 他的梦中 不仅是他 连正在 玩撸啊撸的张一凡 都是选择了挂机 盯着陈湛 一脸的佩服和羡慕 看着宿舍 所有人都望向自己 陈湛正欲说话 一旁的马林 却是率先开口道 今天 我亲眼看见 孟诗兰在操场等战哥 是吧 战哥 陈湛 无奈地 笑了笑 也不好不给马林面子 点了点头 说道 碰巧 碰巧而已 咿 咿 宿舍那顿时 想起了一阵 长长的一声 而杨帅眼中 则是充满了怒火 冷冷地说道 孟诗兰可是女神 可不是什么样的男人 都看得上的 话音落下 宿舍内为之一净 他这句话 意思很明显 孟诗兰这种级别的女神 不会看上陈湛这样的 穷屌丝的 马林当场恼火 怒声喝道 杨帅 憋得你样的以为 当了班长就牛逼的不行了 有本事 你也找一个 孟诗兰级别的女神 我瞧瞧 我看 你就是嫉妒 你 注意你的言辞 杨帅气得浑身发抖 满脸憋得通红 指着马林冷冷地说道 然而 他这刚刚当了几天的班长威严 丝毫震慑不住马林 看到娘里娘气的杨帅 马林骂得更凶了 老子人也很久了 你他娘的在老子眼里 狗屁不是 竟然为了当上班长 出卖战哥 骂他 当时要不是战哥 出手打退了那个黄毛 你的娘的现在说不定就躺在医院的 往恩负义的死玩意儿 竟然还敢跳出来蹦的 你有什么四个说战哥 听到马林张口闭口的 你的娘的 杨帅心中的怒气越来越多 但是 看到马林那魁梧的身形 以及凶悍模样 他却不敢妄动 而且 整个宿舍的人 没有愿意帮他说话的 也没有人出来调解 你 你等着 杨帅很没底气的 留下这么一句狠话 然后 摔门而出 马林丝毫不怕 冷哼一声 道 你能怎么着 还不是高老师 都多大的人了 丢不丢人 就你这样的 还真的适合当班长 从始至终 陈战都没有支持马林 就像马林所说 杨帅还真的奈何不了他 甚至 都不敢告诉辅导员 因为他是班长 自己宿舍有矛盾 说明 他的能力有问题 不能和班级里的人 和母相处 这样的人 也当不了太久班长 杨帅此人颇有些聪明 善于玩弄心计 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更何况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应该清楚 无论是陈战 还是马林 可都不是什么好招惹的人 杨帅想要报复马林 一定会借助自己的 职位之便 便是再过半个多月 末世就要爆发 杨帅根本就没有机会 事实上 宿舍六个人 除了杨帅 陈战和马林之外 张大鹏 张一帆 和马浩翔三人 也是对杨帅这个班长 不太满意 尤其是马浩翔和张一帆两人 马浩翔是个技术控 而且这段时间 一直关注网上关于末世的帖子 根本无心在班级当中 争取什么荣誉 杨帅自然也就没办法 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 来威胁到他 张一帆家境很好 首都二环有一套房子和一个门面 他父亲在S省 也是开了一家公司 钱请不错 收入可观 这家伙 标准的小富二代 几百上千的钱 在他手里 根本算不得上什么 这样的人 杨帅奉承讨好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得罪他 至于张大鹏 此人是ZB市当地的 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人脉很广 学校里的一些学生会的学长 学姐们 都和他很熟 在学校里 很吃得开 说实话 张大鹏还真的不怕班长 更何况 杨帅 还是个临时的班长 当初 也就是张大鹏 不愿意当班长 要不然 根本就没有杨帅什么事 上次 陈战手段很辣的 将匕首 刺穿了一个黄毛的手掌 虽然震撼到了宿舍的这三个人 但是 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反感 只是觉得 陈战这样的人 少接触为好 后来 开学的短短几天内 陈战竟然拿下了 他们学校的 几大女神之一的混血女神 成了学校的名人 他们三人 对此还是颇为佩服的 毕竟 他们三人要长相 也不比陈战差 各方面条件 甚至比陈战还要优秀 除了身手以外 然而 却迟迟没有 打动学校内的任何一个女神 而陈战 却以惊人的速度 拿下孟诗兰 他们心里 除了羡慕之外 还是颇为佩服的 再加上 马林这家伙 大大咧咧的性格 和三人关系很好 通过马林他们 也大致了解了陈战 心里 不仅不排斥陈战 反而很乐意 和陈战处事 好了 林子 不要让他 坏了咱们的心情 陈战拍了拍 马林的肩膀 说道 不过 话虽这么说 但是 却不好继续谈论 孟诗兰和陈战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 马后想突然扬起手机 说道 咱们交通学院的新生 高林的家人 全都死了 这句话 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了 虽然大家对高林不认识 但是 家人全部死了 这可是大事 张大鹏当即开口问道 怎么回事 火灾 车祸 马后想摇了摇头 道 都不是 没有人知道原因 因为他家 在高盈村 高盈村 文言 马林当起眉毛一挑 忍不住 看了陈战一眼 张大鹏则是一脸疑惑 问道 高盈村怎么了 前几天 据传在那里 发生了神秘事件 整个村里的人都死了 但是 政府将消息完全封锁 所以 外界 不知道一丁点消息 什么 真的假的 末世财学者 第六十二集 文言 张大鹏和张一凡 两人面色俱变 如果说 之前还有所怀疑 那么 高林一家 莫名其妙的 在家中死亡 你们 不觉得奇怪吗 前段时间 同样 在皇冠KTV 发生了类似的神秘事件 死亡人数不详 政府同样封锁了消息 不仅仅是咱们ZB市 全国很多大城市 都在同一时间 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马浩翔再次 爆出了一条消息 不可能吧 张大鹏还是有些 不敢相信 我这儿 有相关帖子的截图 这些帖子 都已经被删除 但是我手快 全部截了图 马浩翔说着 将电脑对着大家 张大鹏和张一凡两人 认真地翻看着 脸上的恐惧和震撼 愈发浓郁 马林却是望向了陈战 心中愈发地相信 陈战所说 末世降临 如果说高营村全村人员被杀 这条消息的可信性 有待伤处 那么高林的父母 叶奶奶同样住在高营村 却诡异的全部死亡 这怎么解释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世界末日 怎么发生了这么多诡异事件 政府怎么没有任何行动 一旁的张大鹏和张一凡 看完马浩翔的截图之后 纷纷震惊地说道 我还是不敢相信 好好的世界 怎么会突然出现 这么多事情 最后 张一凡摇了摇头 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管他呢 大家伙儿 这段时间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张大鹏周围说道 眼神当中 闪过一抹担忧 什么 正哥 你说 不让横哥参与 第三次神秘事件了 今天是陈战和崔凌恒 约定的见面日期 此时的马林 听到陈战 要他传的话之后 当起瞪大眼睛问道 没错 陈战点了点头 十分确定地说道 你就告诉阿恒 说 我已经被警方严密监视了 让他自己这段时间 行事一定要小心 还有 粮食武器等等东西的购买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不要让警方注意到他 这些消息 能瞒多久 就瞒多久 另外 告诉阿恒 让他继续训练十个 忠心可靠 伸手好的手下 因为 他们应该要参加 第四次神秘事件 对于陈宇能够这么快的 怀疑到自己身上 陈战还是没有料到的 现阶段 还不能暴露 崔灵恒跟随自己的事实 毕竟 现在很多漠视需要的东西 都没有准备齐全 尤其是武器方面 为了让崔灵恒更晚的 暴露自己 陈战决定 不让崔灵恒 参与到第三次神秘事件当中 毕竟 自己已经在陈宇的 严密监控当中了 对于即将发生的第三次神秘事件 政府一定 极度重视 而且 第三次神秘事件 爆发在他们学校 到时候 整个学校周边 恐怕都会被警方包围 他陈战 根本无法逃走 如果崔灵恒出现在学校内 一定会被陈宇怀疑 到时候 顺藤摸瓜 会查到很多东西 毕竟 崔灵恒 购买大量的军火 而且 还是本市有名的 黑帮头子 仅仅这些 就足以让他在牢房 蹲一辈子 在末世爆发前 甚至是 第四次神秘事件爆发前 说不定 陈宇 就会抓捕崔灵恒 就目前来说 崔灵恒的表现 还是很不错 而且 还免费提供了黑子 这个忠心的打手 末世爆发前 陈战还不想他出事 他还有大用 至于自己在第三次神秘事件的安全 由马林相助 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战哥 我能问一下 你所说的第三次神秘事件 又是你做么梦到的 马林问道 陈战点了点头 道 没错 那你肯定知道 这次事件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吧 马林再次问道 没错 陈战已经知道 马林想要问什么了 那为何不提前告诉那里的人 要不然 又是一场惨剧 马林小心翼翼的提着建议 嘴角微微一挑 陈战早就料到 马林会这般说 当即开口解释道 暂且不论 我说了 会不会有人信 我为什么要救这些人 马林瞬间无言以对 他们都是无辜的人 本该不必死的 伸手救他们一把 又怎么了 陈战接着说 末世来临 无数人都将因为这场浩劫而殒命 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都是人间炼狱 你想救人 救得过来吗 但是 现在末世不还没有降临吗 如果咱们说服政府 共同应对这场劫难 岂不是更好 马林将自己这几天憋在心里的话 全部说了出来 这场灾难 发生在人类内部 身边的人 说不定 哪天就变成了吃人的怪物 怎么防备 而且 等到那个时候 社会秩序混乱 法律 形同无误 你能保证 你口中的政府 还能够秉公持法 到时候 你口中的政府人员 吃香的喝辣的 你却连块馒头 面包都吃不到 你还会有现在的想法 末世之中 实力为尊 人性得到彻底解放 根本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 很多人 为了一块面包 连自己的妻子兄弟都背叛 很多人为了不被饿死 一子而食 很多人 为了能够得到一口饭 出卖自己的身体 陈湛说着说着 脑海中 不由得浮现上一世 背叛自己的爱人 陈子新 拳头握紧 眼神冷立 针战的语气 也没了之前的冷静 这是一个 到处满目疮痍 到处充满肮脏 丑恶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当中 每个人 都谨小慎微地活着 只能相信自己 那些看起来 柔弱可欺的人 随时有可能 会突然露出鸟牙 杀了你 说不定 你现在救下的人 到时候 会在背后捅你一刀 你告诉我 你还想着救他们吗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陈湛的情绪 也是有些激动 随后 深吸一口气 面色重归平静 再次开口道 林子 即便是我能够 弄到这些东西 也不敢保证 自己一定能够 在漠视当中活着 我也只不过是 漠视当中的一个 蝼蚁罢了 苟延残喘 我只希望 能够保护我的亲人 兄弟 其他人的死活 我现在 还没有能力 顾得上 你知道 我为什么 每一次的神秘事件 都要参与其中吗 陈湛问道 马林完全被 陈湛所描述的世界 给震撼到了 甚至有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浑身发凉 世界观 彻底被颠覆 到现在 他还没有缓过神来 听到陈湛的询问 他只是下意识地问道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变强 不断地变强 这样才有实力 保护自己 保护亲人 保护兄弟 保护一切 我想要保护的人 而每一次的神秘事件当中 都有让我变强的东西 但是 我现在 还没有和这些 神秘事件当中的怪物 争夺的实力 所以 我必须依靠 这些你口中无辜的人 陈湛说着 目光深处 突然爆发出了一股 令人心悸的 狠辣和冷漠 马林也是被陈湛这突如其来的目光给吓到了 浑身忍不住一阵颤抖 陈湛目光死死地盯着马林 说道 我每一次做的梦都是那般的真实 仿佛自己亲身经历一般 所以 性子也会有所变化 但是 林子 你也不用害怕 我只会对敌人心狠手了 你是我的兄弟 一辈子的兄弟 如果连你 都对我敬而远之 我就真的没有朋友了 文言 马林鼻子一酸 看着陈湛真诚的眼神 心中产生的那一抹畏惧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感动 当即派着胸膛保证道 湛哥放心 我马林一辈子都不会背叛你 咱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重重点了点头 陈湛说道 好了 咱们兄弟也别煽情了 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 我陈湛如果连你都不相信 还能相信谁 赶紧去吧 小心一点 陈湛拍了拍马林的肩膀 然后眉心一动 随后 陈湛装衣服的柜子 猛的打开 倒是吓了马林一大跳 随后 他瞪大眼睛 满是惊诧的发现 一把匕首 竟然凭空悬浮起来 朝着他 缓缓飞了过来 匕首是刀把 朝着马林 所以 他不会察觉到危险 心里没有畏惧和警惕 只有震惊和好奇 林子 拿着防身 一切小心 陈湛最后嘱咐道 马林接过别手 右手忍不住向前摸了摸 却是空无一物 他的内心无法平静 忍不住问道 陈哥 这个 你是怎么做到的 闻言 陈湛嘴角微微一挑 道 这是秘密 马林走了 不过 陈湛是先行离开宿舍的 他要把陈玉和另一个监视人员引开 随后 陈湛仍然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除了继续修炼 他那不知名的精神力修炼秘诀之外 就是和孟诗兰打琴马俏 一起去游乐场 逛街等等 他要趁末世暴发前 好好地享受着最后的惬意 下午的时候 马林回来了 却带来一条不好的消息 青帮要动他们青龙帮 至于原因 是因为青龙帮的一个小弟 去他们的厂子里卖白粉摇头玩 结果青帮不仅仅杀了这位小弟 还派了王牌打手 柴狗到青龙帮的地头上 讨说法 很显然 这是青帮在故意找茬 青龙帮现在虽然由崔林横接手 帮内上下看起来风平浪静 一团和气 但是暗地里还是有很多兄弟不服气的 小动作不断 青帮观察了这么久 终于还是忍不住跳出来 要趁着青龙帮现在内部不稳定的时候 狠狠地从青龙帮身上弯下一块肉来 青龙帮和青帮在ZB市内部的实力相当 即便是青龙帮帮主身死 青帮在绝对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也不敢贸然招惹青龙帮的 这也是他们为何没有在青龙帮帮主莫名死亡之后 第一时间出手对付青龙帮的原因所在 但是现在他们动手了 那就说明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想到这儿 趁战双眼微微眯起 随即眼皮一跳 冷冷地说道 看来青龙帮内部有分量不轻的人投靠青帮啊 文言 马林也是点头 道 横哥也是想到了这点 所以他选择的是西史宁人 不过 横哥认为 不能让青帮认为咱们好欺负 所以 让黑子哥动了手 好 黑子现在的身手如何 陈战饶有兴趣地问道 自从第二次神秘事件之后 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过黑子了 陈战不知道 黑子的伤势如何了 不过 阿恒既然让黑子出手 那就说明 黑子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现在倒是有些期待 服用了紫血身之后 黑子的实力如何了 马林自豪地一笑 仿佛 自己也是青龙帮一员一般 说道 一拳撂倒 哈哈 陈战大笑 道 看来 黑子的伤势 是差不多痊愈了 就是没能亲眼目睹 黑子哥的威武 马林有些可惜地说道 放心 会有机会的 陈战说道 对于这件事 阿恒处理得很不错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青帮那边 罢手了吗 默示采取者第六十三集 黑子的战斗力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青帮的那些人 愣是没敢多说一句废话 直接将他们的第一打手 柴狗 抬了下去 马林仍旧是颇为兴奋 看得出来 他很向往这种生活 顶着西式宁人的态度 横哥主动找了青帮的帮主谈判 将他们市中心的一个夜总会 低价让给了青帮 双方这才握手言和 马林继续说道 文言 陈战眉头微微皱起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对于黑道上面的事情 他陈战没有任何经验 还是不掺和的好 一切由崔玲衡 全权处理就好了 看到陈战皱起了眉头 马林再次开口道 战哥 不必觉得吃亏了 横哥说了 市中心的那家夜总会 虽然是咱们青龙帮的地头 但是四周 却都是青帮的地盘 如果双方开战 那里会率先被青帮夺去 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直接低价售卖给青帮 既能赚一些钱 还能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气氛 更关键的是 横哥可以收缩防线 更好的防备青帮 陈战点了点头 眉头微斩 崔玲衡对于此事的处理 的确极为老道 只要能够将时间拖到末世爆发 青帮这个地头蛇 在这场大浩劫下 也绝对会脆弱不堪 实力大损 阿恒没有说怎么处理内奸的事情 陈战门道 只要有内奸在 青龙帮随时都有可能 遭受青帮的突袭 马林说道 横哥说 他大致能够确定内奸的范围 这段时间会尽快调查清楚 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将其铲除 以免后患 点了点头 崔玲衡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处理事情 却是极为老道 考虑周全 是个极好的助力 有他在 称战心理倒是颇为放心 对了 关于第三次神秘事件的事情 你说了吗 陈战问道 点了点头 马林当起拍了拍胸膛 保证道 当然说了 我将战哥你安排的事情 以此不差的告诉了横哥 对了 横哥还很欣赏我呢 说到这儿 马林显得更加兴奋了 陈战满意的说道 做得不错 怪不得阿恒会欣赏你 走 我请你吃大餐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学校的秋季运动会即将来临 而就在运动会开启之前的一晚 学校里那些学生会会长 却是在一间会议室内 讨论着关于这次运动会的有关事宜 他们这届的学生会主席 姓排 很会办事的一个人 称服颇深 而且家里很有钱 大家伙对他任主席还是极为支持的 排主席率先开口道 今天大家伙都在 咱们就敲定好这一届运动会的冠亚军 以及季军的分配名额 排主席的话音刚落 一位身材微胖的男生便是开口说道 大牌 我们商学院如同往年一般即可 还是在百米跑 八百米跑 以及万米长跑上 三个项目上要冠军 跳远篮球足球 这三个项目上要亚军 至于季军 我们没有太大的要求 老毕啊 你们商学院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啊 一旁的一位光着上身的魁梧汉子说道 老杨 你们交通学院 年年都是篮球跳远两个项目的冠军 亚军更是占了好几个 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们商学院的要求可不过分 商学院的这个老毕笑着说道 谁让我们男生多呢 身材魁梧的老杨同样是大笑道 好了 既然商学院和交通学院的已经发表了意见 其他几个学院的 排主席摆了摆手 示意老杨和老毕不要说话 会场中一片激进 排主席当起开口道 这样吧 既然大家伙都不愿意说 那我提个意见 咱们还是按照去年的情况 进行名额分配 怎么样 当然 如果哪个学院有问题 可以提 很快 在排主席的主持下 运动会每个项目的冠军 亚军和季军的名额 已经基本分配完毕 而学校内的大多数学生 并不知道这一切 纷纷讨论着 他们学院的一些参赛运动员 认为他们学院 能够拿到哪一项的冠军 有希望争夺哪一项的季军 因为这次的运动会 针对全校师生 所以 参赛运动员 大多数都是 大二 大三的学长和学姐 所有人讨论的对象 也都是 这两个年级的参赛选手 当然 大一的新生 参赛的也不少 但是 却没有多少是被看好的 陈战宿舍也不例外 因为这次的运动会 他们宿舍 除了杨帅 马浩翔之外 剩下的四个人 都报了名 陈战和马林两人 报了白米跑 八百米跑 万米跑 跳远四个项目 张大鹏和张一帆 纯属舆论 也报了几个项目 明天运动会就要开始 他们宿舍 也在讨论着 有关这次运动会 所有项目冠军的 有力争夺者 只不过 不同于其他宿舍的事 他们宿舍 对陈战和马林 有着极大的信心 他们宿舍的人都知道 陈战每天都会晨跑 一直到他们起床 放才回来 体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好 至于马林 也是几乎每天都在锻炼 虽然身材微胖 但是他的肉结实 肥肉很少 体力同样极好 要不然 他也不会在喝醉的情况下 连续放倒好几个混混 不同于其他摄影 陈战倒是不看好 马林的万米跑 他倒是挺看好 马林的百米跑 八百米跑 以及跳远 因为马林的爆发力很强 但是耐久力不行 因为明天还有比赛 所以宿舍今天睡得很早 难得没有人打游戏 第二天 运动会如期而至 老天也很给面子 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只不过 运动会开始前 那段领导的讲话 实在是有种 催人入睡的感觉 使得运动会 有个很烂的开头 紧接着是放炮 然后各个学院表演节目 一直到中午十一点 领导方才宣布 本届运动会正式开始 随后 各项运动比赛 也是逐一展开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的时候 白米跑终于开始 因为白米跑 报名的人数很多 所以 一共分了六组 每组六个人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 六个小组 方才全部比赛完毕 陈战和马林 都是首战得胜 在保留实力的情况下 仍然在各自的小组内 争夺第一 接下来的两天内 其他项目的比赛 也是继续进行 陈战和马林 不出意外的 夺得了 白米跑 八百米跑 以及跳远 进入决赛的资格 至于万米长跑 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少 所以 没有出赛 直接在运动会 第四天的时候 进行决赛 运动会第三天 上午十点 白米跑 将会进行决赛 当主持人介绍 进入白米跑决赛的 六名选手时 每个选手所在的学院 都会热烈欢呼 喊出自己学院的口号 为选手加油 外国语学院所在的看台上 一道靓丽的身影 在听到陈战这个名字时 当即袖眉一条 娇笑道 诗兰 你的绯闻男友 进决赛了哟 我长耳朵了 一旁的孟诗兰 无语地 看着自己的闺蜜 说道 是陈战进了决赛 又不是你 你在这 下兴奋个什么劲 孟诗兰的闺蜜 似乎早就知道 孟诗兰会这么说 当即魅声道 诗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她应该还没有 向你表白吧 对啊 怎么了 孟诗兰有些不明白 自己的闺蜜 什么意思 不过 看到她嘴角 翘起的糊涂 心中顿时有种 不好的预感 说道 阿兰 你不会 又有什么 馊主意吧 听到孟诗兰的话 阿兰当即 翻了翻白眼 轻轻推了 孟诗兰一下 开口道 诗兰 你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 害过你啊 想了想 孟诗兰好像发现 阿兰的确 没有坑过自己 她好像 都是在坑别人 这才放心地问道 好吧 错怪你了 说一说 你想干什么吧 看到孟诗兰 承认错怪了自己 阿兰这才恢复了 之前的魅笑 秀没一条 付到孟诗兰的耳边 低声说道 诗兰 你 场下 伴随着一道口哨声响起 白米跑的决赛 正式开始 陈战没有经过 什么专业训练 但是 三年的末世生涯 却是让她知道 怎么去更好的发力 更好的协调自己的身体 怎么能在第一时间内 将速度提升至最快 技巧配合着强悍的身体素质 陈战从一开始 就另线于其他人 而且越跑越快 很快和其他人拉开距离 10秒08 陈战轻而易举的 夺得白米跑冠军 全场欢呼 尤其是交通学院的同学 纷纷起立 兴奋的大喊陈战的名字 而其身后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商学院选手 看到遥遥领先的陈战 便是心中一级 节奏竟然被陈战影响了 本来具备夺得亚军实力的她 竟是被马林反超 最后只落得了继军 她目光阴溢的 看了一眼陈战和马林 经过两人身边时 冷冷地骂了一句 干 被两个傻逼打败了 马林当时就要发怒 却是被陈战制止了 和这样的人 争一时之气 根本毫无意义 如果双方打起来 反倒会被校方严厉处分 甚至会请家长过来谈话 陈战可不想 为了这种没素质的人 让姑姑和姑父担心 走吧 陈战拉着马林准备下场 然而 就在此时 马林突然抓住了陈战的胳膊 面色兴奋地喊道 孟诗兰 孟诗兰 是孟诗兰 他到场上干嘛 看台上很快有人注意到了孟诗兰的身影 纷纷开口议论着 战哥 我有种预感 陈战身旁的马林 突然开口说道 什么预感 陈战不解地问道 一种 又要被虐狗的预感 马林一脸苦逼 我做条单身狗 容易吗 我 而正在此时 孟诗兰的身影 已经来到了陈战身前 只见 平时大大咧咧的他 此时 颇有些羞红了脸 不过 仍旧鼓足了勇气 说 陈战 渴了吧 给你水 陈战四笑非笑地望着孟诗兰 没想到 重活一世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 竟然成功调到了一个女神 他同样没有料到 孟诗兰 会在这么多人的体育场上 给他送水 这尼玛什么意思 陈战又不是感情白痴 一眼便是看出来了 这么好的机会 如果不把握 还是陈战吧 所以 用不着马林怂恿 陈战直接 一把 将孟诗兰 连人带水 一起拉到了怀里 哦 看台上 顿时响起了一阵惊呼声 口哨声 一旁的马林 瞬间 目瞪口呆起来 这 这太快了点吧 陈战此时可顾不得他人的感受 因为 这是他第一次 亲密接触孟诗兰 当然 除了上次的牵手之外 他能够清楚地嗅到来自孟诗兰身上淡淡的体香 感受到胸膛处传来的那惊人的弹性 以及脖梗处那柔滑的触感 把头埋在孟诗兰的长发当中 贪婪地 嗅着迷人的发香 不知不觉见 陈战竟然小腹发热 而此时的孟诗兰 更是没了以往大大咧咧的样子 如同一个小女人一般 紧紧地搂着眼前这个自己心仪的男人 感受着陈战身上浓浓的男人气味 以及那如同 尖铁一般的肌肉 他彻底沦陷了 瞬间忘了 自己所处的地方是万众瞩目的比赛场地 二体分为两个部分 一大部分是由看台 跑道 以及被环绕的草地构成 另一部分 则是由篮球场地 以及健身器材构成 而篮球场地上 此时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比赛 旁边很多妹子 也都愿意看篮球场上吃成的男生们 为他们加油助威 为他们尖叫 末世才学者第六十四集 然而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些美女们 突然安静了下来 王磊一米八二的个子 篮球技术极好 是他们班的主力球员 只见他带球连续过了两人 最后又是一个急停跳投 动作潇洒帅气 篮球准确无误地落入篮筐 而这个时候 一股浓浓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本以为会得到满场妹子的欢呼 然后他就可以潇洒地一甩头成为满场的焦点 他的现女友已经玩得有些腻了 正准备换一个呢 刚刚在场上 他就盯上一个长腿妹子 肤白貌美 大长腿 就是用来形容那个女子的 想到某些画面 王磊不仅热血沸腾 女人对他来说 就是一座座高山 而他就是登山者 等到来到山顶 将那些大山踩在脚下 那种强大的征服快感 让他自信爆棚 恐怕是很多男人 都会对这种征服快感极为迷恋吧 然而 他姿势都已经摆好了 结果 场上的美女们 却没有一个欢呼的 心中奇怪 王磊不由地 将目光投向那个 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妹子 结果发现 他正背对着自己 那挺翘的部位 更是惹人遐想 不过 他此时 却没心思 盯着那里看 而是惊诧地发现 竟然满场的妹子 都看下某处 心中好奇 王磊倒是想要看看 是什么人 这么有吸引力 竟然吸引了 全场的注意力 当即 目光一转 随后 也是瞳孔瞬间放大 身体呆立不动 直到队友将球传给他 砸到他的胳膊时 王磊才反应过来 耳边同伴的大喝声 仿若未闻 王磊此时的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 刺激的梦女神 投入了他人的怀抱 亲一个 而正在这时 看台上不知是哪一个女孩 突然喊了这么一句 随后 不嫌热闹大的观众们 纷纷起哄 喊道 亲一个 亲一个 交通学院的人 更是像疯了一般 虽然 并不是他们得到了梦女神 但是 总归是他们学院 拿下了梦女神 这下 他们也倍感有面子 尤其是张大鹏 张一凡和马浩翔三人 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疯狂地呐喊着 陈战可是他们宿舍的 他们此时 感觉更有面子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兴奋地呐喊时 看台上 确实有两个人 并不高兴 一个是杨帅 他此时 正满脸记恨地 盯着陈战 仿佛 要将其撕成八半 方才解恨 另一个是蔡老师 这个色痞子 此时也是 度火丛生 恶狠狠地 盯着陈战 恨不得上去 将其剔下来 他多么希望 抱着梦诗兰的是自己 他甚至能够感受到 梦诗兰身体的 柔滑和弹性 简直比他玩过的任何女学生 都要有感觉 而此时 听到耳边 狂喊的三个字 亲一个 两人都是拳头紧握 死死地盯着场下的两人 希望着这一幕 不要发声 而他们身旁的林老师 身为交通学院的辅导员的他 坐在了看台最前方 更是将眼前的一幕 看得真真切切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里 突然有种 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 反正啊 就是不太舒服 操场外 两道身影 同样是目光复杂的 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两人 正是陈玉和张盈盈 本来以为 跟踪陈战 能够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结果 这一个多星期以来 毫无收获不说 还见证了 陈战泡妞的全过程 尤其是看到陈战 将孟诗兰搂入怀中时 让张盈盈忍不住撇嘴 道 真是好手段 现在的男人 没一个是好东西 就知道哄骗小女生 这么好的美女 就这样被他骗到手了 简直是 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听到充满怨气的话语 陈玉并没有说话 而是依旧 面色淡然的 看着眼前的一幕 事实上 他还是挺欣赏陈战的 现在的大学生 大多数陈迷游戏 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不懈地 每天晨跑锻炼身体 由此可见 此人的心性很坚韧 而且 如果陈战真的参与了 之前的两次神秘事件 那么 他那周密的安排 也是让作为对手的他 颇为佩服 能够将事情考虑得如此周全 即便是他 都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确定 他一定参与了这两次 神秘事件 至于眼前的一幕 陈玉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在他看来 孟诗兰看似颇为精明 实际上 早就落入了陈战的掌控之中 还不自知 今天的一幕 恐怕陈战早有预料吧 这样的对手 陈玉心中不由得 涌现更加浓郁的战役 至于场上的陈战 对于现场观众们的热情 那可是 心中乐开了花 亲一个 老子求之不得 而孟诗兰听到这三个字 翘脸瞬间羞红一片 他听出来了 第一个起哄的女孩是谁 就是他那该死的闺蜜 怂恿自己前来送水 美其名曰 观心陈战 顺便向全校女生 宣示主权所在 结果 没想到 这该死的妮子 后招在这里 看老娘回去不好好收拾你 孟诗兰心中 恶狠狠地想到 然而 就在此时 他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红唇 被一张大嘴覆盖 顿时 脸色更红了 羞得 不敢睁开双眼 他自然知道 侵犯自己领地的是谁 心中有些幸福和羞涩 并没有任何的排斥 陈战这家伙 没想到 孟诗兰竟然没有推开自己 感受着嘴唇处的湿滑 以及那种全身苏马 仿若触电般的感觉 按照陈战心中的剧本 接下来 应该是进一步 侵占更多的领地 然而 他知道 这里是比赛场地 自己和孟诗兰这样的行为 依然影响了比赛的进程 如果自己 恬不知耻 做出进一步举动 暂且不论 领导们愿不愿意 对孟诗兰的名誉 也是不好的 所以 就在领导们下来碾人的时候 陈战直接将孟诗兰 横抱而起 大步离开了场地 速度之快 让后面 依然气喘吁吁的 肥胖领导们 望尘莫及 看台上再次响起一片口哨声 接下来的比赛照常进行 然而 该台上的观众们 却远远没有了之前的热情 纷纷和身旁的同学 讨论着刚刚的一幕 即便是自己学院的选手 他们也懒得加油助威了 让选手和台上的领导 哭笑不得 只能让比赛继续 上午的比赛 除了白米跑决赛 陈战没有需要参赛的项目 这家伙 直接牵着孟诗兰 钻进了小树林 他们大理工的学生 将校内的小树林 分成了四大战区 分别是西北战区 东北战区 华中战区 以及西南战区 这四大战区的小树林 都是极为茂盛 很适合小情侣们 干一些男人们都懂得坏事 陈战此时就出在华中战区 当然陈战知道 操之过急反而不妙 所以并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但是美女在怀 陈战可做不到 左怀不乱 正在陈战和孟诗兰 亲亲我我的时候 学校内的贴拔流量 再次大增 所有的帖子 都在热火朝天的 讨论着 关于陈战和孟诗兰的事情 其中的两个帖子 评论最多 单看标题就知道 这两个帖子 所代表的观点 第一派 乌虎哀哉 女神被屌丝强吻 第二派 女神送水 男神 一吻定情 支持第一个帖子的 男生居多 毕竟 孟诗兰在学校里的人气 实在是太旺 是无数男生心目当中的女神 他们下意识地 不愿意看到 自己的女神 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 支持第二个帖子的女生居多 女生都不愿意承认 自己比其他女人差 尤其是来自男生们的看法 孟诗兰一天 不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 很多男生 都会对其念念不忘 他们这些女生 也就没有机会 和自己心仪的男生一起 而且 陈战虽然长得不算太帅 但是 贵在耐看 关键是 阳刚知气十足 身材倍儿棒 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很多女生 都对这样的男生 没有抵抗力 在很多女生心中 陈战绝对算得上 男神级别 陈战和孟诗兰在一起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很多理智的人 都觉得两人郎才女貌 很般配 所以对于第二个帖子 很是赞同 当然 铁巴里热火朝天 即便是正在举办的 运动会 都远远没有这里有吸引力 直接导致了 整个二体看台上 几乎所有人 都在地上看手机 疯狂地刷着评论 热烈地和身旁的猪人 讨论着 而比赛场上 却冷清了许多 几乎没有人去关注 对于此景 即便是校领导 引领各班班长 管好自己的班级 不允许学生玩手机 专心看比赛 仍然是阻止不了 人一走 所有人立马开始 继续玩手机 一时间 让校领导无计可施 而此时 陈战却没有任何心思 关注铁巴 因为 他正在和孟诗兰热闻 当然 以陈战的性子 单单是嘴唇上 带来的快感 是远远不够的 双手也是一点 不老实地 开始 攻城掠地 孟诗兰虽然性子 颇有些大大咧咧 但是 从未和男人 这般亲密地接触过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 小嘴微微张开 吐气如蓝 温润的香气 喷在陈战的脸上 使得陈战的小腹 邪火四处乱灿 陈战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方才止住 将其压在身下的冲动 眼前的美人 深蓝色的毛子 散发着奇异魅力 陶腮泛红 柔顺的绣发 凌乱的散披在肩上 配合着他那 无比精致的五官 和玲珑有质的身材 再加上 家人情动的诱人模样 简直如同一颗带君采摘的仙女儿一般 足以使得任何正常的男子 为之迷醉 看着此时美得惊心动魄的 孟诗兰 陈战的心跳 也是莫名的 开始加速 他已经很久 没有这种心跳的感觉了 自从重生以来 他因为上一世被女人背叛而死 所以 这一世 对于女人 一想都是玩弄的成分居多 他再也不敢投入太多的感情 于他而言 女人不过是谢玉的工具 当然 重生归来的陈战 眼界也是极高 即使是找谢玉的工具 也要找那些漂亮的女神 事实证明 陈战的选择很正确 因为 只有这样的女人 她才能够勉强能够燃烧起性欲 孟诗兰是陈战的第一个目标 重生两个多月以来 陈战一直没有找女人 当然 在末世当中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陈战也能够忍得住 但是 孟诗兰 却成功地勾起了陈战的欲望 她是个正常的男人 而且 异常强壮 所以 她也会被眼前的 以你景象 所陶醉 一时间 竟是有些失神 不过 多年的末世生涯 使得陈战的意志力 无比坚定 尤其是对于女人的诱惑 几乎是一瞬间 便是惊醒过来 当然 陈战眼中的清醒之色 只是一闪即适 被其深深地隐藏在眼神深处 外人很难察觉 更别说 此时已经情动的孟诗兰 陈战的眼神中 再次浮现陶醉之色 看起来 仍然是一副 色狼的模样 她自然不会 错过眼下这个机会 美人在怀 她情愿做畜生 也不愿意 畜生不如的人 孟诗兰心中颇为慌乱 她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 自己此时的心情 陈战眼中毫不掩饰的情欲 和看向自己时 目光的沉迷 这使得她 放心一阵窃喜 毕竟 这是因为自己的美色 彻底吸引了陈战 但是 她又觉得 这样太快了一点 出于女生的矜持 她应该拒绝的 所以 此时的孟诗兰 心情很是复杂 但是 这不妨碍陈战 继续攻城掠地 末世才觉者 第六十五集 这两人还真不知羞 不远处的张盈盈 在看到陈战的双手不老实的时候 立马扭过头 面色微红的 不敢去看 她虽然也见过不少这样的情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 却翘脸发烈 却翘脸发烫的厉害 这是任务 如果 他们趁着咱们扭头的时候离去 怎么办 一旁的陈玉 仍然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仿佛眼前并不是两个人在座 而是两块肉 粘在了一起一般 张盈盈自然知道 陈玉所说是正确的 但是 让她一个黄花大闺女看这个 实在是 看了一眼陈玉 张盈盈心中不禁嘀咕道 陈队 你是机器吗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实际上 陈玉此时的心跳 也是变快了一些 这让她很奇怪 在部队当中 她执行过无数次人物 甚至看到过 比眼前这幅情景 还要暴露刺激的 那个时候 她仍然难以在心中 掀起一抹涟漪 还会冷酷地端起枪 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 但是此刻 她竟然心跳加速了 皱着眉头 陈玉竭力一指 想要平静下来 她不明白 自己这是怎么了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湛的动作 愈发得大胆 她的心跳 也是越来越快 极力想要控制 自己的情绪 却发现 自己反倒愈发得不平静 呼吸 也是渐渐地粗重了一些 但是职业素质告诉她 要继续盯着这两个人 所以 她的气息 渐渐紊乱了起来 原本一直冷落冰霜的翘脸 也是微微泛红 使得原本干练 女强人的陈玉 彻底变了气势 更显美艳 不可方物 但是 此时的张盈盈 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很快 树林周边 传来一阵阵说话声 很显然 上午的运动会 结束了 陈湛这才恋恋不舍地 和孟诗兰分开 而孟诗兰 面色潮红 不敢去看陈湛 起身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然后 直接转身 跑出了小树林 孟诗兰进了小树林 学校的贴吧 再次出现了一个 标题新鸣的帖子 瞬间被无数人浏览和评论 帖子的热度 也是很快超过了 之前的那两个帖子 无数男同胞们 痛呼 沉战禽兽 无数女同胞们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按道 男人都是极色之人 尤其是面对孟诗兰这等 人间有物 不可能忍受得住 但是 他们没想到 沉战这么快 就搞定了孟诗兰 果然不愧是他们的男神 沉战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名人 他刚刚走出小树林 还好 自己不是孟诗兰 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也算是有惊无险地 来到了餐厅吃饭 成名的最大麻烦 就是 很多人认识你之后 会不断地议论你 也不管你听不听得见 他们只管议论 只管看你 即便是沉战 心性坚韧 也受不了 这种 仿佛看猴一样的目光 午饭草草了事 便是准备回宿舍休息 反正 下午还有比赛 中午到也不便多吃 然而 就在他回宿舍的路上 确实被一群人给围了起来 要说这群人也真够大胆的 竟然在学校的大道上 公然将沉战围了起来 领头的是一名衣着光鲜的年轻人 他样子 也是个学生 而且是个富二代 一脸的冷傲 尤其是他的眼神 给人一种 藐视一切的感觉 仿佛在他眼中 没有一个人 能够看上眼的 最起码 他看向陈战的时候 就是这个表情 几乎在这群人围上来的时候 陈战就知道 肯定和孟诗兰有关 他倒是想要看看 这群人能够玩出什么花样 反正回到宿舍也是闲着 你就是陈战 年轻人并没有开口 其身旁的一个 瘦瘦高高的家伙 却是率先开口温道 陈战披了一眼 这位瘦高个 随后面色淡然地点了点头 道 我就是陈战 怎么 看你们这个架势 是找我有事啊 哼 没错 找的就是你 瘦高个冷哼一声 不知几位找我什么事啊 过下午还有比赛 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还等着回去休息呢 陈战丝毫没有因为 四周站这四五个人 就心里有所畏惧 即便这里并不是学校的大道 仅仅是身边的这五个人 陈战也没有任何的畏惧 依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以及上一世积累了三年的战斗经验 对付几个手软脚软的家伙 简直不要太简单 不过 这位瘦高个确实没有这个觉悟 看到陈战并没有被他们吓到的样子 当即怒了 你妈 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 明显来者不善 你压得就不能给点面子 把我们当什么了 愤怒的情绪下 这位瘦高个直接伸手推了陈战一项 冷声说道 参加比赛 休息 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待在宿舍比较好 闻言 陈战瞬间明白了 这群人想要干什么 当即嘴角微微一条 伸手打了打肩膀上刚刚瘦高个碰的地方 说道 我下午还有跳远比赛 你们不让参加 没错 不仅仅比赛不让参加 离孟诗兰小姐也远一点 你还没有资格成为她的男朋友 这句话气势很足 但是由瘦高个说出来 却少了几分威势 陈战嘴角的笑容更甚 目光不屑的瞥了一眼瘦高个 说道 不好意思 就在刚刚 看见没 那片小树林里 施兰刚刚答应成为我的女朋友 对不起 你来晚了 不对 应该对你说吧 你的这条狗 还真的过躁 标准的废物一个 一群人围着一个人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废话 想必学校的保安大业 应该快到了 听到陈战的话 年轻人见眉一条 瞥了一眼一旁的瘦高个 冷哼一声 陈战所说都是实话 这个瘦高个的确是在浪费时间 废物一个 这位瘦高个听到年轻人的冷哼 当即吓得浑身一软 心中发虚 还真是个软脚瞎呀 陈战毫不留情地出言讽刺道 你 瘦高个面色一怒 他害怕身旁的这个年轻人 但是陈战算个球啊 当即想要怒斥回去 然而 一旁的年轻人 却是冷冷地呵斥道 滚下去 闻言 瘦高个当即气势一哪 点头哈腰地 退了下去 不过 看向陈战的眼神当中 却是充满了怨度 今天 陈战让他颜面大师 在年轻人面前 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他怎能不愤怒 他很清楚这位年轻人的地位 如果能够攀上这么一个大腿 他以后 不仅仅在学校内 可以横行无际 踏入社会 也决定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然而 这一切都被眼前这个 不知死活的家伙给搅和了 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 瘦高个在心中恨恨地想到 与此同时 年轻人终于正视了陈战 开口道 我叫马景涛 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 答应刚刚的要求 本以为这傲得一逼的家伙 会说出什么高质量的话 结果 却让他失望透顶 陈战瞬间没了 和这些人玩下去的心思 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 马景涛 你爸是马天龙吧 倒是咱们ZB市 最大的上市公司老总 即便是在整个ZB省 都颇有名气 倒是挺厉害的人 见陈战竟然这般熟悉 他们家的背景 马景涛脸上的高傲之色更深 既然你知道我爸的厉害 就应该失趣一点了吧 然而 陈战却是冷笑一声 道 可是啊 我还是不想给你面子 你说怎么办 你 陈战突然的转折 让马景涛瞬间 好像是被耍了一般 小白脸被气得通红 双目怒争 仿佛要将陈战杀了一般 而正在这时 学校里的保安 也终于开着他们 那标志性的警车 赶到了 还真是及时 陈战笑着 看向马景涛 马景涛深吸一口气 竟是很快的 平复愤怒的情绪 冷冷的吐出一句话 你最好 是想好了再做决定 要不然 老子让你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说吧 马景涛 静止转身离开 被威胁了吗 陈战抚摸着下巴 嘴角挑起一抹 诡异的糊涂来 下午 比赛照常进行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陈战的发挥 依旧出色 经过一中午的休息 他再次一跳成名 得了跳远比赛的第一名 看台上 马景涛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 他没想到 陈战竟然真的不给他面子 再次夺得一项比赛的冠军 听着耳边传来的 疯狂的叫喊声 马景涛知道 陈战出尽了风头 而看到孟诗兰那甜甜的笑容 他的眼神深处 涌现浓浓的怨毒之色 孟诗兰从未搭理过他 更别说对他笑了 而陈战这个不知道 哪嘎的蹦出来的屌丝 竟然让孟诗兰笑了 上午竟然还吻了他 越想越气 马景涛拳头紧握 恨不得要上前将陈战 一刀杀了 一旁的瘦高个 看到马景涛的样子 当即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能不能改变马景涛 对自己的印象 就看此举了 大哥 我有办法让陈战 今天晚上躺在宿舍里 无法参加明天的比赛 瘦高个保证道 好 你最好不要骗我 马景涛眼中冷芒一闪 说道 瘦高个吓得心头一颤 随即 继续保证道 陈战放心 我贾明智 再怎么说 也是大三学长 认识不少兄弟 这点事 还是能够办好的 马景涛听到瘦高个的话 这才放下心来 说道 尽管去办 出了事情 要老子负责 有陶战这句话 事情绝对办妥 文言 瘦高个眼前一亮 信心更足 与此同时 铁把里再次出现了一个 极为明显的标题 两贯王 男神能够再战辉煌 很显然 这个帖子 在说 陈战夺得跳远冠军的事情 并且猜测 陈战能够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 再夺冠军 这个猜测 很快便是在 铁把内传扬开来 众所周知 明天的比赛项目中 陈战还会参加 八百米跑和万米长跑 会不会也得冠军 就在众人纷纷猜测 陈战的宿舍 彻底兴奋了起来 即便张大鹏和张一凡 都没有夺得好的名次 但是 陈战和马林争气 陈战得了白米跑 和跳远的冠军 马林得了白米跑亚军 跳远比赛当中 由于体重的影响 他只拿了第三名 但是 这也足以让他们 宿舍名声在外 试问 哪个宿舍 能够夺得如此好的名次 而且 还在两个项目上 而且 马林这家伙 对自己的成绩 也是极为满意的 因此 宿舍内 除了杨帅和陈战以外 所有人都吵着 要庆祝一下 不过 陈战并没有同意 一来明天还有比赛 今天出去 必定要喝酒 不利于明天的比赛 二来 马景涛此人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宿舍这群人 没有必要陪着自己 面对马景涛 对付自己的手段 最后 估计到明天 陈战和马林 还有比赛 所以 众人决定 在宿舍 简单庆祝一下 等到比赛彻底结束 再好好地庆祝一下 对此 陈战也是没有意见 毕竟 在宿舍简单庆祝一下 倒也没什么影响 然而 就在众人在宿舍当中 喝得兴起之时 宿舍的门 被狠狠地 踹开了 末世才学者 第六十六集 砰 巨大的踹门声响起 正喝得兴起的猪人 纷纷神色一愣 随起 得是看到 中午见过的那个瘦高个 领着四个人 进了宿舍 本来 大学的宿舍就不是很大 陈战他们五个人 再加上 瘦高个这五个人 瞬间 拥挤得很 除了陈战 其他人都滚蛋 赶紧的 目光扫过 已然站起来的陈战等人 瘦高个一脸的狂傲 他们一群大酸的学长 显然不把陈战这群 大一的学弟 放在眼中 马浩翔三人面面相许 显然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的道理 他们还是懂得 三个人忘了忘陈战 退缩之意 表露无遗 张一凡和张大鹏两人第一时间走了过来 冲着瘦高个 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一溜烟的 跑出了门外 显然 两人并不想掺和这件事情 在学校宿舍打架 这可是要记大锅的 他们刚刚入学 可不想因此背上处分 他们宿舍的关系 表面看起来团结一心 真要是摊上事 愿意和陈战 站在一条线上的人 并不多 对于张大鹏和张一凡两人的离去 陈战早有预料 心中并不奇怪 他倒是对马浩翔的留下 有些意想不到 马浩翔竟然留下 的确没有让陈战想到 毕竟 平日里 他和马浩翔 并没有什么交集 一般 都是马林和马浩翔走得很近 看来 你们两个 是想要陪他一起挨揍了 瘦高个目光阴溢的 瞥了一眼 陈战身旁的马林 和马浩翔 冷冷地说道 你们是谁啊 为什么找战哥的麻烦 马林随手拿起手中的筷子 瞬间摆起了太极拳的 击手势 双目死死地盯着瘦高个 问道 大三学长 至于为什么找陈战的麻烦 因为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没办法 劝他不听 只能用武力解决了 瘦高个说道 放你娘的臭狗屁 一群大三的学长 来找我们麻烦 也不嫌害臊 滚出去 我们就当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马林冷声呵斥道 文言 瘦高个 以及身后的四位大三学生 先是一愣 然后 都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惊诧 随后 瘦高个五人大笑出声 紧接着 瘦高个更是出言说道 我没有听错吧 你竟然让我们滚出去 兄弟们 告诉他们 到底 谁应该滚出去 上 瘦高个话音一落 其身后的 这几位大三学长 便是准备冲上来 收拾陈战等人 瞒着 就在此时 陈战突然开口道 什么 怕了 现在叫两声爷爷 然后乖乖的 离开孟诗兰 不要参加明天的比赛 老子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瘦高个话音落下 五人再次大笑 文言 马林的眉头紧紧周期 瘦高个不仅将自己的原话 还了回来 还侮辱陈战 这让他心中很不爽 原本不耐的表情 瞬间被愤怒所取代 陈战却是认真地摇了摇头 道 你想多了 我只是好奇 这里是学校寝室 你们这么光明正大的 到我们宿舍打架 不怕学校处分 瘦高个不屑地冷笑一声 道 你以为老子都跟你们似的 傻不愣登的 大门口又忘疯的 一有动静 老子们就撤 到时候死不承认不就行了 谁敢指证我们 老子回头弄死他 点了点头 陈战随后转身 对着马林和马浩翔说道 好了 可以出手了 什么意思 瘦高个等人一时间 没有明白陈战的意思 一个个都是愣在了原地 陈战嘴角微微一条 说道 既然你们已经将后路想好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 把你们打一顿 会被学校发现 然后被处分的事情了 所以我说 可以动手了 你 瘦高个瞬间怒火生疼 气得浑身哆嗦 陈战却眉头一条 仿佛想起什么似的 再次开口道 哦 对了 你这个人的废话 实在是太多了 磨磨唧唧 耽误时间 文言 瘦高个彻底爆发 直接怒喝一声 给老子打 任何后果 老子来等 说吧 他已经率先攻向了陈战 马浩翔虽然选择了留下 但是仍旧浑身发抖 他第一次遇到过这样的场景 早已经被吓坏了 看到众人说动手就动手 虽然没有后退 但是却怎么也挪不动脚步 宿舍内的空间本来就不大 所以陈战和马林冲上去 一时间 倒也没有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对付几个 连受贿都没有踏入的学生 简直不要太简单 尤其是 率先冲向陈战的这个瘦高个 脚步虚拂 毫无招式可演 直接一拳砸了过来 速度实在是太慢 陈战右手向前一探 反手抓住瘦高个的手腕 然后顺时针猛的一拧 瘦高个瞬间惨叫一声 然后身体直接一攻 背对着陈战 与此同时 陈战的右脚踹出 砰 低沉的声音响起 瘦高个直接被陈战 一脚踹倒在地 甚至因为陈战的力道太大 导致瘦高个差点 将他身后的一位大三学长 撞倒在地 耳边响起瘦高个 凄厉的惨叫声 而陈战没有任何迟疑 一个剑步冲上前 在一位大三学长 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直接一拳砸断了 其鼻梁鼓 惨叫声继续 眨眼见 陈战已然放倒了两个 等到第三个被陈战放倒 马林那边 也是解决了另外两个 刚刚还嚣张跋扈的众人 眨眼间便是全被放倒 躺在地上 惨叫着 身后的马浩翔 目瞪口呆的 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生出一些 不太真实的感觉 虽然早就知道 陈战和马林的身手很好 但是上一次 和黄毛那群人战斗的时候 他们都是醉酒状态 哪里看清了马林的身手 而陈战更是一直没有出手 直到最后突然爆发 玩了一手好斗 出手极其狠了 溅了血之后 众人方才清醒 眼下他可是亲眼目睹了 陈战和马林出手的全过程 马林使的都是太极招式 他一时间倒是没有看懂 而陈战的一招一招 虽然没有套路 但是却能够最快 最狠的给予对方重创 尤其是让他震撼的是 陈战和马林两人出手的速度 都很快 快到他只有眼睛能够跟得上 赶紧的 别在这里哼哼唧唧的 闹心 陈战一脚踢在了瘦高个儿的脸上 冷冷地说道 瘦高个儿猝不及防之下 被陈战一脚踢中了嘴 两颗大门牙掉落 心血从其口中哗哗地流出 模样极为狼狼 然而 他却不敢有任何的停留 陈战的出手太狠了 他估计 肋骨已经断了好几根 必须要尽快前往医院 浑身上下都疼得厉害 看着狼狼离开的众人 陈战仿若没事儿一般地 收拾着刚刚因为出手而弄乱的宿舍 林子 你以后出手注意点 你看 桌子上的东西全乱了 陈战说道 马林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他刚刚只顾打得爽 哪里去管这些东西了 再看陈战这边 所有东西和原来一模一样 心中对陈战愈发的钦佩 看什么 赶紧来帮忙啊 陈战催促道 哦 好 好 马林赶紧收拾 刚刚走出宿舍的瘦高个儿等人 闻言又是一个亮枪 差点撞在了一旁的墙壁上 面色羞愧地赶紧离开 直奔医院 瘦高个儿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向马景涛保证 让陈战在宿舍里 没办法参加比赛 到头来 自己反倒躺在了医院 随后 张大鹏和张一帆两人回来 不过 陈战和马林并没有说他们什么 只是 这韭菜 却是没办法再一起吃了 双方之间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尤其是马林 更是冷哼一声 直接躺在床上 拿起手机 看起了小说 这两天 他愈发地相信 陈战所说的末世论 所以 一直都在看一些 关于末世类的论坛和小说 他现在 正在追读一本 叫 《末世求生指南》的小说 看得津津有味 马浩翔瞥了一眼两人 随即 也是玩起了自己的电脑 陈战是最无所谓的一个人 他本就没有对张大鹏两人 抱什么希望 更不会因此 而心中不爽 他要趁着晚上 好好修炼一下虚空觉 必须心尽平和才行 至于张大鹏和张一凡两人 也是尴尬地回到床上 两人甚至有些 不敢去看陈战三人 而就在受高个 找陈战麻烦的时候 牌主席再次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关于陈战麻烦 这两个意想不到的黑马 彻底打乱了他之前的部署 使得商学院 丢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冠军 而且 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 他们商学院 还将会丢掉八百米跑 以及万米跑的冠军 交通学院这边一军突起 实在是让人意料不到 大家说一说 怎么办吧 牌主席皱着眉头 眼下的事情 的确 颇为棘手 商学院不高兴 但是 交通学院高兴啊 至于其他学院 都是一副看戏的心态 反正这事和他们 没有多少关系 但是 身为主席的他 却是犯了愁 第二天 比赛照常进行 时间来到上午十点钟 八百米跑的决赛开始 让人没想到的是 商学院的参赛者 竟然选择了退出 趁战皱了皱眉头 心中泛起一抹 不好的预感 随着一道哨声响起 八百米跑正式开始 想着一会儿还有万米跑 陈展并没有打算 跑得太快 以防体力消耗过去 况且 最具有威胁性的 商学院 那个参赛者退出 他更加不需要太买力 只需要得到第一级课 没有了商学院 那哥们在后面追着 陈展轻而易举的 领先众人 马林位列第二 两人渐渐领先全场 成为了第一梯队 剩下的人 是第二梯队 然而 就在陈展刚刚 进入弯道的时候 赛场边缘 突然传来 马浩翔的呼喊声 战哥 林哥 万米跑提前开始了 什么 马林面色一变 随即眉头一挑 恶狠狠地说道 怎么会提前呢 这泥马 八百米都没有跑完 怎么参加万米跑 闻言 陈展也是眉头皱起 随即仿佛想到了什么 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很显然 有人不想让他参加万米跑 更不想让他连万米跑的冠军也夺去 看着身旁步伐有些紊乱的马林 陈展说道 林子 稳住你的节奏 就像是咱们每天晨跑一样 万米跑 你本来就不具备优势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 你一会儿就别参加了 所以 现在你也不用保留体力 那你呢 战哥 林子听到陈展的话 顿时稳住了节奏 速度 也是渐渐提了上去 我 陈展嘴角掀起一抹糊涂 冷笑地说道 既然他们 不想让我拿到万米跑的冠军 那老子就偏要拿到 我先走了 说吧 陈展的身形猛地提速 从还有七百米的地方就开始提速 陈展的举动 瞬间让看台上的人群议论纷纷 不明白 陈展这是干什么 现在提速 一会儿还有力气 进行最后的冲击吗 这体力分配 太不合理了吧 末世才学者 第六十七集 很多人顿时幸灾乐祸起来 毕竟 陈展这两天的风头 可谓是一时无两 能够看到陈展吃别 他们求之不得 嘿嘿 真的以为自己的体力用不完 杨帅不屑地说道 现在就开始加速 简直自己作死 这家伙果然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家伙 难道不知道 最后一百米才能加速吗 蔡老师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陈展已经撇开第二名五十米 撇开第三名的人七十米 陈展怎么回事 这样会耗费大量体力的 即便是在远处观察的张盈盈 也是秀眉微醋 显然也不认同陈展的这种跑法 而陈玉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每个人训练的跑法不同 节奏自然不会一样 不过 不过 陈展的速度 好像丝毫没有降下来的意思 他要干什么 冲击更高的纪录 陈玉也是颇为不解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陈展的速度 丝毫没有降下来的意思 他已经快要追上 最后一鸣的步伐 这尼玛可是八百米跑啊 他难道不知道 一会儿还有万米跑吗 这么跑 张盈盈不无担忧地说道 依他的体力 这样下去 根本无法坚持 在万米跑上 拿下好的名次 难道有什么变果 陈玉心中浮现一抹疑惑 通过这些天的观察 以及前两次神秘事件 陈展的表现 陈玉不相信 陈展会冒冒失失地做决定 肯定是有原因的 至于原因是什么 陈玉一时间 还真的无法想明白 超过了 已经超过最后一名 一圈了 张盈盈喊道 但是声音之中 并没有太多的惊讶 反而是担忧举多 赢了 他再次夺得了第一名 当陈展 当陈展冲过中点线的时候 看台上 虽然很多人不解 他为何要采取 这般耗体力的跑法 但是 陈展打破了 往年的记录 整整超了最后一名 一圈多 这个成绩 足够他们欢呼激动 然而 陈展 却并没有停下 奔跑的脚步 静止跑出了体育场外 而马浩翔 已经很有眼力见的 准备好了电动车 看见陈展之后 当即喊道 张盈 我带你去 你趁着现在 休息一会儿 马浩翔 在看到陈展 加速的时候 就知道 陈展不愿意放弃 万米跑的比赛 所以 很机灵的他 立刻全速跑向 不远处停车的地方 将自己刚刚买的电动车 骑了过来 万幸 一切正好赶上 而与此同时 看到陈展奇怪的举动 看台上的同学 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 他干什么去啊 不会是把人给跑傻了吧 别看娘的扯淡 陈展明显 还留有余地好吧 我记得 万米跑的赛场 是在校外吧 陈展去的方向 好像就是那里 陈展好像 的确参加了万米跑 而且 万米跑 就是围着咱们学校跑的 但是 他这么着急干什么 万米跑 不是还有半个小时 才开始的吗 难道 万米跑已经开始了 看台上议论纷纷 很多人通过陈展的一场举动 已然看出了端倪 他这是 张盈盈一脸的不解 去万米跑的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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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盈盈一想 的确有这可能 但是 陈队是怎么猜出来的 陈队 你怎么知道 张盈盈一脸不解地问道 刚刚陈寓可是和他在一块的 他都不知道 陈寓是怎么知道的 看别人的嘴形 陈寓撂下这句话 便是转身离开 跟上了陈寨 一旁的张盈盈先是一愣 随即 瞪大了美眸 陈寓是通过看别人的嘴形 来判断出 别人所说的话 这 变态 不对 应该说是 妖孽 张盈盈愈发地佩服陈寓 这尼玛简直多才多艺 什么都会 变态两个字 都无法形容它 应当用妖孽两个字 很快 马林轻松夺得第二名 随后也是追了上去 而此时 看台上的同学 几乎都知道了 陈寨要干什么去 纷纷大骂道 学校怎么安排的时间 万米跑和八百米跑 开始的时间 本就相差不远 参加两个项目的人 根本就歇起不过来 怎么眼下还提钱了呢 就是 这不明摆着 不让陈寨夺得 万米跑不冠军吗 一旁的女生更为气愤 直接喊道 不干了 走 去看万米跑去 说着 她竟然 真的起身 离开了看台 就在众人 纷纷离开观众台时 孟诗兰和她的闺蜜 人妾 也是起身 朝着万米跑的赛场赶去 他们两个 可是很多人 关注的焦点 两人一动 看台上的人 顿时站起来很多 显然 都想看看 万米跑那边 怎么一回事 想要看看 陈寨 最终能够 夺得什么名次 不知不觉见 陈寨已然成为了 全校的焦点人物 而看台上的一动 顿时让主持这次 运动会的学校领导发现 询问之下 立刻勃然变色 冷冷地说道 这学生会怎么办的事 说吧 这位领导也静止离开席位 赶往万米跑赛场 结果 留下裁判 和接下来要进行比赛的其他选手 大眼瞪小眼 一时间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看台上的观众 陆续离开了座位 怒大一个二体 眨眼间 便是走了一大半人 顿时显得冷清起来 孟诗兰等人 很快便来到了 万米跑的比赛场地 而此时 陈寨已经开始了奔跑 只不过 离别人开始时间 晚了十几分钟的 他是最后一名 自发的 孟诗兰等人 开着电动车 跟在陈寨身旁 为他加油打气 刚刚二体看台上的同学 也纷纷为陈寨 呐喊助威 陈寨没想到 自己的人气这么旺 不过 此时的他 在专心应对比赛 刚刚八百米跑 消耗了他不少的体力 所以 陈寨现在急需恢复 他刚开始的起步 并不快 按照自己的节奏 开始一边奔跑 一边恢复体力 而跑在首位的那位 商学院的大三学长 此时 已经让学校跑了一圈 追上了陈寨 陈寨 你还真的来了 也不怕累死 这位商学院学长冷笑一声 说道 陈寨一言不发 仿佛耳边 只是一只狗 在狂吠 你他娘的要不要脸 有本事公平竞争 使诈算什么本事 陈寨能够忍得了 但是马林却是忍不了的 当场就爆发了 大骂道 在他娘的 在站个耳边嗶嗶 信不信老子开车撞你 马林一脸凶恶的模样 顿时吓到了这位商学院的学长 他也只能闭上嘴 专心跑自己的路 只不过 他开始了加速 将陈寨 撇在了后面 因为他知道 飞再多化 也不如夺得第一 战胜陈寨重要 十分钟后 陈寨开始提速 他已经将刚刚八百米跑 加速时耗费的大量体力 恢复了一部分 已经彻底不大喘气了 十五分钟后 陈寨超过了前面的商学院学长 开始缩短一圈的距离 二十五分钟后 陈寨终于追上了最后一名 然而 他的速度仍旧没有下降 一个个选手被其超越 每超越一个选手 周边的观众都会爆发出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三十分钟后 陈寨已经处在了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五名 三十五分钟后 陈寨成功超越第三名 离第二名不过数米之远 即便是同第一名的商学院学长 也不过是三十米左右的距离 看到陈寨竟然追了上来 商学院的学长面色巨变 速度不由地再次提升 想要渐渐拉开双方之间的距离 而他此时离终点 只有两百米的距离 陈寨仍旧没有任何的交集之色显露 他平稳地开始再次提速 此时的他体力的确耗费胜据 看其额头上的汗流如浆 就知道他此时有多么的疲累 第二名轻而易举地超越 陈寨开始追赶第一名 而此时周围的观众也是陷入了最紧张的时刻 没有人再欢呼 所有人都紧盯着距离不断拉近的两人 还有前方不远处的终点红线 到底谁能夺得第一 是陈寨成为四冠王 还是商学院学长打破陈寨连胜的记录 急剧地喘着粗气 商学院的这位学长 此时已经达到了极限 速度下降的厉害 最后时刻 他不仅仅没能加速 反而速度在不断地下降 他相信陈寨更是如此 毕竟陈寨之前加速跑完八百米之后 才来参加的万米长跑 而且中间自己还提前跑了十多分钟 自己准备齐全的状态下 此时都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体力透支的厉害 更何况陈寨的 然而 等他回过头 看见陈寨离自己不过十米的距离时 顿时面色大变 脚下的节奏也是乱了起来 这一乱 直接导致他的呼吸频率 也是发生变化 急促而紊乱 我要赢 不过 商学院这位学长 倒是有着一颗争夺第一的心 只见他仍然不断压榨着身体的潜能 即便双腿如同贯牵了一般的沉重 他仍旧竭尽全力地 冲向终点 十米 五米 两米 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胜利的希望 只要自己才咬咬牙 就能够得到这触手可及的冠军 这个本就应该属于他的冠军 他就能够打败陈寨 打败这个大一的心声 然而 就在他离重点不足一米的时候 他看到 陈湛终于追上了他 和他并肩 冲向了终点 当哨声响起 四周的观众 仍旧一片安静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两人几乎是不分先后地 撞在了红线上 但是这位商学院的学长 却是面色巨变 因为他清晰地看到 是陈湛 率先撞线 他只差了一寸的距离 换句话来说 他再次被打败了 此时的他 缓缓停下脚步 目光充满不甘和愿毒地 看着一旁的陈湛 而陈湛 似乎也察觉到他的目光 竟是冲他笑了笑 而就在此时 牌主席皱着眉头说道 由于两人几乎同时撞线 肉眼无法判断出 第一名属于谁 所以 我们的裁判需要讨论一下 请大家稍等片刻 说吧 牌主席便是和身旁的几个裁判 讨论起了第一的归属 文言 一旁的马浩翔却是面色一变 冷冷地说道 比赛在不通知战阁的情况下 提前开始 你会公平公正地判决 谁是第一 听到这句话 一旁的马林和孟诗兰 纷纷面色一变 马林更是吼道 凭什么你们来决定谁是第一 你们可信吗 四周议论纷纷的声音顿时一静 所有人都看下了陈战和停下脚步的牌主席 对呀 之前就莫名其妙的提前开始比赛 明显是针对陈战的 他们的可信度的确有待商榷 怪不得马林会质疑他 这样的学生会 的确很难让人相信 这些裁判哪一个不是大三的学长 大三学长之间会不互相偏袒 还有一个裁判我认识 是学生会的 他们会公平才怪 马林的质疑声 仿佛投入平静湖泊的石子 而瞬间掀起一圈圈涟漪 使得周围的同学议论纷纷 大多数人也怀疑学生会的公允度 众所周知 学生会里面各种肮脏的手段都有 算是半个社会 这样的组织 众人的印象本就不好 又弄出来提前开始比赛 而不通知部分选手的事情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丑闻 有人相信学生会才怪 末世裁决者 第六十八集 众人的议论 台主席全部听到了耳中 双眼微微眯起 看向马林的眼神深处 闪过一抹冷芒 冷冷地说道 凭什么我们决定谁是第一 看来你并不相信我们 那么 请问 谁来判决第一的归属 你吗 你所占的位置 能够看出来 谁第一个撞心的吗 而且你来判决就公允了吗 排主席连续几个问题 直接将马林给问蒙了 马林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无言以对 只能面色焦急地看着排主席 排主席眼神深处 划过一抹不屑的笑意 然后冷哼一声 说道 我们这些裁判人员 可是经过学校批准的 你质疑我们 就是在质疑学校 少在我面前喝 有本事 去找学校去 说吧 排主席转身 示意裁败团继续 而一旁的陈战 听到排主席说了这么一大通话 面色微沉 看来这次的事情 排主席也插手了 这老油条 手段隐秘 城府极深 而且巧舌如簧 威势十足 看来 自己这第一有些悬了 陈战虽然不在乎是不是冠军 但是心中的这一口气 却是咽不下去 你不是很强吗 不是很能跑吗 无论你多强 你还是败了 这位商学院的学长 渐渐缓过来了一点劲 露出嘲讽的笑容 不屑地说道 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 谁胜谁败 还不一定的 陈战冷冷地 回了一句 哈哈 此人仿佛听到了一句最好笑的笑话 脸上的嘲讽之意更浓 说道 你还真是天真的可爱呀 你真的以为 冠军会是你的 给你实话实说吧 在咱们几乎同时撞行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输了 你觉得这些裁判会帮你 哼 白日做梦 告诉你吧 其中一个裁判是我兄弟 你觉得 他会帮谁 这位商学院的学长 显得很是自信 说话的语气 也是傲得一逼 看你的样子 似乎很不爽啊 哈哈 我叫李莉 商学院金融系三班学生 欢迎来揍我 这位名叫李莉的 商学院学长 看到沉沾阴沉的脸色 顿时心中舒态了很多 仿佛刚刚得到 生理上巨大的满足一般 下一刻 裁判团已然做出了决定 台主席转身 朝着诸人宣布答案 经过刚刚裁判团的一致决定 这次的冠军是 李莉 恭喜 台主席朝着李莉 笑着 公布了答案 心中确实对其颇为不屑 他们提前开始万米跑 而且 不通知陈战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陈战 获得万米跑第一 结果这个李莉最后确实和陈战几乎同时撞线 不 应该是陈战 提前撞线 还要让他再次出面解决 简直是废物一个 李莉莉 李莉并不知道台主席所想 此时 她的脸上浮现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很是高傲的看了一眼陈战 仿佛在炫耀一般 然而 她却没有从陈战脸上看到愤怒和不甘 眉头一皱 李莉高兴的心情顿时被坏掉了 仿佛鱼刺夹在了喉咙当中 很是难受 而此时 随着牌主席的答案公布而出 周围的同学顿时陷入了议论当中 马林更是极其不满地吼道 不公平 凭什么是李莉 不是战阁 你们偏谈 不公语 不仅是马林 身旁的很多人 都是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显然 对这个结果也是不太相信 实在是因为 两人几乎同时撞红线的情况下 很难判断谁是第一 他们没有电子设备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所以 判定谁是冠军 只能由裁判来定 这也导致 其中可操作的空间很大 操作空间大 排主席也拿准了这一点 所以才敢这般当着众人的面 公然偏思 目光不懈地 瞥了一眼马林 排主席冷冷地说道 这是裁判团的决定 他们都是有过多次判决经验的裁判 你们说 我是听你们的 还是听他们的 闻言 马林再次面色一致 脸上浮现浓浓的不甘 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听我的 正在此时 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道 红亮的声音 谁这么不知好歹啊 你有什么资格来判定 排主席话说一半 顿时戛然而止 瞳孔皱缩 原本高傲嚣张的脸色 顿时患上了一副谈媚的笑容 语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说道 谷校长 您怎么来了 我有没有资格 谷副校长身材高大 背负双手 冷冷地看着排主席 问道 排主席当即软了下来 说道 谷校长说笑了 您以前可是干体育的 如果您都没有资格 试问 咱们学校谁还有资格 本来我是相信 裁判团的决定 但是 您来了 那您 一定是权威 我自然听您的 排主席不知不觉间 拍了谷副校长一个 小小的马屁 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城府 真的很深 态度转变之快 简直让人瞠目结舍 甚至怀疑 之前说话的那个 是不是他 而且此人很会说话 不动声色地拍了一记 谷副校长的马屁 马林冷声讽刺道 马屁精 文言 排主席眼中滑过一抹冷芒 不过 脸上的笑容依旧 然而 谷副校长 却不吃他这一套 冷冷地回道 既然听我的 那我来宣布冠军的归属 你们没有意见吧 听到谷副校长的这句话 排主席眼皮子跳了跳 谷副校长这话的意思 很显然 是要将冠军给称赞 不过 他一个小小的学生会会长 权力再怎么大 也绝对不敢忤逆 副校长的意思 所以 排主席仍旧一脸笑容地说道 谷校长决定就好 我们肯定不会有意见 那就好 下面我宣布 本届万米长跑的冠军是 陈湛 谷副校长朗声宣布 陈湛冲着谷副校长感激地点点头 随后 瞥了一眼身旁的李莉 懒得和她说话 直接转身离开 李莉经历了地狱到天堂的兴奋和狂喜 紧接着又从天堂下了地狱 此时的她 坚持如同牵线木偶一般 面色煞白 目光呆滞 听着全场的欢呼声 她觉得 自己仿佛一个小丑一般 四冠王 四冠王 场中响起一阵阵的呐喊声 陈湛打破了他们学校的记录 以一人之力 连夺四项比赛冠军 瞬间赢得了所有在场同学的掌声 而此时的陈湛却静止走向了孟诗兰 孟诗兰此时早已经兴奋地冲向了陈湛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杨帅和蔡老师 看到古副校长的那一刻 便知道坏事了 果不其然 陈湛夺得了冠军 两人面色阴沉的 看着陈湛却无可奈何 一旁的马景涛 脸色更是阴沉如水 仿佛能够滴出水来 此时的他牙关紧咬 死死地盯着抱着孟诗兰的陈湛 冷冷地说道 陈湛 这是你逼我的 万米长跑内幕世界 铁把里再次出现了一个帖子 而且异常醒目 再次被校内同学顶了上去 只不过 当他们再次看到里面的主角 竟然还是陈湛的时候 顿时有些无语了 这泥马 三天两头的 是陈湛的新闻 还有完没完 不过 似乎这件事情有趣多了 内幕这种事 太多人喜欢看了 尤其是一群无聊的大学生 与此同时 校方也已经发布声明 要严厉彻查此事 还大家一个说法 主持这次检查的 正是古副校长 他在学校是有名的公正联名 由他来调查此事 大家伙都很放心 很快 两天后 学校便公布了这次 万米长跑事件的调查结果 这件事 是学生会为了平衡各学院的 运动会冠军 亚军和冀军的名额 调动整个学校学生的运动积极性 所以每个学院都会有一定的冠军 亚军和冀军名额 交通学院经线陈战和马林两匹黑马 打破了各学院学生会会长的约定 所以学生会最后才做出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 虽然情有可原 但是校方仍会严肃处理 派主席身为校学生会主席 没能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 所以基于剥处其学生会主席 职务的惩罚 其余一律人等也是做出相应惩罚 具体惩罚如下 这是学校给出的官方通告 终于解气了 马林看到这条通告之后 一拍大腿兴奋地说道 马浩翔也是点了点头 很有同感地说道 这个处理已经很公平公正了 如果学校调查情况属实的话 陈战也觉得学校能够做出这样的处置 已经是很公平公正了 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说实话 陈战并不相信 当然 这并不是说 陈战不相信古夫校长 而是派主席太过狡猾 诚服太深 据他上一世的记忆 派主席绝对不会做 对自己必大于利的事情 而眼下 古夫校长所调查的结果 以及做出的处罚 都看起来对派主席极为不利的 派主席却没有任何的反驳和动静 显然有些不正常 换句话来说 这样的结果一定有对派主席有利的地方 而且利大于弊 会是什么利呢 陈银片刻 陈战突然眼前一亮 他的脑海之中 浮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马景涛 凭借着马景涛的家族势力 如果派主席能够傍上这么一条大腿 绝对会利大于弊 区区学生会主席 还真的不算什么 况且 派主席身为大三学长 按照学校传统 他最多也就能够再当半年的学生会主席 等到大三下学期就要正式卸任 眼下 他只不过是提前半年卸任而已 狡猾的家伙 看来这个马景涛 还是不会放过自己啊 目光一闪 陈战的眉头微微皱起 凭他的判断 马景涛这样的人 没能成功报复自己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虽然陈战一直都信 红颜祸水这个词 但是 没有想到 还没彻底得到红颜 祸水便是来了 当然 马景涛对于陈战来说 还不算什么祸水 如果惹及了陈战 动手杀了他 也不是不敢 只是末世爆发前 陈战总体的思想是 门声发大财 默默提升自己的实力 培养一些打手 以便在末世当中更好的生存 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人 今天是陈战和崔凌恒 再次约定见面的日期 等到众人不在宿舍 陈战再次安排到 林子 这次你告诉阿恒 青龙帮那边的一切事宜 都有他一人做主 只需要记住一点 稀释宁人 不要引起警察的注意 好的 战哥 马林重重地点了点头 有了上次的经验 他这次倒是颇为淡定 对了 战哥 上次我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马林突然眉头一条 想起了什么 闻言 陈战眉头一皱 如果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急需处理 那马林办事就太不靠谱了 马林似乎也料到了 自己的疏忽会引起陈战的不满 当即摆了摆手 赶忙说道 战哥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上次去找恒哥的时候 被人跟踪了 陈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几乎瞬间便是想到了陈玉 这也是陈玉的做事风格 滴水不漏 不放过任何一个和自己接触过密的人 看来自己接下来的行动 要更加的小心才行 最后你是怎么甩掉这些人的 马林能够发现身后有人跟踪 已经说明他甩掉了身后的尾巴 只不过陈战有些好奇 马林用了什么办法 甩掉了陈玉派去的人 那些人可都是经过专业跟踪训练的 凭借着马林绝对无法将其甩掉 恒哥率先发现的 然后在他手下的接应下 成功甩掉了这些尾巴 马林说道 点了点头 崔林恒这种混迹在黑道的人物 经常和警察打交道 警觉性极高 他出手帮助马林摆脱跟踪 陈战倒是相信 所以阿恒是不是说了 这次见面的方式 陈战瞬间想到了这点 有了上次的前车之见 崔林恒为了谨慎起见 绝对会改变见面方式 文言 马林不由的眉头一条 仿佛见鬼一般的看了陈战一眼 不过他也没有纠结于此 只是面色惊愕地说道 战哥 这你都能猜得出来啊 厉害啊 恒哥的确和我说了 这次的见面方式 他打算让战哥 你将主妇的事情写在纸上 然后我携带他准时到达约定地点 到时候会有人将他从我身上偷走的 马林没遇见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佩服 这种传递消息的方式 他也只有从电影上看过 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竟然真的存在 让他心生佩服的同时 也充满了好奇 想了想 陈战觉得这种办法 的确是最好的传递消息的方式 提笔将刚刚嘱咐马林的事情写了下来 不过陈战想到陈玉的变态 随即又加了一条 啊好 警方这段时间 应该是在调查ZB市的黑帮 你最近行事 一定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大肆购买军火的事情 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即便是事情败露 也一定不要被警察抓住 坚持到10月4号 第四次神秘事件爆发 写好之后 陈战将其折叠好 放入信封当中 递给了马林 叮嘱道 机灵一点 不要被警察看出破绽 马林重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挠了挠头 问道 战哥 再问你最后一个事 看到马林这样 陈战有些奇怪 马林还有什么事 当即点头道 你问吧 为什么不用电话和横格连线 马林问道 警方有很多种途径 监控到你的手机 这些电子产品很不安全 陈战没想到 马林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当即松松间 说道 即便是咱们宿舍 都有可能安上了窃听器 或者微型摄像头 什么 马林顿时朝着四周警惕地望了望 拍了拍马林的肩膀 陈战说道 放心吧 暂时没有 要不然 咱们两个早就被抓走了 赶紧去吧 实际上 陈战没有告诉马林 他每天回到宿舍 都会利用精神力 将整个宿舍的每一个角落 都探测一遍 确保没有被安上窃听器 或者微型摄像头 方才安心待在宿舍 随后 陈战趁着宿舍没人 又是周六 没有课 找孟诗兰逛街去了 不过 陈战在找孟诗兰的时候 却若近若离地 跟在了马林的后面 说句实在话 即便有上一世的记忆做参照 但是陈战 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他人 他只相信自己 刚刚马林所说的话 由不得他不怀疑 被跟踪的事情是 马林是真的忘了 还是故意编出来的理由骗他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写了一封信 这可算得上物证 到时候陈玉抓捕自己 这东西就是最好的证据 所以陈战不得不谨慎 马林出了校门 便直奔他刚刚所说的地点 那封信从始至终都放在身上 没有半路转交给他人 然而 就在马林过人行道的时候 一道瘦弱的身影 不小心撞了马林一下 道了个歉 然后匆匆离去 马林倒也没有在意 但是陈战却看到这个瘦弱的家伙 轻而易举地将马林口袋中的信封掏走 不仅如此 他还看到 马林的口袋中多出了另外一封信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陈战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仍然没有察觉的马林 随后悄然跟上了那个瘦弱的家伙 他必须确定 这个瘦弱的家伙 到底是崔林衡派来的人 还是警方派来的人 当然 陈战知道 他身后还有这两个尾巴 不过 这里人流量极大 想必他们两人 也没有看到 刚刚那个瘦弱的家伙 交换马林口袋中的信封吧 毕竟 自己也是集中精神方才看到 实在是此人的手法太快 而陈玉两人 还在自己的后面跟踪 更不可能看到 前方发生的那一幕 所以 他们不可能知道 自己在跟踪谁 如果自己跟踪的是崔林衡的人 那么陈玉两人 也绝对不会 借此找到线索 查到崔林衡的 况且 这个地方根本不是青龙帮管辖的地盘 陈玉也不可能 因为自己在这片区域转悠 插到崔林横头上 随后 陈战发现自己的写的那封信 从瘦弱男子手里 再次传递给了另一个 戴着遮阳帽的女人 接着又换了几手 来到了另一个 穿着画画公子衬衫的青年手中 崔林衡 此人就是崔林衡 看到他的那一刻 陈战方才相信 马林的确是忘记了自己被跟踪的事情 这俩人不是好朋友吗 怎么看起来 陈战在跟踪他 不远处 掉在陈战后面的张盈盈 一脸疑惑地问道 摇了摇头 陈玉也是有些不解 马林出来 难道不是陈战安排的吗 可是为何 陈战还要跟踪马林呢 陈队 快看 陈战不跟了 张盈盈看到陈战不再跟踪马林 当即提醒道 陈玉的秀眉微微皱起 直觉告诉他 陈战绝对有问题 今天的行为如此反常 也是不合乎常理 必定有着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目的隐藏 所以 他的精神愈发的集中 然而 没过多久 陈战的方向竟然再变 而且接下来一变再变 陈玉彻底不明白 怎么一回事了 陈队 他停了 张盈盈同样被陈战给转晕了 根本不知道 陈战在干什么 不过 很快 他发现 陈战竟然停了 停在了一个花店旁边 难道陈战是在找花店 张盈盈开口问道 花店外 两女也是快步走进了花店 装作客人 观察着花店里的各种花 随后 两女竟然发现 陈战买了999朵玫瑰花 我知道了 她是要送给 孟师兰的 张盈盈眉头一挑 说道 原来刚刚在这里转悠了半天 是在找花店的 张盈盈根据陈战刚刚的奇怪行为 做出了最合理的判断 然而 看着陈战离开的背影 陈宇的秀眉仍旧紧促 随后开口道 立刻通知菜局 查一查 这片区域的地头蛇 无论黑道还是白道 都查清楚 我要看 一旁的张盈盈文言一愣 随即问道 陈队 你这是 陈战在这里晃荡半天 绝对不是在找什么花店 他在ZB市生活了十几年 难道不知道花店在哪 而且 他要是买花店 为什么要跟踪马林 可是 他买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啊 张盈盈问道 这如果是陈战的障眼法呢 陈宇开口反问道 呃 张盈盈无话可说 但是陈战如果真的如同陈宇所说的话 这家伙也太小心翼翼了 陈战从不会做无意义 浪费时间的事情 他之所以看起来毫无目的的乱光 如果真的不是为了找花店 绝对是有其他目的 比如说 和他合作的那个黑道势力的人见面 陈宇单单凭着自己的观察和推测 竟然将答案说得极为接近 只不过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陈战竟然连他的兄弟都不信任 跟踪马林 是为了确认其所说是否属实 跟上 陈宇话音一落 身形便是朝着陈战 快步跟了上去 张盈盈虽然不太认同陈宇所说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陈宇考虑的情况的确存在 而且 如果陈宇的考虑正确 那么 他们很有可能顺藤摸瓜 找到那个大批购买军火的黑帮 现在 因为对方的行动一向隐秘 而且 每次只有寥寥数人参与其中 警方很难查到 对方留下的线索 进度慢得要死 如果这边能够打开缺口 对于陷入停止状态的调查 将会有着重大突破 然而 陈湛早已经将这一切算计在内 他这回 是真的去找孟诗兰了 看着陈湛进入孟诗兰 那个小别墅内 张盈盈先是一愣 随后开口道 陈队 你说会不会 帮助陈湛的那个势力 并不是黑帮 而是 孟诗兰的父亲 闻言 陈宇皱了皱眉头 显然是陷入了思索 张盈盈所说也是一种思路 孟诗兰的父亲 所具备的能量 比之ZB式的一个黑帮 要强大得多 如果他在背后支持陈湛 绝对能够满足陈湛的要求 这样 通知蔡菊 调查一下孟诗兰的父亲 看看他最近 有没有接触什么可疑人物 有没有什么行为 也是可疑的 陈宇最终 还是无法排除孟诗兰的父亲 为了保险起见 只能让蔡菊调查他 而此时 陈湛和孟诗兰 温存之后 便是准备离开 后天是9月24日 第三次神秘事件爆发的日子 他必须做一些准备 根本就没有时间 在这里浪费 临走前 陈湛面色认真的 叮嘱道 石兰 后天不要来学校 后天不是周二吗 我还有课 文言 孟诗兰秀眉一条 不解的问道 为什么不能来学校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吗 想了想 陈湛还是决定 不告诉孟诗兰 关于第三次神秘事件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他并不信任孟诗兰 所以陈湛深细口气 说道 听我的 别来学校 没有为什么 孟诗兰一愣 随即想要继续询问什么 但是看到陈湛认真慎重的表情 他顿时闭上了小嘴 很懂事的 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乖巧的点了点头 他还是第一次见陈湛 这般慎重的 安排自己一件事 不管那天 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都不会前往 孟诗兰心里做了决定 随后 陈湛和孟诗兰分开 回到了学校 这个时候 马林应该也回了 回到宿舍 果然看见 马林躺在床上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陈湛顿时心中一沉 知道 肯定又有什么 不好的消息传来 目光扫了一眼宿舍 见没有其他人在 便是准备开口询问 上位等陈湛询问 马林便是开口说道 湛哥 横哥那边 又出事了 眉头紧皱 陈湛问道 不要慌 慢慢说 是不是关于青帮的事情 没错 马林重重点头 说道 青帮的那帮人 胃口极大 上次 上次 咱们让出去的市中心 那家夜总会 并没有满足 他们的胃口 这次 他们再次发力 竟然想要吞掉 美食街和上海路上 咱们青龙帮 所有的产业 闻言 陈湛 陈湛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这青帮显然是欺人太甚 看来 上次 黑子的出手 并没有起到太大的震慑作用 末世裁决者 第七十集 阿恒是不是没有找到 内奸是谁 陈湛问道 点了点头 马林说道 没错 不过因为这次 青帮的动作很大 所以 青龙帮内部的可疑人员 也是跳了出来 恒哥说 他尚未确定 内奸是谁 而眼下青帮势力大 硬拼的话 这些内奸 绝对会发力 到时候 恐怕整个青帮 都不复存在 阿恒怎么处理的 陈湛想要看看 崔岭恒的处理办法 马林随后 将手中的信封 递给了陈湛 说道 剩下的 你自己看吧 接过信封 陈湛很快看到了 崔岭恒的处理办法 战哥 青帮这段时间 不断发力 我秉承着 稀释宁人的态度 一人再人 然而 非但没有让青帮 有所收敛 还让帮内一些弟兄 对我产生了不满 所以 两相权衡 我决定 大规模出售 青龙帮的产业 换取现金 继续购买军火 高能量食品 以及药品 等末世必需品 对了 还有三棱军刺 这玩意儿 实在是太好使了 我在购买军火的同时 也顺带着 买了一批 这些被出售的 青龙帮产业 大都是那几个 疑似内奸的人 以及一些墙头草 所管辖的 这样 既能进一步 拖延和青帮 正面冲突的时间 也能够将那些 帮内可疑 和摇摆不定的 这些势力 全部从青龙帮 内部清除 这样做 就能够让青龙帮 剩下的人 引成一股绳 只是 此举 引起了很多 帮内弟兄的不满 而且 由于地盘和人员的 大幅度缩减 咱们青龙帮的实力 已经位居 ZB市 倒数后三位 堪南崔连衡的回信 陈战的目光 阴冷无比 这青帮还真是 把我们当成了软柿子 想捏就捏 不过 对于崔林衡的处理办法 陈战仍旧很是满意 不管心里有多气 他还是秉承着 稀释宁人的态度 末世即将爆发 他不想惹是生非 而且 青龙帮将那些 内奸和摇摆不定的人 全部提出去 这样 并不见得就是坏事 末世爆发之后 不知道有多少人 变成吃人怪物 并不是势力越大 生存机率越大 他们基地的 粮食储备虽然不少 但是 这并不是给那些 没用的人吃的 所以 青龙帮现在 即便人员 缩水厉害 也绝不可能 所有人都进入基地 到头来 还是只有 很少一部分人 会被允许进入 按照崔林衡所说 现在青龙帮内部 还有73人 基本上 都是他崔林衡的嫡系 不过 由于地盘 也是小了很多 所以 每个厂子的人手 还是足够 展哥 咱们是不是应该 给青帮一点教训 老虎不发威 他还一直当 咱们是病猫呢 马林显得很气愤 再看到陈湛 看完信之后 便是气呼呼地说道 而陈湛却是 不置可否 笑了笑 说道 林子 以你的意思 咱们应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拼他压的 咱们还怕他不成 马林当即开口说道 陈湛摇了摇头 说道 陈湛不论谁胜谁负 如此拼杀 定然会损失惨重 说不定 阿衡和黑子他们 还会受伤 还会引起警方注意 末世即将来临 咱们需要的是积蓄力量 而不是节外生枝 现在 阿衡手里只有几十人 和整个青帮对抗 更是不明智 对于现在的青龙帮来说 只能一忍再忍 所以 既然装成病猫 那就演得彻底一点 9月24日 上午11点 陈湛今天出奇的 没有去晨跑 陈队 陈湛怎么没有去晨跑啊 张盈盈秀眉皱起 即便是她 都能看得出来 今天的陈湛有些不对劲 按照她对陈湛调查 自从第一次神秘事件之后 陈湛便风雨无阻地 每天晨跑 自从第一次神秘事件之后 陈湛都是什么时候不晨跑 陈湛美眸之中 爆发出一抹精芒 目光死死地 盯着陈湛所在的宿舍 很多学生都已经去上课了 陈湛宿舍的几人 也已经离开 只有陈湛和马林两人 没有出现 单单这点 就足够说明一些问题了 文言 张盈盈沉吟一下 随即猛地抬起头 看向陈渝 说道 陈队 是第二次神秘事件 爆发的那两天 据调查 第二次神秘事件 发生的前一天 陈湛离开的 而那天 据他宿舍一个叫杨帅的学生说 陈湛那天 出奇地 没有早起晨跑 这些 都是在他们警局有记录 绝对不会错 点了点头 陈宇随即说道 没错 就是那个时候 而眼下 陈湛同样没有晨跑 陈队的意思是 张盈盈的眼中 也是爆发出一阵精芒 随即兴奋地说道 这两天 第三次神秘事件 将要爆发 没错 就是不知道啊 这次神秘事件爆发的 具体时间和地点 陈宇说道 那咱们 要好好盯着这个陈湛了 张盈盈极为兴奋地说道 这些天 他们一直盯着陈湛 如今 就要有收获了吗 神秘事件 单单这四个字 就让张盈盈极为兴奋 除了盯紧此人 立刻通知菜局 让警局的人 做好一级战斗准备 不允许再出现 上次神秘事件那样 拓拓拉拉的情况 陈宇吩咐道 好 张盈盈立即拿出手机 片刻后 张盈盈看向陈宇 激动地说道 陈队 警局的人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随时听从你的调遣 出来了 陈宇突然眼中爆出精芒 死死盯着出现在宿舍门口的陈寨 陈寨自然知道 他此时正在被两个美女盯着 他此时出去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甩开陈宇和张盈盈 他们出现在学校 会破坏他的计划 暴露出一些 不便于他们知道的秘密 第三次神秘事件 爆发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必须成功将这两人引开 并且回到学校 今天是周二 很多学生都在上课 学校里的大道上 没有多少行人 陈湛穿着一身休闲衣服 独自一人走向学校北门 不急不缓 陈队 那个叫马林的家伙 怎么没出现 张盈盈虽然极为兴奋 但是也知道 时刻保持着冷静的头脑 问出了自己的担忧 陈宇摇了摇头 说道 盯紧谁站即可 马林有人看着 只要他一出学校 就会被盯上的 放心吧 张盈盈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而在此时 陈湛却遇到了一点状况 就在他刚刚走出学校北门的时候 几个身穿花格子衫的 滑滑模样 年轻人 围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 陈湛非但没有皱起眉头 反而是眼前一亮 他正瞅着 怎么在不被怀疑的情况下 甩掉陈宇两人呢 没想到 机会就来了 嘴角微微一挑 陈湛装作没有察觉的样子 继续走着 这几人很快将陈湛围住 陈湛面露畏惧的 看着这几个人 然后颤声问道 你们 你们是谁 干嘛 干嘛围着我 不得不说 陈湛的演技 还是很棒的 说其一位 一流演技也不为过 成功地骗到了 围上来的 这四位惑惑 看到陈湛这副胆小如鼠的模样 其中一位双手插兜 一副吊耳郎当的青年 用一口东北口音说道 小子 还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吗 陈湛表现出一无所知 吓坏了的模样 摇里摇头 道 不 不知道啊 不知道 陈湛左手边的一位 嚼着口香糖的胖子 突然开口 然后 猛地抬起脚 踹向了陈湛的左腿 嘣 此人的攻击很突然 陈湛即便反应过来 也没有躲闪 而是硬生生地 承受了这一脚 身体也是硬生倒地 狼狈之急 现在知道了吧 胖子一口将嘴里的口香糖 吐到了陈湛的身上 看着身上还沾着 此人唾液的黏糊糊的口香糖 称赞眼神深处 滑过了一抹冷意 不过脸上却是浮现痛苦和恐惧之色 说道 各位大哥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在学校一向很老实 从未得罪过什么人呢 几人互望了一眼 也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疑惑 毕竟他们得到的消息是 这个叫陈湛的家伙身手很好 而且体力惊人 但是眼前这位实在是怂得一逼 怎么看都不太像 大哥 跟他废什么话 这小子就没有说谎 拿出来照片 对一对不就知道了吗 汉子丝毫不相信陈湛所说 而是对着刚刚那一口 东北话的青年说道 点了点头 这位东北口印的青年 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而正在此时 陈湛突然抱起 一把推开了 挡在前方的一位青年 然后趁着众人 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直接朝着前方 狂奔而逃 骂的 就是他 给老子追 东北口印的青年 大骂一声 当即收起了手机 追了上去 擦 别让老子逮着你 要不然 弄死你 胖子更是圣怒不已 他最烦的就是跑 他这个体型 还真的不占任何的优势 陈湛可不会傻傻地停下 他已经看出了 这四人的身手都很好 显然是马景涛 特意从社会上找的打手 如果真动起手 陈湛倒是有把握 放倒这四人 但是 他现在要的 不是打过这四人 而是借他们的手 跑 使劲跑 甩开陈宇两人 当然 陈湛要是撒开膀子跑 这四人绝对追不上 他必须降低速度 让这四人感觉 快要追上 却又迟迟追不上 但是这样的话 根本就撇不开陈宇两人 所以 春战只能朝着闹市区跑 进了闹市区 陈湛简直就如同入了大海的鱼饵 极其灵活 眨眼间 便是消失在四人面前 当然 也成功地撇开了陈宇两人 妈的 让他跑了 东北口音的青年 骂骂咧咧咧地说道 你说怎么办 二弟 胖子跑了这么一会儿 依然是大喘气 说道 分 分开 分开找 那小兔崽子 绝对 绝对跑不出这座商城 好 东北口音的青年点头吩咐道 大家分开找 一旦碰见 最好是将其抓住 如果抓不住 一定要立刻及时放信号 看着分开的四人 陈湛嘴角微微翘起 目光紧盯着 刚刚将口香糖吐到他身上的胖子 然后 缓缓消失在人群当中 胖子很气愤 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 结果 竟然被陈湛给耍了 还让他跑了这么多冤枉路 累得气喘吁吁 他怎能不气 突然 胖子在一家买衣服的商店 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而且 这道身影在看到他的时候 慌慌张张的躲闪起来 妈的 老子看你往哪里跑 胖子可以确定 那个身影就是陈湛 当即 涂了一口痰 台步 追了上去 陈湛显得很慌张 尤其是在商店 这个狭小的地方 很快就被胖子挤在了很小的空间里 这一片区域是室衣间 根本没有衣服遮挡 似乎是走投无路 陈湛躲在了一间室衣间里 胖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 嘴角微微一条 冷笑一声 道 躲起来 你个傻逼 很快 胖子便是来到了 陈湛躲进去的十一间门前 末世裁局者 第七十一集 然而 当他伸手去推 十一间的门时 门突然开了 随后 露出了陈湛 带着笑意的脸 几乎没有给胖子 任何的反应时间 陈湛直接将其拉了进来 随即迅速将门关好 胖子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但是和陈湛相比 还是差了许多 刚刚的陈湛 如同带宰的羔羊 此时的陈湛 则是如同猛虎一般 这是胖子最直观的感受 不到一分钟 胖子便是无力地 靠在十一间的墙上 满身使伤 双脚双手 都被自己的皮带 绑得结结实实的 而他的嘴 更是被一团袜子塞住 只能发出 呜呜的叫声 胖子 你不是很嚣张吗 陈湛嘴角危险 手掌拍着胖子的肥脸 说道 满嘴脏话 你说 我怎么处罚你好呢 胖子很气愤 虽然很快就被制服 但是他很不服地 哼了两声 目光之中充满了挑衅 见状 陈湛嘴角的笑意更浓 说道 对 就是这样 不服气 玩着才有意思吧 文言 胖子心中突然生出一股 不祥的预感 陈湛不知道 从哪里 掏出一把剪刀 然后 胖子的裤子 被剪成了 一条一条的 仿佛裙子一般 上衣的胸前 更是剪开了两个大洞 模样十分滑稽 最后 陈湛看着自己的杰作 很是满意地笑了笑 然后 从兜里 掏出一块黏乎乎的东西 口香糖 胖子面色再变 他一眼便认出了 这颗口香糖 就是他刚刚嚼过的 陈湛说道 这是你刚刚 吐到我身上的 样子很潇洒嘛 胖子依旧在挣扎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陈湛将这颗 嚼固的口香糖 在地上擦了擦 然后 露出阴险的笑容 将其塞进了 胖子的嘴里 马景涛看着 陈湛轻而易举地 被一个胖子 踹到在地 虽然最后 不知道怎么回事 逃了出去 但是 他仍然很高兴 随后 他便是心情愉快地 继续躺在宿舍 玩起了手机 陈湛成功地 将都美口音的青年 和陈玉 两人甩掉 迅速地拦下一辆出租车 朝着学校北门赶去 此时已经是11点45分 离第三次神秘事件爆发 只有15分钟 当出租车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时间来到11点58分 还有最后两分钟 付了钱 陈湛直接朝着学校 狂奔而去 此时已经下课 学生们都在陆陆续续地 前往餐厅就餐 他们不知道的是 神秘的白雾 已然将他们笼罩起来 神秘的白雾突然出现 毫无征兆 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生 想要出校门 结果一头扎进白色的雾气 半晌之后 一脸错愕地走了出来 随后发现 自己竟然还没有出校门 脸色一变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一旁的陈湛 看见在陈玉赶回来之前 神秘白雾 便是将学校笼罩 嘴角缓缓掀起 一抹诡异的笑容 自己成功了 没有了陈玉加入 在第三次神秘事件当中 陈湛能够更好地 实行自己的计划 再次瞥了一眼 将学校笼罩的神秘白雾 陈湛迅速地离开 朝着宿舍赶去 当玛临看到陈湛出现之后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说道 战哥 你走之后 我的确是看到了 两个女人跟在你后面 还好 你把她们都甩掉了 我让你买的饭 带来了吗 陈湛点了点头 随即开口道 陈玉 两人他早就发现了 要不然 也不会针对他们 制定刚刚的计划 放心 在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就到食堂 将饭打了回来 不过我 马林先是点头说道 随后目光有些躲闪 话也明显没有说完 你告诉了马浩翔 看到马林这般 沉沾眉头一掀 问道 闻言 马林脸上顿时 浮现一抹佩服的表情 开口道 我觉得他人不错 所以 没事 他什么时候回来 陈湛摇了摇头 昏不在意地问道 马林的性子他很了解 有点菩萨心肠 末世爆发之后 就会慢慢转变的 这点 陈湛倒是不甚在意 一下课 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现在应该快到了 马林话音一落 那边宿舍门 便是应声而开 马浩翔的身形 出现在宿舍门口 林哥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第三次神秘事件爆发 马浩翔面色娇气地 冲着马林问道 马林朝着陈湛挪了挪嘴 说道 这个你问正哥 正哥 刚刚我回来的时候 看见咱们学校周边 出现了很多白色雾气 难道 马浩翔 此人心思挺细 在马林告知他 第三次神秘事件之后 便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期间还骑车 差点撞了人 即便如此 也看到学校周边 出现的异象 心中有了猜测 陈湛点了点头 道 没错 第三次神秘事件 发生在咱们学校 时间是中午十二点 什么 马林瞪大了眼睛 一脸震撼 他之前只知道 第三次神秘事件 即将爆发 但是绝对没有想到 第三次神秘事件爆发的地点 竟然是他们学校 那他们岂不是危险了 而马浩翔也是心中一惊 不过 他却隐隐有些期待 想要看看 神秘事件当中 会出现什么怪物 而且 既然陈湛已经提前知道了 这次神秘事件 爆发的时间和地点 一定有所准备 他猜测得很对 针战一边从自己的衣柜当中 拿出一把三棱军刺 一边说道 据我上一世的记忆 这次神秘事件当中 出现的怪物 是吸血鬼 吸血鬼 马浩翔皱着眉头问道 这种生物 白天休息 晚上出来猎尸 洗尸人血 还有其他一些特性 我需要网查查 全都忘了 说着 马浩翔便是打开电脑 准备搜索 关于吸血鬼的一些 相关消息 陈湛摆手 直指道 不必费事了 现在没有信号的 神秘事件爆发期间 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都会中断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一旁的马林终于反应了过来 嗨口温道 探了探手 陈湛说道 等怎么办 老老实实在宿舍待着 咱们宿舍在三楼中间 不会成为首要进攻对象 而且 这次咱们面对的吸血鬼 是其种族当中 最弱的存在 刚刚被初拥 未被引戒 得到家族亲王的承认 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至于男爵会不会出现 还不好说 但是即便出现 也绝对不会多 他们的实力并不强大 现在是大白天 吸血鬼的行动 受到极大的限制 他们的威胁性很低 不用担心 温言 马林点了点头 神色明显放松了一些 马浩翔一边点头 一边说道 吸血鬼这个种族很强大 甚至能够达到 长生不死的地步 刚刚战哥所说的 刚刚被初拥的吸血鬼 有成末代血族 实力很弱 也就是比咱们成年人 稍强一点 即便是黑夜 他们也是 打不过一般的食人族 马林接着说道 所以 他们是不会冒险 在太阳下出现的 点了点头 马浩翔说道 没错 只要你不出现在一些阴影当中 以战哥所说的这个阶段的吸血鬼 绝对无法对你造成伤害 而且 这个实力的吸血鬼 单对单 正面战斗的话 林哥 你不见得打不过他们 文言 马林眉头一条 一脸惊喜地问道 真的假的 我还能打得过 吸血鬼 他们又不是神 为什么打不过 这是我 为你们准备的武器 陈战说着 从衣柜当中 继续拿出几根 木锥模样的武器 这是 马林一脸疑惑地问道 硬木锥 只要用它 钉入吸血鬼的心脏 就能将其杀死 当然 你也可以将其脑袋砍下来 但是必须在其口中 塞入大蒜 才能将其杀死 不过 我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法 杀死吸血鬼 所以 我只为你们拿了硬木锥 陈战说道 马林和马浩翔 一人接过一根硬木锥 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任何人 不准离开我身边半步 在吸血鬼 没有主动招惹咱们的情况下 不准逞能 不准擅自出手 陈战目光盯着两人 接着说道 否则 后果自负 到时候别怪我心狠 尤其是你马林 说到最后 陈战特意嘱咐了一下马林 闻言 马林一愣 随即重重地点了点头 道 放心吧 湛哥 此时事关咱们三人性命 我自然不会乱来 希望如此吧 陈战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个话题 因为现在是十二点多 阳光正是毒辣的时候 大多数同学都在餐厅吃饭 所以整个宿舍楼都显得极为冷清 陈战三人待在阳台上 静待夜晚的来临 陈战秉承的原则 就是一拖再拖 尽可能不让吸血鬼注意到他们三人 尽量避免和这些吸血鬼的碰撞 与此同时 陈玉和张盈盈两人 也是随后不久赶回了学校 结果却看见 学校已经被一片神秘的白雾所笼罩 这 张盈盈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三次神秘事件爆发了 陈玉美眸中 爆发出一道惊人的惊芒 冷冷地说道 陈战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这个时候 张盈盈方才勉强缓过神来 说道 陈队 你的意思是 陈战故意引开咱们两个的 他不想让咱们 参与第三次神秘事件 点了点头 陈玉面色阴沉地说道 没错 这该死的家伙 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们参与其中 难道不能更好的 帮助他对付那些神秘的怪物 渡过难关 陈玉说到最后 说话的语气 已经变得颇为愤怒 张盈盈这是第一次看见 陈玉发怒 陈玉一直给她的印象 就是如同铁人一般 从不会有任何的情绪 能够影响到她 事实上 张盈盈也能够理解 毕竟 这次神秘事件 可是发生在学校 而且 一所学校 整整有上万人之多 如果这些人 像上两次神秘事件一般 全都死了呢 这可是上万名社会的人才 事件结束之后 他们即便动用军队 也绝对无法做到封锁消息 到时候 整个ZB市 乃至全国 都将陷入恐慌当中 社会的稳定 将会遭受空前的挑战 看到张盈盈吃惊的表情 陈玉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态 当即深吸一口气 很快平复自己的怒气 冷冷地吩咐道 立刻通知蔡菊 出动所有警力 包围这所学校 24小时封锁这里 这一次 不准任何人逃脱 另外 通知120 随时准备营救伤者 一条条命令 从陈玉口中发出 自信和冷静 再次回到了陈玉身上 除此之外 陈玉决定 联系自己的父亲 这件事情过后 整个ZB市 都将会陷入 极度不稳定当中 需要军队来镇压 而这一切的一切 本可以避免 都是因为一个 叫陈战的人 事情才闹成这样 虽然陈战仍然没有 任何的把柄 落入他的手中 但是陈玉现在 已经完全确定了 陈战就是自己 一直在找的那个人 忽然间 陈玉爆发出 极强的战役 末世财学者 第七十二集 夜晚渐渐降临 黑暗中仿佛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杀气 王强 大一学生 标准的三号学生 上了一天课 他仍然前往自习室 进行自习 做一下高速老师布置的作业 预习下节课要讲的内容 然而 等他来到自习室的时候 突然感觉 身后有什么东西 在跟着自己 猛的一回头 却是什么也看不见 吓得他 赶紧将楼道里的灯光打开 自习室 只有寥寥数人 而且看样子 都是大二 甚至大三的学生 有人就放心了 王强心中烧定 然后找了一个后面靠墙的位置 坐了下来 拿出课本和水杯 开始学习 王强学习的时候 一向喜欢安静 他也很容易进入状态 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 心中有股莫名的恐惧感萦绕 让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 看了一眼身旁 仍然在埋头看书的学长们 王强觉得是自己不够专心 当即摇了摇头 暗自说道 不能因为上了大学 就开始浮躁 要向学长们学习 深吸一口气 王强开始集中精神学习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却无意中发现 教室里的两位学长和一位学姐 竟然都不约而同地 动了几个座位 而且好像是朝着自己这边移动的 不过 王强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 并没有在意 可是 等他做完最后一道题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两位学长和一位学姐 竟然离他更近了 是错觉吗 王强皱着眉头 否定了自己的念头 他可以肯定 自己绝对没有看错 但是他们几个 是什么意思 王强突然想起来 之前来自习试试 身后传来的奇怪感觉 不由得心中发毛 浑身寒毛倒数 而且 细心的王强发现 这两位学长和学姐 还有一点很奇怪 他们竟然都在看书 而且这么长时间 好像还一直停留在同一夜 预想 王强越是有些发怵 他知道 今天不可能继续学下去了 所以他喝了一口水 勉强稳住自己的心神 然后开始收拾起书和水杯 不过他留了个心眼 刚刚用的黑色签字笔 并没有放入书包里 而是紧紧攥到了手里 而就在王强收拾东西 准备走的时候 诡异的是 另外三位学长和学姐 也是同一时间 整理桌上的东西 这个时候 王强才发现 另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三个人 好像一直在低垂着头 无论是看书 还是起身收拾东西 而且现在是夏天 为什么 他们都披着一件外套 他们不热吗 一切的一切 都充满了诡异 王强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他拿起书包 缓缓从靠墙的位置 来到教室的走道 然后二话没说 直接加速 宽奔向门口 然而就在此刻 灯光突然暗掉 王强疏然一惊 尖叫出声 因为恐惧 声音也变得尖细起来 身后那三位学长学姐 在王强开跑的时候 也开始动了 而且速度很快 王强刚刚来到门口 便是察觉到 背后破空声响起 随后 他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受到了极大的拉扯力 正当他尖叫着 准备挣脱时 突然感觉 驳梗一痛 然后 瞳孔骤然放大 在这一瞬间 他不知道 哪里来的巨大力气 直接将手心当中的 黑色签字笔 狠狠扎入了 身后怪物的眼眶当中 他感觉到 身后的怪物怪叫一声 牙齿离开了 自己的脖梗 但是 他却发现 自己说话困难 想要发出 恐惧的尖叫声 却发现 最后 从喉咙处发出的 只是艰难的 呵呵声 他知道 自己的喉管 被咬破了 右手捂着流血的喉管 王强不知道 自己今天碰到了 什么怪物 极度恐惧的他 极力想要离开教室 因为他知道 身后还有两个怪物 然而 下一刻 他却惊愕地发现 眼前 多了两只脚 王强极力挣扎着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血液 在不断流失 渐渐地 他的动作越来越小 最后 彻底没了动静 西北战场 一到晚上 这里就是情侣聚会 最多的地方 只要你想要听 女生的欢叫声 偷偷地潜伏在里面 等到天色暗下去不久 四周就会 渐渐响起 各种女人的叫声 你只要不觉得闷的话 尽管来听 商学院的 学生会主席李凯 因为上次 万米长跑的事情 被学校处罚 不过 他没有排主席的 惩罚严重 只是降了职务 从院学生会主席 变成了副主席 这两天 他一直很郁闷 想要找机会 报复陈战 但是排主席说 已经找了人 准备今天揍他一顿 只不过到现在 还没有传来消息 李凯也没什么心情 去等什么消息 而是拉着自己 最近刚刚调到的 一个大姨小学妹 拉着她 到小树林当中 谢谢火 这小学妹的两条腿 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长 直白 这也是她最诱人的地方 如果被这么一双腿夹着 那种感觉 肯定很爽 所以 李凯准备今天品尝一下 其中滋味 李凯可谓是各种老手 先是送礼物 又是请吃饭 吃完饭 说是找个僻静的地方 聊聊天 然后 就来到了这里 随后不久 耳边不断传来 那诱人的娇喘声 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是变得暧昧起来 李凯没有说话 等到小学妹的气息 越来越重的时候 她适时地 抓住了对方的小手 感受到小学妹 那陡然僵硬的身子 李凯顺势 将其拉入怀中 小学妹那滚烫的身子 瞬间 让本就浴火旺盛的她 有了反应 大嘴毫不客气地 将其粉嫩的小嘴包裹 双手也是开始 不老实起来 看到小学妹 很快积极配合的样子 李凯嘴角微微翘起 心中冷笑一声 果然是个熟妹 几乎是一瞬间 她便确定了 小学妹也是欲求不满的女人 想到此 李凯更是肆无忌惮起来 动作也是变得粗鲁了许多 不过 小学妹显得很是受用 两条大长腿 熟练地夹着李凯 后背靠着一棵小树 感受着小学妹 双腿的圆滑 李凯愈发地卖力 伴随着小树的不断摇晃 欢快 充实 而又压抑的叫声 缓缓响起 李凯的体质很好 足足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小树摇晃的频率 终于越来越快 而正在此时 李凯感觉到 身后有股凉风吹过 不过 他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 右手使劲地 打在小学生后面的部位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那里骤然一紧 李凯感受着那种欢愉 说道 你个小骚伙 准备好了吗 说着说着 突然停下 让他一时间 很不适应 继续啊 人家还想要 小学妹使劲晃了晃李凯 然而 李凯并没有反应 只是瞪大了眼睛 里面充满了恐惧 小学妹也意识到了 有些不对劲 这个时候 赶忙将双腿放了下来 而此时 李凯的身体 也是直直地 倒在地上 小学妹吓了一跳 她赶忙提起裤子 小心翼翼地 来到李凯身旁 叫道 李凯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 随后 她竟然闻到了血腥味 瞳孔骤然放大 正当小学妹准备惊呼出声时 却发现 自己的小嘴 被一只大手捂住 随后 她发现自己下面一凉 整个动作很快 快到 小学妹想要挣扎的时候 却已经感受到了 不过 小学妹很快便是察觉到了 不对劲 想起刚刚李凯身上传来的血腥味 还有 身后之人 身上散发出的腥臭味道 小学妹终于开始挣扎 然而 一切都已经晚了 她一个小女孩 力气本来就不是很大 身后的人 双手仿佛两只铁骨一般 紧紧抓住她 让她没有一点的挣脱的可能 她感受到那种痛苦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二十分钟后 其身后的人形怪物 仍然没有放过小学妹 仍然在其身上 不断地蒸发 直到又过了十多分钟 小学妹的身体 已然开始慢慢变凉 这位人形怪物很快 也是没了兴趣 直接将小学妹扔在了地上 然后扶在她的身上 开始大口吸食着 小学妹身体内的鲜血 虚案不仅仅发生在这两处 很多在路上行走的学生 也是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学校的路灯并不亮 而且并不是每个大道上都有 走着走着 突然从旁边的草丛中 窜出一道身影 将其拉了进去 走着走着 身旁同样在行走的人 突然扑了过来 一口咬住了你的脖子 吸干了你的血液 等等 这一幕幕血腥的画面 在校园各处不断上演 九号宿舍楼二零七宿舍 你他娘子怎么处的牌啊 这都能说 别废话 赶紧掏钱掏钱 事件拉近 宿舍内 马景涛 他手下的瘦高个 牌主席 和商学院的运动员李丽 此人正在大牌 刚刚那一把 马景涛又赢了 李丽此时正在埋怨着瘦高个 这家伙 这家伙会不会打牌啊 牌到最后 基本上都知道剩了什么牌 但是他竟然将马景涛送走了 好了 打个牌而已 那么较真干什么 一旁的牌主席开口说道 听到牌主席开口 丽丽方才没有再开口抱怨 马景涛一直在赢 虽然看出了瘦高个和牌主席 有意想让 但是他同样很高兴 涛哥 这么高兴 不仅仅是因为赢了钱吧 牌主席随意起着牌 问道 是不是关于陈战的事情 文言 瘦高个和李丽两人 纷纷凝神细听 毕竟陈战也算是他们的仇人 他们看陈战不爽 很久了 听到关于陈战的事情 两个人自然竖着耳朵细听 马景涛点了点头 到 牌主席 你猜得还真准 的确是关于陈战的事情 那看起来应该是好事 陈战倒霉了 牌主席问道 被涛哥盯上能不倒霉吗 一旁的瘦高个不动声色的 拍了一下马景涛的马屁 这家伙能够在事情办杂的情况下 还能得到马景涛的信任 坐在这张桌子上打牌 和其出神入化的马屁功夫 拖不开关系 马景涛很是受用 开口道 我父亲和青帮的帮主有交情 我找他帮忙废掉一个人的手脚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么说 青帮的人已经动手了 一旁的李莉兴奋地问道 陈战怎么样了 陶战找的人 被电手盗起来 陈战肯定倒霉了 瘦高个再次开口说道 闻言 李莉面露不满之色 瞥了一眼瘦高个 随后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很显然 他很不喜欢 瘦高个这种 拍马屁的人 没一点本事 马景涛这个时候 才开口说道 放心 我亲眼看见 陈战毫无反抗之力的 被一脚踹倒在地 虽然后来侥幸跑出了包围 但是 下场绝对不会好 末世裁决者 第七十三集 陈战哥 青帮的人 将信传过来了 李莉显然还是不放心 开口问道 没有 马景涛有些不满的 皱了皱眉头 说道 一旁的牌主席 赶忙开口道 放心吧 李莉 陈战哥亲自找人办事 陈战必然倒霉 而且 这该死的学校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变故 下午 竟然无端升起 一股诡异的白雾 将学校笼罩了起来 现在不仅人出不去 信号也没有 想必 青帮的人 也是因此 没能将信息传递过来吧 温言 一旁的李莉 方才点头 出不去了 马景涛收回不满的目光 看向牌主席 皱着眉头问道 没错 很多人都试过 根本走不出去 现在 咱们与外界 完全断了联系 牌主席也是意识到 事情有些奇怪 不过 也没有太过在意 学校里今天 没出什么事吧 马景涛仍然 有些不放心 摇了摇头 牌主席说道 整个下午 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学校 突然出现了异象 让得到消息的 学生和老师 吓得够呛 不少人都是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一群美乱的货色 马景涛不屑地说道 对了 商学院那个学生会主席 怎么还没来 这家伙不是说 要给咱们介绍一些 他的小学妹吗 说着 马景涛露出了一副 阴晦的笑容 瘦高个儿 也是嘴角泛起 一抹斜斜的笑意 道 这家伙不会是 自己玩得爽了 不舍得拿来分享吧 给他打个电话催一催 一旁的李力说道 你是不是傻 都告诉你没有信号了 怎么打 瘦高个冷哼一声 说道 马景涛也是不屑地 瞥了一眼李力 随即说道 不管他了 咱们继续玩 涛哥 你如果想玩 有的是漂亮妞 让你玩 玩牌都没意思 牌主席突然压低声音 说道 好 马景涛也是来了兴趣 将手中的牌放下 盯着牌主席笑道 这里可是宿舍 牌主席嘿嘿一笑 并没有说话 瘦高个儿开口 道 涛哥 牌哥在咱们学校 基本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只要涛哥想玩 牌哥肯定给你弄来 在宿舍做 想想还挺刺激 马景涛的笑容 也是愈发的淫荡 他虽然玩过的女人不少 但是在学校宿舍里玩 还真的没有试过 牌主席对着瘦高个儿吩咐道 老张 去把阿丽叫过来 就说 我找他 历解 瘦高个儿文言一愣 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 没错 就是他 只要让涛哥高兴 让阿丽服侍涛哥一夜 也没什么 牌主席满不在乎的说道 两人的对话 让马景涛生起了好奇心 问道 怎么 这个阿丽 这个阿丽 还有什么来历不成 瘦高个儿看了一眼牌主席 随即说道 丽姐是牌主席的女朋友 最后 牌主席加了一句 涛哥放心 阿丽不仅人长得好看 活也很好 绝对让你满意 马景涛嘴角微微一挑 目光之中 颇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牌主席 说道 牌主席啊 看来 你还真是下血本啊 竟然让自己的女朋友服侍我 既然涛哥要玩 自然要玩最好的 我暂时想不起来 各方面 比阿丽还要好的女人 牌哥笑了笑 很是随意地说道 好 很好 马景涛笑了笑 说道 见状 牌主席嘴角也是微微上扬 两人相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涛哥 牌哥 我就去找阿丽了 瘦高个黑黑一笑 说道 快去快回 牌主席摆了摆手 催促道 好嘞 瘦高个起身离开 李莉完完整整地 将三人的对话听入耳中 看着牌主席轻描 让自己的女朋友 服侍马景涛 她的内心极为震撼 根本无法理解 牌主席的做法 这你妈还是人吗 李莉虽然也是大三学生 但是 从不混学生会 没想到 牌主席竟然能够做出 这般举动 直到瘦高个起身离开 她方才反应过来 瞬息一口气 说不出话来 看着眼前两人仍旧是有说有笑 李莉知道 他们两人肯定是达成了某项交易 而牌主席付出的代价 就是让自己的女朋友 陪别的男人 睡一觉 她突然觉得 和眼前的这两人 不是一路人 因为他们很脏 没有底线 随后 李莉一直 一言不发 直到门前响起脚步声 众人方才停止了说话 宿舍门打开 瘦高个黑黑一笑 道 涛哥 排哥 利姐来了 你们聊 我尿急 我去上她厕所 说着 瘦高个 直接转身离开 随后进来的是一个 打扮随意的女生 她的头发是随意挽起的 额前慵懒地 散落着几根绣发 五官极为精致 如同画中人物一般 个子高挑 身材极好 同样是标准的黄金比例 前凸后翘 很是有料 这不是咱们学校的女神 宋小丽吗 莉莉当即瞪大了眼睛 眼神当中充满了惊诧 而一旁的马景涛 同样是眼前一亮 她是今年的新生 对于学校的女神 只是略有耳闻 并没有太过关心 毕竟 她一直在追求孟诗兰 注意力 都在孟诗兰身上 而宋小丽 拥有着不下于孟诗兰的精致容貌和妖娆的身材 比之孟诗兰 宋小丽多了一点妩媚 看起来更有女人味 换句话来说 让她看到第一眼 就又扑上去 上她的冲动 排主席敏锐地捕捉到 马景涛的神情 随后 嘴角微微上扬 心中想到 老子连自己的女朋友都让你玩弄 如果这都不满意 那真是日了牧羊犬了 排哥 宋小丽看到屋内的三人 随即声音翻译地 对着排主席喊道 与此同时 也是来到了排主席的怀中 丝毫没有顾忌 旁边还有两人在看着 学校突然升起的怀悟 让人家好害怕呢 你终于想起人家了呢 宋小丽声音之中 充满了魅惑 而且 嗲声嗲气 极为勾人 排主席微微一笑 右手将阿丽雪白精致地下巴挑起 说道 排哥怎么会忘记你呢 我今天找你是有件事 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啊 宋小丽瞥了一眼马景涛 她能够感受到 对方那肆无忌惮的活热目光 正在盯着自己的要害部位 不过 她并没有任何的不满 反而向马景涛抛了个媚眼 身体往排主席怀中 套了靠 将身体的曲线 更好的呈现在马景涛面前 她一眼便是看出了 马景涛全身上下 最少十万以上 瞬间明白 她遇见了一个土豪 在她看来 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 就是找个好归宿 排主席只不过 是她接触他人的一个跳板 她也知道 排主席和她在一起 不过是卸欲而已 双方只是个齿所需而已 眼前有了更好的金主 她自然做出了选择 排主席看到宋小丽这般模样 嘴角的呼度再次上扬了一些 说道 看来不用我都说什么了 小丽 这位是涛哥 是咱们ZB市远洋集团公司 马总的儿子 原来是马公子啊 宋小丽更显几分媚态 竟是直接起身 来到了马景涛的身边 排主席和李丽两人 离开了宿舍 不消片刻 宿舍里便是响起了 欢愉的叫声 李丽瞥了一眼排主席 见其面色如常 心中愈发觉得 此人心机太深 以后和此人共事 一定要小心 两人并没有离开多远 他们要替马景涛守门 而就在此时 厕所里突然传来一道 凄厉的惨叫声 仿佛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让人听起来 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是老郑 排主席听到这道声音 也是不由地浑身一颤 他立刻便是听出 出声之人 发生了什么事 李丽同样心中一颤 随起浑身戒备地 望着厕所的门口 去看看 排主席深吸了一口气 也是鼓足了勇气 朝着厕所看去 而此时 那些离厕所较近的宿舍 也纷纷打开房门 怀疑地望着厕所 很快 厕所门前就围绕了七八个人 大家讨论着里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 却没有一个人敢进去 等到排主席李丽两人 来到厕所门前时 众人纷纷让开了一条道 毕竟 排主席虽然已经被学校通告 撤了学生会主席的职务 但是 平日里的威势尚在 走 一起进去看看 看着被黑暗笼罩的厕所 排主席虽然心中有种不妙的感觉 但是 仍然没有退缩 当校学生会主席这么久 他还从未怕过谁 常年养成的自信 让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进去 不过 排主席并不是鲁莽之人 他在进入厕所之前 扭头对着身旁的一个 穿着黄裤衩的男生说道 你去把厕所里面的灯打开 大部分学校宿舍的厕所构造 都是不同 这个学校的厕所的构造是 进门之后 左右两侧里 有两个水龙头 安装位置很低 下方的地面上 各有一个水池 平时用来洗手和拴拖巴的 然后里面会再有一个门框 不过已经没有了门 然后里面就是便池 厕所的灯的开关 就在第二个门框旁边 这位黄裤衩的兄弟 文尹先是一愣 随即还是抬脚走了进去 虽然其不情愿 但是他显然也不愿意得罪排主席 而且他并不认为 里面会有什么脏东西 他不信鬼神 只信科学 开关打开 然而灯却没亮 黄裤衩男生刚想转身回到门口 却突然身形一僵 随即尖叫一声 救命啊 他的求救声戛然而止 随即 众人借助着外面楼道里微弱的灯光 看到这位黄裤衩兄弟 被拖进了厕所的第二个门框内 卧槽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所有人几乎是一哄而散 刚刚的情景实在是太过诡异 他们不知道黄裤衩兄弟怎么了 但是众人都有自己的猜测 恐怕已经被杀了 至于怎么被杀的 什么杀了他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有胆气 去知道 牌主席和李莉两人 也是转身而逃 身形迅速地离开厕所 准备敲打宿舍门 进门躲着 马景涛在牌主席和李莉两人 离开 关上宿舍门之后 他便一把扑倒了宋小丽 开始了自己男人的征法 然而 正当他准备长驱直入的时候 瘦高个儿突然从厕所里爆发出一道七里之奇的惨叫声 瞬间让他软了下去 马的 等回来了 老子非弄死你不可 马景涛眉头骤然 他自然听出了 这道七里的惨叫声是首高个爆发出来的 当即不满的冷哼道 韬哥 不要让他坏了咱们的好性子 身下的宋小丽主动握住了马景涛那里 本来已经软了下去 经过宋小丽熟练的手法 竟是在短短数秒内再次雄风重振 马景涛从上而下 看着宋小丽那性感的红唇 在自己下面来回晃荡 时不时的还会有温热的鼻息喷在其上 让马景涛刚刚的烦闷心情瞬间消散 吓神一挺 直接朝着宋小丽的红唇进军 宋小丽几乎是瞬间便是明白了马景涛的打算 当即很是配合地张开了小嘴 末世裁决者 第七十四集 突然 屋内的灯光 毫无征兆地暗淡下去 妈了 盖茨的学校又停电 马景涛正玩得兴起 再次为突如其来的停电给闹得心情全无 忍不住开口爆出脏话 紧接着 马景涛直接提上了裤子 显然是彻底没了兴趣 不过 宋小丽怎么会轻易放过马景涛 这可是标准的土豪 以后自己可就要靠他了 眼下老娘手口都上了 你提上裤子不想继续了 帕哥 人家想要吗 宋小丽的声音充满了魅意 小嘴再次凑上去 马景涛一把推开宋小丽 刚想开口说他 却是从余光中发现一道黑影儿出现在了阳台上 几乎是第一时间便是做出了反应 马景涛直接一脚将宋小丽踹向了那个已经冲进来的黑影 而他自己直接朝着宿舍门狂奔而去 正当牌主席和李丽两人想要敲门的时候 马景涛突然打开了房门 然后一把推开挡在门前的两人 同时爆喝一声 快跑 台主席和李丽两人也算激烈 看到一向镇定脆弱的马景涛如此模样 瞬间明白了宿舍内必然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两人也瞬间联想到了 在厕所内爆发出七粒惨叫之后 再也没有动静的瘦高个儿 还有刚刚黄裤衩兄弟的内幕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两人紧随马景涛而逃 与此同时 二层爆发出七粒的惨叫声 很显然 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怪物 不止一只 其他宿舍也在遭受攻击 三人本打算跑向楼下 然后出楼 却发现从一楼涌出十数名男生 都是穿着大裤衩狂奔上来 一边跑一边大喊 快跑啊 吸血鬼追来了 三人跟随着人流 朝着天台方向狂奔而去 就在马景涛所在的宿舍楼 遭受吸血鬼袭击的时候 陈湛所在的楼层同样如此 七粒的惨叫声 一道接着一道 使得原本死寂的学校 弥漫了诡异的气氛 让待在黑暗当中的人类 恐惧不安 尤其是在学校宿舍楼区域 全部停电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惶恐不安 白天还好好的 怎么一到晚上 突然之间出现了如此诡异的事情 一切都显得不那么认识 甚至到现在 还有很多学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甚至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 陈湛所在的宿舍 六个人全部都在 学校周边出现的诡异雾气 导致学校内和学校外 完全断掉联系之后 杨帅张大鹏以及张一凡三人 也不敢宿舍外乱话 反正他们宿舍也有厕所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们没有人愿意出去 准备躲在宿舍里熬过这个夜晚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夜色降临之后 整个宿舍楼区域不断响起 令人发毛的惨叫声 随后不久 宿舍楼区域全部停电 然后惨叫声变得更多 似乎有更多的人 在面临着极为恐怖的怪物袭击一般 他们的宿舍楼 同样如此 惨叫声先是从一楼传出 然后是二楼 而在二楼爆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后 一直闭目养神的陈寨 突然睁开双眼 道 立刻出宿舍 前往天台 说着 陈寨的身形 已然从上铺窜了下来 然后静止朝着宿舍外走去 与此同时 马林和马浩翔 也是毫不犹豫地 起身跟了上去 你们去天台干什么去 多危险啊 张大鹏也是站起了身 不过想到 刚刚外面传来的惨叫声 他的脚步便是一顿 但是又觉得 一直待在宿舍里不安全 所以 只能开口问道 闻言 马林张了张嘴 想要告诉张大鹏赶紧走 要不然会死在宿舍的 但是想到陈寨的吩咐 他还是乖乖地闭上了嘴 不过 让他没想到的是 陈寨竟然主动开口 道 不想死的 就跟上 最后 陈寨便是走出了宿舍 让马林更没有想到的是 陈寨竟然对着楼道 大喊道 吸血鬼来了 想要活命的 赶紧上天台 而且 陈寨不仅对着三楼喊 经过四楼五楼六楼的时候 都会喊上一声 因为刚刚凄厉的惨叫声 和求救声不断响起 所以 不少人都是风声鹤唳 吓得够呛 听到吸血鬼三个字 以及 能够活命 很多人都是走出了宿舍 朝着天台的方向 狂奔而去 然而 仍然有很多人 因为畏惧 懦弱 而不愿意走出宿舍 认为 躲在宿舍内 更加安全 比如说 张一帆 张大鹏和杨帅两人 纷纷起身离开 但是张一帆却认为 出去会更危险 所以 他也并没有离开 而是选择将宿舍门反锁 然后将自己的身体 全部裹在毛毯下 头也不露出来 只不过 一直颤抖的毛毯 无不显示着 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很快 三楼变得极为寂静 甚至可以说 是死记 突然 一道脚步声响起 在死记的三楼 显得格外清晰 却又渗人 这道脚步声响起之后 随之响起了 一大片相同的脚步声 张一帆能够感受到 这些脚步声 分别停在了 每一间宿舍门前 随后 是暴力的踹门声 一声又一声 仿佛是死亡的钟声 敲打在张一帆的心里 很多像张一帆 一般胆小 懦弱之人 纷纷躲在了宿舍当中 将门反锁 然而 随着一道道 剧烈的踹门声响起 张一帆的身体 颤抖的 也是愈发离开 他知道 宿舍门是木门 而且不知道 多少年没有换了 根本承受不了太大的冲击 宿舍门应声而开 张一帆的身体颤抖的越来越厉害 他现在终于后悔 没有听陈战的话 然而 一切都完了 片刻后 宿舍内传来一道道 七例 而又充满惊恐的喊叫声 其中一道 就是张一帆发出的 陈战等人很快来到了六楼 通往天台的楼梯口 他们被一扇厚厚的铁门挡着 当他们商量着 怎么才能打开铁门的时候 陈战突然从手里 拿出一条铁丝 然后 耳朵贴在锁上 捣鼓了几下 大铁锁 应声而开 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 陈战率先来到天台上 由于他们的宿舍楼 每一栋都是分开的 所以 来到天台 就相当于 把自己逼到了最后一步 没有退入可言了 陈战并没有立刻反锁大铁门 而是和马林一左一右 躲在铁门两侧 马浩翔也是躲在马林身后 随时准备侧应马林 其他人陆续来到了天台 暂时得到安全的他们 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 由于此时来到天台的人 大概有八十来人 所以 即便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小 造成的声音 仍然很大 健壮 陈战眉头皱起 冷喝一声 闭嘴 然而 并没有人听陈战的话 或者说 陈战的声音 实在是压不过这一轮声 所以 一轮声并没有停止 马林转身想要制止众人的一轮声 但是 陈战却在此时摆了摆手 面色凝重起来 说道 有几只吸血鬼 跟了上来 闻言 马林当即上身威攻 全身肌肉紧绷 死死地躲在天台门的一侧 随时准备发动进攻 不过 陈战却是摇了摇头 不必动手 将这几只吸血鬼放过去 什么 马林瞪大了眼睛 不解地问道 这样 他们才能更好地听咱们的话 找做就是 陈战的语速很快 最后的语气 最后的语气变得极为肯定起来 闻言 马林虽然 马林虽然仍旧不太明白 但是却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楼道里传来的脚步声 吸血鬼已经到了六楼 开始朝着天台狂奔而来 足足有五只吸血鬼从眼前冲过 马林瞪大了眼睛 看着和人类差不多模样的吸血鬼 一脸的惊愕 这五只吸血鬼 完全被前方巨大的人群所吸引 哪里看得见陈战和马林 纷纷兴奋地喊叫着冲向了人群 等到这五只吸血鬼全部冲上人群 陈战方才将天台的铁门关上 并没有用大铁锁锁上 而是将铁锁挂在门边上 看着已经被突然出现的五个吸血鬼 吓得到处乱窜的同学 陈战并没有立刻上去帮忙 而是任由吸血鬼杀戮 战哥 咱们怎么办 马林面色惊恐 而又充满同情的问道 陈战自然明白马林的意思 但是他耸了耸肩 不给他们一点惩罚 他们怎么会听咱们的 林子 你要是想救的话 可以冲过去帮忙 不过在此之前 你要看好 我是怎么杀死吸血鬼的 说吧 陈战目光盯着冲过来的一只吸血鬼 吸血鬼只有五只 并不能阻挡大多数人的逃窜 大多数同学 都是朝着天台的东侧和西侧 狂奔而逃 尽可能地远离吸血鬼 但是也有不少同学 都是朝着陈战这边冲了过来 其他四只吸血鬼 各有两只 朝着东西两侧冲了过去 只有一只吸血鬼追向了 跑向陈战的同学 陈战的神色很轻松 一边迎着吸血鬼 一边扭头叮嘱马林 看好了 要不然 你不仅仅救不了人 还会将自己的性命搭进去 说着 陈战已经和吸血鬼交上手 这是一只末代血族 并不厉害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只是比正常人强大一点 说实话 陈战单凭速度和力量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杀 吸血鬼并不知道 陈战为何会不怕自己 反而迎面冲向自己 但是眼前送来的食物 他怎能错过 所以 他直接扑了上来 看着破绽百出的吸血鬼 陈战神色淡定 并没有动 但是他身后的那些同学 却是不少人 吓得大叫起来 仿佛此时面对吸血鬼的 不是陈战 而是他们自己一般 马林和马浩翔 也是神情紧张不已 毕竟 他们还没有见过 陈战和吸血鬼的战斗 也担心陈战受伤 就在吸血鬼即将扑向陈战的时候 陈战终于动了 只见 其身形向右侧 横移了半米左右 吸血鬼的双手 堪堪从陈战的左臂划过 与此同时 陈战猛地伸出了左腿 让速度过快的吸血鬼 瞬间失去了重心 静止摔向地面 一切都仿佛那么自然 双方都好像按照剧本在演一般 陈战紧握硬木锥的右手 猛地刺向吸血鬼的后心 速度极快 别看陈战满脸轻松的模样 甚至看起来 并不把吸血鬼放在眼中 但是动作却是没有半点含糊 果断而又很绝 硬木锥直接刺入其后心 吸血鬼发出痛苦的叫声 但是硬木锥是刻他之物 被其刺入后心 瞬间丧失了战斗力 浑身剧烈的颤抖 使鼠息之后 这只吸血鬼更是停止了挣扎 彻底死亡 死了 一旁的众人一脸的不可置信 刚刚还在杀戮他们 人类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的 吸血鬼 就这样被陈战 一招毙命了 看起来 很简单 只有马林看出了其中的不简单 没有足够的速度和反应力 想要一招毙命 根本不可能 而且还要出手果决而精准 要不然 陈战这一招 绝对会让实用者 反受其害 当然 马林也是练家子 所以陈战方才给他这般隐士 末世才学者 第75集 怎么样 看明白了吗 陈战问道 实际上 即便陈战不掩饰 凭借着马林的身后 以及硬木锥 这个极客吸血鬼的武器 杀死吸血鬼 也是易如反掌 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陈战这次的出手 最重要的是消除 马林的隐藏在心里深处的 畏惧心理 毕竟 面对吸血鬼这种未知怪物 作为正常人 都会心生恐惧的 想要克服这种恐惧 除了自己的坚定意志外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杀死他 让众人知道 吸血鬼并不是无敌的 他们同样有弱点 同样可以死 事实上 很多人都可以杀死这些 刚刚被出拥的吸血鬼 只要克服心中的恐惧 不要命的拼杀 即使在速度和力量上 略逊这些末代血族 仍然能够将其杀死 重重地点了点头 马林道 看明白了战哥 点了点头 陈战吩咐道 你们两个负责 西侧的两只吸血鬼 我来对付东侧的两只 记得 一定要速战速决 千万不要被吸血鬼 近身缠住 一旦被其咬中 我是没有能力救下你们 闻眼 马林和马浩翔的神情 再次凝重了些许 陈战并没有跟着 马林和马浩翔后面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学 被吸血鬼吸干血液 也不会上前帮忙 害怕和懦弱 几乎是人类的本性 偏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干尸 足足有六具 陈战双眼一凝 不能让吸血鬼 继续杀戮下去了 要不然 他的计划 很可能受阻 所以 他果断出手 一只吸血鬼 正在追赶着一个身材 微胖的男生 细眼望去 此人正是张大鹏 似乎是死亡的威胁 让他潜力大爆发 在吸血鬼扑上来的时候 他一脚踹中了 吸血鬼的胸膛 直接让其 亮枪的后退竖步 很显然 吸血鬼也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类会反抗他 猝不及防之下 挨了一脚 不过 这只吸血鬼很愤怒 他竟然被人类攻击到了 露出沾着血丝的锋利獠牙 他再次扑向了张大鹏 张大鹏大惊失色 无意间 看到陈战的身影在靠近 当即大喊道 战哥 救命啊 事实上 不用张大鹏求救 陈战也会出手 解决掉这只吸血鬼 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这只吸血鬼 似乎没有料到 身后会有人类攻击他 即便是料到 也绝对反应不过来 因为陈战的速度太快 清晰而熟悉的 入肉声响起 即将扑向张大鹏的 吸血鬼 动作骤然一顿 身体僵硬 挣扎了几下 最终 重重砸在地上 没了声息 张大鹏完全被吓呆了 不是被刚刚的吸血鬼吓的 而是被陈战吓的 这就死了 张大鹏仍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当他清楚地看到 陈战用一个近半米长的武器 刺入另一只吸血鬼的后心时 他方才反应过来 陈战真的亲手杀死了这两只吸血鬼 不仅是他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眼神当中对陈战充满了敬畏 陈战这边干净利索地 解决掉两只吸血鬼 但是马林那边 却没有那般顺利了 马林还好 具备着绝对的力量 速度和反应力优势 基本没什么问题 不过 他没有陈战会找出手的时机 所以 当他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 那只吸血鬼 已然有所警觉 这只吸血鬼 转身扑向了马林 马林此时的心中 没有丝毫的畏惧和害怕 更多的是兴奋 以及狂热的战役 不知道为何 当他看见 扑过来的吸血鬼时 全身的血液 都仿佛在沸腾一般 精神力高度集中的他 感觉 眼前这只吸血鬼的动作 实在是太慢了 砰 没有丝毫的花哨 马林一脚踹向这只吸血鬼的 右腿膝盖 清脆的鼓劣声响起 马林因为兴奋 一时间没有控制好力道 竟然直接将其膝盖踹碎 这只吸血鬼 显然也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人类 竟然会有胆量出手 更没有想到 马林的力道 这般大 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备 膝盖突然的碎裂 直接让他的重心失衡 身体朝着左侧斜斜的倒去 与此同时 马林却是毫不畏惧地前踏一步 手中的硬木锥 也是精准无比地刺入其心口处 而且由于力道很大的缘故 硬木锥一下子没入大半 这只吸血鬼的后心处 都是露出了硬木锥的尖头 这只吸血鬼 幽黑的瞳孔 骤然一缩 马林能够清晰地看到 他的眼神深处 也是浮现了恐惧 原来 你也怕死啊 马林突然咧嘴一笑 说道 这只吸血鬼 似乎很是不甘 双手扒下马林 似乎想要继续进攻马林 血盆大口张开 满嘴锋利的獠牙露出 鲜血自其上 滴落而下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散出 死去吧 马林脑海中浮现陈湛 说过的一句话 不要被其伤着 所以 他在吸血鬼的双手 即将抓住自己的手臂时 猛地一脚踹出 同时将硬木锥抽了出来 重重摔落在地的 吸血鬼身体抽搐了几下 很快没了动静 而正在此时 一旁的马浩翔 突然惊呼道 林哥 救命啊 马林目光一转 看到马浩翔 不知道怎么回事 摔倒在地 而吸血鬼 已经扑向了他 形势极为严峻 当其面色骤变 大喝一声 道 不要怕 刺他呀 话音未落 马林便是将手中的硬木锥 狠狠地制出 正当吸血鬼 张开獠牙 准备咬向马浩翔的时候 马林的制出的硬木锥 极为精准地刺入其后心 而且因为力道足够 硬木锥小半部分都是没入其中 与此同时 马浩翔也不知道 从哪里生出来的一股勇气 也许是马林刚刚的提醒 也许是死亡的威胁 刺激了他 在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王的局面下 他闭上双眼 双手握着硬木锥 勇敢地朝着扑向他的吸血鬼 狠狠刺出 入入声响起 马浩翔仍旧是紧紧闭着双眼 大声叫喊着 抵达 鲜血滴落在马浩翔的脸上 使得其身体骤然一颤 缓缓睁开双眼 马浩翔看到 吸血鬼此时 哪里还有刚刚的凶恶模样 深情畏惧而又不甘 即便此时的吸血鬼 已经没有了一丁点的战斗力 但是如此近的距离 马浩翔仍然被吓得 歇斯底里的大叫起来 一边大叫 一边不断地用手中的硬木锥 戳着这只吸血鬼 直到这只吸血鬼 彻底死透 重重砸落在地 马浩翔方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不过仍然是一副呆愣的模样 显然还没有从刚刚的惊吓当中 缓过劲来 马林走过来 将自己的硬木锥 从吸血鬼的后心处拔出 然后来到马浩翔的身旁 蹲下身子 使劲地拍了拍马浩翔的肩膀 说道 浩翔 他已经死了 是你杀的 我 我杀的 马浩翔瞳孔骤然放大 看着马林 仿佛要再次确认一次一般 忠忠地点了点头 马林说道 没错 就是你杀的 你杀了一只吸血鬼 说着 马林将仍在吸血鬼身上插着的硬木锥 拔了下来 递到马浩翔的手上 说道 这是你的武器 你就是用他 杀了一只吸血鬼 看着手上的硬木锥 感受到他的存在 马浩翔方才回过神来 相信 自己的确杀了一只吸血鬼 这个时候 陈战也是握着一根硬木锥 来到了两人身旁 马浩翔看到陈战之后 随即像是妖功一般的说道 赵哥 我杀了一只吸血鬼 我也能战斗 我不是没用的 吊车尾 陈战刚刚将两人的战斗情景 全部看在眼中 自然知道 马浩翔是怎么杀掉了的那只吸血鬼 要不是马林率先将硬木锥 刺入这只吸血鬼的后心 马浩翔根本就没有机会 杀死这只吸血鬼 在最关键的时刻 竟然闭上了双眼 而且 第一击 并没有刺入吸血鬼的心口 要是没有马林相助 此时的马浩翔 依然是一具 被吸干了的干尸 不过 马浩翔毕竟是个 普普通通的学生 从小也没有进行过 武术训练 体质也是像大多数学生一样 处在亚健康状态 能够有如此表现已然不错 信心都是培养出来的 所以 称赞鼓励地点点头 说道 浩翔 你可以的 正在此时 天台的铁门 突然被墙有力地锤打 救命啊 救救我们 里面传来一道道 机械 而又充满惊惧的求救声 真哥 马林看向陈寨 显然是在征寻陈寨的意思 不仅是他 马浩翔 以及身旁的一众学生 都是看向了陈寨 显然 经过刚刚的出手 陈寨已然在他们心目中 建立起来了极高的威望 陈寨并没有去看其他人 而是盯着马林 在他眼中 马林才是他的兄弟 才是他想要培养的 末世帮手 其他人都不过是可以随意抛弃的棋子 陈寨甚至想利用他们的肉体和血液 来熬过这一夜 毕竟 这些吸血鬼的数量虽然不少 但是毕竟有限 他们西校区师生数量 足足拥有一万余名 肯定能够让这些吸血鬼饱餐一顿 只要这些吸血鬼吃跑 他们面临的危险就会小很多 不要管 陈寨冲着马林说道 他的声音不大 但是却传遍了天台的每一处 所有人都是面色一变 陈寨竟然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同学被吸血鬼残杀 而无动于衷吗 想到刚刚陈寨杀死吸血鬼时的 那狠辣手法所有人都是忍不住 面色一变 一时间竟是没有人敢说什么 看向陈寨的眼神也是充满了畏惧 马林张了张嘴却是什么也没说 他还是觉得陈寨这么做并不对 虽然刚刚放那五只吸血鬼进来 杀了一些同学 的确起到了震慑作用 但是他总觉得有更好的办法 陈寨自然知道 马林此时的心中在想着什么 不过他并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转身走向天台的一个角落里 靠在墙壁上闭目养神起来 马浩翔是觉得陈寨的做法虽然残酷 不尽人情 但是心中却认为陈寨这么做是正确的 所以他对于陈寨的命令没有任何的排斥 反而拉着马林来到陈寨身旁坐下 天风 风哥 你在吗 救命啊 那些咬人的怪物追上来了 人群当中 一个身材魁梧 足足有一米八五的大高个 闻眼 突然面色一变 有些畏惧地看了一眼陈寨 随即觉得 自己这样太怂了 当即 壮着胆子 踏前一步 然后 看到陈寨仍然闭目养神 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 当即 胆子大了许多 毕竟刚刚陈寨并没有明确要求 不让开门 来了 末世裁决者 第七十六集 似乎是给自己壮壮胆气 这位高大魁梧的学生大喝一声 然后 大步走向铁门前 静止将铁门打开 随后 数十位同学一拥而入 这位叫田峰 高大魁梧的学生 即便是想要及时关上铁门 都是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扑入人群当中的吸血鬼 也是随着人群冲了进来 看到人群后方 那十数位模样恐怖的吸血鬼 田峰直接吓得跑走 离铁门处远远的 而在此时 陈战突然睁开双眼 身形极为明明的窜起 同时对着马林和马浩翔说道 立即动手 你们两个去杀那些人群当中的吸血鬼 记得 不要离得太远 互相照应 我去将铁门关上 说吧 陈战的身形 已然窜出了数米之外 而马林和马浩翔 两人也是很快起身 按照陈战的吩咐 冲向离他们最近的一只吸血鬼 陈战的速度很快 十数秒的时间 便是来到了铁门处 而此时 大多数吸血鬼 都已经冲了进来 后面还有几只纹身而来的 不过 陈战已然出现在了门前 他们注定 冲不进来 砰 陈战一脚踹倒了 张着血盆大口 扑上来的一只吸血鬼 由于陈战这一脚 用了很大的力气 所以 这只吸血鬼的身体 直接撞向了 其身后 沿着楼梯撞上来的吸血鬼 这一脚 肯定无法对这些吸血鬼 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陈战的目的 也不是杀伤这些吸血鬼 他是要借着眼前出现的空档 将铁门关上 当陈战将铁锁挂上时 他缓缓地转过身来 听着背后铁门 后面传来的剧烈撞门声 看着天台上 正在扑杀铜窗的吸血鬼 嘴角微微挑起 说道 狩猎 开始 开始 陈战所在的宿舍楼 有着近千名学生 第三次神秘事件爆发前 可能由于各种原因 不在学校的学生有一些 但是 绝大多数学生都在 这可是数百名学生 这可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如此多的移动血库 那些吸血鬼 的确可以 饱餐一顿了 所以 楼里的那些手无寸铁 不知道反抗的学生 才是这些吸血鬼 最大的吸食对象 而此时 第二批来到天台的人 大多数都是四楼五楼的学生 事实上 大多数人 在死亡的威胁下 都是不敢跑出宿舍 他们会下意识地 选择躲藏在一个 封闭的空间里 比如说 是宿舍 一个宿舍的人 都躲在宿舍里 这样的情形 并不少见 然而 这种行为 简直就是 最愚蠢的 他们试图阻挡吸血鬼 但是 也将自己 置于无处可逃的地步 况且 他们凭借着 宿舍 那脆弱的木板门 根本阻挡不了 吸血鬼的脚步 胆大的 知道反抗 知道往门口跑 甚至 从阳台上跳下去 相比较于 被吸血鬼 活生生地 将自己的血液吸干 成为干尸 不少人 在死亡的威胁下 还是会脑子一热 直接跳下楼 只不过 吸血鬼那 恐怖的恢复力 以及强于一般人的 速度和力量 远不是这些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 大学生可比的 再加上 恐惧心理作祟 所以 一个宿舍的六个人 面对一只吸血鬼 甚至连抵抗的余地 都没有 而那些侥幸逃出来的 此时 都已经来到了 天台上 看着这些吸血鬼 不断地 吸食这些 铜窗的血液 陈湛的双眼 缓缓眯起 一抹寒芒 缓缓浮现 嘴角掀起一抹忽度 说道 老朋友们 好久不见呢 如果让人听见 陈湛这句话 一定会不明所以 或者被吓一大跳 但是 陈湛上一世 的确和吸血鬼 打了不少交道 死在他手中的吸血鬼 简直不计其数 直到那个吸血鬼家族的 一家之长 亲王级别的吸血鬼出现 方才挡住 杀心极重的陈湛 让损失惨重的家族 稳住了颓势 当然 陈湛如今的实力 也是远不及 上一世 巅峰时期的实力 但是在末世爆发前的 这些神秘事件当中 出现的吸血鬼 都是吸血鬼家族当中 实力最弱的存在 甚至 连男爵这等实力的吸血鬼 陈湛都没有看见一个 凭借着如今的实力 陈湛也足以碾压 任何一只 末代血足实力的吸血鬼 陈湛此时的心中 生出一股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重生以来 他从未沸腾过的鲜血 竟然 微微滚烫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沉战双腿微微一驱 随即 骤然发力 身形如同一颗炮弹一般 静止 冲向在人群中 肆虐的吸血鬼 上一次 任坤很幸运的 被马林救了下来 但是这一次 他的运气 就没有那么好了 当马林出手的时候 他已经被一只吸血鬼盯上 虽然上一次 看见马林轻而易举的 杀死一只吸血鬼 连马浩翔这个不会无意 没有怎么锻炼过的 同班同学 都能杀死一只吸血鬼 但是 当他鼓足勇气 想要抵抗的时候 却是发现 一切 并没有自己想象中 那般简单 在吸血鬼进身的时候 他使足了力气 但是却没能挣脱 被这只吸血鬼 咬住了脖梗 浑身的血液 却是被硬生生的吸干 那种感觉 是他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血液 不断地从身体内抽离 生机不断流逝 直到他看见 马林再次出现在眼前 再次身形敏捷地 杀死这只 吸干了他血液的 吸血鬼 然而 一切都已经晚了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死亡 马林拼命地击杀那些吸血鬼 刚开始 马林击杀吸血鬼的速度 仍然不快 对于出手时机的把握 他还是远没有 沉战把握的精准 但是 随着四五只吸血鬼 死在他的手上 他击杀吸血鬼的效率 终于提了上来 然而 他的动作已经很快 出手时机 也很精准 仍然没能救下人坤 只能眼睁睁地 盼着他在自己眼前倒下 擦 马林怒目原睁 仿佛一头暴怒的狮子 静止冲向下一个吸血鬼 不同于马林 马浩翔无论是体力还是身手 都远远不如沉战和马林 所以 他到现在 才刚刚杀死一个吸血鬼 因为这一次没有人帮他 而且体力消耗甚至 此时 正气喘吁吁 握着硬木锥 在一边喘气 不过 他却被另一个吸血鬼 给盯上了 因为马浩翔 刚刚杀死的那个吸血鬼 是此时这只吸血鬼的弟弟 马浩翔此时的体力消耗甚至 面对一个充满愤怒的吸血鬼 他的处境 何想而知 两人接触的那一刻 马浩翔的身体 便是被这只吸血鬼 如同沙包一般 被打了出去 马浩翔瞬间内附受创 喉咙一甜 人受不住 直接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看到鲜血 吸血鬼的精神更加亢奋 血盆大口张开 锋利的獠牙露出来 看得出来 他的神情很是兴奋 吼了一声 便是朝着马浩翔 扑了过去 此时的马浩翔 哪里还有力气躲闪 眼神当中再次浮现 畏惧的神色 就在这只吸血鬼的身体 高高跃起 即将扑上马浩翔的时候 鞋底里突然窜出一道身影来 此人狠狠地踹出一脚 直接将这只吸血鬼踹飞 重重地砸落在天台上 战哥 马浩翔感激地喊了一声 陈战对他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马林 此时的马林已经纱红了眼 哪里还想得起 陈战的嘱咐 让他们两个人互相照料 根本顾不上马浩翔 陈战没有说什么 马林的性子他很了解 出现如今的状况 他并不意外 深吸一口气 陈战的目光 一向已经从地上起身的 吸血鬼 你很强啊 吸血鬼口吐人言 森白色的脸色 浮现一抹凝重 说道 你的眼力很好啊 陈战耸了耸肩 说道 但是 你今天依旧要死 吸血鬼丝毫没有 被陈战的气势所射 冷冷地说道 咱们可以试一试 陈战活动活动手腕 手中的硬木锥晃了晃 然后 对着这只吸血鬼 勾了勾手指 继续问道 除了你们这群吸血鬼当中 出现难觉实力的吸血鬼 要不然 凭借着天台上 这群末代血族实力的吸血鬼 你觉得 能杀我 文言 这只吸血鬼 原本凝重的脸色变得轻松了许多 说道 很不巧 我们这群吸血鬼当中 恰巧 有难觉实力的吸血鬼 好 文言 陈战的双眼微微眯起 冷冷地说道 可惜 你不是 死去吧 身形一闪 陈战主动发起了攻击 如果继续耽误下去 恐怕 整个天台上面的铜窗 都要死光了 嗯 仍然是一击而杀 陈战伸出手 拍了拍这只吸血鬼 笑着说道 你口中的那只 难觉实力的吸血鬼 很快就会下去陪你的 这只吸血鬼 伸出畸形的手掌 想要去抓陈战 但是 升级消失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 而且 陈战也不会让其肮脏的手掌 碰到而已 所以 直接一脚踹倒这只吸血鬼 然后 身形一闪 继续屠杀 五分钟后 整个天台都是狼藉一片 到处都是死尸 干尸 当然 还有二十一只 末代血族的尸体 郑哥 马林来到陈战身旁 气喘吁吁地喊道 此时的他 已经累得脱力了 眼神当中 也已经恢复了平静 差点害死马浩翔 陈战冷冷地说道 虽然死在他手中的吸血鬼 足足有八只 但是 陈战仍然没有给他 任何的好脸色 对不起 马林眼中也是划过一抹愧疚 对着马浩翔 道歉道 没事的 马哥不必如此 战哥 马哥也是 马浩翔先是摆了摆手 然后看向陈战 想为马林求情 陈战打断他的话 说道 你不用为他求情 他的一个疏忽 害的可是兄弟的命 说完 陈战再次望向马林 说道 你觉得 是他们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的命重要 还是你兄弟的命重要 马林 马林 垂下了头 无言以对 就在城战等人和吸血鬼战斗的时候 学校内的其他地方也在不断上演着战斗 只不过 不同于陈战这边的形式 其他地方都是吸血鬼占据着上风 其他十几栋的宿舍楼天台上 吸血鬼也是在不断杀戮 马景涛是第一批跑向天台的人 他们第一时间将天台的铁门锁上 尽管里面响起了一道道 凄厉的惨叫和求救声 众人仍然无动于衷 一直到楼里再也没有惨叫声响起 虽然马景涛等人的决定 很冷酷 残忍 但是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 跟他一起跑向天台上的四十多人 都活了下来 至于其他宿舍楼 同样有很多人逃到天台上 但是 他们大多数人 都不忍心关上铁门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 昔日的同学死掉 导致他们的性命 也是都交代了出去 末世裁决者 第七十七集 此时此刻 在黑暗的笼罩下 整个学校都仿佛成了吸血鬼的狩猎场 这些学生都是带宰的羔羊 他们的血液是这些吸血鬼最美味的食物 猎手和猎物之间注定不会平安相处 杀戮也注定不会停止 也许是这些吸血鬼真的已经喝饱了 所以 他们的杀戮停止了 后半夜 一切都显得那般平静 无论学校的哪个地方 都不再有战斗的动静传出 只是时不时的 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传来惨叫声 却也只是让众人下意识地身体一颤 随即 什么事情也没有地继续着自己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是睡不着 但是 陈战却是心大的 套在墙上呼呼大睡了起来 马林和马浩翔一时间倒是不敢入睡 毕竟吸血鬼随时有可能出现 他们要是睡着了 什么时候被咬死的都不知道 他们可不想 不明不白地死去 这些吸血鬼 已经吃饱喝足了 放心吧 他们今夜是不会出现的 陈战也是注意到了 两人强忍着困意 也不去睡觉 当即说道 即便有吸血鬼想要趁机袭击众人 陈战也能及时苏醒 毕竟 他在墨世当中生活了三年 已然练就了一种 能够在墨世当中深睡的本领 只要有一丁点动静 有人靠近他 他都能第一时间惊醒 除非是实力强于他很多的敌人 能够骗过他的感知和警民 但是此时的敌人 吸血鬼却是做不到 悄无声息地来到陈战身边 所以陈战并不担心 会被吸血鬼偷袭 听到陈战这般说 两人这才放心地 相继入睡 毕竟他们刚刚的战斗 实在太过激烈 而且精神从今天中午到现在 一直高度紧张 此时一放松 浑身上下都是传来疲累感 所以很快入睡 当陈戏洒下低缕阳光的时候 陈战准时醒来 这是他的习惯 叫醒马林和马浩翔两人 三人开始进餐 昨晚的战斗 耗费了他们太多的力量 尤其是马浩翔 不仅仅体力很差 而且还身受重伤 此时一个正常人 都能将其杀死 正当陈战马林和马浩翔三人 正在吃着早就准备好的食物时 天台上的众人听到动静 也是纷纷惊醒 他们现在已经是有些草木皆兵了 不过当他们看到三人在吃食物时 肚子纷纷咕咕直叫 眼睛盯着三人手中的食物 他们此时上哪里弄食物来吃 宿舍倒是有吃的 但是谁敢此时下天台 他们想要向陈战三人索要一些食物 或者说买一些都行 但是看着三人身旁放着的尖利硬木锥 纷纷止住了心中的想法 对于眼下这种情况 陈战早有所料 所以他就携带了面包 巧克力和矿泉水 虽然简陋 但是却能让三人冲击 很快恢复力量 接下来还有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战斗必然更为激烈 所以陈战等人必须尽快恢复体力 以期迎战随时可能出现的吸血鬼 经过刚刚的几战 马浩翔虽然好胳膊好腿的 但是内斧受创 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目前来说 这个战斗力已经丧失 倒是马林这家伙 仿佛没事人一般 反倒神清气爽的 很是精神 看来 接下来的战斗 还要靠那些人才行啊 陈战目光扫了一眼天台上的众人 这里还有足足五十二位同窗 虽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人 有伤在身 但是也无伤大雅 与马浩翔比起来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正在此时 一道身影缓缓靠近众人 站住 几乎是下意识的 马林立刻警觉地握紧硬木锥 命令道 林哥 是我 神影开口说道 众人闻声望去 此人正是张大鹏 大鹏 你来干什么 马林冷冷地问道 他对张大鹏的感官 一直不怎么好 尤其是 昨晚在和吸血鬼拼杀的时候 张大鹏一米八二的个头 一身肉更是达到了七十五公斤 但是看到吸血鬼的时候 只知道跑和求救 实在是无用之急 再加上他之前 没有出手帮助陈湛 所以 马林对其 不感冒 张大鹏也是听出了 马林言语中的冷意 不过肚子一直咕咕叫的他 实在有些饿了 只能厚着脸皮说道 林哥 给点吃的呗 一块面包就行 我晚饭还没有吃呢 哀求的声音响起 一边说着 张大鹏的双眼 一边盯着 马林手中的面包 闻言 马林本来想拒绝 但是又有些不忍 便看向陈湛 陈湛拼了一眼马林 仿佛魂不在意一般 说道 林子 你来决定给不给他 提醒你一句 此次事件 要等到后天上午才能结束 陈湛的最后一句话 很是明显 他们的食物也不多 能否冲到后天都难说 如果给了马林 他们就要挨饿 还要 面临随时可能攻来的吸血鬼 马林已经不像之前那般 心性很软 他也听出了陈湛话中的意思 虽然张大鹏是他的摄友 但是 他还是冷冷地回道 一两顿饭不吃 饿不死你 马林虽然没有明确的拒绝 但是 这句话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闻言 张大鹏眼中滑过一抹不满 不过 还是乖乖地 回到了自己之前的位置 不敢多说一句话 看到张大鹏这个陈湛的摄友 都没落得吃的 其他人 也没有尝试去向陈湛索要 陈湛 马林和马浩祥三人 继续休息 他们在等马浩祥的体力恢复 陈湛和马林两人的体力 已经基本恢复 但是 马浩祥仍然感觉到 体力匮乏 一直到中午 马浩祥方才能够起身行走 但是 由于伤势颇重的缘故 所以 他还做不到 快速奔跑 郑哥 接下来 咱们怎么办 继续待在阳台上 等着夜晚降临 马浩祥开口问道 摇了摇头 陈湛说道 待在这里 必死无疑 咱们必须离开 但是 浩祥 他的伤势 马林欲言又止 但是 隐藏的意思 却是很明显了 马浩祥此时的伤势颇重 根本做不到 快速移动 恐怕 他们三人很难逃下楼 毕竟 楼里阴暗的地方 隐藏着很多吸血鬼 凭借着他们三人 其中一个 还是有伤在身 很难杀出重围 都怪我 马浩祥垂下头颅 声音低沉地说道 浩祥 我不是那个意思 马林赶忙解释 但是 又不知道 说什么好 马浩祥摆了摆手 道 湛哥 灵哥 你们不用管我 尽管逃走 我这伤势 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如果你们带上我 到时候 恐怕咱们三人 谁都逃不出去 不行 马林斩钉截铁地说道 随后看向陈湛 目光之中充满了坚定 陈湛瞥了一眼马浩祥 此人倒是好深的心机 把马林算计得团团转 不过 只要此人 不生出害他和马林之心 陈湛倒不会在意 毕竟在死亡面前 有谁能够坦然面对 更何况 马浩祥这个 年华四锦的年龄 好了 你们两个也不用争了 我自有办法 绝对不会抛弃浩祥 陈湛终于 开口说道 闻言 马林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 眼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似乎是察觉到 马林和马浩祥的疑惑 陈湛再次开口道 吃饭 你们一会儿就知道 我的办法是什么了 说着 陈湛再次拿出食物 三人开始食用 而此时 所有人都是饥饿不已 毕竟 昨天下午 有很多人没有吃饭 今天的两顿也没吃 晚上还在吸血鬼的扑杀下 跑动那般厉害 他们早就饿得不行 众人都是紧盯着 陈湛三人手中的食物 不断地咽着口水 杨帅 田峰 以及张大鹏三人 互望一眼 然后起身 走向陈湛三人 如果仅仅是饥饿 他们三人 倒也不会做什么 饿两天 还是饿不死人的 但是 谁都知道 晚上还要面临吸血鬼 所以 他们必须有充足的体力才行 而补充体力的方式 除了休息之外 就是吃东西 战哥 大家伙都饿得不行 你看 能不能给点食物 这回是杨帅 率先开口 哼 滚蛋 给谁都不会给你吃的 听到杨帅的话 马林第一个反对 冷横一声 直接毫不客气地拒绝 杨帅的脸色 瞬间变得阴沉无比 战哥 林哥 我呢 可以给我食物吗 田峰这个时候开口了 我们连摄友都不给 会给你 马林冷撇了一眼田峰 之前要不是 他擅自打开天台的铁门 马浩翔会受重伤 所以 马林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好脸色 闻眼 天峰的脸色一变 随后 三人互望一眼 随即 杨帅再次开口 道 你们占据着食物 却不给大家伙分着吃 未免也太自私了吧 而且 晚上咱们还要面临吸血鬼的进攻 如果没有体力 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吗 杨帅故意提高了音调 随后 原本坐在地上看戏的同学 纷纷起身围了上来 纷纷开口索要食物 在生命的威胁下 他们还是成功被杨帅利用了 陈战虽然厉害 很辣 但是 相比较于吸血鬼 他们还是愿意招惹陈战 毕竟他们这么多人 难不成 陈战还能打得过他们 还能杀人不成 看着如此多人围了上来 马林和马浩翔 当即紧握硬木锥 起身戒备 马林更是冷冷地喊道 你们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只想要食物 杨帅见自己身后这么多人 胆气更是充足 说话也是颇有底气 并不怕陈战和马林 你 马林气急 而正在此时 陈战缓缓站起身 看见陈战缓缓站起身 刚刚还议论纷纷的众人 为之一净 原本很有底气的 杨帅 天风以及张大鹏三人 也是闭上了嘴巴 瞬间没了之前的气势 杨帅和张大鹏知道 陈战此人是个狠辣角色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当初用匕首刺透那个黄毛的情景 仍然历历在目 让他内心下意识地对陈战有种畏惧心理 再加上刚刚陈战杀死吸血鬼的狠辣手段 杨帅和张大鹏两人 本就不是什么大胆之人 畏惧陈战倒也是情有可原 至于田风 完全是被陈战刚刚杀死吸血鬼的狠辣手法所震慑 陈战瞥了一眼众人 随后将目光投向在人群前方的杨帅三人身上 说道 我们占据的食物 却不给大伙分着吃 你们觉得我们自私 如果我们要记错的话 这些食物本就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凭什么免费将食物分给你们 陈战的话音落下 四周一片激进 一时间竟是无人反驳 的确 这是陈战他们的食物 他们有权决定 怎么处理这批食物 人群当中 一位衣着光鲜 长相俊俏的男生 见众人都不说话 当即面色巨傲地开口道 陈战 我可以掏钱买你的食物 两倍的价钱 啊不 三倍的价钱 末世裁决者 第七十八集 说着 这位俊俏男生 已然从裤兜里 拿出来了钱包 直接从里面 拿出了五百块钱 说道 这么多钱 购买你背包里 所有的食物吧 闻眼 陈战嘴角微微一条 轻笑道 看来 你家很有钱呢 最起码 不是一些屌丝 能够别得了的 这位俊俏男生 愈发地巨傲 甚至 看向陈战的眼神当中 浮现一抹 不屑的神色 哦 陈战反问道 看来 你口中的屌丝 是指我了 一点食物都拿着当宝贝 你说我说谁呢 这位俊俏男生 直言不讳地说道 点了点头 陈战丝毫没有生气 笑着说道 你说的对 我的确是屌丝 但是眼下 我这个屌丝有食物 不会饿着 而你这个富家子弟呢 你嫌少 这位俊俏男生眉头一皱 随即 又是从钱包里 抽出了五百 说道 再给你加五百 我还就不信 钱 还会有人不愿意挣 这一次 陈战却是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俊俏男生 眉头皱得更紧 冷冷地说道 还嫌不够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坐地起价 但是 左人要知足 贪得无印 反而招人业 陈战再次摇了摇头 道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给你了 我的富家少爷 你在这儿 自说自唱 倒也玩得挺欢啊 文言 俊俊 俊俏男生 面色一变 然后 看到陈战手中 沾着的红色血渍 却是不敢有任何动作 哎 对了 你们这些富家子弟 是不是都有这种 盲目的优越感 我这个屌丝 还从未体会过 你们这些有钱人的生活 不知道 你们这些 奇怪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求解 陈战一副虚心求教的模样 怎么看 怎么让人恼火 尤其是当事人之一的俊俏男生 他直接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陈战却懒得再搭理他 这种人 最没胆 欺软怕硬 目光再次转向杨帅 陈战继续说道 你刚刚还有一句话 说得很对 晚上的确会有吸血鬼进攻 而且 吸血鬼的数量 比之昨晚还要多 攻势将会更加猛烈 听到陈战这么说 终人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 昨晚吸血鬼并没有 大规模进攻天台 所以 他们才得以幸存 但是他们都清楚 如果吸血鬼真如陈战所说 大规模进攻这里的话 即便有陈战三人相助 他们的性命仍然堪忧 我想问问你 你要体力干什么 有的体力 你就敢杀吸血鬼 陈战反问道 我 杨帅很清楚自己不敢 但是 目光看到四周的同学 都看着自己 杨帅一冲动 说道 我 我敢 有什么不敢的 好 这是你说的 可不是我逼你的 陈战嘴角 微微一条 随即 目光一转 扫下一旁的众人 说道 不仅仅是他 所有人都有 只要觉着自己敢杀吸血鬼的 都可以免费 来我这里领吃的 知道食物 全部分完 闻眼 杨帅突然有些后悔了起来 尤其是看到 陈战嘴角 微微挑起的一抹笑意 他突然感觉到 心中生起一股莫名的寒意 感觉 自己被陈战摆了一道 这 真的 不知道谁问了一句 所有人都看向了陈战 这个问题 他们也都是最关心的 点了点头 陈战说道 一些吃的而已 有什么舍不得的 但是 听到但是两个字 众人都知道 重点来了 天底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这句话说得很对 但是 一会儿 杀出宿舍楼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 必须跟我们一起 陈战说道 什么 要离开这里 下面可都是吸血鬼 下去 岂不是找死 陈战的话 瞬间让众人 如同炸开了锅般 议论起来 陈战双手往下压了压 示意众人安静 然后继续说道 昨晚 学校各地都会出现 吸血鬼 出现在咱们宿舍楼里的吸血鬼 数量有限 没有来到天台的同学 数量众多 足够这些吸血鬼 吃饱喝足 所以 咱们才没有在后半夜 遭受吸血鬼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 经过昨晚之后 宿舍楼的人数 大幅度减少 这些吸血鬼 要想进食 必定会进攻天台 到时候 上百只吸血鬼进攻 你们能够守得住吗 摇了摇头 陈战回答道 不能 所以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陈战继续说道 当然 我不会强迫任何人 不管你们 愿不愿意拼命一搏 冲下楼去 我都会在一个小时后 太阳最毒的时候离开 陈战的话全部说完 但是 众人却迟迟没有消化完毕 仔细想想 众人也都知道 陈战所说都很正确 待在这里 只有等死的份 还不如搏一搏 还能有机会活命 我愿意 沉浸了片刻后 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 率先站了出来 同意和陈战一起冲下楼 为自己的性命 博取一份生机 我也愿意 送我一个 很快 天台上已经有四十位同学 明确表示 愿意跟随陈战 杀出宿舍楼 至于其他人 互相忘了忘 也是愿意加入 虽然他们胆小 不愿意冒险 但是知道 留下更是死路一条 而且他们也相信 人多事众 和大多数人待在一块 即便有吸血鬼攻击他们 死的 也不一定是自己 不管中人抱着什么态度 反正 在场的所有人 都同意了下来 点了点头 陈战的嘴角 再次掀起一抹笑意 说道 既然大家伙 都出了决定 我们将背包里的食物 全部 分食完毕 然后 一个小时之后 打开铁门 出发 看着陈战很快 将本该属于他们的食物 全部分发下去 一旁的马林 无不担忧地说道 战哥 食物都分给他们了 咱们吃什么 吃什么 陈战微微一笑 丝毫不担心地说道 咱们学校里 可是有不少暴停和商店 你觉得 会去吃的吗 文言 马林眼前一亮 不过 随即 又是皱起了眉头 战哥 咱们途中 必然会有不少吸血鬼 进攻咱们的 放心 不是还有他们帮忙吗 一会儿出发的时候 你只需要 保护好好翔即可 陈战嘱咐道 马林仍然有些不明白 不过 没有再问 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次 马林绝对不会不管马浩翔 因为自己的疏忽 导致马浩翔此时重伤在身 甚至差点被杀 他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闸眼急过 虽然陈战背包里的食物很多 但是 被五十多个人一分 每个人分到手里的食物都是很少 根本不足以让人吃饱 不过 陈战已经将食物全部发放完毕 即便他们没有吃饭 也无话可说了 但是 谁冲在最前面 却成了问题 没有人愿意冲在最前面 那个位置 将会面临来自吸血鬼的极大压力 危险太高 陈战自然而然的 挑起了这份重担 陈战身后 是马林和马浩翔 再之后 就是杨帅 张大鹏 以及田峰 至于其他人 三人一排 依次跟在后面 队形商议完毕 陈战等人准备出发 此时的太阳 倒也给力 阳光很毒 倒是为接下来的行动 给予了不小的便利 而陈战他们闹出的动静 很快被其他宿舍楼的人 注意到了 涛哥 那个人 是不是 陈战 牌主席紧紧地盯着 站在队伍最前方的一道身影 开口问道 马景涛此时的脸色 依然是阴沉无比 虽然牌主席用的是疑问句 但是 语气当中 却是已经肯定 此人就是陈战 这些废物 马景涛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显然 对青帮的办事能力 很不满意 陈战 他们这是要下楼 台主席很快判断出了 陈战等人想要干什么 满脸惊愕地说道 闻言 马景涛的眉头显示一皱 随即舒展开来 嘴角微微挑起 一抹笑意浮现 现在的宿舍楼里 隐藏着很多吸血鬼 他们此举 简直就是找死 尤其是陈战 尤其是陈战 竟然逞能地站在队伍的最前端 这样也好 省得老子再动手了 而此时 陈战等人 已然打开了天台的铁门 昨晚 学校各个地方都会出现吸血鬼 太过危险 在其他地方 吸血鬼无法吃饱 会持续杀人 但是 在宿舍楼不一样 这里人多 在吸血鬼吃饱之后 会停止攻击 生存的可能性大 但是今晚却不是 学校的人数 在经过昨晚之后 大幅度削减 而且 学校各处的吸血鬼 已然知道 宿舍楼那边食物多 大部分 都会冲向这里 猎杀人类 所以 陈战必须离开宿舍楼 缓缓打开天台的铁门 陈战一马当先 率先走了进去 随后 众人都是陆续进入其中 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 迎面扑来 陈战缓缓前行着 身后的众人 一片紧张和安静 甚至能够听到 因为紧张 而产生的粗重呼吸声 目光警惕地 扫视着四周 没有任何吸血鬼 出现在视野当中 隐藏在暗处的危险 才是最恐怖的 陈战愈发地 谨慎小心起来 很快 陈战便是来到了六楼走廊 走廊里一片漆黑 从天台铁门处 透过来的阳光 勉强能够看清楼梯口的状况 郑哥 突然 马浩翔低声叫道 说 陈战头也不回地命令道 那些被吸干鲜血的同学们 他们的尸体呢 马浩翔很快注意到这一点 皱着眉头问道 闻言 陈战也是双眼一宁 如果不是马浩翔提醒 他到现在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不过 不管这些尸体都去了哪 都不影响陈战继续前行 他的目的很简单 一直往前走 冲出宿舍楼 众人的脚步声很小 也没有人节外生枝 所以 第一时间 竟然没有遭到吸血鬼的进攻 很快 陈战便是来到了四楼 队伍的最后方 也是到了六楼走廊 铁门没有关 众人也算是为自己 留下一条逃跑的生路 然而 就在队伍的最后方 来到楼梯口 开始下五楼的时候 铁门突然关上 声音瞬间 在整栋宿舍楼里响彻开来 整栋宿舍楼 彻底陷入了黑暗当中 而就在此时 走在队伍最前方的陈战 突然握紧手中的硬木锥 双目猛地一拧 几乎是同时 一道黑色身影 静止 扑向了陈战 砰 陈战当即便是注意到 这道身影 有些异常 没有第一时间出杀招 而是一脚将其踹飞 随后 又是一道黑影 紧接着 扑了上来 而这一次 陈战毫不犹豫地 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在这道身影尚未出手之际 便是将手中的硬木锥 狠狠地刺入其心口位置 不需要光亮 在黑暗当中 陈战平借着自己 丰富的作战经验 精准地 命中其心口 一击致命 而之前破来的第一道黑影 却是重重地 砸落在地 没有任何动静 末世裁决者 第七十九集 与此同时 队伍各处 都是遭受相同的情景 小心 那是干尸 陈战猛地 朝着后方大喝一声 提醒道 然而 在感受到有身影扑来的时候 大多数人 就已经开始慌乱了 哪里顾得上 听陈战的话 他们疯狂地尖叫着 甚至有的人 已经开始朝着走廊 深处跑去 当然 很快 便是被隐藏在宿舍当中的 吸血鬼咬死 由于陈战是第一时间 提醒众人 所以 反应灵敏之人 还是能够听得到 并且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马林也是 没想到 这些吸血鬼 这般聪明 竟然先行利用他们 通创的尸体 来承受 戒备森严的众人的低波攻击 随后 他们在众人招式用脑之气 再行出手 不过 听到陈战的提醒之后 他一拳 将扑来的身影 打得倒飞而出 与此同时 手中的硬木锥 狠狠戳近 已然近身准备咬他的吸血鬼 马林的准头还不错 借助着楼道的窗户 透过来的微弱光亮 在黑暗当中 同样很精准地 刺中了这只吸血鬼的心口 然后一脚将其踹开 大步跟上前方的陈战 第一波攻击之后 人类和吸血鬼 彻底陷入混战状态 与此同时 从各个宿舍当中 也是穿出一道道身影 这些都是吸血鬼 看着眼前这数量 陈战面色一变 当即大喊道 冲下去 说吧 他依然是一马当先地 朝着三楼冲杀过去 陈战的战斗经验丰富 而且无论是力量 速度以及反应力 都是极强 那些末代血族实力的吸血鬼 但凡挡在陈战面前的 都是被其一招毙命 很快 陈战便是来到了三楼 而此时 跟在他身后的 竟然足足有22位同学 陈战倒是没有想到 在吸血鬼最猛烈的一波攻击中 竟然能够有这么多同学 逃得性命 看来在生命受到威胁 而你有无路可逃的情况下 很多人都爆发出了 惊人的求生欲望 三楼相对四楼要安静许多 吸血鬼的数量 看似要少上很多 但是这里的气氛 也更加阴森许多 陈战只是一眼 便是看出了 这里的危险系数 并不亚于四楼 当其二话不说 静止冲向二楼 众人紧随其后 而就在队伍中间 刚刚准备冲向二楼时 对着楼梯口的一间宿舍 突然打开了门 在众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只吸血鬼显然蓄力已久 速度极快地扑了上来 锋利的獠牙 已然刺入一位同学的 搏梗当中 与此同时 其他宿舍也是纷纷打开房门 冲出了十数位吸血鬼 征战的速度已经很快 要不是照顾马林和马浩翔 他恐怕会冲得更快 而此时 他刚刚来到二楼而已 听到身后那凄厉的惨叫声 陈战的心绪没有任何的变化 硬木锥在其手中飞舞 不断收割着 担在前方的吸血鬼 二楼的吸血鬼数量明显减少了许多 陈战击杀了两只吸血鬼 马林杀了一只 便是没有再遭受任何吸血鬼的阻拦 陈战冲向一楼 他们杀出宿舍楼的目标 近在咫尺 而就在马林 陈战和马浩翔 转身跑向一楼的时候 一道黑影 速度极快地扑了出来 目标静直地 瞄准在了三人身后的杨帅 陈战和马林的战斗力太强 柿子要剪软的孽 反正都是吃饱喝足 这只吸血鬼很明智地选择了 没有太多战斗力的杨帅 从六楼到这里 杨帅一直没有遭受到吸血鬼的进攻 因为前方陈战和马林的战斗力太强 一路碾压 他紧跟在其后 前后不过两个声位 那些吸血鬼根本就没有机会进攻他 所以他本以为这次也是这般情形 结果没想到竟然有吸血鬼 专门等到陈战马林两人 转身下楼的时候发动进攻 而且目标很是明确 就是他 猝不及防止下 杨帅当起面色骤变 他虽然看不清吸血鬼的模样 但是对方那浑身充满血腥味的气息 扑面而来 他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杨帅直接伸手将后方的张大鹏 拉到了身前 张大鹏同样没有反应过来 便是感觉到脖梗一痛 惨叫声骤然响起 马林之前在听到动静的时候 便是回头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根本来不及去救杨帅 结果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看到杨帅为了活命 竟然将张大鹏拉到了身前 导致张大鹏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便是被杀 在从六楼逃下来的过程中 张大鹏虽然无法杀死吸血鬼 但是他倒是敢于出手了 踹了两只扑向他的吸血鬼 凭借着自己的勇敢 他活到了现在 但是没想到在即将逃出宿舍楼的时候 竟然被杨帅害死了 杨帅你 马林面色一怒 然而话未说完 便是被陈湛直接拉走 而此时身后的吸血鬼 已然追了上来 时间紧迫 张大鹏的死 没有人去在意 所有人都疯狂地朝着一楼狂奔而去 来到一楼 陈湛没有看到一只吸血鬼 轻而易举地来到了宿舍楼大门前 马景涛等人听到陈湛所在的宿舍楼里 传来凄厉的惨叫声之后 嘴角微微一挑 说道 怎么样 我没有说错吧 宿舍楼里的吸血鬼数量 绝对不会少 陈湛此举简直就是找死 然而 他的话音刚落 一旁的牌主席尚未说话 便是看到宿舍楼大门口处 窜出了一道身影 定眼望去 正是陈湛 马景涛的面色 瞬间阴沉不比 这打脸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快到他一时间气得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自从认识陈湛以来 他发现自己就一直不顺 一直被其打脸 此时的马景涛 简直对陈湛恨之入骨 尤其是看到陈湛安然地逃出宿舍楼 外边阳光毒辣 吸血鬼根本不可能冒险露头 换句话来说 陈湛只要不自己前往阴影处 安全绝对无余 陈湛此时可没有心思去左顾右盼 他逃出宿舍楼之后 扭头看到马林和马浩翔 两人安全逃出 眼中闪过一抹欣慰 不过随即看到马浩翔 煞白的脸色 以及摇摇欲坠的身体 眉头皱起 随即瞥了一眼四周 问道 浩翔 你的电车钥匙在身上吗 塞 马浩翔点了点头 从裤兜里掏了出来 递给了陈湛 不过脸色却是颇为疑惑 不明白陈湛想要干什么 陈湛的举动 让马林和马浩翔一脸疑惑 不知道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过陈湛也没有迟疑 当即开口说道 莲子 开浩翔的电动车 带着他 温言 马林和马浩翔 都是眼前一亮 陈湛这种办法 最节省体力 既能让马浩翔得到休息 又能够让 很可能成为托有瓶的马浩翔 不再是众人的累赘 张哥 谢了 马浩翔此时的五脏六腑 都痛得厉害 陈湛出的这个主意 减轻了他太多痛苦 当即感激地说道 陈湛摆了摆手 没有说话 马浩翔 此人倒也有几分能耐 而且和林子关系很不错 对自己也是够意思 所以陈湛才尽可能地 想要保住他 要不然陈湛绝对不会 在其身上浪费时间 目光扫过身后 此时已经逃出来的 只有杨帅 田丰 以及其他四位同学 其中 让陈湛没有想到的是 另外的四位同学里 竟然有那个 俊俏的富家子弟 在杀出宿舍楼的时候 陈湛一直冲冲冲 并不知道 身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照他的估计 除了他和马林马浩翔之外 能够逃出来的 有一两个人就不错 如今竟然逃出来了六个人 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 陈湛之所以愿意 鼓动这些同学 一起冲下楼 就是让他们当诱饵 分担来自吸血鬼的压力 据他初步估计 这栋宿舍楼当中的 吸血鬼数量 有近百只之多 昨晚被杀了 二十一只吸血鬼 宿舍楼里 大概还有五十只左右 如果仅仅是他们三人 想要安然无恙地 杀出宿舍楼 简直就是吃人书梦 陈湛倒是有把握 以受伤为代价杀出来 但是 马林和马浩翔两人 肯定要交代在里面 当然 这个想法 陈湛肯定不会说出来 即便是马林 他都不会说 因为马林的性子 他了解 自己如果告诉他 这个想法 非但不能得到他的理解 反而会让齐觉得 自己太过狠辣和阴毒 甚至有可能 因此疏远自己 出发 深吸一口气 陈湛将这些念头 从脑海中甩走 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他不会去等那些 没有逃出来的同学 因为他们不可能出来了 而此时 宿舍楼内也是一片死寂 这些没有逃出来的同学 结局显而易见 听到陈湛的命令 马林也没有多说什么 站哥 咱们去哪儿 坐在电动车后座的马浩翔 开口问道 陈湛目光盯着餐厅旁边的一家小商店 说道 去拿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的食物 文言 顺着陈湛的目光 马浩翔很快便是知道了陈湛的打算 也知道陈湛之前在天台上所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了 瞥了一眼深厚的杨帅天风等人 马浩翔知道 很快 他们的数量将会再次缩减 由于他们所在的宿舍楼 在这片宿舍楼区域的中间位置 所以 陈湛等人需要经过数栋宿舍楼 其中有一栋就是女生宿舍楼 陈湛 救命啊 而让陈湛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即将走出宿舍楼区域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女人喊出了他的名字 并且是求救的 眉头一皱 顺着声音看去 陈湛瞳孔骤然一缩 向他求救的是孟诗兰的那个闺蜜 人妾 毫无疑问 自己能够成功追求到 孟诗兰这个混血女神 这个女人 绝对起到不小的作用 换句话来说 此人帮助过陈湛 说实话 陈湛第一个想法是救他 即便是看在孟诗兰的面子上 如果可能的话 陈湛也会去救他 只不过 陈湛很快就否定了 救他的想法 因为他此时 正站在女生宿舍楼的天台上 陈湛要想救他 必须再次杀向天台 然后再杀下来 刚刚杀下宿舍楼的他 虽然不至于筋疲力气 但是绝对不在最佳状态 而且凭借着他如今的实力 陈湛甚至自己没有任何把握 再次杀进宿舍楼 而且他身旁还有马浩翔这个伤号 为了救一个孟诗兰的闺蜜人妾 而将自己的兄弟 甚至自己的性命 搭进去 这笔买卖 陈湛是不会去做的 就在陈湛打定主意的时候 其身后的杨帅等人 都是一脸极色 如果陈湛决定冲上去救人 那他们这些人 绝对是有死无生 所以他们几个人都不愿意去救 担心地看着陈湛 害怕陈湛会脑子一热 决定冲上去救人 末世裁局者 第八十集 如果你能活着冲下来 我倒是不介意 在这等你一会儿 带你离开 陈湛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天色还早 离天黑还有四五个小时 她的时间倒是还挺充足 你 陈湛 老娘可是帮你 在孟诗兰面前说了不少好话 你可不能看见我落入险境 而不管不顾啊 孟诗兰的闺蜜人欠当即急了 赶忙开口说道 对不起 我没有能力救你 说吧 陈湛直接转身离开 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陈湛 你不得好死 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得到赤兰 你 耳边不断传来孟诗兰闺蜜 人欠的辱骂声 陈湛并没有搭理 上一世 他听过更难听的话 但是和自己的性命相比 这些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没有陈湛相救 孟诗兰的闺蜜人欠 又不敢冲下宿舍楼 等待她的只有死亡一条路 进了商店之后 所有人都装好自己的食物 这可是你们今晚和明天早上的食物 提醒你们一句 小心吸血鬼 商店当中绝对有吸血鬼的存在 很快 中人便是来到餐厅旁的一家商店不远处 陈湛开口说道 战哥 我 马浩翔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陈湛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当即摆了摆手 道 让林子留下来照顾你 你们两个的食物 我来去 放心吧 说完 陈湛看向一旁的马林 恩隐 马林当即点了点头 他自然没有意见 而且 凭借着陈湛的身手 即便没有自己的帮助 也绝对不会出问题 至于马浩翔 虽然现在是大中午 太阳高照 但是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他是不放心 把一个重伤在身的马浩翔 单独留在外面 所以 他愿意留下来 照顾马浩翔 至于其他人 在天台上就只是吃了一点 经过刚刚的激烈战斗 如今 依然有些饿了 如果错过这个 拿取食物的机会 他们今天的晚饭 和明天的早饭 都将饿着肚子 今天晚上 必定还会有一场饿战 如果不吃晚饭 到时候 连跑的力气都没有 所以 他们也没有人愿意留下 好 进去 见状 陈战淡淡地点了点头 也没有废话 直接一马当仙地 大步走向商店 这个商店很小 大约二十平米的样子 里面有着五个货架 横在屋子中央 其他货架 都是靠墙放着 入门处是收费的地方 只不过 收费的老板 已经变成了一具干尸 趴在桌子上 显然 死的时间并不长 估计 是昨晚 被吸血鬼 吸干了 鲜血而亡 这也说明 吸血鬼光顾过这里 商店里 也很有可能 还有吸血鬼潜伏 一切还需小心 进入商店 里面一片寂静 除了躺在地上的 几具干尸之外 倒也没有任何的异常 村站没有迟疑 打开背包 就开始装起了 高能量食物 而其他人 也没有察觉到 任何异常 看到任何的 吸血鬼出现 胆子也大了起来 毕竟 这个商店 也就一二十平米大小 笼共没有多大的空间 众人一眼就差不多 将这些空间 尽收眼底 却没有发现 任何的异常 他们自然放心不少 更何况 旁边还有那么多人在 他们也不想落后 赶紧开始收集食物 俊俏的富家子弟 见四周 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 所以 完全放松了下来 而且 他吃东西很挑 并不像有的人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只要管饱就行 他在商店里转悠着 挑选着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很快 他便是来到了 商店最第一面 而他也终于看到了 他最喜欢的 三只松鼠 正准备 弯腰去拿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 背后一冷 随即 生出一股 极度危险的感觉 猛的回头 一张森白恐怖 瞳孔发黑的脸庞 出现在他的眼前 俊俏的富家子弟 当即便是吓得尖叫起来 然而 他的声音尚未发出 便是感觉到 喉咙一痛 这只吸血鬼 直接咬断了 他的喉管 然后 仿佛一个吸管一般 疯狂地吸取着 勤俏 富家子弟的鲜血 短短十数秒的时间 这位富家子弟 便是彻底 没了声息 而其他人 并没有丝毫地察觉 继续搜刮着各种食物 陈湛却是眉头一皱 不过 却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继续埋头 填装着食物 毕竟 他需要装三个人吃的东西 至于谁死了 怎么死的 他一点都不关心 只要那只吸血鬼 不进攻他 他倒是 可以 与其 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 这只吸血鬼 显然是不满足于 一个人的鲜血 漆黑诡异的瞳孔 盯上了 离他最近的 一个学生身上 救命啊 而这一次 这个人 察觉到了吸血鬼的存在 不过 却已经 独闪不开 吸血鬼的进攻 同样 被咬断了血管 不过 他的喊声 却是惊动了其他人 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 所有人都是 停止了搜刮动作 吓得一哄而散 杨帅等人 在看到 吸血鬼的那一刻 二话没说 直接撒牙子 跑了出去 看着如此不堪的众人 陈湛摇了摇头 这种人 在末世当中 绝对 活不过三天 众人逃窜 那只吸血鬼 将目光投向陈湛 显然 他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人 见了他不跑的 嘶吼了一声 很是兴奋地 扑向陈湛 陈湛仍然在 往背包里塞着食物 就在这只吸血鬼 即将咬到陈湛的时候 陈湛猛地 拿出硬木锥 二话不说 直接头也不回地 刺入这只 吸血鬼的心口 精准无比 吸血鬼的动作 为之一顿 他显然也没想到 这个美味的食物 竟然能杀了他 陈湛眉头 微微皱起 随即 叹了一口气 道 好好的心情 全被你给影响了 猛地 拔出硬木锥 陈湛直接 一脚 将这只 已然散去 大半生机的 吸血鬼 踹开 然后 瞥了一眼背包 食物到也足够 他和马林 马浩翔三人 吃好几顿的了 这才转身离开 马林 马浩翔两人 在历日奄奄的太阳下 刚刚待了不久 便是听到尖叫声 随后 看到杨帅 四人狂奔而出 而他们的身后 却没有任何 吸血鬼的踪迹 当然 也没有陈湛的身影 眉头一皱 马林虽然对陈湛的 战斗力 很是自信 但是 心中还是有些担心的 直到看见陈湛 淡定的 从商店门口走出 方才松了一口气 张哥 你没事吧 马林开口问道 摇了摇头 陈湛说道 放心吧 一只吸血鬼而已 能有什么事 说着 陈湛将背包 从身上卸下 递给了 坐在电车后座的 马浩翔 马林听到 一只吸血鬼的时候 顿时望向杨帅等人 目光之中充满了不屑 说道 一群废物 一只吸血鬼 都能把他们吓成这样 杨帅等人 纷纷低下了头 只不过 杨帅的眼神深处 却是在此刻 隐晦的 抹过一抹阴 牙关不由的紧咬 显然 他一次次被陈湛和马林 讽刺看不起 心中的怨念 已然很深 走吧 去办公楼 陈湛台步 朝着办公楼走去 教学楼啊 马林一脸不解地问道 去那里干什么 为什么要去那里 陈湛解释道 因为那里是老师的办公地点 很多老师在事件发生之后 都已经回到了家中 所以那里的人数稀少 他们西校区的东南角 有着一片教师和领导居住的区域 很多老师在中午下课 或者晚上下课之后 都会很快回到家里 所以办公楼的人数 不可能多 人少 马林眉头皱起 道 战哥 你不说人越多越好吗 摇了摇头 陈湛说道 昨晚 学校的每一处 都基本上有同学在 那些吸血鬼 只要吃饱喝足 就基本不会继续进宫 即便是嗅到了 宿舍楼区域 这边的人味很重 但是今晚不同 经过昨晚的大规模屠杀 全校师生的数量大幅度锐减 全校各处的吸血鬼 绝对无法从周边得到太多活着的同学 那么人味越重的地方就越有吸引力 所以宿舍楼那边绝对不能呆 因为那边的人味太重 马林接道 那岂不是说 那边的人都要死 陈湛点了点头 道 没错 在面对如此数量的吸血鬼 我实在想不出 他们还有什么生机可言 这也是 为何 我一定要杀出宿舍楼的缘故 办公楼那边 人数少 吸血鬼也不会太注意咱们 陈湛继续解释道 马浩翔且是突然开口问道 战哥 既然人数越少越好 那 说着 马浩翔的目光 已然扫向了杨帅四人 马浩翔的意思很明显 杨帅四人无用至极 连面对吸血鬼的勇气都没有 见了就跑 绝对是众人的累赘 留在身边 除了增加人味 没有任何用处 见状 杨帅四人纷纷身体一颤 面露祈求 他们如果被陈湛抛弃 绝对活不下去 陈湛瞥了一眼四人 随即说道 没事 马浩翔刚想继续劝说 他可不像 马林那般心软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他的心 也变得很辣起来 既然杨帅等人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危险系数 那就抛弃 不过 当他看到陈湛给他使的眼色 一切即将出口的劝说话语 全部化作一声长叹 没有再多说话 他知道 陈湛绝对有办法处理这四人 由于现在是太阳高照 一天内阳光最火辣的时候 而且 陈湛七人 又是沿着学校的大道而行 所以 沿途没有遇到一丁点的危险 倒是看到了不少完全死透的干湿 路中央 两侧的绿化带 甚至一些停靠在路旁的小轿车里 有一位老师 仰面 死在驾驶座上 浑身皮薄骨头 面部更是惨白的吓人 显然 是被吸干了鲜血 一旁的车窗碎裂 想必 是吸血鬼破窗而入 从副驾驶座进入车内 在这位老师 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是将其咬死 不过 这些情景 陈战看起来 倒是没有多大感觉 毕竟 上一世 他见过的场面 比这个还要惨烈 简直如同修罗场一般 如今 这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 马林等人却是第一次 见过这般惨烈的景象 马林和马浩翔两人还好 没有吐出来 毕竟 吸血鬼的杀人方法是吸人血液 倒也不是特别残忍 不过 两人的脸色 却是沉重不已 尤其是马林 眼神当中充满了怒火 拳头紧握 仿佛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显然 他对于吸血鬼的暴行心中恨极 至于杨帅 可以选拳 直接进入二楼 可以选择 直接进入一楼 末世财学者 第八十一集 陈湛目光盯着二楼 说道 直接上二楼 众人这才小心翼翼的朝着二楼爬去 而就在陈湛等人刚刚爬到楼梯中间 二楼南侧的一间办公室内 突然伸出一个头来 此人看到陈湛等人时 突然兴奋地大喊道 陈湛 这里 文言 众人瞬间全神戒位起来 不过 当他们看到 说话之人 竟然是古副校长的时候 顿时松了一口气 而陈湛却是掀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忽度来 只有将目光投向陈湛的马浩翔 注意到了陈湛嘴角掀起的忽度 眉头微微皱起 瞬间明白了陈湛的打算 古校长 我们这就去 陈湛应道 文言 马浩翔确实露出一副 果然如此的表情 古副校长所在的办公室 正是林老师的办公室 所以 众人进入二楼大厅之后 便是沿着走廊 朝着左侧走去 现在是下午两点多 阳光充足 而且 他们所在的办公楼一侧 是玻璃窗 阳光即便未能直射而入 但也是导致办公楼内部 一片光亮 所以 众人毫无危险地来到了林老师的办公室门口 然而 当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 却只发现了 古副校长和蔡老师两人 林老师不在 古校长 林老师人呐 陈湛皱着眉头 开口问道 他没想到 林老师这个大美女不在 反倒是蔡老师这货 还活着 心中自然不爽 古副校长并没有察觉到 称赞得不爽 而是叹了一口气 回答道 林老师去了 团委办公室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恐怕已经 古副校长没有说完 但是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马林等人倒是对林老师 没有太多的印象 毕竟这是大学 辅导员并不像高中时的班主任 基本上每天都会见着 所以 他们听到 林老师可能被杀的消息后 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毕竟他们从昨晚到现在 已经见过了太多的死亡 现在 都有些麻木了 即便是马林 也不过是脸色一暗 什么也没说 而陈湛却是突然面色坚定地开口道 咱们必须去救林老师 不管他是活着 还是已经死了 什么 你疯了吗 你想死 不要拉着我们 蔡老师当即跳起来阻止道 他昨晚仅仅是听到那些 外面传来的凄厉惨叫声 就吓得不行 你现在让他出去 你可以不去 我可没有强迫你 陈湛冷冷瞥了 一眼蔡老师 满脸不屑地说道 看到陈湛这副模样 蔡老师彻底忘却了之前的恐惧 心中彻底被愤怒所取代 赤骂道 你一个废柴 不要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你知道 外面那些吸血鬼 有多么恐怖吗 就凭你这小身板 恐怕 一只吸血鬼都打不过吧 闻言 陈湛尚未说话 马林马浩翔 甚至杨帅等人 纷纷露出一副古怪的表情 看着气粗了脖子 在旁边乱叫的蔡老师 仿佛在看一个傻逼一样 蔡老师似乎也意识到了 众人的眼神不太对劲 但是仍旧不认为自己说错了 一旁的古副校长见蔡老师说话那么难听 当即眉头皱起 说道 蔡老师 请注意你的言辞 蔡老师这才收敛 不过仍然瞪着陈湛 仿佛要将其吃了一般 古副校长看向陈湛 说道 陈湛 你也不要在意 蔡老师突然面对吸血鬼 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怪物 难免有些恐惧 点了点头 陈湛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能理解 以蔡老师的脾性和胆气 有如此表现倒也正常 你 蔡老师当即忧郁发怒 确实被古副校长一眼瞪了回去 陈湛 既然决定应救林老师 那咱们事不宜迟 团委办公室就在四楼 倒也不远 古副校长随即看向陈湛 说道 只不过 古副校长也在担心那些吸血鬼 陈湛一眼便是看透了 古副校长的担心 古副校长很是坦然地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说 谁都不愿意拿着自己的性命 去开玩笑 陈湛尚未说话 一旁的马林却是主动开口道 古校长放心吧 我们能够从宿舍楼逃出来 来到这里 没有点本事 岂能做得到 哼 文言 一旁的蔡老师却是冷哼一声 一脸的不相信 不过 受于古副校长的威势 方才没有进一步嘲讽 古副校长瞥了一眼蔡老师 随即看向陈湛 点头说道 行 我相信你 就按照你说的来办 顾校长 您怎么能够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 他们不过是几个学生而已 能有什么问世 能够来到这里 无非是运气好罢了 我的命不值钱 但是 您可要慎重啊 一旁的蔡老师 听到古副校长答应了陈湛 当即忍不住 开口劝说道 他可不相信陈湛 自己的小命要紧 绝对不能被陈湛牵连 古副校长 披了一眼蔡老师 他对于马屁 很不感冒 相反 还有些厌烦 这个蔡老师 什么德行 他岂会不知道 陈湛等人 如果没有两把刷子 岂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而且 古副校长敏锐地注意到了 陈湛等人身上都塞满了食物 显然是 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的 毕竟 他不相信 有人知道这次诡异的事件 会在学校发生 换句话来说 他们就在 刚刚进入过商店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 能够从商店里 拿到这么多食物 你可以不去 我没有强迫你 古副校长冷冷地说道 文言 蔡老师瞬间变成了哑巴 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胆小鬼 一旁的马林冷哼一声 讽刺道 蔡老师 你要是害怕 可以不跟上来 没有人会说你的 哼 谁说我害怕了 去就去 谁怕谁啊 蔡老师挺着脖子说道 不过 谁都能听得出 他的语气 是有多么的不足 冷笑一声 陈湛根本不愿意 继续搭理他 当即看向古副校长 说道 古校长 既然你没有意见 那咱们即刻动身 现在已经不是太阳 对毒辣的时候了 下午也已经过了一半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陈湛本来打算 就是前往天台 去迎九林老师 正好顺路 古副校长自然没了意见 当即点头 说道 走 再次打开房门 陈湛目光扫了一眼走廊 并没有发现一场 这才领着众人 朝办公室左侧 走了大概七八步的样子 然后又拐 楼梯口就在这里 由于经历过 昨夜宿舍楼天台的惊魂 今天又杀出了宿舍楼 所以 杨帅几人 即便心中仍然打颤发怵 但是 比蔡老师确实好多了 而此时的蔡老师 早已经被吓得 浑身哆嗦 紧紧地跟在 古副校长身后 生怕遇到危险 没有人保护 显然 他还是觉得 古副校长的战斗力 是强于陈湛等人的 来到楼梯口 仍然没有任何的 异常发生 毕竟 这里还是较强的光亮 照射过来的 相对走廊 深处 那阴森的气氛 这边要好很多 就在城站等人 刚刚准备爬楼梯的时候 突然 身处人群中间的 蔡老师 尖叫一声 他本人更是吓得 直接拽住了 古副校长的衣袖 仿佛遇见了什么 令人极度恐惧的事情 众人还以为 是受到了吸血鬼的袭击 几乎是一瞬间 纷纷全神戒备了起来 顺着蔡老师的目光 众人望去 然而 他们看到的 却是一句干尸 胆小鬼 你有没有胆 一句干尸而已 就把你吓成了这样 一旁的马林 很是不屑的 瞥了一眼 蔡老师 冷冷地说道 其他人 也是都一脸不满地 望着蔡老师 本以为是吸血鬼出现 结果 只是一句干尸而已 即便是杨帅等人 都可以做到 见之而面色不变了 而蔡老师 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竟然被吓成了这样 古夫校长也是觉得 蔡老师 简直就是 胆小如鼠 甩开了蔡老师 抓住他衣袖的手 眼神深处 划过一抹不屑 蔡老师听到马林的话 正带反驳 却是被古夫校长 甩开了胳膊 当即面色一变 他敏锐地发觉 古夫校长的眼神深处 划过的那一抹不屑 反驳 反驳的话 卡在喉咙处 出不来 陈湛眉头 微微皱起 本来已经陷入 沉睡的吸血鬼 此时很有可能 被蔡老师 给唤醒了 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傻逼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目光充满不满地 看向蔡老师 陈湛冷冷地说道 那些吸血鬼本来没有注意到咱们 你这一嗓子 瞬间让咱们暴露在他们面前 如果再下几个脚 老子直接叫你送给吸血鬼 当晚餐 你信不信 蔡老师看到陈湛那不善的目光 没有来的身体一颤 陈湛理都没理他 直接对着众人低声说道 大家伙注意 三楼很可能 有吸血鬼被惊动 一定要小心四周 尤其是没有光亮的地方 文言 众人点了点头 看向蔡老师的目光 更是充满了不满和责怪 见状 全站的眼神深处 隐晦地闪过一抹诡异的笑意 火不其然 就在陈湛等人刚刚走出楼梯口 来到三楼的时候 一只吸血鬼 突然从旁边的办公室里 窜了出来 不过 这只吸血鬼 很没有眼力见的 扑向了马林 结果直接被其一脚踹开 然后 在其落地的瞬间 马林的身形也是如影随形 来到了他身边 手中的硬木锥 精准地刺入这只吸血鬼的心口 一击毙命 马林经过这么多场战斗 早已经练就了杀死吸血鬼的技巧 无论是出手的时机 精准度 马林都掌握得很好 用最短的时间解决战斗 马林虽然在这方面还不如成战 但是毫无疑问 他在不断地接近陈战 马林的精悍身手瞬间震撼了古夫校长和蔡老师 尤其是蔡老师 本以为陈战等人只不过是软脚下 只会吹牛 运巧 结果 马林如此敏捷地伸手 瞬间震慑住了他 让他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 就在两人处于震撼当中的时候 走廊深处 也是窜出两只吸血鬼 朝着众人扑杀而来 走 陈战不愿与其缠斗 当即身形一闪 已然来到了光亮的地方 其他人紧随其后 那两只吸血鬼健壮 纷纷露出獠牙 露出凶狠的模样 但是却不敢贸然冲上去 团委办公室就在那里 古夫校长看到这两只吸血鬼没有冲上来 紧张的心放了下来 他毕竟是较为沉稳的人 很快恢复了镇定 说道 见状 陈战不由得点了点头 古夫校长的表现 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随后也不迟疑 率领着众人 朝着右侧的走廊走去 不要 不要啊 就在陈战等人刚刚靠近团委办公室时 突然从里面传来一道叫喊声 史林老师 陈战瞬间便是听出了 刚刚发出喊叫的人就是林老师 其他人也是精神维持一阵 没想到林老师竟然还没有死 这简直就是意料之喜 众人实际上对于林老师还活着 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在这个吸血鬼到处都是的学校 林老师一个女人 想要活下来太难了 末世裁决者 第八十二集 林老师 我是陈战 你开下门 陈战敲着办公室的门 喊道 里面的动静突然为之一静 随即 办公室的门应声而开 众人看到颇为狼狈的林老师 一头散发的出现在眼前 救命啊 林老师在看到陈战的那一刻 瞬间感觉自己仿佛有了依靠一般 竟然不管不顾的直接扑到了陈战的怀里 使劲的搂住了他 他这突然的举动 不仅仅让马林 古夫校长等人一脸懵逼 即便是陈战本人 都是没有反应过来 要不是确认 林老师不是吸血鬼 而且 林老师是个美女 陈战是不会让其靠近自己的 感受着胸膛处传来的 酥软感觉 陈战小腹一热 按摊 林老师还是很有料的 虽然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是 眼下并不是讨论林老师那两座 风轮的弹性和大小的时候 所以 陈战并没有推开林老师 反而更加用力地用手臂 搂住林老师的鲜鲜细腰 让林老师那两座柔软的风轮 和自己的胸膛的距离 进一步缩小 那种挤压的感觉 简直妙不可言 陈战不忘正视 随后开口问道 林老师 不要怕 有我在呢 告诉我 刚刚发生了什么 林老师显然没有注意到 陈战的龌龊思想 内心充满恐惧的他 早已经将陈战 当成了他的救命英雄 此时听到陈战的话 林老师并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办公室里 而这个时候 众人方才注意到 原来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胖子 陈战早就注意到了此人 在看到林老师 面色厌恶地望向这个胖子时 陈战便大致猜测出了 事情的大概 尤其是看到这个胖子 有些慌乱尴尬的表情时 陈战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 不过 不带陈战询问 这个胖子却是眼前一亮 然后主动走上前来 笑咪咪地和古副校长打招呼道 古校长 你终于来救我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的 甚至 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古副校长也是看出了 林老师的事情 有些不对劲 不过这个胖子 可是团委书记 官职也不小 而且主动和自己打招呼 他也不能不打理人家 当即 敷衍地点了点头 说道 你没事就好 而这个时候 这个胖书记 方才将目光投向 站在门前的陈战 说道 你这学生怎么这么不懂事 不知道给古副校长让道 还光天化日之下 和一个女老师搂搂抱抱 称何体统 陈战忍不住冷笑一声 随即 目光阴溢地盯着这位胖书记 说道 我们本就没打算进去 你怎么和老师说话的 怎么那么没教养呢 这位胖书记 估计是当领导 当习惯了 此时 还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语气 也是充满了 教育成分 张哥 能够搭理你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不要以为自己 以前是个领导 就嚣张的不行 小心老子 嚣你 马林最先忍不住 率先反驳道 要是在这次神秘事件爆发前 马林绝对不敢这么和团委书记说话 但是经历过和吸血鬼殊死不斗 看到过那么多的同窗和老师死在路边 他的心态已经不自觉的发生了变化 而且 臣战之前可是跟他说过 末世论 之前 他还不是完全相信 此时 已经彻底相信了臣战 既然末世即将来临 他还有必要 看这些领导的脸色 你 这位胖书记显然没想到 一个学生 竟然敢这么和自己说话 一时间 竟然气得 说不出话来 臣战偏了一眼马林 对于马林的问话 他的内心 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 他是打算 好好培养自己这位兄弟的 马林成长得越快 就越能够 尽快地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目光看下胖书记 臣战淡淡地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刚刚 是想强暴林老师吧 臣战这句话 可谓是 一语惊人 瞬间 让众人面色一变 尤其是胖书记 此人一脸慌乱 看向臣战 说道 你 你胡说 我没有啊 没有啊 那你紧张什么 臣战似笑非笑地 看着胖书记 说道 我 胖书记倒也是很快 恢复了镇定 挺了挺胸膛 说道 我没有紧张 你紧不紧张 也没有关系 只要问问林老师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臣战轻笑一声 随即 目光盯向林老师 林老师自然知道 臣战想要干什么 从臣战怀里脱身 然后 看向古副校长 说道 古校长 昨天下午 下课之后 我便是来到 林书记的办公室 来上交材料 结果 从窗户上 看到 吸血鬼杀人的一幕 当时 我们两个 吓得都不敢出声 更不敢发出任何动静 我们很幸运 没有吸血鬼 觉得我们两个的存在 所以 昨天晚上 我们两个 有惊无险地度过 但是今天上午 吸血鬼似乎是 消失了一般 就没有再出现 林书记便起了歹心 先是威胁我 如果我不好好服侍他 就辞了我 见我不就范 就利用我 最后 他见我一直不同意 便想要用枪 恰巧你们出现 要不然 说到这儿 林老师已经是 气不成声了 听到林老师的叙述 即便是杨帅等人 都觉得 这位胖书记太过分 色痞子一个 恨不得 上去揍他一顿 更何况是马林 二话没说 马林直接一脚踹出 马林的速度很快 而且 有偷袭的成分 所以 这位胖书记 结结实实地 挨了这么一脚 而且 其肥胖的身躯 直接倒飞而出 重重地 撞在其后的办公桌上 然后反弹 摔倒在地 马林这一脚 显然是始足了劲 所以 这位林书记 躺在地上 惨叫不断 疼得直打滚 但是 古副校长并没有责怪马林 反而是冷冷地看向林书记 说道 身为学校领导 竟然干出这种事 你这种人 简直就是学校的蛀虫 就应该进监狱 陈战确实在此刻摆了摆手 道 古校长 送什么监狱 咱们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岂不是更好 闻吟 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心中一颤 别看陈战此时笑咪咪的模样 但是 这句话代表着什么 没有人不知道 古副校长显然也没想到 陈战竟然这般狠辣 陈战此时露出的笑容背后 却藏着一把的刀子 而且 是极为锋利的那种 救命啊 顾校长 不要 不要丢下我 林书记当然要知道 将自己留在这里 会是什么后果 尤其是 他们这里已经传出了动静 恐怕 此时已经被吸血鬼盯上了 他拼命地挣扎着 想要起身 但是 马林刚刚那一脚 实在是太过有劲儿 直接让他的肚子 疼得到现在都不能站起身 只能爬向门口的古副校长 这样是不是太 古副校长看了一眼林书记 随即开口说道 摇了摇头 陈展说道 这才是对他这种人最好的惩罚 咱们又没有杀死他 只是不愿意让他跟着咱们而已 这样做也不过分吧 古校长 陈展的主意已定 古副校长能够爬到眼前这个位置 显然也是个人精 虽然不屑于玩一些阴暗的手段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懂这些 他一眼便是从陈展的眼神当珠 看出了其决心以下 更何况陈展刚刚所说的并没有错 所以古副校长直接闭口不言 见状 陈展嘴角微微一挑 古副校长不反对 那就是变相的同意了他的决定 所以陈展很高兴 高兴古副校长失趣 随后陈展将目光再次盯向林书记 看着他一点点的爬向门口 由于他的身材臃肿 肥胖 所以爬行的速度并不快 这么久 方才爬到陈展的脚前 呛 陈展一脚踢出 准确无误的踢中了林书记的肥脸 直接踢飞了两颗门牙 惨叫声再次响起 林书记的左脸瞬间肿了一圈 看起来更加的肥胖 嘿嘿 林书记 你就叫吧 叫得越欢使 越能吸引吸血鬼的注意 你离死亡 也就越近 陈展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的糊涂 而他的话 却是再次让众人心头一寒 原来 陈展这一脚 并不是为了泄愤 而是单纯的为了让林书记死得更快 当然 他们不知道的是 陈展还有一个目的 吸引一部分吸血鬼来这里 那么 他们一会儿杀向天台的时候 就会轻松许多 林老师闻言 更是瞬间闭上了嘴 强忍着嘴里的疼痛 不敢再多发一言 好了 祝你好运 陈展嘴角微微一挑 随后 拉着林老师 静止 朝着楼梯口走去 马林等人还不跟上 只不过 古副校长 蔡老师 以及杨帅等人 看向陈展的眼神 却是充满了敬畏 看似嬉皮笑脸的 实则心狠手辣 这样的人 最为可怕 不能得罪 表现得最明显的 就是蔡老师 再也不敢出言讽刺陈展 甚至不敢用 怨毒的眼神看陈展 生怕陈展将他 丢入吸血鬼的獠牙下 当陈展等人回到 三楼的楼梯口时 那两只吸血鬼 仍然在等着诛人 也许是教学楼里的 吸血鬼 数量的确很少 到现在为止 这里没有 多出现一只吸血鬼 陈展和马林两人 身形闪动 分别冲向了 这两只吸血鬼 熟悉的入入声响起 几乎没有任何的组织 陈展和马林两人 几乎是 不分先后的 杀了这两只吸血鬼 轻描淡写 这次 古夫校长和蔡老师 更是一脸震惊 原来 陈展的身手 也是这么好 走 陈展无暇装逼 直接一把 抓住林老师的 鲜鲜玉手 沿着楼梯 朝着四楼爬去 其他人文言 也是纷纷跟上 至于为什么 还要继续向上爬 古夫校长 蔡老师 以及林老师 没有一个询问的 他们完全处于震撼的状态中 他们在四楼 碰到了四只吸血鬼 结果 陈展和马林 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将其解决 甚至 这四只吸血鬼 都没有能够进两人身的 五楼同样出现了四只吸血鬼 同样 被干净利索地干掉 六楼的吸血鬼 只有三只 陈展杀了两只 马林杀了一只 随后 陈展用了一根铁丝 便是将天台的铁门打开 等到众人来到天台 暂且安全的时候 古夫校长 蔡老师 以及林老师 才反应过来 紧接着 众人便是休息了一会儿 开始进食 毕竟 晚上还有面对吸血鬼的进攻 他们必须养精蓄锐 几个小时后 天色开始变暗 夜晚 再次降临 陈展之所以要登上天台 除了安全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古灵芝 今天晚上即将出现 站在高处 陈展方才能够清楚地看到 古灵芝出现的位置 以及 是谁抢走了古灵芝 末世裁决者 第八十三集 如果有可能的话 陈展不介意出手抢夺 毕竟 古灵芝是他参与此次神秘事件的目的 空手而归 不是他的作风 凄厉的惨叫声再次响起 滑破了夜晚的寂静 也拉开了 吸血鬼大规模杀戮的序幕 昨天晚上 吸血鬼也死伤不少 但是 相比较人类来说 他们的死亡数量 简直不值一提 上万的失声 一夜之间 便是死去数千之多 这是何等恐怖的数字 而今夜 杀戮注定继续 听着耳边传来的 一道道 凄厉的惨叫声 蔡老师和林老师两人 纷纷颤抖着身子 满脸的畏惧 这是今天晚上的食物 希望明天早上 还能和诸位一起吃早餐 陈展将所有人身上的食物 拢到一块 然后 很大方的准备军分 文言 诸人纷纷面色凝重 陈展的意思 他们都明白 这栋楼的吸血鬼 必定会将他们 当成目标 进攻他们 今晚 又将是一场恶战 是死是活 皆有天命 还好 他们在天台上 找到了一些 废旧的铁棍 倒是可以当作武器 来对付吸血鬼 比之昨晚赤手空拳的 面对吸血鬼 情形要好很多 当众人 纷纷开始进食的时候 陈展目光 扫了一眼众人 现在 加上他 整个天台 一共有十个人 其中 马浩翔 基本可以忽略 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其他人 除了蔡老师和林老师之外 都勉强有些战斗力 毕竟是经历过 昨晚和今天下午的拼杀之后 这些人的胆气足了许多 而且 手中有着武器 最起码 不可能在面对吸血鬼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其中 古夫校长身材强壮 体育学院出身 底子还在 而且 胆子很大 倒是不错的打手 马浩翔虽然没有了战斗力 但是 古夫校长足以代替他 所以 陈展让马浩翔 将硬木锥 交给了古夫校长 并且说明了其作用 经过解释 古夫校长才知道 一直被陈展三人 握在手中的这玩意儿 叫硬木锥 而且 是杀死吸血鬼的最佳利器 问及他们怎么会有这东西的时候 陈展很自然地说道 以前老喜欢看吸血鬼相关的电影 所以 就收集了硬木锥 全当兴趣 结果没想到 真的遇到了吸血鬼 简直是太巧了 陈展的演技绝对的一流 古夫校长也是没有看出任何的破绽 点了点头 感慨陈展等人 的确是运气够好 竟然恰巧 收集了 硬木锥 随后 众人开始 纷纷进食 吃饱了 才有力气 陈展 陈展 一会儿 一定要保护我 正在陈展靠在墙上 就着一瓶矿泉水 吃着一块面包的时候 身旁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声音很小 小到只有陈展听得见 扭头看着林老师那不失粉黛的翘脸 陈展嘴角莫名的勾起一抹糊涂来 说道 林老师 吸血鬼这种怪物可凶残得很 我自保还来不及呢 保护你 陈展没有继续说话 但是后面的意思已经是很明显了 文言 林老师面色一变 他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有些唐突 吸血鬼的确很可怕 但是见识过陈展的身手后 他还是觉得陈展有能力保护他 但是陈展却拒绝了 随后 两人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突然 陈展感觉到自己的手 被一只柔嫩滑腻的小手给紧紧握住 偏了一眼四周 现在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众人也正在进食 所以并没有人看到两人之间的小动作 陈展反手将这只小手紧握 小拇指轻轻挠动 摩擦着林老师的手心 没有说话 林老师也没有废话 感受到陈展的动作 犹豫了一下 随喜身子主动朝着陈展这边靠了靠 然后牵引着陈展的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 由于现在刚刚进入秋季 所以穿的都很少 尤其是林老师 作为女性 她只穿了一个打底裤 然后外面是连衣裙 既凉快又方便 当然还有一个优点 办事方便 当林老师将陈展的右手放在自己大腿上时 陈展瞬间明白了林老师的意思 美女主动送上门 陈展身为老司机怎能无动于衷 更何况 林老师全身上下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这两条长腿了 感受到手掌处传来的惊人弹性 和如同丝绸般的滑溺 陈展心中不由得泛起一抹涟漪 尤其是身旁还有着这么多人在 他摸的还是自己的辅导员 怎么说都颇为刺激 然而 就在陈展想要进一步施展平生所学的时候 天台的铁门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撞击声 而且看样子不止一个人在砸门 来了 陈展瞬间起身 手中紧握硬木锥 双眼盯着铁门 说道 其他人也是纷纷全神戒备了起来 神色紧张无比 蔡老师和林老师甚至吓得 缩在了角落里 全身哆嗦的厉害 那些吸血鬼 终究还是来了 战哥 咱们怎么做 马林开口问道 他一向是执管执行命令 从不会去考虑太多 陈展眉心一动 精神力抱拥而出 已然知晓了铁门另一侧吸血鬼的数量 开门 陈展直接下达了命令 什么 这次不仅是马林 古副校长等人也纷纷一脸的疑惑 这个时候开门 那岂不是放着些吸血鬼进来吗 陈展仍旧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开门 他很清楚 即便他们不开门 这铁门也绝对挡不住这群吸血鬼的 既然如此 何必不打开铁门呢 马林深吸一口气 随即小心翼翼地来到铁门前 然后猛地打开了铁门 而他则是身形一闪 直接跳到了铁门后面 离铁门足有两米开外 吸血鬼冲进来之后 看着陈展等人顿时兴奋起来 那浓郁的人味吸引着他们 让他们的眼中只有新鲜的血液 丝毫没有意识到 死亡已经离他们很近了 就在吸血鬼被放进来的那一刻 蔡老师顿时惊呼出声 眉头一皱 陈展厌恶地瞥了一眼蔡老师 随即硬母锥猛地向前 由于陈展的速度极快 准度极高 所以在这只扑向陈展的吸血鬼 跃起的那一刹那 他的性命便是交代了 直接抽出硬母锥 陈展一个箭步冲上前 静止迎向另一个吸血鬼 这次进来的吸血鬼 足足有14只 而且铁门没有关 所以仍然不时地 有吸血鬼冲进来 陈展几个呼吸间 便是解决了两只吸血鬼 随即又是狠辣地刺出硬母锥 准确地命中 想要偷袭他的吸血鬼的眼窝 随后猛地拔出 迅捷无比地将硬母锥 刺入这只吸血鬼的心口 这只吸血鬼应声而倒 自此 陈展周深一空 竟是没有吸血鬼 愿意主动来敌陈展 展哥 救命啊 马浩翔现在手里 只有一根铁棍 而且战斗力下降厉害 所以在看到一只吸血鬼 静止扑向自己的时候 他直接喊了救命 与此同时 他牢牢地抓住铁棍 处着铺上来的吸血鬼 陈展也没有迟疑 在听到马浩翔的求救之后 便是身形闪动 静止来源 手中的硬母锥再次刺入吸血鬼的后心 陈展成功帮助马浩翔 解决了危险 这是死在陈展手中的第四个吸血鬼 陈展这边轻而易举地杀死四个吸血鬼 马林同样斩敌不少 甚至比之陈展都要多一个 因为他刚刚是在铁门后面 并没有多少吸血鬼注意到他 毕竟这些吸血鬼移进门之后 陈展等人率先映入他的视野当中 死 马林反手将硬母锥刺入 从后面想要偷袭他的吸血鬼 然后猛地拔出 冲向了下一个目标 古副校长倒也有两把刷子 虽然伸手没有陈展和马林敏捷 但是手中的硬母锥 已经刺进了一只吸血鬼的心口 至于其他人 倒也敢于拿起铁棍和吸血鬼周旋 拼斗 一时间倒也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吸血鬼的数量实在不少 而且这些吸血鬼的实力 的确比杨帅等人要强上不少 所以很快便是又一位同学被咬 幸亏他及时踹开了吸血鬼 倒也一时间没有生命危险 然而 见了血的吸血鬼 战斗力更加疯狂 他们甚至有些拼命的架势 使得这位被咬的同学再次被咬 而且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活生生的被当场吸干血液成了一具干尸 不过天台上的整体形式还是对人类有利 因为陈战 马林和古副校长三个主力的战斗力实在太强 尤其是马林 简直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死在他手里的吸血鬼数量甚至比陈战还要多 很快 天台上便是躺着十九只吸血鬼的尸体 还有两具已然成了干尸的同学尸体 关门 如此高强度的战斗 称战此时也微微有些弃喘 当即命令到 十九只吸血鬼 这几乎是这栋办公楼内隐藏的所有吸血鬼 接下来 他们会迎来一阵短暂的平静 当天台的所有吸血鬼全部被杀之后 活着的人全部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陈战马林还好 但是 其他人纷纷有种劫后重生的感觉 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敢和吸血鬼搏斗 尤其是杨帅和天风两人 虽然没有杀死任何一只吸血鬼 但是 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家性命 战斗一结束 所有人都坐在地上休息 尽快地恢复体力 谁知道接下来 会不会还有吸血鬼进攻他们的 而就在众人刚刚休息不久 突然又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 眉头一皱 陈战的目光望向另一侧 他们所在的办公楼和三号四号教学楼挨着 天台自然也连在一起 此时 响起的敲门声正是来自三号教学楼 众人互望一眼 随即将目光投向了陈战 显然是在听从陈战的安排 不知不觉见 众人都是以陈战为中心 救命啊 救救我们 开门呐 突然 铁门后面 传来荒急的求救声 和嘈杂的喊叫声 人类 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 唯独陈战 却是眉头紧紧皱起 因为这些人类身后 有着近二十只吸血鬼 在追赶他们 陈战等人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 体力几近枯竭 此时 要是将这些吸血鬼放进来 那他们的性命就有危险 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看向陈战 只不过 这一次 不单单只有顺从 还有要求 他们希望陈战能够 救这些人 然而 陈战仍旧是 不惜违背众人的意愿 摇里摇头 到 不救 末世财学者 第八十四集 马林和马浩翔两人没有说话 他们无条件地支持陈战 即便马林内心深处 还是想要救人的 毕竟是同校时生 能够出手救一把 就救一把 杨帅和田丰两人 也是贪生怕死之辈 和自己的小命比起来 什么都不重要 他们还记得 昨天晚上 天风非要开门 去救自己的舍友 结果引来了吸血鬼 导致他们死伤惨重 这一次 陈战仍然不让救 他们两个 都是监口不严 知道陈战不让救 肯定有自己的考量 他们也不会 管什么闲事 只需要听话 就可以了 但是 古副校长林老师 以及那个 快要缩进墙壁里的 胆小鬼 蔡老师 三人都想救人 古副校长和林老师两人 是单纯的 想要救人而已 蔡老师却是想着 人多事众 吸血鬼的目标 就不会放在 他这个躲在角落里的人身上了 陈战没有任何的解释 只是摇头不同意 古副校长和林老师 却是眉头微重 尤其是古副校长 原本以为 陈战是个很不错的学生 就是心狠手辣一点 结果 这次 竟然对于和他无冤无仇的人 也是见死不救 陈战给他留下的印象 瞬间 变得差了许多 没有经过陈战的允许 古副校长直接大步 前往三号教学楼天台的铁门处 现在还不是漠视 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见死不救 对此 陈战还是能够理解的 而且古副校长人还不错 他也不愿意看着他送命 当起 眼珠一转 随即开口说道 古校长 你准备怎么救 蛮力打开铁门 这些人身后 必然有着大量的吸血鬼 如果你蛮力破开铁门的话 咱们谁都活不了 锁在铁门那边 只要他们能够打开锁 咱们再出手 也不迟 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 拿好自己手中的武器 随时准备增援 陈战说吧 也不等着古校长回应 直接起身 握紧自己手中的硬木锥 快步来到三号教学楼铁门的一侧 古副校长犹豫了一下 觉得陈战所说在里 他们是为了救人 而不是为了让更多人因此而殒命 所以他不再言语 快步来到铁门的另一侧 马林也准备上前帮忙 却被陈战制止 让其保护好 好翔 马林这才没有过来帮忙 铁锁在你们那边 只要你们将锁打开 才能进来 古副校长听着里面的 焦急的呼喊声 和充满绝望的求救声 心中不忍再次开口提醒道 陈战没有说话 只是紧盯着铁门 随时准备出手 门里的人好像是听到了 古副校长的喊话 当即传来一声抱贺 谁他娘的会开锁 赶紧开锁 此人声音红亮 中气十足 显然体质不错 陈战的眼珠子 转了转 心中不由地一动 猛哥 猛哥 那些吸血鬼已经追上来了 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 门里又是传来一道 荒急而又充满畏惧的声音 骂他 给老子闭嘴 这位被称为猛哥的家伙 再次开口 谁他娘的会开锁 要不然 咱们都要死在这儿 猛哥再次开口 时间紧迫 由不得他不急 啊 不要咬我 救命啊 救 这道声音戛然而止 猛哥 我又跃死了 那些吸血鬼扑上来了 猛哥 救命啊 门里彻底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杂乱的声音 仿佛一瞬间发出 恐惧的尖叫声 击打声响成一片 称战可以想象 吸血鬼扑进这群手无寸铁 还不知道抵挡的人当中 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妈的 不管了 老四 把你手里的消防府给我 猛哥再次大喝一声 随即 冲着身后的尸身喊道 后面的人 给老四顶住 要不然 咱们都活不成 陈展文也 瞬间知晓了 这个猛哥 想要干什么 砸门 呜 果不其然 一道重重的砸门声响起 呜 又是一记砸门声 紧接着 门锁应声而开 随后 铁门猛的被打开 一道异常魁梧的身影 当先窜出 随后 反身 一把抓住铁门 攥着铁锁 随时准备将其关上 然后锁死 同时 对着门内吼道 都给老四快点 听其声音 看其身形 陈展便知道 这个人 就是那所谓的猛哥 这家伙还知道准备锁门 看来 并没有被吓破胆 倒是有几分胆气 没有浪费 他那一身肌肉 而此时 这位猛哥 也是注意到了 铁门两边的 陈展两人 黑色的夜空下 他也没有看清 陈展和 古副校长的容貌 所以 并不知道 两人的身份 还以为是吸血鬼呢 顿时 吓了一大跳 不过 很快 便是看出 这是两个人 脸色一松 当即开口说道 两位兄弟 赶紧来帮忙 吸血鬼已经冲上来了 古副校长 已然冲了上来 他本来就在铁门的另一侧 和这位猛哥 一左一右 站在铁门两边 至于陈展 并没有动 双眼却是微微眯起 猛哥看到 陈展没有给他面子 当即 眼中滑过一抹不满 不过 眼下 行事危急 他也没有心思 计较这些 将注意力 投向了自己的同伴身上 他们一共有十二人 但是 能够跑出来多少 那就尤为可知了 紧接着 跑出来的 是一名身材瘦弱的 低个子男生 随后 又是有五人仓皇跑出 陈展虽然在门后 但是 却透过缝隙 清晰地看到 他们的一位同伴 即将来到门前 却被一只吸血鬼 直接扑上去 咬住了此人的肩膀 被吸血鬼咬中之后 很大可能 不会变成吸血鬼 只要这个时候 拉他一把 救他一命 绝对能够救下此人 然而 这位猛哥 非但没有上前 拉他一把 反而是一脚踹出 直接将其踹地 倒飞出去 紧接着 在其绝望和不可置信的 眼神当中 猛地 关上了铁门 耳边传来那人 怨毒的咒骂声 然而 猛哥仍然将手中的铁锁 挂在门上 将门关死 你在干什么 你害了他 一旁的 一旁的古副校长 冷冷地 看着这位猛哥 说道 忘了古副校长一眼 猛哥微微喘气 靠着铁门坐了下来 随后 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一盒 已经完全 瘪下去的烟盒 从中抽出一支香烟 点上 然后 深深地 吸了一口 随后 朝着古副校长 吐了一个烟圈 不懈地说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 您是古副校长吧 他已经被吸血鬼咬伤 万一变成了吸血鬼 那咱们 岂不是都要遭殃 被吸血鬼咬伤 不见得 会变成吸血鬼吧 古副校长显然 也知道一些常识 冷冷地回道 万一呢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猛哥摆了摆手 道 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你 古副校长 牙关紧咬 却是说不出话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韩猛 体育学院大四学生 这几位 是我的同班同学 韩猛似乎并不在意 古副校长的愤怒 而是 自顾自地 开始了自我介绍 陈湛偏了一眼韩猛 这家伙 还算是个狠角色 而且 身材魁梧 不易得罪 所以 他直接 扭头就走 并没有搭理他 这一次 韩猛的脸色 终于是变了 刚刚他就看陈湛不顺眼 此时 更是被陈湛无视 他心中 怎会爽 双眼微微眯起 韩猛的眼神深处 划过一抹 狠利的杀意 陈湛的感知 何其敏锐 前世在生死边缘 摸爬滚打近三年 即便是没有回头 看到 韩猛眼神深处的杀意 也能够察觉到 后背传来的 冰冷杀意 不过 陈湛并不在意 他不想惹事 但是 并不代表 他怕事 区区一个体育学院的学生 他还不放在眼里 韩猛在体育学院 还是很有名的人 篮球打得那脚一个六 人长得还算帅气 身材也很好 最重要的是 他平时 还是挺会做人的 所以 混得很不错 在体育学院 大多数人见到了他 都喊声猛歌 即便是在整个学校里 其他学院 有头有脸的人 也都要给他三分面子 这次神秘事件 爆发的太过突然 学校内的所有人 都是猝不及防 而且 他们面对的是 吸血鬼 这种怪物 数量还极多 所以 在第一夜 学校失声 死伤惨重 但是 韩猛凭借着自己的身手 硬生生地 将一只偷袭他的吸血鬼 一脚踹下了楼 活活摔死 随后 他领着本宿舍的几位壮汉 杀出了一条血落 因为他们宿舍楼里 住着很多体育学院的学生 一个个都是体格健壮 即便是一些平时不怎么运动的学生 都有着很大的力气 不是其他学院那种 文弱书生 可比的 所以 在吸血鬼发动 低波攻势的时候 他们学院的学生死伤人数最少 也是他们学院 第一时间杀出了包围 硬生生的 从宿舍楼里冲了出来 那些吸血鬼 大多数都没有继续纠缠这伙人 毕竟这是一伙硬茶子 眼前有着其他好对付的食物在 为什么要和这伙人过不去呢 吸血鬼是有智慧的群体 他们也懂得欺软怕硬的道理 只不过 他们宿舍楼的这群吸血鬼 没有盯着他们不放 但是并不代表 隐藏在学校其他地方的吸血鬼 会放过他们 这么一大群质量很好的食物 几乎在他们 跑出宿舍楼的那一刻 便是被不少吸血鬼都盯上了 在韩蒙 几位在体育学院挺有权威的几人领导下 他们决定 杀上学校的第二体育场 也就是所谓的二体 那里是他们经常训练的地方 有着很多运动器械 还有一些废弃的钢材等物 在那里 他们能够找到很多趁手的武器 做出防御 而且 二体离他们宿舍楼 也不过是五百米的距离 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很近 然而 他们没想到的是 一路上竟然有很多吸血鬼袭击他们 导致他们的损失颇重 即便他们撒鸭子狂奔 仍然被杀了数十人 由原先的一百四十二号人 变成了一百零七人 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手 来到二体之后 众人很快简单武装了一下自己 然后借助着二体看台下的数十间房屋 作为防御据点 拼命抵抗着 吸血鬼在这里死伤惨重 但是 一个亚健康的人的血液 和一个健壮的人的血液比相比 实在是味道差了太多 所以 即便是死伤惨重 仍然不断有吸血鬼 冲击着他们的防线 一夜的时间 原本的九十八人 只活了二十四人 其中八人重伤垂死 十一人轻伤 只有五人没有受伤 但是也累成了狗 一丁点力气都没有 还好 这些吸血鬼的攻势 彻底停住了 所以 众人得到了喘息之机 休息了一上午 众人趁着阳光毒了 到了二体旁边的一个暴亭里 拿了很多食物 勉强填饱了肚子 他们也在积极寻求脱身的出路 但是 很可惜 他们无计可施 最后反而导致 那八位重伤垂死之人 死了五人 他们不可能回到 昨夜防御拼杀的地方 当夜晚再次降临 那里毕竟会成为 吸血鬼再次光顾的地方 所以 他们选择了教学楼 末世裁局者 第八十五集 虽然神秘事件爆发的时候 是在中午时分 但是 吸血鬼真正动手的时候 却是在晚上 而晚上 教学楼里很少会有人在 吸血鬼相应的数量 也会极少 最关键的是 因为昨夜吸血鬼 在教学楼里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 他们必定 会在今夜转移目标 将锋利的獠牙 对准宿舍楼区域 这是他们幸存的 十九位体育学院的学生 商量的结果 等他们顺利来到三号教学楼的时候 活着的另外三位重伤垂死之人 又是死了两位 然而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教学楼里 仍然有吸血鬼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 他们当中 能够战斗的人 也是少了很多 整体战斗力 下降很多 所以 在他们杀了三只吸血鬼之后 被迫撤退 一边撤退 一边退往天台 而此时 他们还剩下十二人 就在他们砸开房门 来到天台之上的时候 又是损失了数位人手 如今 加上他 也只有七名学生了 而在这一系列的拼杀当中 韩蒙一直表现的 都很英勇 他是那种看起来 拼杀很卖力的人 但是 很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 那些体育学院 具有权威的学生 已经死的 只剩下他一个人 那么 很明显 他就是活着的人的头头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陈湛竟然一点面子都没给 两人之间有间隙 也很正常 从始至终 两人之间 就只说了两句话 其中这两句话 还都是韩蒙在说 陈湛都没有搭理他 所以 韩蒙心中很是不爽 至于陈湛 此时倒是无所谓 虽然 韩蒙一看就知道 不是擅长 但是 这并不代表 陈湛会怕他 打架 可不是单纯的 看身材 魁梧高大的程度 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看经验 韩蒙也许打过架 但是和陈湛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这是单打独斗 陈湛有足够的把握 瞬间将其废掉 即便是群殴 他们这边 有马林和古夫校长 这样的好手 而且 手中武器 也不赐予韩蒙手下 拿着的那些武器 所以 陈湛也有把握 占据绝对的上风 最关键的是 陈湛相信 这个叫韩蒙的人 绝对不会 让双方斗殴的局面发生 毕竟天台闹出的动静越大 越容易吸引吸血鬼的注意 到时候 他们双方打得筋疲力尽 结果 反倒是被吸血鬼捡了便宜 韩蒙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不过 韩蒙岂会这般 善罢甘休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们手中拿着的是硬木锥吧 韩蒙显然是认出了硬木锥 也知道它的功效 只要刺中吸血鬼的心口 很快就可以将其毙命 这东西看起来 没什么厉害之处 但是 却是杀死吸血鬼的最佳利器 只不过 说到这 韩蒙顿了一下 随后 他身后的那位 身材矮小的同学 很是配合的 开口问道 王哥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 这种力气放在你们手里 简直就是浪费 韩蒙毫不客气地说道 古副校长倒是有几分本事 这硬木锥被他拿着 这硬木锥被他拿着 倒也能够误尽其用 但是 你们两个 你想说什么 陈战还没说话 这边 马林已然受不了了 当其开口说道 马林很不爽 但是韩蒙却是丝毫没有将其放在眼中 嘴角微微一条 很不屑地说道 就凭你们两个 拿着 就是一种浪费 你自认为很厉害 马林冷哼一声 说道 一个体育学院里的渣渣 真以为自己体格壮硕一点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硬木锥 放在你手里 才是真正的浪费资源 闻言 韩蒙很不爽 很郁闷 一个陈战 不搭理他 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愿意搭理他的 结果却发现 自己说不过他 你妈 韩蒙此时有种想要杀人的冲动 猛的前塔一步 韩蒙双眼微微眯起 一抹寒光乍现 手中的铁棍紧紧握起 而他身后 活着的六位体育学院的学生 纷纷拿起了手中的武器 恶狠狠地盯着陈战这伙人 虽然有些疲累 但是仍然准备起身战斗 健壮 陈战拍了拍马铃的肩膀 是以他适可而止 真正惹恼了对方 勾急跳墙也说不定 到时候 他们来个鱼死网破 那形势可就不妙了 陈战绝对不会选择 与其鱼死网破 他要的对方死 扭头看向韩蒙 陈战似笑非笑地说道 看来韩学长很愤怒啊 看着陈战这副表情 简直让韩蒙的肺 有些要气炸了 冷冷地说道 既然你们不懂得尊敬学长 那么 我只能出手教育一下你们 省得以后 在社会上吃大亏 虽然韩蒙说的理由 很冠冕堂皇 但是 陈战却是不以为然地说道 韩学长既然想玩 那我可以陪你过两招 这是你说的 韩蒙眼前一亮 他会怕陈战一个大一的学生 所以 几乎想都没想 韩蒙直接兴奋地说道 既然你自己找的啊 那就怪不得我了 说打就打 韩蒙静止扑向了陈战 在陈战眼里 韩蒙的速度很慢 慢到他 侧开身子 躲过韩蒙的攻击时 还能一肘子 打在其脑袋处 嗡 这是韩蒙此时脑海中最大的声音 也是全部的声音 任谁都没想到 韩蒙这般高大 威猛的人 竟然一招败给了一个大一学生 陈战 这让他很势不甘 只不过 他还没有说话 便是被陈战一脚踹倒在地 就你这伸手 很强吗 我 陈战正待进一步 讽刺韩蒙的时候 瞳孔猛地放大 随后 目光瞬间望向东侧 办公室大楼面向的地方 身形一闪 陈战已然来到了护栏处 第一颗鼓灵枝出现了 陈战的突然举动 也是吸引了众人 纷纷来到护栏处 然而 眼前一片漆黑 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众人纷纷看向陈战 脸上充满了疑惑 看着陈战脸上浮现的凝重表情 众人更加不解 不明白 陈战到底看到了什么 而陈战却顾不得众人 双眼死死盯着教学楼 前方不远处的绿化带 那里 有着他此行的目标出现 古灵枝 他是通过浓郁的能量波动 感受到古灵枝存在的 众人无法感知 自然不知道古灵枝的存在 不过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异常 因为原本在疯狂撞击天台铁门的吸血鬼 突然停止了动作 还有 学校各处传来的凄厉尖叫声 也是渐渐少了许多 仿佛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一般 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句 实在是眼前的景象太过诡异 砰 然而 下一刻 古灵枝附近突然传出剧烈的打斗声 是吸血鬼 这一次 马林率先借助月光看到下方的情形 竟然是两只吸血鬼在互相攻击 而且出手极为狠辣 仿佛是遇到了生死仇敌一般 这两只率先动手的吸血鬼 其中一只吸血鬼身材相对魁梧 但是速度却是慢了些许 北令一只速度很快的吸血鬼利用速度不断的进攻 很快 这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便是满身使伤 然而 就在速度很快的吸血鬼再一次进攻 准备发动致命一击的时候 这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突然冲着一个方向狠狠砸去 那里看似空无一物 但是很快便是出现了一道身影 看起来倒是像那只速度很快的吸血鬼自己撞上去的 直接被这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一拳打中肩膀 清脆的鼓劣声响起 这一拳的力道很大 直接将这只速度很快的吸血鬼打残 重重跌倒在地 愣是没有立刻站起身 而那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并没有与其缠统 而是身形一闪 静止朝着前方的古灵芝狂奔而去 很显然 古灵芝更加重要一些 只不过 就在他即将来到古灵芝旁边的时候 从鞋底里再次窜出一只吸血鬼 而且毫不讲理和客气的发动进攻 猝不及防下 这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被一拳打得一个两枪 后退了数步 方才稳住身形 被袭击的这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 顿时仰天怒吼一声 随即爆起 大步冲向偷袭他的吸血鬼 双方再次站在了一起 很快 在这对拼死相战的吸血鬼四周 也是突然响起激烈的搏斗声 而且 中人发觉 竟然都是吸血鬼在内讧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古夫校长不解的问道 如果说刚刚的那两只吸血鬼 是有深仇大恨的话 那么 后来的这些战斗 又因何而起 总不能 其他的吸血鬼 也是有着深仇大恨吧 难道是 两个家族 有着深仇大恨 一旁的马浩翔猜测道 陈战并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讨论 而是目光死死的盯着下方的战场 他没想到 古灵芝竟然就出现在教学楼附近 他选的这个位置 实在是太巧了 正好能够将吸血鬼 争斗灵芝的一幕 全部看到 陈战丝毫没有下去争抢的念头 这些吸血鬼都不傻 他们有着一定的智力 如果发现一族来争抢古灵芝 必定会互相停守 率先将陈战消灭 然后再进行内部的争抢 他们可以为了争夺古灵芝 而拼命残杀 但是绝不允许外族 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抢走古灵芝 陈战也是因为了解他们的脾性 所以并没有打算冲上前去 抢夺这颗古灵芝 当然 以陈战的身手 如果带着马林这些人 一起上前抢夺的话 只要实际把握精准 还是很有把握 在这群末代血族当中 抢到古灵芝的 只不过 那个时候 他们这些人 都将会成为众矢之地 学校各处的吸血鬼 源源不断地冲向这里 到时候 他们这些人 绝对活不成 陈战和马林两人再怎么厉害 也无法对付如此数量的吸血鬼 毕竟他们的实力 并不比这些末代血族强多少 数量上的优势 足以将他们全部猎杀 况且 这黑色的夜幕下 隐藏的危险不仅仅这些 还有陈战最为忌惮的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实力达到男爵的层次的吸血鬼 可不是这些末代血族 可以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 十只末代血族 也不足以杀死一只男爵 无论是速度 力量 还是反应力 男爵都将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即便是陈战 在这三个方面上 也只有反应力上面 能够略胜一筹 这还是因为 他的精神力 突破至小城之境的缘故 所以 陈战要趁此机会 好好观察一下 这只即将出现的 男爵的具体实力 毕竟啊 在古灵芝的诱惑下 即便你的等级 比之末代血族高尚一级 也无法让他们这些末代血族 拱手相让古灵芝 到时候 双方必定会爆发出激烈的战斗 这正是 陈战观察这只男爵实力的 最好时机 末世裁决者 第八十六集 就在陈战心中 做好打算的时候 下方再次出现了变故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 古灵芝四周 已然死伤二十余只吸血鬼 而且 大多数受伤的吸血鬼 也都是 掩掩一息 即便有强大的修复能力 也很难保住性命 而那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 却仍旧 坚挺地 站立着 这点 倒是出乎了陈战的意料 只见他一拳倒出 再次轰飞眼前的吸血鬼 随后身形一闪 静止转向那颗古灵芝 它的四周 所有的吸血鬼 都在疯狂地乱沾着 由于这只吸血鬼 突然之间爆发 所以 一众吸血鬼 根本来不及 再行出手阻拦 眼看着这只满身是伤的吸血鬼 即将摘取这颗古灵芝的时候 黑色夜空下 突然爆发出 嗡嗡的声音 声音很是刺耳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 和所有的吸血鬼 这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 在即将摘取古灵芝之际 突然感觉到 一股死亡 自心底而生 而且 瞬间弥满全身 随后 便是感觉到 四周瞬间没了 任何的光亮 是吸血蝙蝠 陈战忍不住警呼道 吸血蝙蝠 单体实力不强 甚至 连一只末代血族都打不过 但是 成百上千的 看着眼下 那乌鸦鸦的 一大片吸血蝙蝠 足足有数百只之多 陈战突然有些庆幸 庆幸自己 没有冒失失地 冲上千 要不然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且 人类被吸血鬼咬一口 很大可能 不会变成吸血鬼 但是 被吸血蝙蝠咬过一口 就有极大的可能 变成吸血鬼 看到吸血蝙蝠的那一刻 陈战便是 面色凝重不已 他的出现 肯定不会什么都不干 那么 活着的师生当中 必定有被其咬伤之人 他们这些人 很可能 变成吸血鬼 事情已然出乎了 他的意料 上一世 因为第三次神秘事件当中 所有人都被杀死 所以 外界并不知道 有吸血蝙蝠的存在 还以为 学校师生 都是被吸血鬼所杀呢 因此 陈战并不知道 吸血蝙蝠的存在 这些吸血蝙蝠 所过之处 可谓是遮天蔽日 这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 瞬间 被这群吸血蝙蝠所笼罩 随后 响起凄厉的惨叫声 仿佛 夜宵的叫声一般 令人心气不已 按理说 吸血蝙蝠和吸血鬼 不属于同一种族 但是 身旁的那些吸血鬼 却没有一个 敢煽动的 因为吸血蝙蝠的威力 实在太大 这么一大群的吸血蝙蝠 绝对有统治者 很快 陈战的这个想法 便是得到了证实 只见得 那群吸血蝙蝠 将骨灵之围绕 并没有一只吸血蝙蝠 敢擅自扑向骨灵之 仿佛在等待着他们的 君主降临 至于那只身材魁梧的吸血鬼 此时 却只剩下了一具骨头架子 摔落在地 即便是吸血鬼的 恢复能力惊人 也绝对无法再次重活 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么大 一旁的马林 低声惊呼道 随后 众人便看到 一只足有猫头鹰大小的 吸血蝙蝠 缓缓降落 而他 很显然就是 这群吸血蝙蝠的首领 他的到来 似乎是 预示着 这颗骨灵之的龟属 周围越聚越多的吸血鬼 却是不敢有任何异议 瑟瑟发抖地 看着这只吸血蝙蝠首领 扑向古灵之 而正在此时 一众吸血鬼当中 突然窜出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眨眼间 便是来到吸血蝙蝠的最外围 伴随着一只吸血蝙蝠被击飞 这道身影 很快便是突破吸血蝙蝠的防御圈 静止攻向了 已然来到古灵之旁边的 吸血蝙蝠首领 这道身影的速度很快 而且 突袭的时机 选择很好 猝不及防止下 他轻易地 冲破吸血蝙蝠的防御圈 等到一种吸血蝙蝠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古灵之旁 这只吸血蝙蝠的首领 死死地看着这只男爵 当看到他的速度时 沉战瞳孔一缩 心头凝重不已 自己的速度 不如对方 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由于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实在是太过强悍 强到直接可以忽略 普通吸血蝙蝠的阻拦 从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动手 不过是数息功夫而已 这只吸血鬼 便已经杀到了 那只吸血蝙蝠首领面前 速度之快 坚持骇人听闻 这只吸血蝙蝠首领 虽然第一时间 反应了过来 但是 想要第一时间逃离 已然不太可能 况且 想要让他这般轻易地 舍弃古灵之 也绝对不可能 所以 他并没有明智地 选择撤离 结果 这只吸血蝙蝠首领 直接被男爵实力的 吸血鬼一拳打飞 在绿花袋上翻滚了数次 最后 重重地 撞在一棵大树上 方才停下身形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无暇去赶尽杀绝 直接一把将古灵芝 抓在手里 看着手中深紫色的古灵芝 他的脸上 浮现一抹满意 不过 他并没有立即服用 而是将其塞进了怀里 因为服用之后 他的身体会陷入短暂的虚弱 此时危险重重 不适合服用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刚刚的那一拳 并没有将吸血蝙蝠首领打死 只是将其重创 所以 接下来 他要面对着 这只吸血蝙蝠首领的疯狂报复 双方的血战 几乎在吸血蝙蝠首领 勉强战起时 瞬间爆发 不过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也不是好欺负的 即便吸血蝙蝠数量惊人 杀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突然朝着周围 不敢妄动的末代血族 吼了一声 或者说 下达了一个命令 这些吸血鬼 在吸血鬼家族当中的地位很低 而且 吸血鬼家族等级极为森严 得到男爵的命令 他们不敢不从 即便知道 吸血蝙蝠不好对付 一百余只末代血族实力的吸血鬼加入 瞬间 让场中的局势 朝着吸血鬼这边 开始倾斜 尤其是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全力出手的情况下 简直就是吸血蝙蝠的噩梦 短短两分钟的时间内 他的脚下已经躺着七十余只吸血蝙蝠 不过 他也是被咬伤 双方的战斗持续着 吸血蝙蝠这边 即便占据烈士 仍旧不停地发动攻击 可见 吸血蝙蝠的首领 对这位男爵实力的吸血鬼有多么的怨恨 突然 吸血蝙蝠首领 发出了一声怪叫 随后 便是看到这些吸血蝙蝠 不要命的 扑向四周的吸血鬼 他们在采取自杀式袭击 陈战双眼一凝 嘴角缓缓挑起 打吧 两败俱伤才好 陈战眼神闪烁 他似乎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夺取古灵芝的希望 本来 吸血蝙蝠这边 占据着烈士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烈士越来越明显 但是 吸血蝙蝠的首领 却没有选择屈服后退 而是仿佛一个疯子一般 竟然下达了 自杀式袭击的命令 这让吸血鬼 顿时伤亡惨重起来 也让陈战看到了 夺取古灵芝的希望 这般攻势之下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绝对会重伤在身 那些末代血族实力的吸血鬼 也将损失惨重 这就是机会 陈战出手的机会 富贵险中求 古灵芝可是好东西 关乎着陈战 能否晋级 一级进化者的关键 他必须要夺取 这颗古灵芝 很快 就在陈战的眼神闪烁之际 楼下的战场 也是渐渐分出了胜负 由于末代血族实力的吸血者 不断从四面八方赶来 即便吸血蝙蝠采取了 自杀式袭击的方式 给予了吸血鬼重创 但是最终还是不敌 吸血鬼首领看着形势不妙 最终还是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在数十只吸血蝙蝠的帮助下 再次升空 在空中盘旋了片刻 最后还是选择了飞走 而吸血鬼这边 男爵实力 吸血鬼已然重伤 而周围的吸血鬼数量 也从原先的一百余只 锐减到二十余只 这还是后来不断有吸血鬼 补充进来的缘故 要不然此时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身边的 末代血族 恐怕只有各位输了 双方的拼杀告一段落 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掏出古灵芝准备服用 他必须在吸血蝙蝠首领的 实力恢复之前 度过服用古灵芝之后的虚弱期 并且借助古灵芝 修复伤势 提升实力 职责生辩的道理 他显然也懂得 然而 就在他准备服用古灵芝的时候 突然感觉 一股森寒的沙意 直逼而来 顺着目光望去 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看下了陈湛所在的天台 他清晰地感受到 这股沙意 就是来自此时正死死盯着自己的人类 一个卑微的人类而已 竟然还想着抢夺古灵芝 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冷哼一声 不过 他的心里警惕性大增 他能够感受到 陈湛的实力并不弱 最起码 对他产生了生命危险 如果这个人类 在他服用古灵芝的时候出手 恐怕 他的性命堪忧 他不会将自己的性命 交给身边这群 末代血族实力的吸血鬼 他的性命 他自己做主 所以 他必须 在服用古灵芝之前 消除一切隐藏在暗处的危险 他看过来了 快蹲下 一旁的玛林 在看到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看过来的时候 当即 面色一变 惊呼一声 随即 直接蹲下 其身旁的其他人 也纷纷被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所吓到 赶紧蹲下 毕竟 刚刚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简直惊人 让他们心中发寒 生不出 任何的抵抗之心 就在众人纷纷蹲下的时候 陈湛变成了唯一一个战力的人 马林面色一急 赶忙将陈湛也拉了下来 陈湛倒是没有反对 任由马林将他拉下去 杀 然而 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在看到陈湛蹲下的时候 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亲自领着身旁的二十余只吸血鬼 窜进了三号教学楼 朝着天台方向 狂奔而来 你不知道蹲下吗 如果被那只吸血鬼发现 咱们都要死 一旁的韩猛恶狠狠地说道 他虽然没有打过陈湛 但是心中仍旧不服气 觉得是自己刚刚太过大意的缘故 陈湛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接下来的战斗 他还需要此人 以及他手下的那帮体育学院的人帮忙 要不然 马林等人今天都要死 这也是 他敢挑衅那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的原因之一 正在此时 三号教学楼天台的铁门 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撞击声 力道比之前的吸血鬼 要强悍数倍 末世才觉者 第87集 所有人都在此刻心中一紧 韩猛更是目光充满愿毒的 看向陈湛 那意思很明显 要不是你刚刚暴露了身影 绝对不会吸引这群吸血鬼 紧接着 又是一道剧烈的撞击声响起 而铁门的门鼻子 硬声崩断 铁门瞬间打开 随后 那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率先出现 身后随时出现的是二十余只吸血鬼 他们上来了 人类 你让我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 你必须死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率先开口 目光紧盯着陈湛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陈湛缓缓站起身来 嘴角微微挑起 说道 即便你是一名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但是 重伤的情况下 我还不怕你 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大笑出声 仿佛听到了 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 笑声落下 他本就煞白的脸色 变得阴沉无比 仿佛能够挤出水来 既然你这么自信 我倒要看看 你有几分本事 傻 一个不留 仍旧没有太多的废话 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已然率先攻向了陈湛 同时 向身后的吸血鬼 下达了命令 而这个时候 陈湛已然顾不得任何人 被一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盯上 那种死亡的感觉 萦绕心头 实在是让他 分不出任何的精力 眉心一动 精神力暴涌而出 陈湛丝毫不敢大意 即便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深受重伤 但是 其此刻爆发出来的速度 仍旧不是陈湛能够媲美的 全身肌肉紧绷 陈湛身体微微下沉 随即 双腿猛的发力 身形犹如飙射而出 静止迎上了这只吸血鬼 同时使出全部力道 狠狠地挥出一拳 没错 他要和这只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硬碰硬 他要看看这只吸血鬼 还有多强的实力 没有任何的花哨 两人的拳头悍然相撞 这只吸血鬼 显然没想到 陈湛的实力这么强 退后整整三步 方才稳住身形 而反观陈湛 也只是退后三步半 便将力道全部卸去 虽然他没有使出全力 但是 也足以说明 陈湛此人的实力很强 眼中划过一抹凝重 他不能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毕竟 等到吸血蝙蝠首领 实力恢复 他的处境 就非常危险了 男爵实力的吸血鬼 再次出手 没有给陈湛 任何的反应时间 陈湛此时很不好受 尤其是右臂处 传来的阵阵疼痛 不断刺激着他的大脑 与此同时 体内的气血不断翻滚 当看到这只吸血鬼 几乎没有任何停歇的 再次展开进攻 陈湛知道 对方刚刚并没有使出全力 看来 只能全力防守 寻求反攻的机会了 第一次交手 陈湛便是估测出了 对方的实力 也第一时间做出了 全力防守的主意 看着丝毫没有 给予自己喘息之息的吸血鬼 陈湛深吸一口气 强行将反蹲的气血压制 双腿微躯 随即猛的发力 身形再次赢了上去 伴随着两人之间的战斗进行 马林等人也和冲上来的 二十几位吸血鬼 找了面 除了蔡老师之外 马林 古夫校长 还有杨帅等人 都是和吸血鬼 交手数次的人 即便这次 面对二十余只吸血鬼 仍然勇敢地拿起了 手中的武器 与之拼杀 至于韩蒙气人 手中杀死的吸血鬼数量 同样不比古夫校长少 这么多人一起上 他自然不会认怂 这个时候 就是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的局面 胆怯 只会让你死得更快 这点 他们体育学院的几位 强悍汉子都是知晓 只不过 韩蒙在看到陈湛 竟然和那只实力强悍的 吸血鬼不分上下的时候 内心再次被震撼了 本以为 自己会被对方击败 只是一时疏忽 眼下看来 并非如此 陈湛的实力的确够强 这一次 不用陈湛提醒 马铃也知道保护马浩翔 手中的硬木锥 不断刺出 数分钟过去 死在他手里的吸血鬼 已然达到了三只 似乎是察觉到了 马铃不好惹 所以 这群吸血鬼 都将目标 放在了其他人身上 尤其是那些 手中没有武器 又不敢出手 和吸血鬼对抗的人 比如说 蔡老师 由于吸血鬼的数量 占据优势 所以 双方一交手 必定有其他吸血鬼 无人迎战 其中一只吸血鬼 很快便是将目标 瞄准了 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蔡老师 蔡老师虽然不敢 和吸血鬼对抗 但是 却时刻注意着 场中行事 尤其是自己的安危 在这只吸血鬼 扑来的那一刻 蔡老师便是有所察觉 当即起身狂奔 想要远离这只吸血鬼 可惜 他的速度 怎么可能比得过吸血鬼 十数秒的功夫 便是被吸血鬼 拉近距离 救命啊 蔡老师早就注意到 马林的身手很好 当看到马林身前 依然躺着 三只吸血鬼的尸体 他二话没说 当即朝着马林冲了过来 希望马林能够救他一命 他之所以认为 和他有过节的马林会救他 是因为 林老师就躲在马林身后 马林能够救他 自然 能够救自己 然而 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就在他扑向马林的时候 马林的眼神当中 充满了厌恶 几乎是想都没想的 一脚将其踹开 马林觉得 蔡老师这样的人 应该给予惩罚 让吸血鬼吓唬吓唬他 省得他还敢在他们面前 嘚瑟 所以 马林想都没想到的 将其踹开 但是 马林无意害死蔡老师 所以 其身后的吸血鬼 马林要将其解决 一个剑步冲上前 马林手中的硬木锥 精准地刺入这只吸血鬼的心口 一招毙命 狠辣而又果决 这只吸血鬼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挑了个软柿子捏 怎么还被杀了 那些人类 不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吗 怎么还有人愿意出手 帮助其他人类呢 马林眼中闪过一抹痕了 对于吸血鬼 这种残害人类的怪物 马林丝毫不会手软 一脚将其身体踹开 顺便拔出手中的硬木锥 然而 就在此刻 身旁突然传来 极度恐惧的尖叫声 甚至 由于害怕 声音都变了调 猛地扭头 马林瞳孔骤然放大 随即大吼一声 妈的 去死吧 身形一闪 马林的速度 甚至比之前以往 都要快上几分 手中的硬木锥 再次刺出 一只吸血鬼 直接被马林手中的硬木锥 穿透心口 瞬间被杀 蔡老师 马林面色浮现悲痛和愧疚之色 看着拼命捂着自己脖梗的蔡老师 自责之色浮现 要不是因为自己这一脚 踹倒了蔡老师 估计这个不知道从何处 窜出来的吸血鬼 根本不可能借机咬到蔡老师 救 救我 救 蔡老师在拼命捂着自己的脖梗 然而 鲜血仍然鼓鼓而流 顺着他的手指 不断溢出 显然 那只吸血鬼是个老手 口中的疗牙 精准地咬到了蔡老师的大动脉 同时 牙齿一白 瞬间将蔡老师的大动脉撕裂而开 虽然这只吸血鬼被杀 但是 大动脉被破 在眼下这种情形下 他的结局 已然注定 马林也看出了蔡老师的结局 所以 他无能为力地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林哥 救命啊 正在此时 一旁的马浩翔 突然发出了求救声 而旁边的林老师 更是尖叫起来 马林猛地扭头 看到一只吸血鬼 扑向了马浩翔 当即 双眼血红一片 身影一闪 直接窜了出去 他就不允许自己的兄弟 再有任何的事情 砰 这一次 马林没有使用硬木锥 一击杀死吸血鬼 而是一拳砸在了 对方的眼窝处 随后 趁对方立足不稳的时候 身影一闪 再次起身而尽 又是一拳 砸向吸血鬼的 另一个眼窝 碰 碰 碰 随后 马林不断地挥舞着拳头 疯狂地发泄着 自己内心的愤怒 这只吸血鬼 甚至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直接被马林 活活地 砸烂了脑袋而亡 由于蔡老师身体的 血液越流越多 他的体力也是越来越弱 意识很快变得模糊起来 他的血液仿佛是最具诱惑力的东西 瞬间将一部分吸血鬼吸引了过来 正当马林疯狂发泄着心头愤怒的时候 这些吸血鬼 已然来到了蔡老师身旁 开始疯狂地吸食着蔡老师的新鲜血液 本来就意识模糊的蔡老师 直接被吓死了过去 当马林彻底杀死身下的吸血鬼时 蔡老师的血液 已经被这几只吸血鬼 彻底吸干 最后还是吸血鬼 杀死了蔡老师 马林看到蔡老师已然成了人杆 刚刚因为得到发泄 而平息的怒火 再次窜了上来 而且 这次 一瞬间 便是遍布全身 侵蚀了他的理智 马林杀向了这几只吸血鬼 与此同时 韩蒙七人 也是在和吸血鬼的战斗中 死了三人 其他人 也都多多少少带伤在身 不过 他们活着的四人 倒还团结 背靠着背 形成一个小型圆阵 每个人都手持铁棍 对付扑过来的吸血鬼 一时间 私伤人数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使得周围的吸血鬼 竟然是无从下手 至于杨帅和田锋两人 此时却是行事危急 两人本就体力不行 尤其是杨帅 两人刚开始互相协助 倒也是能够勉强保住自己 不被吸血鬼咬到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帅的体力 率先跟不上 在一只吸血鬼 扑上来的那一刻 杨帅因为手臂酸痛 一时间 未能及时挥出手中的铁棍 眼看着这只吸血鬼 就要扑咬上来 杨帅情急之下 想都没想到的 将一旁正在奋战的田锋 拉到了身前 田锋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刚刚还相依为命的 同学家战友 此时竟然果断地将他卖掉 拿他当挡箭牌 当吸血鬼锋利的獠牙 咬中他的胳膊时 田锋惨叫不已 杨帅丝毫不顾田锋 那怨毒的眼神 身形往后一撤 彻底远离了战场 而田锋 在两只吸血鬼的攻击下 本就受伤的他 不出十秒 便是被扑到 脖梗被咬 命丧黄泉 死的时候 他的眼睛还睁得滚圆 狠狠地瞪向杨帅 至于古副校长 依他的身手 面对一只吸血鬼 没有任何的危险 面对两只吸血鬼 也能够自保 所以暂时没有危险 血战仍在进行 马林看着眼前的人类 一个个倒下 他愈发地癫狂起来 手中杀死的吸血鬼数量 也是不断增加 然而 三号教学楼的天台铁门处 仍然有着吸血鬼不断进来 然后加入战场 形势愈发地严峻起来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 众人的体力都在急剧下降 在继续的内衡下降 那么 这个是 那个 这有机会 在继续的内衡下降 在继续的内衡下降 没准备 尽人的体力都在 这个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